禁军统领掌控着整座皇宫的禁卫 只能听令于皇帝一人 对于皇子 禁军统领是绝对不能联系的 如果禁军统领勾结皇子 带兵直入皇宫 皇帝就危险了 所以 蒋辉听说二皇子李基叶的侍卫找自己 他一口回绝 李基叶是皇子 还是个不受宠的皇子 又让手下的侍卫找自己 不管怎么说 蒋辉都不可能见 禁军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 连忙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宫门口 侍卫赵义还在门口焦急地等着 兄弟 蒋统领呢 赵义焦急地问道 禁军也没好脸色 说道 兄弟 蒋统领没空见你 回去吧 赵义急了 哀求道 兄弟 十万火急 求你救我全家性命啊 禁军不想再去挨骂 不耐烦地说道 兄弟 这是宫门口 你别为难我 赵义很急 又不敢说李基叶死了 这时 刚好太监中贵从里面出来 赵义慌忙冲过去 拜道 公公 小的是二皇子府上侍卫赵义 有急事禀报上位 中贵停下来 问道 何是如此慌张 赵义看了看身后的两个太监 中贵挥挥手 两个太监退后竖步 赵义上前语道 二皇子昨夜在揽月阁被杀了 死 中贵身体像触电般震了一下 扯住赵义问道 此事还有谁知晓 赵义说道 参军司马瑞 侍卫和坤 还有揽月阁的老宝子 还有揽月阁的揽月 还有暂时没有了 中贵转身说道 你随我入宫 中贵带着赵义急匆匆往里走 晋军拦住赵义 对中贵说道 公公 他带了兵器 中贵看了赵义一眼 赵义慌忙把腰间的刀卸下交给晋军 又把外套脱了 将里面的铠甲拿下来 一起交给晋军 外人进入皇宫 是绝对不可披甲带刀的 晋军这才放心 中贵在前面步履匆匆 赵义低头跟着 一直到了御书房外 中贵示意赵义在外面等着 又让两位小太监看着 别让赵义弄出事端 中贵到了门口 小心整理一下衣服 然后才放缓脚步走进去 里承道正在看前方大将 求阔海和胡飞扬送来的军报 皇上 中贵轻声拜道 里承道瞥了一眼中贵 问道 什么事情 这么急匆匆的 里承道听到了中贵急促的脚步声 中贵拜道 老奴刚才宫门遇到二皇子府上的侍卫 他说 里承道放下奏折 说道 说吧 又闹出了什么事情 中贵硬着头皮 回道 侍卫说 二皇子昨夜在揽月阁被杀 里承道手中拿着奏折 呆呆地看着中贵 什么 里承道以为自己听错了 中贵又说了一遍 二皇子在揽月阁被杀 里承道轻轻放下奏折 脸色骤然变黑 说道 传讲灰 中贵立即出门 让小太监去找蒋辉 小太监匆匆到了宫门口的房间 蒋辉正在想 如何对天下会的人下手 进军带着小太监进了房间 说道 大统领 尚未找您 蒋辉看到小太监 问道 什么事情 小太监摇头说道 小得不知 但尚未很急 蒋辉心中暗想 莫非刚才侍卫找了自己 皇上就猜忌了 不应该啊 来不及多想 蒋辉立即跟着小太监 往御书房去 进了御书房 于府国已经在里面站着了 皇上 你立即和于府国 往揽月阁去 给朕救出凶手 蒋辉不知道前因后果 听得莫名其妙 但是细细一想 刚才李继夜的侍卫找自己 再加上李承道说的话 蒋辉心中有了猜测 李继夜在揽月阁出事了 微臣临职 奴才临职 蒋辉和于府国到了外面 中贵让侍卫照一带路 蒋辉带着进军 于府国带着皇城寺的鸭丝 一起奔往城北大江揽月阁 江边的酒楼上 龙城看到蒋辉和于府国 带着人到了岸边 周围全面警戒 来往的商旅也远远避开 揽月阁的花船终于靠岸 参军司马瑞带着哭腔下船 对着蒋辉和于府国哭诉道 早上进门 就发现二皇子殿下被杀了 蒋辉和于府国 下令将船上所有人积压 司马瑞带头到了四楼 进了房间 李继夜躺在床上 旁边是白条揽月 他怎么回事 蒋辉见揽月衣服没了 看着他们干瞪眼 司马瑞立即回道 这是揽月 这里的头牌 他被点了穴 下关解不开 蒋辉在揽月身上摸索一番 然后点了两个穴位 揽月发出一声尖叫 放声大哭起来 杀人了 杀人了 揽月的精神差不多崩溃了 他亲眼看到了凶手 他跟死人李继夜睡了一晚上 那种恐惧感 让他濒临崩溃的边缘 蒋辉却不管 一手提起揽月 按在床上 逼问道 凶手是谁 揽月胡乱地说道 昨夜我与二皇子在这里情消合作 然后一起睡 然后有人在我身后 然后二皇子死了 然后他还脱了我的衣服 他还点了我的穴位 让我二皇子一起睡 揽月虽然说得很乱 但蒋辉和于府国 能理出线索 昨晚上 有人潜伏在房间里 将李继夜刺杀 杀完人以后 凶手还从容地玩弄了揽月 这个凶手胆大包天 手段极高 他根本不把二皇子放在眼里 于府国立即得出结论 蒋辉回头问司马瑞 你们昨夜在门外 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吗 司马瑞不敢隐瞒 说道 晓得昨夜在隔壁和邀越睡一起 赵义与何坤在门外守卫的 于府国将何坤和赵义叫进来 问道 昨夜没听到动静吗 两人同时说道 没有动静 于府国又问道 没有可疑之人靠近 赵义与何坤想了想 说道 有 昨夜有个顽固公子十分可疑 他住在宿月的房间里 于府国立即到了宿月的房间 房门还是关着的 早上出事以后 老保子就望了宿月 没人去敲门 基布斯压司夏侯连推开房门 里面放着的韭菜几乎没动 夏侯连在前面 傅压司和探子随后 于府国在门外看着 夏侯连到了里间门口 轻轻一推 门开了 压司夏侯连推开里间的房门 看到两个婢女躺在地上 床上躺着宿月 三个人都在昏睡 夏侯连仔细搜索一番 没发现其他人 死守 只有三个女子 听到里面安全 于府国进了里间 他们也被点穴了 于府国看向夏侯连 夏侯连立即在宿月身上点了几下 但是没有效果 夏侯连尴尬地说道 属下无能 解不开 于府国看了一眼傅压司 傅压司立即跑到前面 请蒋辉过来解学 蒋辉进了房间 解开了宿月身上的穴位 宿月和两个婢女昏沉沉醒来 看到蒋辉和于府国一帮人 吓得惊呼道 你们是何人 蒋辉问道 你昨夜和谁一起睡的 宿月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见是禁军 也不敢隐瞒 乖乖把昨夜的事情说了 蒋辉听完 感觉这个事情不简单 将所有人押回大理寺 二皇子小心抬回去 手下禁军和黄承司一起动手 将花船上所有人押回去 龙晨在楼上 看着底下的热闹 衙吃饱了 趴在窗户上 低声说道 你的杰作 是不是很有趣 龙晨黑黑笑道 好戏在后头 他们回去了 我们也回去吧 龙晨付了账 和衙一起回红归客栈 嫌犯押回大理寺 蒋辉回公复命 蒋辉进了御书房 中贵静静站在旁边 李承道靠在笼椅上 闭着眼睛 脸色很差 皇上 李承道没有睁眼 只是眼皮动了动 蒋辉立即禀报 二皇子昨夜在揽月阁留宿 在揽月的房间里遇害 揽月见过凶手 那凶手留宿在宿月的房间 用点穴之术弄晕宿月后 潜入二皇子房间作案 根据老保子交代 凶手自称天下会的 出手十分阔绰 于公公已经将人犯 押往大理寺 李承道听完 慢慢睁开眼睛 语气阴沉地说道 天下会 蒋辉拜道 老保子是这样说 具体的审讯还在继续 李承道说道 你再去一趟大理寺 这大理寺清淮裔 和于府国一起彻查此事 蒋辉立即出门 往大理寺赶去 中贵在旁边听着 不敢说话 李承道慢慢说道 你觉得是谁干的 中贵回道 老奴不敢妄加揣测 那人自称天下会的 可如果真是天下会的 他为何要说出来 李承道冷冷笑道 示威吧 震杀一个木鹰 他们杀朕的皇子 中贵公身不敢回答 扶元楼 花依依匆匆忙忙进了后院 潘寿和五月 左思三人正在说话 长老 出事了 五月三人蹭地一下站起来 米盒出事了 他们以为李承道 把米盒也杀了 花依依摇头说道 不是李继业被杀了 昨夜被杀于揽月阁 蒋辉和于府国刚刚把人抓了 正在大理寺审讯 有消息说 凶手自称天下会的 五月愣住了 潘寿和左思也傻眼了 谁干的 五月看着花依依问道 花依依一脸猛逼 说道 长老 此事与我无关 不是我干的 潘寿和左思说道 我们一直在扶元楼 不是我们干的 五月坐下来思索很久 慢慢说道 难道是龙承恩 潘寿说道 有可能 但是龙承恩真敢一个人 潜入精灵杀人 花依依疑惑地问道 龙承恩杀李继业干嘛 毫无意义啊 李继业的武艺很一般 在朝中也不是重臣 也不受李承道待见 跑到精灵城 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 刺杀一个无足轻重的皇子 这样做毫无意义 五月冷冷笑道 当然是为了栽赃我们 李承道刚杀了木鹰 李继业就死了 凶手还自称天下会的 你们说 李承道能不怀疑 左思冷哼道 不管是不是龙承恩 我都觉得杀得好 也让李承道看看 老子天下会不是好欺负的 杀了木鹰三个 我们连屁都不敢放 这下好了 有人替我们出头了 左思觉得 如果李承道以为李继业 是他们杀的 这样更好 可以向李承道示威 让李承道知道 天下会不是好惹的 潘寿点头附和道 对 李承道太嚣张了 以为我们是戴宰的羔羊 这次杀了李继业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省得李承道肆无忌惮 花依依想了想 摇头说道 不对 我们最好别跟李承道撕破脸 否则两边打起来 我们会吃亏 花依依身为福元楼的楼主 对天下会在南梁的实力 有更清楚的了解 天下会一直都是借助 其他两国压制第三国 现在东周和西夏都没了 根本无力和李承道对抗 五月也说道 我们应该聚集人手 展现实力 然后与李承道合作 这才是出路 现在不该厮杀 左思恼怒道 老子在天下会几十年 没遇到这样憋屈的事情 木鹰被杀了 我们还要忍气吞声 祈求李承道的施舍 五月说道 老左 我知道你憋屈 难道我不憋屈吗 可我们要以大局为重 要保住天下会 然后才能谈复仇之事 左思坐下来不说话 花依依问五月 长老 我们该怎么做 五月想了想 说道 这个案子 不是我们做的 必须告诉李承道 另外 有动机 有能力杀李承道的 只有龙承恩 不管是他亲自动手 还是派出手下行凶 我们都要抓到这个人 你马上去联系中贵 告诉他 此事与我们无关 我们正在全力搜捕凶手 花依依为难地说道 李承道会信吗 五月摇头说道 信不信由他了 如果真是龙承恩干的 那就好了 我们可以一起动手围捕 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事情只能如此 花依依无奈地出了后院 到了前院 花依依找了一个可靠的人 立即去找中贵送话 红归客栈 龙承回到客栈门口 一个人从身边走过 一封信悄悄塞进龙承手里 眼儿看了一眼那人 马上知道那人是冯和 龙承收了信 进了客栈 回到房间 关了门 龙承将信拆开 说什么啊 牙儿好奇地把小脑袋伸过来 龙承把信给了牙儿 牙儿拿着信念道 左思在联络天下会神秘人物 可能是总部 牙儿收了信 说道 左思在联络 为什么是左思 难道其他人联络不上 龙承微微点头 说道 有这个可能 天下会总部太神秘了 我查了那么久 一点线索都没有 可能以前只有击霸能联络上总部 击霸重伤昏迷后 无人能找到总部 而这个左思是个例外 他能联系上总部 牙儿觉得奇怪 为什么其他人联系不上 左思却可以 龙承摇头 说道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鸡仙仙和鸡霸是兄妹 这个问题 应该问牙儿才对 牙儿撇撇嘴 说道 娘子说 天下会有好多秘密 传男不传女 她也不知道 不过真是可笑 鸡霸忘记了初衷 根本不想复国 反而娘子一心想着复国大业 龙承心中暗道 一个女人复国又能怎样 还不是给老子生孩子 替我做嫁衣 龙承也佩服 是啊 我很佩服鸡仙仙的破裂 所以我才答应合作 你别以为我 看中她的色相 我不是那种肤浅的男人 龙承一本正经地说道 牙儿看着龙承 佩服道 大色狼 我还以为你就知道贪恋美色呢 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龙承正色道 这话说的 我龙承岂会贪恋美色 牙儿突然问道 那我呢 你看中我哪一点 龙承看着牙儿 认真地说道 我实话实说 对你 我确实贪恋美色 我就是看你长得好看 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 牙儿哥哥大笑 笑得非常开心 你这人太肤浅了 就知道看我漂亮 龙承心中暗笑 小丫头骗子 就凭你 南梁大理寺 蒋辉骑马进了大牢 船上所有人都被关押起来 揽月和素月 腰月三人被绑在行架上 手脚都被绳子勒出血了 老宝子和龟公 还有婢女 杂役也被绑起来 身上伤痕累累 血迹斑斑 司马瑞和赵毅 何坤三人 还有其他的侍卫 也被绑起来了 揽月三人 原本娇生惯养 被奉为神仙中人 今日犯了事情 玉力对他们百般折磨 如花似玉的身体 被打得体无顽肤 这些玉力有些人恶趣味 就喜欢折磨人 特别是漂亮的女人 以此为乐 于府国坐在椅子上 冷眼看着玉力行训 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中等 胡须稀疏 浓眉大眼的男子 年纪五十多岁 此人是大理四亲怀毅 怀毅为人刚正不阿 而且擅长断案 在朝中很有威望 李承道也很器重他 蒋辉走进来 于府国和怀毅看过来 尚未旨意 蒋辉进来开口 于府国和怀毅 还有监牢内 所有人一起下跪 命于府国和怀毅 共同审理此案 于府国和怀毅一起拜道 威臣领旨 奴才领旨 两人起身 蒋辉问道 怎么样 怀毅说道 事情大概是这样 昨夜二皇子到了揽月阁 点了揽月 二人在房中 司马瑞在隔壁 其他人在外面护卫 有个自称天下会的年轻男子 在亥时出到了揽月阁 并点名要最好的 老宝子让那人进了夙月的房间 在夙月房间门口时 那人想要揽月 与老宝子还有一番争执 赵毅与何坤都看到了 老宝子为说服那人 告诉那人 揽月在陪二皇子 然后那人进了夙月的房间 到了房间里 那人并不喝酒 只说要睡觉 夙月便陪他睡觉 可是到了房间里 那人 将夙月和婢女弄晕 我们能确切知道的 就是这些 据我推测 那人 将夙月弄晕后 便从窗户 溜进了二皇子的房间 并且事先躲在被子下 然后突然刺杀 二皇子猝不及防 被一击毙命 之后那人还脱了 揽月的衣服 调戏了一番 这便是经过 怀疑将自己询问 和推测的结果说了 蒋辉问道 凶手的身份能确定吗 他是不是天下会的人 怀疑让大理寺主部 将证物拿过来 放在蒋辉面前 这是凶手给的金币 是天下会内部的金币 怀疑检查过 所有的金币 都是天下会的 蒋辉拿起一枚金币 上面印着不一样的花纹 问道 所以 这就是天下会作案 于甫国却说道 未必 西夏和东周 都凭了天下会的堂口 他们也有这样的金币 蒋辉放下金币 说道 所以 我们无法确定 怀疑说道 从二皇子的伤口来看 那兵器 也是天下会独有的 蒋辉有点糊涂 问道 那到底是不是天下会干的 怀疑说道 真真假假 凶手可能栽赃天下会 也可能故意示威 也可能反其道而行 故意说出自己的身份 让我们逆向猜想 认定他不是天下会的 蒋辉看着 打得体无完肤的懒怨 说道 尚未要一个确定的说法 怀疑摇头说道 说不清楚 仓促之间难以断定 那个凶手也可能化过妆 他们看到的 都不是真容 蒋辉无语了 这等于啥都不知道 凶手大摇大摆上了花船 又大摇大摆让侍卫看到 杀了李基业后 还玩动了揽月 如此胆大包天 他们却无法确定凶手身份 蒋辉无奈地问道 怀大人 那您说 我该如何向上尉禀报 怀疑沉引道 就说 我还在彻查 需要时间 我给蒋统领 写一份奏报吧 怀疑知道 蒋辉这么样回去 没法交代 主步拿了笔墨过来 怀疑将案子的审讯情况 一一写好 劳烦蒋统领将奏报 呈给上尉 蒋辉无奈地点头 接了奏报 起身离开了大理寺 策马回宫 到了宫门口 正好见到中贵 匆匆往回走 公公 蒋辉立即下马走过去 大统领 大理寺卿那边怎么样了 有结果吗 中贵连忙问道 蒋辉摇头 怀疑说无法确定 还要时间 你怎么出来了 这个时候 中贵应该在御书房 陪着才对 中贵说道 刚刚天下会来找我了 蒋辉惊讶到 这时候来找你 说什么 中贵说道 我们到御书房去 两人匆匆进了御书房 蒋辉在大理寺的时候 天下会的信使到了宫外 说求见中贵 太监到了御书房 天下会的信使到了 中贵请示李承道 李承道让中贵去看看 中贵和天下会的信使见面后 信使传达了花一一的意思 回宫的时候 刚好遇到蒋辉 两人便一起进了御书房 天下会说了什么 李承道脸色阴沉地问道 中贵拜道 回皇上 刚才的信使 是花一一派来的 他说二皇子之事 并非天下会所为 他们怀疑 龙承恩就在金陵城 蒋辉听完 脸色微变 李承道失声笑道 龙承恩在金陵城 天下会所见 与朕不谋而合呀 中贵如实转达天下会的话 不做任何评价 大理四那边呢 李承道转头问蒋辉 蒋辉立即将怀疑的奏报呈上 大理四亲有奏报呈上 李承道接了奏报 细细看了 行凶之人明目张胆 说自己是天下会的 金币是天下会的 凶器是天下会的 难道还不能确定 李承道将奏报丢在岸上 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 蒋辉和中贵都不敢说话 蒋辉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李承道看向蒋辉 蒋辉立即败道 微臣明白 李承道冷冷说道 还不快去 蒋辉立即出了御书房 去找连心和海赋 去把兵部尚书与子明叫来 中贵立即出去 宣与子明觐见 玄机子走进来 见李承道在气头上 皇上 玄机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李承道虽然不看重李继业 但李继业是四大皇子之一 李继业被杀 李承道肯定很悲痛 李承统和李元英最出色 却被龙臣斩杀在元孝谷 李元吉被龙臣雇佣万金楼刺杀 朔国仅存的李继业也被杀了 李承道恼怒在情理之中 李承道怒吼道 明明就是天下会做的 他们还敢抵赖 朕杀一个木英 他们就要杀朕的皇子 他们还以为 天下会可以无法无天吗 现在的天下会 要倚靠朕的大梁 朕本以为他们会俯首帖耳认清时事 没想到还这么狂妄 该杀 统统该杀 李承道这些年压抑的怒火 全部喷涌出来 一股脑的发泄 从龙家军覆灭开始 李承道就憎恶天下会 这些年 天下会明里暗里 对南梁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龙臣进攻南梁 背后也有天下会的影子 击把看中卧龙谷 就敢放火烧行宫 李承道一肚子火 李基业是不是天下会所杀 已经不重要了 李承道的怒火到了极点 需要发泄 玄机子明白其中关键 也就不说什么凶手 可能不是天下会的话 李承道要对天下会实施报复 玄机子要做的 就是帮李承道谋划 如何最好的行动 皇上 平道建议 以重兵围困浮原楼和水晶阁 同时发出 往各地清脚天下会堂口 以燎原之势 迅速平定天下会的势力 玄机子想说学龙臣的办法 但这话不能说 李承道深吸一口气 慢慢平复怒火 脸色慢慢恢复如常 李承道很少有喜怒 内心有事 也憋着不表露 朕已经宣于子明了 李承道慢慢坐下来 玄机子也在旁边坐下 很快 兵部尚书于子明 跟着中柜走进来 微臣于子明 拜见皇上 于子明恭敬行礼 李承道冷冷说道 传令各地守军 立即清脚天下会逆贼 于子明已经有这方面的准备了 从龙臣灭天下会开始 于子明就着手准备兵力和方案 他很了解李承道 牙字必报的性格 天下会屡屡堆大梁不敬 李承道早晚报复 微臣领旨 于子明立即退出御书房 回兵部传令布置 人走后 玄机子说道 皇上此战的关键在福元楼 那里是天下会仅存的总堂 又聚集了天下会的高手 几把很可能就在其中 李承道说道 朕知道 禁军已经包围了那里 劳烦道长去一趟 替蒋辉压阵 朕担心蒋辉不是对手 蒋辉有联心和海夫助阵 但天下会高手众多 李承道担心蒋辉打不过 玄机子拜道 平道这就去 玄机子即刻往福元楼去 红归客栈 雅儿一路小跑进了房间 龙臣正在看文首一身上的文书名册 打起来了 蒋辉带领进军包围了福元楼 两边要开战了 雅儿兴奋地说道 你这厉害 真把两边挑动起来了 我们去看热闹吧 肯定好看 龙臣放下文书 想现在该如何做 蒋辉带兵包围福元楼 两边会有一场恶战 这场战斗可能持续几天 米河还在精灵城外 这时候应该伏击米河 还是加入福元楼的混战浑水摸鱼 你想什么 我们去看热闹啊 雅儿很想去 拉着龙臣的袖子往外走 南梁的高手集中在福元楼 如果龙臣出城伏击米河 那就彻底暴露了 所以 先加入福元楼的混战 米河一定回原 到时候伺机动手 打定了主意 龙臣收了文书 说道 换一身衣服 化个妆 雅儿马上换衣服化妆 然后跟着龙臣往福元楼去 福元楼并不是简单的一座楼 它更像一座小城池 福元楼北陵大江 以福元楼为中心 外围有五层房屋店铺 呈扇形张开 将福元楼护在中间 进军出动的消息 立即到了福元楼 花依依急匆匆跑进后院 对伍岳说道 李承道不相信我们 讲会出兵了 左思和潘寿猛地起身 神色慌张地看着伍岳 被龙臣恩算计了 伍岳长叹一声 伍岳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事情就是龙臣栽赃陷害 可是没办法 李承道出兵了 多说无意 李承道不是很聪明吗 为什么会相信 龙臣恩的栽赃 左思大骂李承道昏庸 五月冷冷笑道 李承道早就想对我们出手了 这次不过是找了个借口出兵而已 花依依焦急地问道 长老 我们怎么办 五月眼神坚定地说道 打 想跟李承道合作 就必须展示我们的实力 求和没有出路 示弱只会让李承道 一口吞了我们 把李承道打疼了 他才会承认我们的价值 才会跟我们合作 告诉大家 进军来了 准备战斗 五月并没有失去理智 他没有和李承道拼死一战 与死网破的想法 他很理智 很聪明 李承道在发泄这些年的怒火 天下会要做的就是迎战 狠狠杀一场 展示自己的实力 让李承道明白 天下会还有实力 值得拉拢 五月下令 花依依和左思 潘寿 立即出门指挥战斗 五月则立即到了地下药房 宋伯躺在一张躺椅上 身上盖着一张毯子 两个徒弟也在打瞌睡 击巴的伤势终于稳住了 伤口逐渐愈合 虽然速度很慢 宋伯终于可以歇一歇 睡一觉 五月走过来 宋伯立即醒了 老五 宋伯见识五月 微微松了口气 又重新躺下来 独疯子 你在这里守候 如果出现什么情况 你带着少主 从那个密道离开 五月指了指要跪的一脚 宋伯爬起来 问道 怎么了 李承道杀过来了 五月叹息道 一言难尽 又中了龙承恩的奸计 宋伯经问道 怎么回事 龙承恩不是在东周吗 他到了金陵城 五月没空多解释 说道 反正又被他算计了 进军杀过来了 我们准备战斗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 万一杀进来 你带着少主走 宋伯神色黯然 苦笑道 离开这里 我还能去哪里 天下会 天下会 天下虽大 已经没有 我们的容身之所了 悔不该放过龙承恩啊 宋伯又开始后悔 没有杀掉龙承恩了 五月摇头说道 不说了 我出去了 你在这里看好 说完 五月出了药房 带上兵器 到前面迎战 进军围攻扶原楼 城北兵荒马乱 商旅百姓纷纷逃离 龙承和衍儿 在混乱的人群中 悄悄进了一处阁楼 从窗户缝里看热闹 进军统领蒋辉 带着三万进军 堵住了扶原楼 身边一个宫女打扮 一个太监打扮 正是联心和海赋 扶原楼的高手众多 联心和海赋 必须出手 你看那两个 衍儿隔着窗户 指着联心和海赋说道 龙承也看到了 木鹰应该就是他们杀的 衍儿说道 他们这次铁了心 要灭掉天下会了呀 龙承摇头说道 不是 灭掉天下会对李承道来说 不是最优选择 他这是在发泄情绪 给天下会一个教训 让天下会以后 乖乖扶手贴耳 听李承道的摆布 当然 天下会也不是一头温顺的狗 他会咬人 证明自己的实力 衍儿说道 既然他们最后一定会合作 那我们就应该尽量削弱他们 让他们杀得越惨越好 龙承笑道 你也学聪明了 衍儿得意地说道 那是 两人静悄悄地缩在角落里 看热闹 底下 蒋辉穿着铠甲 带着兜眸 手中一杆长枪 身边是副将和进军的好手 一个年纪四十多的男子 眼睛很小 眉毛却很浓 此人是进军副统领乌红英 乌红英看着前面的一排房子 说道 大统领 天下会的这些房子 都是专时累住的 跟城墙一样 墙工恐怕比较难 天下会外围的店铺 全部用砖石建造 上面还有建楼哨塔 墙很厚 修筑的时候 朝中大臣就说这是国中之国 不合规矩 但那时候 天下会很强盛 里程到人了 现在果然成了麻烦 蒋辉说道 那又如何 他们能有多少人 说到底 这里是金陵城 南梁的都城 蒋辉带了三万进军 城外大营 还有十万精锐 足以平掉浮原楼 不知道水师那边怎么样 吴红英说了一句 浮原楼北边 直接挨着大江 南梁的水师也出洞了 从北边直接攻击浮原楼 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海夫在旁边看着 语气阴柔地说道 他们如果拾去 就该早早投降 省得尸骨无存 蒋辉冷冷说道 他们不可能投降的 不见棺材不掉泪 潘兽穿着龙凤装 站在楼上 身边跟着佐斯和花依依 还有一些会众的高手 潘兽指着蒋辉呵斥道 蒋辉 你敢围攻本座 好大的胆子 见到这个冒牌的无冕王 蒋辉忍不住哈哈大笑道 你这冒牌货 还敢出来 尚未早就识破了你的身份 潘兽吃了一惊 虽然五月早说 他身份被识破 但蒋辉当众揭穿他 潘兽还是吃了一惊 花依这时候 才发现事情欠考虑 潘兽是假的 他们早就知道了 可是天下会的兄弟不知道 蒋辉这么一说 人心顿时就乱了 蒋辉冷冷笑道 知道为什么被识破吗 尚未说 你身上有奴仆气 你 不过是一个奴仆而已 潘兽被说得差点喷血 指着蒋辉骂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 不也是李承道的走狗 潘兽这样说 等于承认自己是假的 花依依立即打断潘兽的话 指着蒋辉骂道 放屁 这就是我们会长 李承道有眼无珠 不认得真帝王 潘兽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马上改口道 你这样的走狗 也配认得本座 给你一条活路 速速退兵 否则本座不客气 蒋辉哈哈大笑 指着楼上的伙计喊道 告诉你们 无冕王已经被龙承恩杀了 站在这里的是冒牌货 你们的王 你们的会长 没有了 花依依立即大喊道 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就是会长 两边打口水仗 楼上的伙计 搞得莫名其妙 他们听到了风声 说龙臣杀了几把 但前几天 无冕王又在福原楼 见了李承道 所以 伙计们以为李承道没死 现在蒋辉这么一说 他们又糊涂了 花依怕蒋辉在说下 大喊道 放箭 杀 楼上的伙计得令 弓弩手对着禁军乱射遗弃 海夫望着城上的攀兽 冷冷音笑 蒋统领 这人咱家要了 说完 海夫从马背上飞起来 直扑攀兽 海夫动手 连心立即跟上 扑向花依依 蒋辉大喝一声 动手 手下禁军一起进攻 喊杀声四起 弓弩乱箭射向店铺 蒋辉三个高手一起飞了过去 副统领乌红英 负责指挥军队 动手前 蒋辉就交代好了 开战后 由乌红英坐镇指挥 旁边楼上 芽儿激动地看着两边开战 六个武皇高手 有意思 芽儿看得津津有味 龙晨也屏住呼吸 仔细观察每个人的招式 这些都是敌人 以后都有可能对阵 这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看透他们的招式破绽 楼下 海夫第一个扑向潘兽 花依依和左思正想帮忙 连心和蒋辉已经杀过来 六个人捉对厮杀 海夫扑上去 两手抓向潘兽 潘兽见海夫徒手来杀 顿时大怒 拔出一柄弯刀 对着海夫一刀劈下 潘兽见海夫徒手来厮杀 心中顿时大怒 拔出腰间的弯刀 对着海夫就是一刀劈下 海夫并不躲闪 迎着劈下来的弯刀 抬起左手格挡 右手继续探向潘兽 潘兽心中暗道 这丝莫不是得了失心疯 居然用胳膊挡我的刀 弯刀劈下的瞬间 海夫的左手突然套上一层黑色铠甲 手指处有锋利的刀刃 弯刀狠狠劈在海夫左手上 发出一阵震响 弯刀非但未能劈开铁手 海夫还有反手抓住了刀背 右手同时套上铁甲 迅速掏向潘兽心窝 潘兽立即明白 海夫就是偷袭木鹰的人 断血衣的惨状浮现在脑海 潘兽猛然一惊 立即舍弃弯刀 身体猛地后退 恰恰躲过海夫的力爪 只在刹那之间 潘兽躲开了海夫致命一击 可惜 海夫将弯刀丢在地上 身边的小喽啰拿着刀枪上来围攻 海夫力找一挥 小喽啰被开膛破肚 长子留了一地 发出凄厉的惨叫 海夫再次扑向潘兽 潘兽则从小喽啰手中 夺了一柄长刀 与海夫拉开距离 远远厮杀 不远处 连心扑向花依依 绳标在天上 划出一道诡异的轨迹 从侧面刺向花依依 花依依见到绳标的那一刻 身上的汗毛都炸起来了 这个绳标 就是刺穿木鹰喉咙的兵器 花依依拔出长剑 一剑劈在标头上 然后快速冲过去 绳标是长兵器 适合远距离厮杀 只有贴身 才能占据优势 连心见花依依冲过来 身形如燕子般一盏 飘然往后退开 手中的绳标环绕周身 突然向灵蛇吐信 刺向花依依 花依依提剑荡开 袖子里飞出几枚暗器 连心的绳标捂出一道花 将暗器挡住 花依依已经杀到跟前 两人开始近距离缠斗 蒋辉最后杀过来 她的目标是左思 长枪刺来的时候 左思怒喝道 木鹰是不是你杀的 蒋辉大笑道 没错 木鹰和燕霄然 都是老子杀的 左思大怒 要你偿命 左思身强体壮 力大无穷 手中一杆二十斤重的铁棍 迎着蒋辉的长枪一棍砸过去 咔嚓 刚刚交手 蒋辉的枪杆就被砸得裂开 蒋辉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 左思这么生猛 力气这么大 楼下的副统领乌红英健壮 立即丢了一杆长枪过去 接住 蒋辉将裂开的长枪投向左思 自己身形猛退 接住乌红英丢来的长枪 再来和左思厮杀 乌红英见左思力气大 知道这长枪支撑不了多久 去把大统领的铁枪拿来 一个进军立即策马回蒋辉的府邸 取铁枪过来 蒋辉的铁枪一直放在家里 执勤的时候 只用木杆子长枪 李承道突然下令 这次厮杀太仓促 蒋辉来不及回家取兵器 蒋辉和左思斗在一起 左思的铁棍式大力尘 打得十分生猛 蒋辉的兵器不如人 不敢硬抗 只能做防守 进军合天下会的火机 射完一阵乱箭 进军开始进攻 梯子架在墙上 士兵蚂蚁般往上攀爬 两边的厮杀非常激烈 楼上房间里 眼儿盯着两边的厮杀 指着海富和蒋辉说道 他们应该换一下 龙臣点点头 说道 不错 海富的力找诡计多变 但毕竟只是一层铁甲 如果遇到左思 两只手会被打残 左思的力道很猛 铁棍敲在海富的手臂上 足以震碎里面的胳膊 海富这丝 应该观察过三人的兵器 最后选择了使用短兵弯刀的攀寿 两边大将的战斗力差不多 但进军人多 天下会输定了 眼儿盘散一下 认定进军能赢 龙臣微微摇头 长老五月没出来 天下会应该还有高手潜伏 前面开战的时候 扶元楼北面也在交战 三十多艘楼船 围住了扶元楼北面的大江 南梁水师统领雨量 站在楼船的桅杆上 平视着扶元楼 统领 进军已经开战了 副统领在底下喊道 雨量俯视前面拦着的船只 有大船 也有小船 这些船是天下会的商船 这时候充当战船使用 这些船结成半月镇 拱位着扶元楼 船上站着两个老头 一个身材矮小 光着膀子 此人是天下会商船的船老大 名叫熊泽 外号水猴子 旁边的老头就是老峰 老峰看着南梁水师 说道 水猴子 这一站难搞啊 南梁水师的楼船高大 可以直接撞过来 熊泽黑黑冷笑道 怕什么 到了水里 老子才试验 熊泽对所有人喊道 如果楼船撞过来 都给老子下水 底下人应了一声 老峰又抬头对着扶元楼喊道 准备好 南梁水师要来了 对面 雨量站在桅杆上 手中的旗帜挥舞一下 然后往前一指 楼船扯开风帆 船桨滑动 对着天下会的船只撞过去 水战时 如果船更大 木头更厚 直接撞击是最好的战术 把对面的船碾碎 人掉进水里 那就是靶子 一箭一个 楼船借着风力撞过去 天下会的火机 拿起公母 对着楼船乱射 扶元楼上 向南春拔剑喝道 放剑 把风帆射下来 楼上的弓箭手点燃火箭 对着楼船的风帆射过去 风帆被点燃 但楼船已经开动 天下会的船被撞开 南梁水师居高临下放剑 完全占据优势 雄泽见势不妙 大骂道 奶奶的 给老子下水 天下会的水手 纷纷投入水中 钻到了楼船底下 拿出凿子 猛凿楼船底部 船上的副统领大喊道 统领 他们在凿船 对于钻到船底下的人 他们没有什么好办法 给老子放剑 射死他们 南梁水师在船上 一阵乱剑狂射 但是隔着水 剑根本没用 剑身太轻 水兵入水后的阻力太大 根本射不到水下 老子不信 他们不露头 别管他们了 冲过去 抵住扶原楼 爬过去 雨量拿水下的人没办法 那就抓紧时间 攻陷扶原楼 用力滑降 雨量大喊道 水兵猛地划船 楼船渐渐抵进扶原楼 不好 船底裂开了 舱底的水兵惊恐大喊 雄泽他们凿出了第一个洞 楼船开始漏水 雨量怒道 堵住 冲上去 向南春看着撞过来的楼船 大喊道 给我杀 扶原楼前后 都在激烈厮杀 战况十分惨烈 天下会招募的人 不是普通百姓 都经过战争训练 甚至有些 就是退伍的兵 你当时占了大便宜 如果他们有防备 你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雅儿低声说道 龙臣当初 采取了偷袭的战术 用最精锐的北大营士兵 突然进攻天下会堂口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如果像李承道这样正面硬刚 龙臣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用偷袭的办法 也付出了一千的伤亡 龙臣低声说道 上次的行动 并非没有伤亡 只是相比于这样的厮杀 代价小得多 他们在底下杀得过瘾 你在这里旁观 有没有觉得不过瘾 雅儿笑嘻嘻地问道 龙臣笑道 不 我觉得很过瘾 我是下棋的人 我挑动了他们的矛盾 他们是我的棋子 这更有趣 李承道和天下 会被龙臣玩得团团转 六个武皇高手成了棋子 玩弄别人 比自己下场厮杀 更有意思 我也觉得 这样更有意思 雅儿从兜里 拿出一个唐人 边吃唐人边看戏 皇宫 御书房 忠贵领着一个 身穿身色衣裙的女子 慢慢走进房中 皇上 火凤唐灵堂主 到了 此女正是火凤唐堂主 林梦涵 拜见皇上 林梦涵迎迎一拜 李承道笑呵呵说道 林堂主请坐 林梦涵在侧面坐下来 终柜上了一杯茶 今日请林堂主来 朕有事相求 李承道开门见山 不跟林梦涵拐弯抹角 林梦涵连忙起身 说道 不敢 皇上请吩咐 这就是李承道 更喜欢龙帮的缘故 龙帮比天下会更会做人 更给李承道面子 林堂主请坐 林梦涵坐下来 侧身对着李承道 这几天的事情 想必林堂主也知道 天下会胡作非为 无法无天 朕决定灭掉天下会 想请林堂主 助朕一臂之力 林梦涵没想到 李承道会这么直接提要求 林梦涵起身拜道 皇上明鉴 我们龙帮虽然号称 天下第二大帮会 但我们与天下会不同 我们龙帮只做生意 并没有高手和打手 这一点皇上是清楚的 我们可以为皇上提供 钱财物资 但打打杀杀的事情 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林梦涵的话半真半假 龙帮高手是有的 只是不多 士兵和打手确实很少 龙帮毕竟时间太短 姬仙先原本的打算 是先发展商业 等有了足够的钱和堂口 在训练士兵 后来 姬仙先遇到了龙臣 他逐意改变了 他想通过支持龙臣称帝 然后借助龙臣复国 这样做算是一条捷径 李承道脸色微微不悦 说道 龙帮这么大产业 难道一点忙都不肯帮吗 林梦涵立即败道 皇上明鉴 我们愿意捷径所能 但战斗厮杀的事情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李承道看着林梦涵 陈英片刻说道 那你们能给赠什么东西 李梦涵立即回道 我龙帮有的东西 任凭皇上选取 李承道对林梦涵的态度 十分满意 忠贵 你和林堂主去一趟火凤堂 看看有什么东西用得上 忠贵拜道 老奴遵旨 李承道对林梦涵说道 那就劳烦林堂主了 林梦涵拜道 龙帮的生意全靠皇上支持 我龙帮的东西便是朝廷的东西 李承道微微笑道 好 林堂主请回吧 林梦涵起身一拜 切身告退 忠贵和林梦涵一起出了御书房 往火凤堂去 李承道望着林梦涵的背影 冷冷说道 十时务者为俊杰 龙帮还算十时务 李承道一边对天下会动武 一边将龙帮找来 就是要告诉龙帮 不要成为第二个天下会 林梦涵的态度 让李承道很满意 福元楼南边 潘寿手持长刀 和海浮沙的难解难分 花依依和连心也缠斗在一起 左思一赶铁棍 杀得蒋辉十分憋屈 蒋辉的武艺不比左思差 奈何吃了兵器的亏 铁棍猛地砸下 蒋辉连忙后退 不敢迎接这一击 砰 脚下的砖石被砸得粉碎 石子剑射四散 跑什么 有种来杀 左思骂骂咧咧 终于 士兵扛着蒋辉的铁枪 到了楼下 副统领乌红英 拿了铁枪大喊道 大统领接枪 蒋辉见到铁枪 心中大喜 手中木枪投向左思 纵身跃下城楼 抓起铁枪 反身和左思硬刚 嗡 蒋辉使出全力 铁枪和铁棍撞在一起 发出沉闷的嗡响 左思手震的发麻 老子跟你杀了痛快 蒋辉怒吼一声 将刚才的憋屈 全部发泄出来 左思才意识到蒋辉厉害 收起了心中的鄙视 六人厮杀的时候 五月站在暗处仔细观察 六人三队 杀得难解难分 左思和蒋辉势均力敌 花一一和连心不分上下 唯独攀兽吃亏 海夫的身形诡异 两只利爪太灵活 攀兽不好对付 任何一件兵器 不管怎么练 都不如拳脚熟练 海夫带着铁手 兵器就跟手一样灵活 攀兽的弯刀被夺走 用的长刀又不够顺手 被杀得很狼狈 五月暗中拿出兵器 看准时机 突然从暗处冲出 杀向海夫 海夫正贴近攀兽乱杀 手中利爪 将攀兽的龙凤袍 抓成了烂布条 身上的皮肉也脑得出血 攀兽心中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 实力不如人 就只有挨打的份 奇怪的是 伤口虽然在流血 但攀兽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很明显 海夫的利爪脆毒了 铁手修罗 没想你成了太监 攀兽见到这副兵器的时候 就认出了海夫的身份 铁手修罗 本是江湖上一个高手 此人作恶多端 喜好生食人肉 手段极其残酷 曾有一户人家被盯上 海夫将他们拴住 一片片割下人肉生吃 就像零食一样 人被吃的时候 还是清醒的 活着的 因为手段极其残忍 激起了公愤 引起江湖各路豪杰追杀 经过惨烈的追杀后 铁手修罗消失了 很多人说 铁手修罗受伤死了 没想到他躲在皇宫里 海夫音效 都是拜你们所赐 咱家不过吃些人肉而已 你们就满世界追杀 追杀就算了 还把咱家的命根子弄没了 你们以为咱家死了 告诉你 这些年 咱家人肉吃饱了 潘寿想起 金陵城妖怪吃人的传闻 没想到是真的 而且 就是海夫吃的 李承道居然放任海夫吃人 两人厮杀的时候 声音都很大 楼上看热闹的龙晨也听到了 芽儿一脸鄙夷地骂道 真恶心 居然吃人 龙晨看了一眼芽儿 说道 恶心 你们不是同道中人吗 芽儿看起来天真无邪 杀人的手段却很粗暴 上次在山头村 芽儿把司徒金的长子拉出来了 芽儿撅着嘴说道 我只杀坏人 他吃人 他吃人啊 真恶心 龙晨冷冷看着海夫 说道 这人该死 他该死 芽儿嘀咕道 你说他该死 那就真该死了 被龙晨盯上的人 无疑幸免 海夫的死期到了 楼下 海夫一只利爪 再次抓住攀兽的长刀 利爪顺着刀背划过去 抓向攀兽的脖子 攀兽下得慌忙后退 海夫音音怪笑 紧追不舍 就在此时 五月突然闪出来 从侧面截住海夫 海夫见到五月偷袭 立即舍弃攀兽 转身和五月厮杀 五月手中一根短棍 猛地砸向海夫 事出突然 海夫只能举起左手抵挡 右手抓向五月 五月手中的短棍 突然断开成两截 中间连着铁链子 和双截棍很像 短棍一甩 狠狠砸在利爪上 海夫感觉胳膊一阵剧痛 立即收回利爪 不敢再往前冲 五月一击得手 短棍在周身甩动一下 又从侧面砸向海夫 海夫这次学乖了 不敢迎接 连忙后退 五月紧追不舍 短棍神出鬼没 杀得海夫很狼狈 牙儿在楼上看得稀奇 问道 什么兵器 第一次见过 龙晨想了想 说道 双截棍 五月的兵器 真的跟双截棍很像 除了棍子更粗以外 双截棍为了追求速度 一般不会用很重的棍子 五月因为力气大 所以用了混铁铸造 五月出手帮忙 潘兽立即捡起自己的弯刀 一起扑向海夫 他刚才被海夫杀得太惨 想趁机报仇 海夫一个人打不过两个 从墙上飞下来 转身就跑 五月和潘兽紧追不舍 正当海夫逃跑的时候 一道青色影子突然出现 直奔五月 五月见状 手中双截棍甩过去 却见一道白色丝线缠过来 双截棍被缠住了 五月大惊 定睛一看 却是一个道士 此人正是玄机子 玄机子早就到了 他在旁边观战 想找时机入场 眼看海夫抵挡不住 要被击杀 玄机子及时出手 浮沉缠住了 五月的双截棍 五月被制住 潘兽连忙过来解围 弯刀劈向浮沉的丝线 海夫见玄机子入场 立即转身杀向潘兽 潘兽的弯刀 劈向玄机子的浮沉 来不及抵挡 被海夫一找抓穿了肚皮 肠子被扯了出来 潘兽被毒麻痹了 疼痛并不十分强烈 手中的弯刀劈下 斩断了玄机子的浮沉 五月看到 肚破长川的潘兽 整个人炸开了 手中的双截棍 以极快的速度 砸向海夫 碰 海夫右手的立爪 被砸得裂开 海夫发出一声惨叫 玄机子吃了一惊 没想到五月这么猛 玄机子一掌拍向五月 五月的双截棍速度极快 狠狠砸向玄机子 玄机子不敢徒手接兵器 只好往后撤 五月抱住潘兽 纵身上了城楼 撤回后面 左思和花依依见识不妙 大喊一声 撤 天下会收缩势力 退入后一层 副统领乌红英 带兵攻占了最外围的一层楼 北面向南春 击退了水师的第一波进攻 雨量被凿成了七艘楼船 暂时撤退 楼上房间里 龙臣冷眼看着玄机子 这是龙臣第一次见到玄机子 据说当年的事情 玄机子也有份 也是仇人之一 这个牛鼻子的道行不错啊 刚才那一手 可以看出玄机子修为高深 雅儿忍不住赞叹 能成为李承道的座上兵 当然不是泛泛之辈 龙臣慢慢收回视线 省得被玄机子发现 雅儿问道 你是不是很想杀他 龙臣点点头 对 雅儿撅着嘴说道 他也死定了 龙臣忍不住笑道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雅儿继续舔堂人 楼下 玄机子走到阵前 蒋辉和莲心 收了兵器下来 道长 玄机子看向海富 说道 那个五月修为很高 海富握着右手 忍着钻心的疼痛拔出利爪 皮肉被利爪勾住 硬生生被撕下来 疼得海富发出惨叫 狗贼 老子一定要生射你 海富面目扭曲 看得旁边的禁军心惊胆战 蒋辉刚才听到了 铁手修罗的名号 知道了海富的来头 心中十分鄙夷 这种恶魔一样的畜生 就不该活在世上 看着海富被撕裂皮肉惨叫 蒋辉心中暗骂 你吃人的时候 可知别人的惨痛 玄机子冷眼看着海富 说道 公公受伤了 去疗伤吧 这里有频道 海富不甘心 但胳膊不及时治疗 会废掉 海富恨恨地骂道 那个五月给咱家留着 咱家要活吃了它 说完 海富拿着利爪 拖着断掉的右手 退出战场 自己往回走 蒋辉见海富走远了 忍不住催了一口 没想到 是他 副统领乌红英附和道 吃人的东西 玄机子见周围的进军 都讨厌海富 马上劝道 各位以大局为重 先对付天下会再说 玄机子想说 海富是李承到昭安的人 大家不该非议 但是想想 这样说不好 玄机子还是换了一个说辞 蒋辉点头道 对 我们说说如何攻进去 玄机子和蒋辉 在阵前商议 如何继续往里进攻 楼上 龙城看着海富独自离去 慢慢起身 轻轻地离开阁楼 芽儿跟在后头 悄悄离开 楼下 玄机子突然转头 望向龙城所在的阁楼 怎么了 蒋辉问道 玄机子眼神一冷 说道 那里 搜 蒋辉一挥手 进军立即扑向阁楼 玄机子到达浮原楼后 注意力集中在六个高手对决上 没有关注其他地方 等两边厮杀结束 玄机子马上察觉到龙城的存在 蒋辉按照玄机子指的方向 立即带兵冲了上去 玄机子跟在身后 也上了阁楼 两人带兵到了龙城刚才待过的位子 地上还有一根竹签子 玄机子俯身捡起竹签子 上面粘着一点糖 这里刚才有人 我怎么没发现 蒋辉感到一阵后怕 待在这里的人 绝对不是士兵 玄机子把竹签子丢在地上 低头看向刚才厮杀的地方 此人武艺很高 他一直在旁观 也可能不是旁观 而且 是两个人 玄机子说完 蒋辉感觉一阵后怕 居然还有两个高手 埋伏在暗处 可是他们 为什么不出手 这已经打完了 蒋辉很奇怪 如果这两个高手 刚才偷袭的话 攀兽就不会死了 甚至可能击杀 蒋辉他们三个 玄机子微微摇头 说道 或许他们发现了频道 不对 海富完了 玄机子猛然一惊 海富刚刚受伤离去 埋伏在这里的高手 一定会尾随追杀 我去追 不 我去 玄机子从楼上一跃而下 全力追赶海富 前方 街道上静悄悄地 店铺关门 摊子乱七八糟地横着 偶尔有几条狗匆匆跑过 谁都没想到会突然开战 大家都躲进家里不出门 海富 拖着流血的右手 心中恨到了极点 奶奶的 咱家要吃肉 要好好补薄 海富脸色浮现一丝 争鸣的笑意 娘 突然 一道清脆的哭声 从侧面传来 海富转头看到一个小女娃子 站在街上无助地哭泣 这个女娃子 生得粉嘟嘟水灵灵 哭得很伤心 海富见到女娃子 口水都流出来了 金陵城居然有这么嫩的娃子 咱家的不平友了 海富哈喇子流出来 快步走向女娃子 海富的样子太恐怖 女娃子吓得像无头苍蝇一般 哭爹喊娘 往前乱撞 街道上空空荡荡 女娃子惊恐喊叫 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她 小阿别跑 怕什么呀 叔叔带你找娘亲 海富垂涎三尺 跟在女娃子身后追 刚才的厮杀 把她的兽性引动起来了 她现在就想吃人 女娃子逃跑的样子 就像猎物逃跑 她很享受狩猎的过程 女娃子到处乱撞 终于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前方无路可走 女娃子吓得瑟瑟发抖 蹲在墙角缩成是一团 两只粉嫩小手胡乱摆动 惊叫道 你不要过来啊 海富看着嫩嫩的女娃子 左手的立爪张开 口水落下来 好嫩的娃子 好嫩的肉啊 来 给我吃一口 海富正想着吃一顿饱的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危险的气息 海富猛然转身 看到一个男子站在身后 你是谁 海富微微侧头看向女娃子 她知道自己中计了 女娃子就是牙 身后的男子自然是龙臣 连我都不认识 你还有脸当太监 龙臣冷冷说道 海富不明白龙臣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认识 就没脸当太监 雅儿笑嘻嘻说道 站在你眼前的这位 就是大周武王龙臣恩 你连天下最强的太监都不认识 还当什么太监 去死吧 听说眼前的男子是龙臣 海富知道自己中了埋伏 立即纵身一跃 想冲上屋顶逃跑 海富刚刚跳起来 龙臣已经出手 飞在半空中拦住海富的去路 海富见龙臣徒手拦截 心中暗骂龙臣猖狂 他虽然伤了右手 左手的铁爪 还是好的 海富暴怒 左手抓向龙臣 龙臣根本不理会 伸过来的铁爪 体内蒸汽凝聚在一起 对着海富胸口 就是一拳轰过去 无形的蒸汽 击中了海富胸口 海富身体倒飞 狠狠砸在石墙上 哦 一大口黑血喷出来 海富的胸骨被打裂 心包经震战 心脉受到重创 海富不明白 他明明没有被碰到 为什么还是被打飞了 难道龙臣用了什么暗器 龙臣慢慢走过来 站在半米的地方 冷冷说道 杀人可以 吃人不行 李承道居然收养 你这样的畜生 都该死 雅儿走过来 嘲讽道 想吃老娘 你配吗 天下只有她能吃我 本来挺严肃的 雅儿这话说出来 龙臣瞬间尴尬了 你跟她说这些干什么 龙臣无语地说道 雅儿也发现自己说差了 尴尬地笑道 说漏嘴了 她该死 杀了她吧 龙臣看着半死不活的海傅 说道 她作恶多端 不能这么便宜她 你最擅长折磨人 你来吧 别让她好死 雅儿很讨厌海傅 说道 好 我来 街道上 玄机子急速往前追赶 却没发现海傅的影子 难道就被杀了 还是回去了 玄机子心中大吉 李承道手下的武皇高手不多了 如果海傅被杀 李承道损失惨重 啊 主节旁边的弄子里 发出一声惨叫 玄机子飞升上了屋顶 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 玄机子看到海傅 躺在一个死胡同里 确定周围没有埋伏 玄机子缓缓落下 海傅已经死了 死状极其惨烈 玄机子微微叹息一声 也算是死有预辜吧 玄机子检查了一下海傅的身体 心肝皮肺肾肠肠子都被掏空了 但致命伤是胸口的一击 玄机子能确定 对方只出了一招 就把海傅的胸骨打裂 直击心脏 高手 玄机子猛地转头看向身后 他怕这个高手偷袭自己 玄机子不敢在胡同里久留 他担心自己会被埋伏 飞升上了屋顶 玄机子回到主街 刚好见到几个路过的禁军 玄机子命他们将海傅的尸体运回宫里 扶元楼那边还在交战 但玄机子还是选择先回宫禀报 原先的估计有错 扶元楼的高手比李承道预计的要多 而且修为很高 玄机子骑了一匹马 立即回到宫里 进了御书房 李承道正在里面等消息 皇上 扶元楼战况如何 李承道见玄机子神色慌张 觉得很奇怪 在金陵城 李承道占据绝对的优势 难道出问题了 回皇上 大军交战很顺利 蒋辉已经攻破扶元楼最外围的店铺 平道趁他们缠斗之际 出手帮海富围攻五月 和那个假冒的吴勉王 海富出手建功 那个假冒的吴勉王被抓破了长子 估计没救了 玄机子先将战况禀报 李承道听后 高兴地说道 道长出手必定建功的 还有其他的吗 这是好消息 李承道听了高兴 但从玄机子的表情看 应该还有坏消息 玄机子脸色沉重地说道 海富死了 李承道皱眉道 道长不是刚说出手了吗 海富怎么死了 玄机子刚说他和海富围攻 顺利重伤攀寿 怎么又说海富死了 玄机子回道 是平道疏忽了 海富被天下会的高手暗算 李承道脸色阴沉 问道 怎么回事 海富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 李承道收留他以后 金陵城内被他吃掉的人不下三百 还把金陵城搞得人心惶惶 付出了这么大代价 换养的铁手 修罗死了 李承道的损失很大 玄机子说道 平道到达的时候 两边已经在激烈厮杀了 天下会的假冒 无免亡被重伤 五月后撤 海富也被五月重伤了右手 平道让海富回宫治疗 以免被打残 海富立即撤出战场 独自回宫疗伤 在回宫的路上 海富被伏击了 死在李家弄的胡同里 沙海富的高手 一直潜伏在浮原楼外的阁楼里 有两个 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 伺机而动 平道只关注场中的厮杀 没有察觉到 天下会还有高手潜伏 这是平道的过错 李承道听完 顿感事情不妙 天下会还有高手潜伏 这些天 黄承司全力打探 确定浮原楼的高手不多 加上木英被顺利刺杀 李承道觉得 此时开战能赢 但现在看来 黄承司的情报有误 皇上 那人武艺极高 海富胸骨碎裂 心脉重创 凶手很可能是徒手杀人 玄姬子最在意的 不是海富被杀 而是杀海富的人 手段太高了 就算海富伤了一条胳膊 那也是穷凶极恶的武皇高手 但从现场来看 海富被一招毙命 这就很恐怖 李承道的脸色更加难看 海富可不是菜鸡 修为高 杀人多 手段歹毒 这样的食人魔 居然被一招毙命 那凶手该多凶狠 来人 门外进来一个太监 拜道 奴才在 李承道拿出一枚令牌 拍在岸上 呵斥道 命南大营火速入京 南大营由李承道十万清兵 是大梁最精锐的军队 当年龙家军在的时候 李承道以龙家军为标准 建立了南大营 现在龙家军不在了 南大营就成了 大梁最精锐的军队 太监捧着令牌 退出御书房 火速赶往南大营船指 劳烦道长再去一趟扶元楼 以免生变 天下会潜藏着这么厉害的高手 李承道很担心蒋辉被反杀 玄机子败道 平道临职 玄机子走后 李承道又叫了一个太监进来 让中贵回来 龙帮的东西不用拿了 刚才 李承道觉得 天下会能搞定 顺手再震慑一下龙帮 现在觉得天下会可能不好啃 需要龙帮的协助 所以还是客气点 太监立即往火凤堂找中贵 红归客栈 龙臣和颜回到房间里 你杀人 为什么不沾血 龙臣觉得奇怪 颜将海夫的五脏六腑扒干净了 身上一点血都不沾 颜嘻嘻笑道 树叶有专攻吗 龙臣摇摇头 表示无语言以对 李承道和天下会个损失一位高手 你赚大了 雅儿佩服龙臣的手段 那个假的五勉王还没死呢 龙臣猜测 扶原楼内部肯定有名医 鸡巴就在楼内 如果没有名医 早就挂掉了 就算有名医 那人也活不成 长子都出来了 海夫的铁招有毒 没救的 你今天一下弄死两个 你赚大了 雅儿擅长用毒 他说攀兽活不成 应该是活不成了 龙臣心里盘算 外面的战斗还在继续 应该还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但玄机子在场 靠得太近 容易被发现 不能再去前线战场 既然不能去前线战场 那就躲在外面搞偷袭 龙臣起身出门 到了掌柜的房间 龙臣敲了敲门 房门打开 一个侍女站在里面 陈公子 掌柜不在吗 龙臣没见到掌柜 侍女说道 掌柜在楼下 公子稍候 我去请 龙臣道一声有劳 先在房间里坐下 不多时 掌柜上楼进了房间 侍女把门关了 自己守在外面 陈公子有何吩咐 掌柜非常恭敬地问道 龙臣说道 外面兵荒马乱 我不方便出去 想麻烦掌柜查一查 天下会的米盒到哪里了 掌柜立即说道 早想到公子会问 我一直在跟踪 米盒快到金陵城了 李承道为了防止米盒入城 与扶元楼会合 已经在城门外部下重兵阻结 龙臣微微点头 又问道 我想见一见林堂主 不知道是否方便 掌柜不隐瞒 说道 堂主刚从宫里出来 中柜跟着 到了火凤堂 龙臣皱眉问道 掌柜恕罪 请问林堂主入宫所为何事 掌柜说道 我也不知道 李承道突然召见 回来的时候 中柜也跟着来了 龙臣微微点头 如果堂主方便 我想见一见 掌柜说道 我这就去禀报 龙臣拜谢 多谢掌柜 掌柜起身说道 应该的 掌柜出门往火凤堂去 龙臣也回房间等消息 坐下来 掌柜问道 你又要出去 龙臣微微摇头 说道 先等等 不急 扶元楼 天下会的火击后撤到 第四层店铺防守 花依依和左司指挥火击防守 同时开始救治伤员 五月抱着潘兽 快速进了地下药房 大喊道 老宋 救人 宋伯听到动静 立即跑过来 就看到长川渡烂的潘兽 奄奄一息 能救吗 五月焦急地问道 怎么回事 谁干的 宋伯惊愕地看着潘兽 五月说道 铁手修罗 李承道内斯 居然收留了 食人魔铁手修罗 宋伯蹲下身子 仔细查看潘兽的伤势 铁手不仅切开了肚皮 肠子被扯出来 而且被切断了很多处 潘兽已经肝肠寸寸断了 潘兽奄奄一息地 看着五月和宋伯 虚弱地惨笑道 老宋 我是不是没救了 宋伯治病用毒 说话也很毒舌 但此时 宋伯却安慰道 说什么废话 老子是独医 这点伤算什么 你给老子等着 你现在是无冕王 必须把你治好 五月闻之大喜 抱起潘兽放在榻上 又小心地垫上枕头 宋伯拿了一个药罐子过来 从中倒出一粒极小的丹药 给潘兽扶下 吞下去 我给你疗伤 老子的手段 你还信不过 宋伯又拿来药水 给潘兽擦拭伤口 再用线将肠子封回肚子 又将肚皮缝合 五月看到伤口弥合 大喜道 老潘 你运气好 毒疯子就在这里 潘兽感觉疼痛感消失了 说道 老五 帮我盯住毒疯子 我平时骂了他不少坏话 我担心他报复我 宋伯笑骂道 你这个老王八 老子救了你的命 你还敢来编排老子 信不信给你的肠子打个结 以后让你饿不出屎尿来 潘兽虚弱地笑道 听到没 这老东西没安好心 帮我看好它 潘兽慢慢闭上眼睛 沉沉睡去 五月见潘兽睡着了 慢慢盖了一床薄薄的毯子 说道 幸好有你在 要不然 宋伯神情哀伤地看着潘兽 叹息道 老潘走了 五月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刚才不是 好了吗 宋伯无奈地摇头 肠子都断了 我能怎么办 还脆了毒 这个铁手修罗 必须宰了他报仇 五月看着潘兽 悲愤地说道 老子一定杀他报仇 宋伯对两个弟子说道 你们两个在这里看着少主 老子出去看看 宋伯和五月一起出了药房 到了外头 地上躺着上千伤员 蒋辉调动了三万进军 浮愿楼的伙计 却只有一万多 刚才一场厮杀 天下会损失惨重 花依依正在指挥部房 左思指挥救治伤员 老潘怎么样了 左思见宋伯过来 心头一紧 他有不好的预感 如果潘兽能救活 宋伯应该还在药房 宋伯出现在这里 说明潘兽凶多吉少 五月和宋伯都不说话 左思知道完了 李承道一个皇帝 居然豢养铁手羞弱 左思大骂李承道无耻 宋伯望着逼近的进军 说道 守好 别跟他们打 等晚上老子弄死他们 左思知道宋伯有些歹毒的手段 立即下令大家守住就行 外面 玄机子又到了 蒋辉和连心走过去 海夫没事吧 蒋辉淡淡地问道 对于海夫的死活 蒋辉其实不太在意 他只是觉得 此时多一个高手 多一份力 仅此而已 甚至说 他对海夫很憎恶 玄机子叹息一声 我们都要小心 天下会有高手埋伏 这人的武艺很高 非常高 蒋辉神情凝重地问道 海夫死了 玄机子看着楼上的五月一干人 微微点头道 死了 就那么点功夫 一击毙命 连心本能地望了望四周的楼房 好像暗中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一样 蒋辉也抬头望向刚才的阁楼方向 说道 那人埋伏在阁楼那么久 我们居然毫无察觉 玄机子说道 稳扎稳打 不要冒险 我们一旦出现疏漏 那人就会动手 蒋辉立即下令 进军不要妄动 一切按照军令行事 红归客栈 林梦涵和客栈掌柜 进了龙城的房间 陈公子 堂主到了 龙城起身 林梦涵笑盈盈行礼 陈公子 龙城回礼 林堂主请坐 两人坐下来 掌柜将门关了 自己出去了 刚才等得有点久 龙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武王有事吩咐 龙城主动找他 肯定有事情 我想问下抄家名册的事情 查得如何了 我知道时间有点紧 龙城刚和林梦涵说没多久 现在就来催 确实有点仓促 林梦涵说道 恐怕还要一些时候 不顾快了 龙城微微点头 说道 好 劳烦林堂主了 林梦涵笑道 不麻烦 武王还有其他事情吗 龙城笑道 没有了 多谢 林梦涵起身说道 那我先走了 龙城送林梦涵出了房间 刚关上门 客栈掌柜敲门进来 说道 陈公子 米河与进军打起来了 在南门 米河带兵回京陵 到了城外时 听说扶元楼被进军包围 两边打得很惨 米河立即带领手下 猛攻金陵城南门 双方杀得很激烈 好 多谢 掌柜出去后 龙城立即拿上家伙 雅儿爬起来 问道 又要去呀 刚刚从外面回来 雅儿不太想动他 你在这里 这次我一个人去更方便 龙城说完 立即从窗户上了屋顶 急速往南门飞去 李城道和天下会合流之后 估计会与东周大战一场 现在金陵城大乱 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 必须尽可能地击杀两边的高手 为以后捡出敌人 龙城很快到了南城门 南梁的守门将军 正和天下会的人大战 龙城找了个地方潜伏下来 静静看着两边厮杀 南梁这边的头领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身披铠甲 手持一柄开山刀 此人是南门尖门将军苏承 天下会的头领 是一个年纪四十多岁的高瘦男子 手中一柄细剑 此人便是米和 米和身材高瘦 头发很少 几乎可以用秃顶形容 眼睛却很大 而且有神 米和冲上了城墙 手中细剑神出鬼没 轻易刺穿甲咒 城上的士兵被杀了一百多 细剑破甲之后 便能刺穿身体 只要被刺中 就是一个死 尖门将军苏承 立即带人围攻米和 苏承知道米和是天下会的高手 他不敢大意 先让弓弩手一阵乱剑射过去 米和提起地上的尸体挡在身前 乱剑被挡住 举起尸体 米和用尸体当盾牌 三两步冲到了苏承跟前 两边短兵相接 一阵惨烈的搏杀开始 米和冲上了城头 望见北边有浓烟冒起来 他知道那是浮渊楼方向在交战 其实米和完全可以从北门那边入城 但他还是选择从南门进攻 他这样做 是想吸引南梁的军队 分散一下里城道的兵器 减轻扶元楼的压力 米和此人对天下会很忠心 要不然这样的情况 他大可其强 看两边到底谁赢 有这么高的修为和能力 米和可以投靠里城道 也能享受荣华富贵 提着尸体 米和冲到苏承跟前 手中细剑一闪 一个护卫被贯穿喉咙 当场被杀 苏承知道米和厉害 慌忙挥舞开山刀 劈向米和 米和不应接 身形一闪 细剑又将两个护卫刺死 龙承在远处静静看着 米和的兵器很特殊 细剑不长 二尺不到 非常细 很像一根放大板的绣花针 以轻巧快速取胜 米和的身法也很厉害 左右藤魔像吐起胡落 根本无法判断他的动向 两个呼吸的时间 苏承的手下被杀干净了 苏承大惊 米和的厉害超出了他的想象 生死之间 苏承选择逃命 苏承从城头跳下 米和并未追杀 而是跳到城下 将城门内的守城士兵杀干净 打开了南大门 天下会的打手 跟着米和一拥而入 从南往北杀向扶元楼 龙承看着米和往北进攻 他一动不动 米和虽然攻破了南门 但城内的禁军还有数万 肯定会阻击 果然 米和只往前冲了不到一千米 就有五千多匹甲的禁军拦在前面 盾牌立起来 长枪从缝隙处伸出 弓弩手对着米和一帮人乱射 屋顶上也有弓弩手 无数的乱剑如暴雨般落下 打手被乱剑射成了刺猬 米和大吼一声 进屋子 剩下的人跟着米和 闯进了百姓的房子 里面传出惊叫声 指挥进军的是一个老将 十几个护卫围围绕身边 老将拔刀指着房子 喝道 放 力气大的士兵 用盾牌撞破门和墙 弓弩手完全不管里面还有百姓 就是一阵乱射 打手和百姓一起被射死 米和趁乱冲出来 想杀掉指挥的老将 老将早知道米和会如此 身边的弓弩手一阵乱剑射去 米和只得抽身往后退 混战持续了半个时辰 米和带来的打手 基本上被清理干净 很多房子被毁掉 很多无辜百姓被杀死 但老将不在乎 打仗嘛 总是会死人的 士兵可以死 百姓也可以死 米和被进军 逼得无法前进 增援复原楼已经不现实 米和当机立断 决定冲出精灵城 开了窗户 米和悄悄溜进旁边的一户人家 里面一对母子正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米和溜进来 母子来不及尖叫 米和的细件 已经刺穿了两人的喉咙 老将不把百姓的命当命 米和更是如此 杀了母子 米和悄悄从房间穿梭 遇到人就杀 终于 米和摸到了城墙边上 米和从窗户冲出来 进军发现后 立即大喊 贼人在此 进军围过来 米和纵身一跃上了城墙 然后飞向南边 钻进了树林 老将带着进军赶来的时候 米和已经跑了 尖门将军苏承跑过来 拜道 末将守成不立 请言将军责罚 这个老将 是进军副统领燕喜 燕喜没有怪罪苏承 他不知道苏承刚才临阵脱逃的事情 米和是武皇修为 你不是他对手 把城门重新关上 把阵王的兄弟们安葬好 燕喜看了一眼城门口的尸体 脸上面无表情 对于这样的场景 燕喜早就习惯了 苏承立即照办 米和从南门逃出来后 只跑了一里便停下来 回头望了一眼金陵城 米和无奈地说道 看来还得从北门进去 米和强攻南门 分散大量军队主力的想法落空 他打算从北门附近溜进去 到扶元楼和其他人会合 城内的高手不多 此时应该都在围攻扶元楼 所以米和很有自信 守城的军队根本拦不住他 米和正想绕到北门 树林里走出一个男子 身上穿着进军的铠甲 手中一杆长枪 米和见到男子的时候 微微愣了一下 紧觉得四股张望 他以为南梁的进军追过来了 却发现只有眼前这一个男子 不用看了 严将军不屑于追你 只有我一个 龙晨表情愤怒 恨恨地骂道 龙晨刚才趁乱扒了一个 阵亡进军的铠甲 还拿了一杆长枪 米和的修为不低 身法又诡异 龙晨不敢拖大 所以拿了最擅长的兵器 长枪 米和仔细打量龙晨 发现龙晨年纪很小 看起来就是个不知深浅的 新兵蛋子 知道我是谁吗 米和甩了甩手中的细剑 觉得龙晨太好笑了 知道天下会堂煮米和 龙晨故意装作稚嫩的样子 米和哈哈笑道 知道老子的名号 你还来送死 龙晨指着米和 冷冷说道 送死 你的头颅可以让我败将封侯 杀了你 我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米和扑斥大笑道 出生牛独不怕虎 你这个傻小子 想拿老子的人头换富贵 老子好久没见过你这样的货色了 来吧 老子的头颅就在这里 你要是能拿走 封侯难了点 给你个将军不是问题 能杀掉天下会的堂主 这样的实力足够败将 龙晨冷哼一声 提起长枪刺向米和 米和嘴上耻笑 手中细剑却已经举起 他并未大意 龙晨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 绝对有点东西 长枪又急又快 一下就到了面门 米和眉头一皱 说道 好小子 有点东西 米和细剑隔开长枪 栖身杀向龙晨 枪法虽然不错 但功力明显不够 米和判断龙晨的修为 顶多王者中期而已 不过 这样的好苗子不能留 必须杀了 米和的细剑 顺着枪杆子划过去 刺向龙晨的喉咙 龙晨见细剑划过来 慌忙往后撤退 米和黑黑宁笑 跑什么 老子的人头在这里呢 拿去拜将封侯啊 龙晨大怒 骂道 爷爷不怕你 长枪抽回 龙晨身形一转 又刺向米和 龙晨一枪再刺过去 米和身形一闪 轻易躲开 手中细剑刺向龙晨的心窝 这一剑如果刺中 龙晨必死无疑 龙晨后撤一步 身体旋转 背对米和 突然使出一招回马枪 米和没想到这个距离 龙晨能以这么快的速度 使出回马枪 肩膀被扎了一枪 米和忍痛后退 龙晨起身哈哈大笑 你也不过如此 米和低头看着 被扎出一个口子的肩膀 隐隐冷笑 小崽子 这么近的距离 你竟敢用回马枪 有点能耐啊 刚才那一剂回马枪 不仅考验枪法 还考验龙晨的胆量 米和已经到了跟前 龙晨却敢转身背对米和 如果回马枪未能得手 米和就能一剑刺穿龙晨后心 龙晨得意地笑道 爷爷的手段多着呢 你的人头 爷爷拿定了 米和没有玩弄猎物的兴趣了 他想杀了龙晨 早些入城增援扶原楼 再给你十年 你或许能追上我 现在你就是送死 说完 米和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手中细剑刺向龙晨心窝 龙晨手中长枪一抖 正面刺向米和 细剑太短 正面对刺 龙晨绝对占便宜 长枪刺出的时候 米和却突然往上飞起 踩着长枪杀向龙晨 米和的速度很快 龙晨来不及手枪再刺 米和就到了跟前 细剑刺向龙晨头颅 龙晨顾不得其他 慌忙丢了长枪 拔出腰间匕首反击 匕首刺出的时候 米和却再次一闪 落在了龙晨身后 细剑刺向龙晨后心 死 米和怒吼一声 细剑刺出 米和瞬间三次变换走位 而且每次走位都极其刁钻 米和自信 这一击必能杀了龙晨 龙晨猛地转身 细剑没能刺中心窝 只从龙晨的肩膀穿透过去 钻心的疼痛感传来 龙晨却心中暗息 细剑很短 不足二尺 这样的距离足够龙晨击杀米和 米和未能一击刺穿龙晨心脏 他觉得可惜 但这不要紧 这么近的距离 米和觉得再补一剑就是 甚至说 不用剑 用拳脚也能打死龙晨 毕竟 修为境界的差距摆在这里 龙晨左肩膀被细剑刺穿 右手捏拳 轰向米和的心窝 米和不慌不忙 左手捏拳对向龙晨的拳头 在米和看来 这只是一个王者中期小宅子的拳头 没什么要紧 甚至说 对拳之后 受伤的也是龙晨 龙晨左手忍痛抓住细剑 又拳猛地轰出 两个拳头对在一起的瞬间 米和浑身一惊 龙晨拳头的力道极其恐怖 感觉就像鹅卵石和鸡蛋撞在一起 米和的拳头和手腕 瞬间骨折 一阵剧烈的冲击力传来 米和左手持骨 居然刺穿皮肉 血淋淋地钻了出来 龙晨的拳头没有被挡住 继续往前轰在米和左胸 碰 沉闷的撞击声带着米和的惨叫 龙晨结结实实打中了米和 pull 一口血喷出来 米和的右手松开了 身体飞了出去 龙晨没有给米和喘息的机会 右手拔出扎在肩膀上的细剑 快步追上 一剑刺入米和的心窝 一瞬间 世界安静了下来 天上烈日当中 知了还在声嘶力竭的鸣叫 米和双腿呈半公布站着 左手无力地垂着 血从指尖低落 右手抓住了龙晨的右手腕 米和低头看着刺入心窝的细剑 慢慢抬头 看着龙晨 不甘地问道 到底是谁 刚才那一拳 让米和确定龙晨绝非王者中期的修为 眼前这个小崽子 至少王者巅峰 甚至超越了 龙晨淡淡一笑 说道 龙晨恩 米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随之又缓和下来 脸上露出示然的惨笑 原来是你 果然奸诈 米和看到龙晨身上的进军铠甲 想当然地以为龙晨是南梁的士兵 龙晨换上进军衣甲的目的 也是为了迷惑米和 从结果来看 米和确实中计了 死在你手里 不丢人 米和知道 被龙晨杀死的高手一大把 死在龙晨手里 米和也算遇到了对手 如果龙晨真的只有王者中期的修为 米和死后会没脸见人 见鬼 龙晨慢慢拔出细剑 米和的身体缓缓贪软倒地 眼睛慢慢闭上 心脏被刺破 绝无生还之理 龙晨收了米和的细剑 将米和的尸体拖到一处隐蔽之地藏起来 龙晨不能让天下会和南梁发现米和的尸体 如果发现了 里程道肯定能猜到龙晨在精灵浑水摸鱼 处理完后龙晨悄悄潜入精灵城回到鸿规客栈 进了房间 龙晨将禁军的一甲脱了 眼看龙晨穿着南梁禁军的一甲 诧异道 你怎么穿他们的一甲 龙晨反问道 为什么不能穿 眼说道 穿仇人的一甲不觉得尴尬吗 龙晨笑了笑 说道 我只求结果 不看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老子的《道德经》说 大丈夫处其后不拘其薄 处其时不拘其滑 聪明人做事只看好处 不看其他虚的东西 表面的名声 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反而会成为众矢之地 躲在暗处拿好处 才是最实在 最聪明的做法 只要能杀米和 穿了南梁的一甲又如何 嗯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 你杀了米和 雅儿拿起细件把玩起来 龙晨解开衣服 左肩的伤口露出来 好在米和的剑纤细 伤口不大 出血也不多 只是肩膀被贯穿了 雅儿见龙晨受伤了 连忙丢了细件 跑过来仔细查看 又沾了一点血长了肠 没有毒 雅儿立即拿药过来敷上 又帮龙晨绑上绷带 你怎么被刺穿了 龙晨说道 为了一击毙命 我受了他一剑 我受伤 他受死 我不愧 雅儿撇撇嘴说道 让娘子知道你受伤了 回去我要挨骂 雅儿的手法很专业 伤口很快处理完毕 好了 这两天别出去了 让他们狗咬狗去 龙晨活动一下胳膊 居然没有疼痛感 你用的什么药 就好了 龙晨很诧异 以为伤口就恢复了 雅儿连忙说道 你别动 我给你下了点麻药 伤口没好 我又不是神仙 哪有这么快的药 龙晨笑道 我想也是 雅儿瞪了龙晨一眼 天色渐晚 扶元楼外点起了篝火 扶元楼内 花依依进了后院的房间 伍玥和左思 宋伯三人坐在那里商议 刚刚有消息过来 米河强攻南大门 被延禧击退了 跟来的人都被杀了 花依依说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伍玥却不在意打手的死活 问道 米河为什么要强攻南大门 打手死了没关系 反正都是小喽喽 米河是天下会的堂主 武皇高手 如果米河出事 天下会损失就大了 潘兽已经死了 天下会经不起折腾 她可能想吸引进军的注意力 缓解我们这边的压力 花依依和慕依的关系很一般 两个女人相互不对付 所以慕依死了 花依依也不怎么在乎 米河与花依依关系好 所以花依依能猜到米河的想法 愚蠢 这个时候就应该从绕到北门 与我们会合 伍玥很无奈 米河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家好 她不好再骂人 米河人呢 手下人进不来 她自己潜入金陵城很容易 左思有些担心地问道 花依依说道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 米河是不是出事了 按理说 米河应该已经到了才对 花依依得到的消息 米河下午突袭南大门 后被延洗击退 这时间不管怎么算 米河都应该回来了 除非米河遇到了危险 重伤 甚至被杀 五月思索片刻 说道 不要那样想 李承道的高手都在外面了 没人能杀米河 再说了 杀一个武皇高手 哪有这么容易 五月的话 大家都赞同 想杀一个武皇高手很难 除非双方有深仇大恨 一定要拼个死活出来 否则 打不过就跑 很难被杀 就算李承道有高手围攻 米河逃跑不是问题 潘兽今天被海富杀死 是因为太大意了 中了暗算 说说潘兽的事情吧 五月微微叹息一声 潘兽的死 对于如今的天下会来说 不仅仅是损失 一位高手这么简单 潘兽的身份是吴勉王 他们知道是假的 但手下人以为是真的 潘兽在这里 就可以稳定人心 现在潘兽死了 吴勉王没了 这个事情传出去 又会说吴勉王阵亡 人心大乱 左思无奈地说道 早知道我来假扮少主 花一看了一眼宋伯 说道 长老 我们就说会长重伤 正在药房治疗 五月点头道 只能如此 鸡霸还是人棍 潘兽成了死人 真假吴勉王都不行 只能这样对外说 宋伯看看天黑了 说道 好了 该老子报仇了 五月三人看向宋伯 他们知道宋伯修为一般 但用毒的手段厉害 老宋 别伤到自己人 五月嘱托道 宋伯不耐烦地说道 知道 老子用毒几十年了 什么时候伤到过自己人 五月和左思没说话 花衣年轻 不知道宋伯的黑历史 五月和左思却很清楚 当年老会长在的时候 宋伯一朝不慎 毒死了天下会数百人 牛羊和高年也中毒了 宋伯毒疯子的外号 就是那时候来的 宋伯收拾一下袋子 五月和左思跟着一起到前面去 上了城楼 看到城下篝火照亮了街巷 南梁禁军列阵 随时准备厮杀 人数增加了 左思估计了一下 外围的禁军数量 好像有五万左右了 五月说道 南大营的兵马入城了 里程到急了 南大营的兵马 傍晚时分 进入了金陵城 大部分在皇宫外围防守 其他到了这里作战 归奖辉统领 奶奶的 白天你们杀老潘 晚上老子弄死你们 宋伯拿出八掌大小的香炉 轻轻地放在地上 这个香炉很奇怪 不是铜铁铸造 也不是陶瓷质地 看起来像一根铜骨制造的 五月问过宋伯 这东西哪来的 宋伯从来不说 五月后来也就不问了 香炉摆好 宋伯从身上拿出一节香 慢慢放在香炉里 说是香 其实就是一节尾巴 很像壁虎的断尾 花依依从后面走上来 好奇地打量宋伯的香炉 花依依听说宋伯用毒厉害 却从未见过他真用毒 这是第一次见 东西摆好 宋伯拿出一柄小刀 割破手指肚 几滴血进入尾巴一样的香里 原本枯搞的香 顿时像复活了一般 还蠕动了一下 宋伯拿出火折子 慢慢点在香上 尾巴上燃起一点微微的火光 几乎不可见 好了 宋伯阴侧侧地 看着城外的禁军 就像看一群猎物 花依依仔细看了 没发现任何烟气冒出来 也没有闻到任何烟火味 独一 你这香 花依依想问这香是不是坏了 怎么一点烟气都没有 伍岳在旁边说道 这叫做玄武尾 能召唤百毒听令 告诉所有人后撤 远离城墙 花依依心中虽然疑惑 却不敢大意 立即下令所有人后撤 远离城墙一线 宋伯和伍岳 左思三人在城楼上看戏 城楼外 一座阁楼里 一盏微弱的油灯 勉强照亮一张桌子 玄机子和蒋辉 连心三人围在一起 透过窗户缝隙 能看到天下会第四层店铺 城楼上的火盆燃烧着 能看到走动的士兵 嗯 他们有动静 连心见城墙上的天下 会打手在跑动 蒋辉立即走到窗户边上 手中多出一个单筒望远镜 对着外面看去 单筒望远镜 是天下会的东西 卖得很贵 这是里程道赏赐给蒋辉的 价值一百百斤 透过单筒望远镜 蒋辉看到五月几个人 站在城楼上 旁边的打手匆忙移动 他们要夜邪 蒋辉疑惑地说道 玄机子也走到了窗户前 眯着眼睛看向对面 他们在后撤 不是进攻 玄机子看得更清楚 城楼上的士兵在往后撤 为什么往后撤 怕我们夜邪 蒋辉收了望远镜 很不理解天下会的做法 玄机子感觉不对劲 说道 让大家小心点 评到觉得天下会可能有动作 一只很小的飞蛾 从窗外飞进来 绕着油灯扑扔着翅膀 微弱的油灯火苗 被翅膀扇得微微晃动 莲心有点诧异 这么小的飞蛾 翅膀的风这么大 莲心伸手挥了挥 想把飞蛾驱赶开 小飞蛾扑扔着翅膀 绕着灯火不肯走 莲心有点不耐烦 手指弯曲 准备弹开飞蛾 就在此时 小飞蛾突然改变了方向 猛地扑向莲心的胳膊 口气扎进了莲心的手臂 死 剧烈的疼痛感传来 莲心大怒 一巴掌拍在飞蛾身上 小飞蛾被拍得稀碎 莲心将飞蛾丢在地上 手臂出现一圈黑子 莲心发现不对 当即拔出匕首 将手臂上的肉挖了出来 莲心挖肉去毒 疼得发出闷哼声 玄机子和蒋辉看过来 你干嘛 蒋辉诧异地 看着掉在桌上的肉 血从莲心的手臂冒出来 虫子有剧毒 莲心立即吞下一粒药 然后包扎伤口 更多的小飞蛾 从窗户缝隙钻进来 莲心惊慌喊道 小心 这些飞蛾有剧毒 玄机子连忙挥舞手中浮沉 将小飞蛾打死 蒋辉立即躲闪 扬起袖子拍打飞蛾 怎么回事 突然来这么多飞蛾 蒋辉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玄机子一口气吹灭油灯 小飞蛾失去了光源 扑扔着翅膀 往楼下的篝火飞去 底下的禁军开始骚动 惊慌声 惨叫声四起 阵营很快乱掉了 不好 天下会再驱使毒虫 玄机子立即猜到了 楼下 飞蛾和各种毒虫钻进人群 脸上 脖子处 手掌被飞蛾的口气刺穿 毒液进入身体 使兵发出凄厉的惨叫 救命啊 地上也有 小心 天上飞着毒虫 地上毒蛇无功横行 还有许多不认识的毒物 也从地上钻出来 禁军四散奔逃 惨叫声震天 禁军的阵营很快垮掉了 全部往后逃窜 城楼上 左思和五月看着底下崩溃的军营 高兴地笑道 毒疯子 厉害 厉害啊 你一个人足当千军万马 宋伯恨恨地骂道 多送几个下去给老潘陪葬 左思说道 你有这个好东西 不早拿出来 这毒物太厉害了 比士兵好用得多 宋伯说道 你以为玄武尾是什么 老子只有这一段 玄武尾非常稀奇 如果不是因为潘兽惨死 宋伯绝对舍不得拿出来召唤毒物 用完这一根 以后再也没有了 宋伯心疼得要命 左思说道 哪里还有 我帮你去找 宋伯不想理会左思 玄武尾可遇不可求 全靠运气 花依依见进军崩溃 跑过来问道 长老 我们要不要出城反击 没等五月回答 宋伯开口道 不能出去 我在城内撒了药粉 毒物不敢进来 你要是跑出去 下场跟他们一样 毒物不认人 花依依望着崩溃的进军 暗叫可惜 进军现在的样子 如果出城追杀 至少能杀一万 外面 蒋辉眼睁睁看着进军崩溃 道长 怎么办 遇到这种诡异之事 蒋辉只能问玄姬子 玄姬子皱眉道 没办法 他们在驱使毒虫攻击 没想到他们会这样 如果早有准备的话 可以撒下熊黄粉 熊黄可以驱散毒虫 可惜来不及 撤吧 玄姬子无奈地说道 三人下楼 蒋辉一路呵斥 进军退出城北 才慢慢聚拢起来 此时已经丑时末了 副统颜喜听到惨叫 从城南到了城北增援 蒋辉让颜喜和吴红英 整顿兵马 他和玄姬子进攻禀报 这么大的溃败 必须禀报李承道知晓 同时 进军被毒物攻击 也需要太医院 帮忙解毒疗伤 两人营业进攻 在光明门外候着 光明门是内庭 和外朝的分界点 王李氏李承道的后宫 住着妃子 只有宫女太监可以进入 皇子都不允许进入 往外就是外朝 有上朝的武德殿 玉书房和六部衙门 玄姬子的玄姬冠 也在外朝 李承道穿着睡衣 从内庭出来 蒋辉和玄姬子一起拜见 微臣拜见皇上 平道有礼 李承道心知大半夜过来 肯定吃了拜仗 到玉书房说 李承道进了玉书房 中柜点了灯 蒋辉站着玄姬子坐下 说吧 李承道脸色不太好 蒋辉拜道 微臣无能 被天下会毒物袭击 禁军损失惨重 李承道没有生气 而是看向玄姬子 玄姬子无奈地摇头说道 平道看了 都是剧毒的蛇蝎毒虫 还有飞蛾之类的 没办法 李承道问道 没办法吗 玄姬子说道 熊黄粉可以驱散 还有 平道估计这些毒虫 见不得光 天下会等天黑了 才召唤毒物 所以平道如此猜测 如果可以见光 白天交战之时 就可以召唤 李承道微微点头 对蒋辉说道 此事不怪你 伤亡多少 李承道多疑凶狠 但他不昏庸 这样的毒虫攻击 没人能事先猜到 这不怪蒋辉 蒋辉松了口气 回道 还在清点伤亡人数 李承道对中桂说道 命太医院立即救人 又对蒋辉说道 你回去吧 蒋辉告退出了御书房 立即出宫到军营去 御书房里 李承道问玄机子 道长 如果天下会 再用毒虫攻击怎么办 玄机子想了想 说道 平道知道一种东西 能驱使百毒之物 叫做玄武尾 传说有一种 生活在海岛中的毒物 看起来像龟蛇盘绕的玄武 它的尾巴燃烧时 周围百里的毒物会聚集 李承道担忧道 那阵的禁军 岂不是要被杀光 玄机子安慰道 皇上宽心 玄武尾及其稀罕 平道敢说天下会绝无第二份 李承道微微点头 如此奇悟 正估计也不该有第二份 天下会手段诡异 这样的事情要劳烦道长了 玄机子站起来 拜道 平道惭愧 未能事先防备 平道这就回去 布下防蛇虫的药粉 李承道说道 有劳 玄机子匆匆出了御书房 红归客栈 龙晨躺在床上熟睡 白天的战斗太辛苦 需要好好休息 大色狼 大色狼 雅儿咬醒了龙晨 干嘛呢 大半夜的 龙晨翻个身想继续睡 却压到了伤口 疼痛让他清醒过来 天下会用毒虫袭击南梁进军 南梁大败 死了很多人 雅儿说的眉飞色舞 毒虫袭击 什么毒虫 驱使毒虫猛兽打仗 这听起来很玄幻 雅儿比划道 我估计 他们用了玄武尾 就是一种尾巴 可以吸引毒虫攻击人的东西 龙晨问道 玄武尾 什么东西 雅儿手舞足蹈地说道 哎呀 就是一种毒物 你不用管 反正里程道的军队大败 都退到中间的街道了 你看底下 龙晨推了推窗户 开了一条缝 见到靠在一起惨叫的进军 楼下的进军 退到了红龟客栈附近 街道上坐满了 被毒虫叮咬过的士兵 发出惨叫 军医正在全力救治 但是看样子效果不好 受伤的士兵疯狂地寻找解药 街道两边的民房店铺 被撞开 乱兵冲进去抢夺东西 甚至趁乱杀人 城内变得一片混乱 红龟客栈的大门也被撞开 掌柜正带着人处置 掌柜很聪明 没有直接赶人 而是拿出酒肉 又拿出药物 给伤兵治疗 同时找到军官 说明这是龙帮的产业 楼下的吵闹声 渐渐消停一些 要不我下去 给他们解毒 雅儿贼贼地说道 龙城摇头说道 算了 杀他们没意思 雅儿去了肯定下毒 不可能给他们解毒 这些禁军 已经被毒虫叮咬 没必要虐杀他们 关了窗户 龙城不理会楼下的事情 蒋辉带着太医院的人 到达后 乱兵被止住 打仗的时候 兵匪一家 烧杀抢掠太常见了 但这里是金陵城 蒋辉还是要制止的 外面慢慢安静下来 龙城也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龙城开了窗户 外面的禁军重新集结 准备再次对福元楼出手 咚咚咚 请进 掌柜推门进来 手里端着早饭 怎敢劳烦掌柜送早餐 龙城马上接了放下 掌柜把门关了 从餐盘底下 拿出一封信 这是唐主让我给公子的 他说现在兵荒马乱 不方便过来 龙城接了信 说道 多谢唐主 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份名单 龙城委托林梦涵 找当年抄家的官吏名单 这份就是 负责抄莫龙府的是李元英 他是皇子 又是皇城司负责人 他当领头符合情理 在古代刑罚中 抄家属于附家刑 没有专门的衙门负责 要不然 龙城直接把负责抄家的官员抓了就行 抄家一般只针对官员和土豪 抄官员的家 如果四平以下 一般由衙门负责 比如刑部 大理寺 锦衣卫指挥使衙门 东厂之类的 至于土豪 一般由州府衙门负责 当然 如果土豪非常好 像胡雪岩那种 也会委派钦差大臣 四平以上的高官 皇帝会委派一个钦差大臣 这种大臣级别会很高 而且对皇帝绝对忠诚 李元英正好符合 总负责人是李元英 他已经死掉了 副手是大理寺清怀裔 这人是个牛脾气 就算抓起来 也没啥用 问不出个屁来 龙城继续往下看 负责清点抄末物品的 是大理寺城图帽财 图帽财 龙城仔细回忆 这个图帽财是关系户 靠着姐姐是宫里的妃子 爬到了大理寺城的位子 南梁的大理寺城为从无品 不算高官 图帽财的姐姐 虽然做了妃子 也算受宠 但李承道没有给图帽财太多 因为此人不堪重用 李承道对于官职把控很严 朝中的大臣大部分都不错 这也是南梁能兴起的缘故 找他刚好 龙城把名单小心收了 拿起筷子 龙城很快吃完早餐 林梦涵做事很细致 给的名单标注了住址 图帽财的住所 在城西杏花巷 外面还有很多禁军 白天行动不方便 龙城吃完早饭 解开左肩的纱布 查看伤口 芽儿的样效果很好 外面已经结痂了 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好在米盒的剑很细 如果粗一点 或者形状变成三棱 后果就严重了 芽儿这个小丫头 除了杀人手法有点变态 其他都挺好的 龙城就在客栈里养伤 红归客栈不远处的阁楼里 蒋辉和玄机子正在商议 如何对付天下会 两人一夜没合眼 黑眼圈都出来了 副统领乌鸿英走进来 行李参见大统领 道长 蒋辉问道 伤亡情况怎么样 乌鸿英回道 昨夜被毒虫叮咬的士兵 有三万多 已经死亡的两万 还有一万在治疗 可是我们人手严重不足 很多兄弟都在等死 还有更麻烦的 那些死去的兄弟 尸体腐烂太快了 我怕会有瘟疫 死亡太多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瘟疫传染病 这在古代非常恐怖 蒋辉看向玄鸡子 玄鸡子立即说道 赶紧把尸体埋了 乌鸿英继续说道 还有城北的百姓 被毒虫咬死很多 有四万多 中毒的更多 根本没有足够的医师 蒋辉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 打仗的时候 士兵阵亡很正常 但百姓是无辜的 天下会毒死了 这么多无辜百姓 蒋辉心头憋着一股怒火 玄鸡子劝道 大统领冷静 平道建议 让禁军把百姓的尸体一起埋了 至于受伤中毒的 如果有多余的药物 分一些给百姓吧 蒋辉也很无奈 只能如此 打仗的时候 蒋辉肯定优先救士兵 就这样吧 蒋辉无奈地挥挥手 乌鸿英出去安排 红归客栈 龙辰晃了晃芽 芽睁开眼睛 身子翻过来 伸个懒腰问道 干嘛呢 龙辰说道 跟我救人去 芽儿以为自己听错了 慢慢爬起来 问道 救人 救谁啊 龙辰说道 金陵城的百姓 那些毒虫 不仅咬死了禁军 还咬死了很多百姓 芽儿不愿意 说道 凭什么呀 他们打仗 你去救人 天下会那么歹毒 用玄武尾召唤百毒 他们怎么不救人 礼成到自己的都城 自己的百姓 他们怎么不救 龙辰说道 他们怎么做 是他们的事情 我不能见死不救 打仗的时候 百姓最无辜 特别是遇到这种毒虫袭击 百姓根本无力自保 芽儿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 这是你的错 龙辰没有回答 他确实有点负罪感 毕竟这场厮杀 有他在其中煽风点火 芽儿说道 关你什么事啊 天下会召唤的毒物 李承道 自己不清理百姓就开战 他们都不在乎 你在乎什么 你这人就是心肠太软 当年在玉佛关也是 为了救百姓 损失那么多军队 娘子说 这是你的巨大弱点 小心被人利用 龙辰拿起衣服丢给芽儿 说道 少废话 快点 龙辰发现很多百姓中了毒 样子很惨 禁军中毒死亡 龙辰不管 但百姓 这样子太凄惨 龙辰看不下去 所以 龙辰把芽儿叫起来 让他一起帮忙救人 芽儿不情不愿地嘀嘀咕咕 受伤了还非理我 色性不改 你下去救人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被发现了怎么办 我下毒厉害 解毒也厉害 肯定会被发现的 你到时候怎么解释 龙辰只想着救人 忘了考虑这个问题 就说 我们是龙帮的人 给李承道出一份力 这个解释最简单 也最方便 龙辰听说林梦涵 昨天见了李承道 估计被威胁要听话 龙辰今天 打着龙帮的旗号 救人正好 芽儿撇撇嘴 拿上自己的东西 龙辰拦住芽儿化妆 两人都改变了样子 龙辰成了一个 头发花白的医师 芽儿成了小药童 两人到了楼下 正好遇到掌柜 你们 我们去救人 百姓是无辜的 我们以龙帮的名义救人 龙辰长话短说 掌柜点点头 说道 也好 我们也在救人呢 注意安全 掌柜嘱咐了一句 龙辰和芽儿到街上去了 扶元楼 副楼主向南春高兴地进了后院 五月几人正在打瞌睡休息 长老 进军死了两万多 中毒的更多 他们现在一片残像 北面的水尸也是 江中突然冒出许多水蛇 雨量被咬伤了 水尸撤退了 五月和左思坐直了身子 看着宋伯笑道 毒疯子 还是要靠你呀 一晚上杀敌两万多 比我们厉害多了 花一高兴地说道 这么大的伤亡 估计里程倒不敢再逼近了 宋伯冷笑道 才杀这么点 可惜了老子的玄武伪 向南春说道 昨晚上的毒虫杀了不少百姓 宋伯立即说道 哼 里程倒的百姓 该死 五月也说道 那些兵是谁的儿子 不都是他们的 该死 左思也冷笑道 多杀一些百姓 他们会起来反对里程倒 而且 百姓死了 里程倒也能多一点顾忌 省得以为 我们是软柿子好捏 这些人自己动手杀了数万百姓 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 反而觉得杀得少了 天下会的人 一直是人命如草剑 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击霸平时肆意杀人 或者一掌打死 或者沉入湖中 甚至被作死的 底下的人自然也不把人当人 想杀就杀 趁着里程倒损失惨重 把最外围的店铺 城楼收复 有了这次的教训 我看里程倒不敢轻举妄动了 五月对昨晚上的战斗 非常满意 花一说道 我来吧 花一一和向南春走后 五月担忧地说道 米河还是没有消息 恐怕出事了 米河昨天下午作战不力 退出了南门 昨晚上 宋伯释放毒虫 城内一片混乱 如果米河想进城 昨晚上是最佳时机 可是米河没有出现 那肯定出问题了 左思说道 树倒狐孙散 说不定米河逃了 又或者躲在哪里做官成败 如果我们赢了 他就说受伤了 如果我们败了 哼哼 正好投靠里程倒 五月不与置评 左思说的情况 不是没有可能 老猪那边怎么样 五月看向左思问道 宋伯在旁边插话 说道 想找那个怪女人帮忙 宋伯刚说 左思就翻脸了 怒道 毒疯子 你说谁呢 宋伯连忙闭嘴 他知道左思是舔狗 舔了几十年了 天下会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小猪会来的 左思说得非常笃定 宋伯在旁边低声嘀咕几下 最后也不说话 五月感叹道 除了老猪 还有几个高手 为什么现在还没到 五月说的是 四方楼的帐房老张 西风城的老邱他们 哼哼 等我们打赢了 他们就来了 宋伯讥讽道 五月微微摇头 在椅子上 勉强躺下来睡觉 天下会收复了 被攻占的店铺阁楼 进军则后退了几条街 街上百姓死得死逃的逃 两边出现了一段无人区 御书房 李承道看着蒋辉提交的战报 样子看起来非常平静 进军阵亡两万 中毒一万 百姓死亡四万 中毒三万 一夜之间 伤亡十万有余 李承道鼻子里哼了一声 中贵在旁边站着不说话 太医院都去了吧 中贵立即回道 都去了 再给士兵疗伤 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李承道问道 谁给百姓解毒 中贵低声回道 人手不够 民间的医师自发给百姓解毒 还有就是龙帮 林梦涵亲自带人上街了 救了很多人 李承道微微点头 说道 龙帮比天下会规矩 只做买卖 不掺和朝政 替朕谢谢龙帮 中贵拜道 老奴遵旨 中贵出了御书房 带人到了红归客栈附近 进军抬进了帐篷 或者进了百姓的家里救治 而那些中毒的百姓 只能躺在大街上 或者靠在屋檐下 爹爹 把我的刀拿过来 中贵见到一对妇女 正在给一个浑身紫色的女子救治 从肤色看 这个女子中毒很深 只见那个看起来 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拿起一柄锋利的刀 割开了女子的手腕 黑血流出来 旁边的老头父亲 倒出一粒丹药 放在嘴里嚼碎 涂在一把银勺子上 撬开女子的嘴巴 强行灌进去 让她躺下吧 老头父亲扶着女子 慢慢躺下 妇女二人再救下一个 公公 您来了 客栈掌柜见中贵 一直盯着龙城和衙 连忙过来打招呼 多谢掌柜仗义出手啊 中贵知道 女掌柜是龙帮的人 掌柜叹息道 谁能猜到 昨晚上突然冒出这么多毒虫 听说是天下会搞的 真是丧心病狂 中贵感慨道 是啊 丧心病狂 想问下灵堂主在哪里 尚未让咱家谢谢堂主 掌柜指着对面的那条街 说道 堂主在那边煎药 我带您过去 掌柜引着中贵往另一条街走去 牙儿看中贵走了 说道 看到没有 差点被盯上了 龙城专心救治百姓 说道 这不是走了吗 专心点 救治百姓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才停止 天下会要给打手疗伤 里程道要救治士兵 百姓 两边暂时停战 正当龙城打算回客栈时 街上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嗯 龙城追了几步 那道影子突然消失 怎么了 牙儿问道 龙城说道 我好想看到了 红旗 天下会四方楼的楼主红旗 在剿灭天下会时 被帐房先生老张救走 之后一直没有踪迹 不可能吧 我们查过金陵城 没有他们的踪迹 牙儿感觉不可能 龙城也不确定 说道 可能是我看走眼了 回去吧 回到红龟客栈 牙儿洗个澡 然后趴在床上呼呼大睡 龙城也很累了 吃了东西洗澡 躺下呼呼大睡 一觉睡到天黑 龙城才醒来 下床喝了一大碗水 龙城望了望外面的天色 该是去找大理四城图帽才了 龙城换了衣服 戴上家伙 慢慢打开窗户 翻身上了屋顶 外面的街道 有巡逻的士兵 还有躺在地上中毒的百姓 除了他们以外 街上再无其他人 商旅和百姓都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 李承到这次失算了 他本以为能凭借兵力的优势 碾压天下会 结果被天下会搞得焦头烂额 都城变为战场 屋顶有很多禁军的暗哨 弓弩手埋伏在屋顶和阁楼 借着夜色的掩护 龙城小心地避开 慢慢往城西摸过去 图帽才在城西信花巷 那里是一处繁华的权贵住宅区 城北还在打仗 百姓哀红遍野 城西却能听到私竹之声 府里的达官显贵 照旧喝酒听取聚会 似乎城北的战斗 与他们没有关系一样 同在一座城市 却不在一个世界 自古皆然 古代没有门牌号 龙城到了信花巷以后 只能自己找 本来金陵城晚上宵禁 有禁军寻城 此时因为城北打得太厉害 都被抽调到前线打仗了 这里几乎没有人管 龙城在屋顶慢慢寻找 当年在金陵城时 龙城是高高在上的龙家少将军 涂茂财这种从无品的大理寺城 根本不入龙城法眼 所以龙城不知道涂茂财住哪里 哗啦 一阵水声传来 龙城站在一堵院墙上 看到一个女子正在洗澡 一个粗壮的妇人 提了热水倒入浴桶 旁边一个身材奇长 兔子明显的女子 慢慢吞去赫子群 赫子群落下的那一刻 龙城停下了脚步 女子抬腿 慢慢走进浴桶 手里拿着浴巾 慢慢擦拭身子 看了一会儿 龙城摇了摇头 心中暗道 敢正式要紧 穿过几栋宅子 龙城始终无法确定 哪一户是涂茂财的宅子 因为兵荒马乱 这些人的大门口不点灯笼 龙城看不清门匾 要不去找刚才那个洗澡的美女温路 龙城心里冒出一个 合情合理的想法 不好 人家正在洗澡呢 我跑过去算怎么回事 龙城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就是问问路而言 完全没有恶意 那个美女应该会理解我 龙城感觉 那个女子肯定人美心善 不会介意的 不好 我如果看了她洗澡 以后怎么嫁人 龙城心里一边想 一边继续往前找 多谢四成大人款待 龙城正沿着屋脊前行 突然听到一个醉熏熏的声音 顺着声音看过去 见到一个胖乎乎的官员 到了院子里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与他道别 徐大人客气了 招待不周之处 还请海涵 男子对着官员笑呵呵说道 四成大人的招待好极了 下次请四成大人 到涵涉一叙 官员笑呵呵对男子说道 一定来 男子送官员出了府门 官员走后 男子回了房间 这里的四成不可能有两个 那么这个男子 就是大理四成图帽才了 龙城慢慢蹲下来 小心地揭开一片瓦 精灵属于江南气候 屋顶的瓦片不重 拿开一片瓦 龙城看到几个仆人 正在收拾狼藉的暗台 吃剩的鱼肉 还有一些残渣 仆人悄悄地偷吃 古人过的日子都很苦 这种官员家里的仆役 一年到头 吃不上一回肉 剩下不要的残渣 对他们来说也是美味 龙城慢慢把瓦片放好 然后走到孤姬卧室的位子 再慢慢揭开一片瓦 透过缝隙 龙城看到了图帽才 图帽才长得很不错 在中年官员里 算是帅气大叔了 他们图家的基因不错 图妃就是身材好 皮肤好 长相好 才得了李承道的宠幸 他这个哥哥 生得也不错 一个长相交好的小妾帮 图帽才脱外套 老爷又喝多了 小妾心疼地说道 图帽才笑呵呵抱住小妾 醉眼看花才美吗 小妾扭扭捏捏银河 老爷 要不要吃一粒火情丹 火情丹就是那种药 图帽才起身 从床头的柜子里 拿出一个瓶子 倒了一粒暗红色的丹药吞下 龙城就在屋顶 用上帝视角看着 就算有了火情丹的支撑 图帽才的身体也不中用 没几下就清静了 龙城暗笑 终看不中用啊 老爷 小妾语气带着埋怨 却又不敢明说 在古代社会 小妾就是个物件 和驴马差不多的地位 她如果敢有任何不满说出来 图帽才一刀杀了她都行 我累了 图帽才很快憨声大作 小妾一由未尽 轻轻唤了一声 老爷 见图帽才没有回应 小妾又推了推 还是没有回应 小妾这才披上一件衣服 吹灭了烛火 悄悄出了门 往天香房去 龙城心中暗道 莫非这小妾偷汉子 龙城没有跟过去看热闹 而是从屋顶落下 进了图帽才的房间 一股酒味和胭脂味混在一起 龙城忍不住抬手 在鼻子前扇了扇 图帽才睡得跟死猪一样 龙城手指点在图帽才的昏睡穴上 然后将其抗在背上 纵伸上了屋顶 前行到西城边上 趁着守军不注意 龙城飞身出了精灵城 到了城外 龙城找到一处废弃的屋子 将图帽才放下来 虽然离开了几年 周围的变化却不太大 这处房子 原本是龙城打猎时休息用的 没想到还没有倒塌 龙城关闭门窗 点起一堆火 又从外面打了一桶冷水进来 龙城解开穴位 提起冷水 对着图帽才泼过去 哗啦 图帽才一个机灵 猛地惊醒 谁 一桶冷水泼过去 图帽才猛然惊醒 发现自己身处 一间破房子 眼前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正看着他冷笑 你你你 你是谁 图帽才惊恐地看着眼前的龙城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是大理四成 当朝宠妃的亲哥哥 图帽才不是傻子 他意识到 自己被绑架了 龙城看着图帽才言语威胁 冷冷笑道 图大人 这三更半夜的 我把你弄出来 你说 我会不知道你是谁 图帽才更加惊慌 指着龙城骂道 既然知道本官 你还敢绑架 你不想活了 你不想灭九族吗 啪 龙城一巴掌扇过去 图帽才的大牙 被打掉了几颗 半边脸肿了起来 图帽才疼得无脸 嘴里吐出一口血水 混着几颗牙 你敢打我 图帽才捂着脸 说话口齿不清了 你刚才说什么 灭我九族 龙城呵呵冷笑 就在图帽才 对面坐下来 借着微弱的火光 龙城看着图帽才 问道 知道我是谁吗 图帽才微微摇头 害怕地看着龙城 龙城冷冷笑道 我就是龙城恩 图帽才吓得僵住 那个杀了上官秀 李承筒 李元英 逼死上官威 害死慕容霄的温神 居然绑了自己 图帽才的魂魄 恨不得钻出 天灵盖头胎去 啪啪 龙城又甩了两巴掌 图帽才的 另一半脸也肿了 知道我是谁吗 龙城冷冷问道 图帽才捂着两边的脸 惊恐地点头 呜呜说道 你是龙城恩东周武王 龙城呵呵笑了笑 慢慢说道 不对 我不是龙城恩 图帽才被龙城搞猛了 难道说 眼前这个男子 是假的龙城恩 没等图帽才想明白 龙城突然说道 我是龙野第五子龙城 这句话如晴天霹雳 震得图帽才目瞪口呆 你你 图帽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眼前的男子不管怎么看 都不像龙城啊 样貌 脾性 没有一个地方像 龙城冷冷笑道 长得不像 对吧 知道为什么吗 图帽才不敢回答 也不敢动 静静等着龙城说话 因为白狼山一战 我被毁了容貌 图帽才仔细看龙城 发现是有些像 龙城慢慢说道 我这次找你 是为了问你一个事情 你如果不老实回答 老子杀你全家 图帽才瑟瑟发抖地点头 不管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是龙城还是龙城恩 都是温神 图帽才不敢惹 当年查抄龙府 你是负责清点的主部 图帽才点点头 我爹的书房 你查抄到了什么 图帽才努力回响 但是脑子很乱 他记不真切 有 兵书 字画 陶瓷 兵器 还有 图帽才努力地回响 但是隔了好几年 他真的记不清了 地上是不是挖出了一个匣子 龙城见图帽才想不太清楚 便开口提示道 对 有 一个陈香墓的匣子 里面有 图帽才又记不清了 有一本功法秘籍 龙城再次提示 图帽才立即回到 对 有一本功法秘籍 写着 龙家心法 对上了 图帽才没有练过 他不可能胡周心法 哪去了 龙城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图帽才说道 一起送进了宫里 较由尚未点验 您知道的 我们不懂武艺 只探了一些金银玉器 龙城又问道 然后呢 里城道点验完以后 东西放在哪里 图帽才无奈地说道 少将军 送进宫里的东西 自然是进了内库 内库就是大内府库 专门放里城道的东西 虽说皇帝就是天下 天下就是皇帝 但皇帝的个人开销 和朝廷国库是分开的 里城道有自己的私人库房 就是内库 你确定在吗 里城道会不会藏起来了 龙城最担心的是 里城道看心法密集好 就自己藏起来修炼 那龙城就无法寻找了 图帽才说道 少将军 这我哪里知道啊 的确 里城道会不会拿来修炼 这样的事情 他无从知晓 好 龙城微微点头 图帽才能说的就这些了 其他信息没用 少将军 我 龙城一刀抹了图帽才的喉咙 图帽才是里城道的小舅子 平时贪赃枉法 不是好东西 该杀 杀了图帽才 龙城把尸体简单地藏起来 然后将火熄灭 从房间出来 龙城估摸着 此时应该到此时末了 时间还有 龙城打算连夜入宫寻找 里城道和天下会还在激战 这时候 黄宫的守卫最严 也是最松懈的时候 说守卫最严 是因为南大营的军队守住了黄宫 宫内的巡逻 也肯定会加强 但这时候他们的注意力肯定在保护里城道上 对于内裤的防守必然松懈 所以 这时候入宫寻找最合适 龙城悄悄靠近城墙 趁巡逻士兵换岗的间隙 纵身飞进了金陵城 黄宫在金陵城的中间 其他所有房屋街巷 都是围绕着黄宫展开 龙城从城西一路 悄悄摸到了黄宫附近 靠近黄宫的三条街巷 每五十步有一盆篝火燃烧着 进军不停地巡逻 戒备森严到了极致 李承道这次害怕天下会偷袭 他怕了 龙城在外围的角落里停下来 想怎么混进去 这么多人 硬闯肯定不明智 就算龙城修为高 也不可能以一敌万 又不是人形合武 今晚不会再有毒冲袭击吧 一个士兵走到角落里尿了一炮 头儿说不会 但是谁知道呢 另一个士兵跟着解开衣甲放水 这说不准 上次他们都没料到 士兵放完水 赶紧跑回撒着熊黄粉的地方 鞋子上沾了熊黄粉还不够 士兵又给自己的一甲 撒了一些熊黄粉 这才觉得安全了 龙城想趁进军换岗的间隙往里走 但他们换岗无缝对接 丝毫不留间隙 龙城觉得棘手 这怎么进去 就算过了宫墙 里面的守卫也很多 都是麻烦 快点啊身太医 娘娘肚子疼得厉害 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传来 龙城循着声音望过去 龙城心中暗喜 有了 五个太监 簇拥着一个太医打扮的男子 六个人急匆匆往里走 娘娘从下午就开始不舒服 宫里的女一看了 就是不见好 这还得是身太医啊 您快点吧 一个年纪大的太监 在前面边走边唠叨 中间是一个年纪大的太医 背着一个药箱子急匆匆赶路 没法子 城北那边太惨了 几万的百姓啊 申太医唏嘘不已 老太监却说道 申太医啊 您也是太医院的老人了 那些贱民的命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 他们就跟阿猫阿狗一般低贱 死了便死了 还能再生 这娘娘可是千金之区 她若是有个好歹 我们担不起啊 申太医很反感老太监的说法 怎么百姓的命就不是命 娘娘就是千金之区 但在太医院待久了 申太医听得多 也就懒得反驳 刘公公说的是 申太医笑了笑 快步跟着走 龙臣看到这伙人 心中暗喜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龙臣捏碎砖墙 手里捏出几颗石头 狠狠地砸向远处的禁军 龙臣全力投掷 禁军毫无防备 被砸得头破血流 敌血 敌血 禁军惊恐地大喊 所有禁军拔刀四顾 做好了厮杀的准备 正在赶路的申太医和刘公公 也被吓了一跳 六人乱作一团 骑兵和步兵冲过来巡视 差点撞翻了刘公公 刘公公大怒道 不长眼的奴才 想撞死你爷爷 禁军不认的刘公公 何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这一问 刘公公的怒火更盛 骂道 你爷爷都认识 咱家宣若殿的总管 禁军狐疑地看着刘公公和申太医 还有身后四个太监 问道 宫里的太监怎么跑外面 来了 刘公公暴躁地骂道 蓝飞娘娘肚子疼 让咱家出城 寻身太医治病 你们这群狗奴才 竟敢阻拦 蓝飞娘娘有个好歹 把你们抄家问斩 禁军不敢让刘公公过去 刘公公这边又急 两边僵持住了 这时 一个禁军的军官跑马过来 他认得刘公公 哎哟 这不是刘公公吗 您老怎么大晚上出来了 军官下马笑呵呵陪礼 又对手下禁军呵斥道 眼瞎了你们 这是宣若殿的刘公公 总算来了个认识自己的 刘公公立即破口大骂 你手下交出了什么东西 连咱家都不认识 要眼睛 做什么 军官笑呵呵陪礼道 都是小的缺乏管教 您老赶紧入宫吧 刚刚有贼人偷袭 弄不好又有毒虫呢 刘公公本想再骂 但刚才确实有人偷袭 刘公公怕死 咱家到了蓝飞娘娘那里 还有告你们一撞 骂完 刘公公急匆匆带着申太医入宫了 刘公公走后 军官催了一口 骂道 你他妈是梅根的奴才 老子不是 其他进军附和道 头儿 这老太监 军官训斥道 闭嘴 有点眼力劲 宫里的太监管他呢 刚才的袭击怎么回事 进军说道 突然就被砸了 这么小的石头 居然砸断了肋骨 军官接过一颗小石头 材质就是墙砖 就这东西砸得骨折了 不好 是高手 给老子搜 能凭这么小的石头 把穿着铠甲的进军砸骨折 这修为太恐怖了 进军围绕皇宫四处搜索 而龙城已经混进了宫里 进了皇宫 有一重一重的大门 每道门都有重兵把守 士兵见刘公公带路 也就不多问 把人放了进去 如果龙城独自闯进来 会很麻烦 过了前朝 很快到了光明门 这道门将皇宫分为内外两个事件 外面是上朝和六部的地方 里面是李承道的后宫 住着妃子宫女 光明门也有重兵把守 但守门的是女兵 刘公公到了门前 一个身材魁梧的女军官打招呼 刘公公去了这么久 宣若殿催了 好几次了 这个女军官名叫寒花 她认得刘公公 说起这个 刘公公又怒了 骂道 外面的丘巴不长眼 竟敢拦住咱家盘问 罢了罢了 刘公公带着人 匆匆往宣若殿走去 龙城跟在后面急匆匆地走路 刘公公正在气头上 三个太监心中坠坠不安 谁都不说话 家之晚上天黑 龙城走在最后面 其他三个太监居然没发现 同伴被调包了 到了轩弱殿前 刘公公带着身太医进了客房 兰飞躺在榻上 哀悠哀悠地呻吟 三个太监在门外停下来 低声抱怨道 大晚上的 累死我了 可不是吗 这大晚上去城北 万一被毒虫咬了怎么办 那些人真惨啊 天下会那帮狗娘养的 真够狠的 诶 小包子呢 尿尿去了吧 我要回去睡觉了 不见了一个太监 他们也不在意 没人能想到 被龙城调包 此时 龙城已经在寻找内裤了 龙城很熟悉外巢 内庭就不熟了 南梁六公主李云记 追龙城的时候 两人到御花园逛过 但妃子所在的地方 是不能进来的 又要摸瞎了吗 龙城有点无奈 这次必须找个人问路 不能乱撞 龙城翻身进了一座院子 里面的卧室亮着烛光 一个妃子正在和宫女 下期解闷 深宫大院的生活很寂寞 皇帝只有一个 上千人争夺事情 有些妃子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 有的一辈子 只能遇到几次 皇帝的身体又一般般 美若天仙的妃子 就这么白白浪费 等到人老珠黄 通过窗户 龙城看清一个 不到二十岁的妃子 穿着粉色的肚兜 身上再无别物 头发披在身后 对面的宫女 穿着淡黄的睡衣 头发也是散的 南梁的夜晚还很热 房间里另外两个宫女穿的衣服 也很单薄 听说禁军打得不太好 宫女低声说道 妃子淡淡应了一声 好不好都与我们无干 我们下棋便是 宫女回头看了一眼 其他两个宫女 两人会议 退出了房间 把门演上 下完一局棋 宫女将棋盘妻子收了 娘娘 该歇歇了 妃子点点头 在床上躺下来 宫女走到一个柜子前面 问道 娘娘 今夜用什么 宫女在箱子里拿出一个银铃 娘娘看了一下 说道 就这个吧 宫女拿出银铃 然后关上箱子 用清水仔细清洗一遍 穿着肚多的妃子 已经在床上躺好了 头枕在一个瓷枕上 手放在自己前面 膝盖微微弯曲 宫女爬上去 手里的银铃就这么消失了 然后是妃子的呼吸声 龙尘大呼开眼界了 这种场景 原本只在春秋 西门大观人那里听说过 没想到 今夜有幸一见 记得西门大观人 随身常带两样东西 银托子和免子铃 没想到宫里也有 看来任何世界的人都一样啊 想想也是 深宫见不到皇帝 也没有男人 总得想个办法过日子 刚刚妃子用的 就是免子铃 龙尘微微摇头 慢慢离开窗户 就看到一个宫女 提着灯笼往外走 龙尘翻身出了院子 脚步匆匆地走上前去 轻声唤道 好姐姐 宫女停下来 转身看着龙尘 惊讶道 你怎么大半夜出来不拿灯笼 龙尘低声说道 哎呀 尚未的事情太急 我忘了打灯笼 宫女听说里程道差遣龙尘 做事 也不敢多问 说道 尚未的差事 你还不快去 跟我说什么 龙尘说道 好姐姐 我刚来不久 尚未让我去内裤拿东西 可是我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宫女觉得稀奇 问道 咦 这就齐了 你居然不知道 内裤在哪里 那怎么会让你拿东西 龙尘说道 哎呦 我是刚分到娘娘那里做事的 大半夜没人 就让我来了 宫女点头道 你是图飞娘娘那里的吧 你这真是 内裤从这里往北走 三个门 再往左就到了 龙尘拜谢道 谢谢好姐姐 龙尘脚步匆忙 消失在黑夜里 按照宫女的指引 龙尘躲过守卫 到了内裤前 门口站着两个女兵 看样子都很松懈 这里很冷清 内裤里放的是 李承道的个人东西 普通的贼人来不到这里 能来到这里的贼人 也不会只为经营 所以 这个地方其实根本不用守卫 好困啊 听说外面打得很惨烈 一个女兵 在台阶上坐下来 另一个女兵也坐下来 捏着小腿 说道 是啊 听说天下会手段诡异 能使用妖法 召唤了鬼魅助阵 城北的百姓 很多被吸食了灵魂 成了枯骨 女兵突然身体颤抖一下 说道 大半夜的 不说这个 怪圣人的 龙尘在暗处听着 觉得有点好笑 谣言就是这么来的 明明只是 召唤了毒虫而已 传来传去 成了召唤鬼神助阵 不行 我要小姐 你在这里守着 我也内急啊 一起去吧 快点回来 两个人说来说去 自己把自己下庙了 两人匆匆忙忙 往旁边的花坛走去 内裤周围没有厕所 他们又不敢走得太远 只能在花坛里解决 反正是小的 一般看不出来 龙尘趁机走出来 到了大门口 内裤的门挂着一把铜锁 非常简单的一把锁 皇帝的仓库 没人敢乱闯 挂一把锁只是形式而已 龙尘轻易打开锁 问题来了 人进去以后 房门的锁开了 那两个女兵发现了怎么办 龙尘迅速潜入房间内 然后开了旁边的窗户 再以极快的速度回到门口 重新锁上 再绕到窗户 从窗户潜入 放下窗户的那一刻 两个女兵回来了 重新坐在台阶前聊天 里程道的内裤很大 外面摆放着一些大件 雪珊瑚 骑一石头之类的 龙尘直接进了后面 匣子和工法 都是小物件 肯定在后面 龙尘拿出一颗夜明珠 借着白色的冷光 仔细查看库房的东西 那个沉香木的匣子非常普通 几乎没有任何特点 龙尘慢慢寻找 外面的天逐渐亮起来 龙尘还没有找到 里程道内裤的东西太多了 外面天亮了 事情反而方便了 看得更清楚 翻到一个柜子时 里面放着一堆的修炼秘籍 这个里程道 还是个修炼狂魔 外界传闻 说里程道修为深不可测 也不是胡说八道 龙尘一本一本地翻看 想看看 有没有好的工法 最后找了两本 有意思的藏进怀里 可是龙家心法 始终没找到 不会真的待在身边吗 龙尘挠头 如果里程道 把龙家心法带在身边 那就没办法了 宫里的人太多 刺杀里程道不现实 如果记忆没有损坏 能回忆起就好了 省得如此麻烦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龙尘索性在地上坐下来 看着一层一层的宝物发愁 嗯 龙尘坐下来的时候 看到了最底层的格子 放着一个匣子 龙尘立即将拿过来 放在膝盖上 匣子表面没有任何花纹 只有一张陈旧泛黄的封条 写着 龙匿 龙尘一把撕掉封条 慢慢打开匣子 里面一本小册子 静静地躺在里面 龙家心法 找到了 龙尘轻轻拿起小册子 翻开封面 仔细看着纸上的文字 没有错 就是这个 龙尘将册子贴身放进怀里 东西找到了 这次精灵之行 没有白跑一趟 周围还有数不清的宝物 龙尘不能白跑一趟 来都来了 不拿点回去 可惜了 龙尘开始在内裤挑挑拣拣 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东周 金师 凤鸣公 尹凤拿着一封信 进了御书房 呈给女帝 圣上 龙尘从精灵城发回的密报 女帝立即接了 快速拆开密报 神色凝重地看完 看完了密报 女帝的脸色舒缓开来 这个龙尘 总能出人意料 女帝将信给了尹凤 尹凤看过后 说道 龙尘真的挑起了内斗 密报上详细写了 龙尘到精灵城后的事情 穆英被李承道袭击 龙尘杀李继业引起内乱 攀受重伤 海赴被杀 龙尘写信在几天前 只写了这些 后续杀米和 宋伯毒虫攻击的事情 还没有上奏 龙尘这样做 其实很容易暴露自己 万一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尹凤高兴之余 还是很担心 女帝笑道 放心吧 她都潜入了精灵城 不会有问题的 不过打归打 按照龙尘所说 天下会和李承道 有河流的迹象 你把洛西和另一叫来 朕有话 对他们说 尹凤立即到太医院传指 东周 太医院 帝洛西和帝令仪 两人坐在亭子里 桌上放着一壶茶 旁边的树叶子 已经开始变黄 南凉还是酷热的天气 东周已经开始 有秋翼了 南方和北方的气候差别 很明显 四妹 你是怎么喜欢上龙尘恩的 帝洛西已经接受了帝令仪 要和他抢龙尘的事实 两人开始讨论起 一些深层次的话题 比如 现在这个 帝洛西喝着茶 慢慢回忆和龙尘的相遇 刚开始吧 那时候不是和南凉斗师吗 我看他说得很好 比朝中那些大臣说得好多了 比二姐也好 四姐妹中 地心碗的才华最好 所以帝洛西把地心碗拿出来说 没想到真读对了 他居然比渔士男厉害 然后呢 然后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 找了个好太监妹 感觉很好玩 再后来 在临江城打了一仗 发现这人挺厉害的 慢慢的 相处多了 就有感情了 不过之前 都是把他当作 自己的部下看待 直到后来听说 可以炼制枯木丹 我才改变想法的 帝洛西一开始 对龙尘并没有什么男女之情 因为从小到大 女帝都说 他们不需要男人 所以 帝洛西没有往那方面想 可是慢慢相处着 就有了感情 所谓的日久生情 大概就是如此吧 三姐呢 你和龙尘安相处 时间可不多 帝洛西问帝令仪 怎么喜欢上龙尘的 她到燕门关的时候 我只想跟你抢个人而已 后来 一场大战下来 我发现 她真的厉害 还有 其他一些事情 帝令仪笑了笑 没有说 两姐妹正说着 尹凤从外面走进来 说道 两位公主 圣上找你们过去 帝洛西问道 出什么事情了 尹凤说道 武王的事情 听说事关龙尘 两人立即起身 随尹凤一起到了御书房 母后 小龙龙怎么了 帝洛西很着急 进门就问 女帝笑道 没什么 好事 看看吧 她发过来的密报 帝洛西和帝令仪 一起看了密报 两人高兴地说道 这个小龙龙 真是诡计多端 女帝说道 按照龙尘恩的说法 天下会和李承道 最后会合流 到时候 南边必定一场大战 你们两人立即 往陵江城和采石城去 防止李承道偷袭 两人起身拜道 而臣遵旨 两人立即回宫 带着手下的将校 往南边去 南梁 金陵城 李承道坐在御书房 南大营统兵大将 何旭和蒋辉 站在面前 玄机子在旁边坐着 中贵进来拜道 皇上 于尚书回来了 李承道点点头 兵部尚书与子明 从外面走进来 身上还穿着铠甲 微臣于子明 拜见皇上 于子明行礼一拜 李承道看了一眼中贵 中贵立即请于子明 坐下来说话 事情如何了 回皇上 数日激战 天下会各大堂口 都平定了 损失如何 损失很大 天下会早有防备 军事阵亡两万 伤三万 何旭和蒋辉 脸色微变 没想到损失这么大 李承道呵呵笑了笑 说道 还是龙承恩聪明啊 用诡计稿偷袭 以最小的代价 灭掉了天下会 还杀了两位长老 数位高手 将击霸打得不敢见人 阵调动数十万兵马 打成这个样子 御书房一众人 脸色都不好看 不得不承认 龙臣灭天下会 干得非常漂亮 膝下动手 付出了沉重代价 南梁更惨 你们说说吧 怎么进攻 李承道恢复了 面无表情的样子 语气平淡地说道 蒋辉看了一眼何旭 拜道 如果想剿灭天下会 其实也很容易 只需将投石车运过来 再用火油焚烧 浮原楼可化为灰烬 南梁有兵力和工程器械优势 如果真想灭掉 其实不难 之前李承道有心收编天下会 下手留情了 何旭 你以为呢 李承道问南大营统兵大将何旭 何旭此人腰粗脸圆眼睛小 年纪三十多岁 何旭回道 末将也以为平吊浮原楼不是男士 两个人都这样说 李承道看向玄机子 问道道长以为如何 玄机子起身说道 天下会凶狠异常 事到如今不能心辞手软了 李承道略带惋惜地说道 可惜了 本可以为朕所用的 杀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 几人退出预书房 余子明回来了 他作为兵部尚书 便由他来总调度 玄机子当军师 蒋辉宇何旭成了大将 连心因为手臂被飞蛾扎伤 又手臂不能用力 无法继续参加战斗 城内调兵潜将 投石车和火油 慢慢运往城北 百姓纷纷后退到南边 扶元楼内 五月一众人 已经察觉到李承道的意图了 花一心急地说道 长老 李承道想把扶元楼烧成灰烬了 五月眉头紧皱 有些无奈地说道 老宋做事太过了 李承道苟急跳墙 左思冷冷说道 有什么过的 老攀死了 我们伤亡那么多 杀他几万人怎么了 五月说道 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与李承道合作 并非斗个你死我活 如果李承道抛射火油 我们扶元楼肯定一片焦土 所以我说 事情太过了 花一问道 长老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五月想了想 说道 谈判吧 我去谈 和李承道谈 花一看了一眼左思 他虽然嘴上很硬 心里也很清楚 只能如此 那我去联系 你去吧 花一一出了后院 到了前面 进军和南大营的士兵 重新在楼前布阵 十几辆投石车对着城楼 地上洒满了熊黄粉 这是用来防备毒虫袭击的 花一一找了个嘴巴凌厉的 吩咐他到对面军营去 说 长老五月要和李承道谈判 信使立即出城传话 于子明正在城北一座阁楼里 商议进攻之势 进军副统领乌红英 匆匆上楼 说道 尚书大人 头儿 天下会派来的信使过来 说要和谈 于子明和玄机子 蒋辉一众人都愣住了 和谈 何旭吃笑道 我们的投石车运过来了 八万精锐猎震 他们这时候 说和谈 蒋辉看向玄机子 玄机子捋了捋胡须 说道 天下会知道在劫难逃 就想着和谈了 蒋辉冷笑道 召唤独虫杀我将士百姓的时候 可曾想过有今日 蒋辉与何旭都不愿意和谈 进军和百姓被杀那么多 他们想复仇 不想什么狗屁和谈 玄机子却说道 平道以为此事 交由尚未定夺比较妥当 玄机子知道李承道的心思 李承道想收编天下会 如今 天下会主动和谈 就是有意投靠 李承道很可能会答应 那我们进攻吗 何旭问蒋辉 蒋辉点点头说道 此事重大 必须禀报圣上 不过 我担心这是天下会的障眼法 嘴上说何谈 被地理搞偷袭 所以 劳烦道长走一趟 我们在这里防着 玄机子点头道 好 平道走一趟 玄机子立即回宫 到了宫里 李承道不在御书房 刚回了后宫 玄机子找到钟桂 钟桂将消息带给了李承道 过了会儿 钟桂带了旨意出来 道长 尚未说 天下会无条件缴械投降 所有人听从朝廷指挥 天下会所有产业归朝廷所有 这是何谈的条件 不许一家 钟桂说完 玄机子知道 李承道在极限施压 当然 也有火气未消的缘故 玄机子说道 好 平道知道了 玄机子回到前线 进了阁楼 将李承道的旨意说了 蒋辉与何旭 都觉得这等于不想何谈 人财物都归李承道所有 天下会完全成了李承道养的狗 你将旨意告诉天下会的姓史 蒋辉对吴红英说道 吴红英立即转告姓史 姓史得了消息 立即回福原楼复命 花依依带着姓史进了后院 转告了李承道的话 左思大怒骂道 要老子当傀儡 受他摆布 做梦 五月有点失望 他本以为李承道会理智 没想到开出这样的条件 那就打吧 这次我们主动出击 不能等李承道做好准备 那投尸车的火油 不是闹着玩的 当年龙承恩用那东西 烧死了上官为几万人 临江城那一战 龙承的火油罐子一战成名 李承道想方设法 搞到了火油作为武器 好 我去准备 花依也觉得这个条件无法接受 两边的战斗又开始了 皇宫内裤 龙承躺在一张白玉做成的踏上 呼呼大睡 热天睡白玉床 别提多凉快 外面天色渐黑 龙承才醒来 从玉踏下来 龙承尿急 找了一个精致的瓷瓶 龙承放了一泡水 再将瓷瓶归位摆好 作为一个有素质的太监 东西归位是基本操作 看看天黑了 龙承提着一个箱子 从窗户钻出来 门口换了两个女兵 两人照样坐在台阶上聊天 龙承躲过守卫的女兵 悄悄到了光明门 龙承急匆匆提着箱子往前走 守门的寒花突然拦下龙承 冷冷问道 晚上干嘛去啊 哪个宫殿的 龙承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宣若殿的 娘娘肚子疼又犯了 我去找申太医 昨晚上申太医来过一次 寒花知道此事 往里走得要仔细盘查 往外走得一般查得不严 寒花也就放龙承过去了 龙承大摇大摆往外走 一直到了宫外 出了宫门 龙承纵身上了屋顶 前回红归客栈 进了房间 芽儿气呼呼地说道 一晚上没回来 还以为你死了呢 龙承把箱子放在桌上 笑道 打开 芽儿本来还想说 龙承一晚上不回 她担心得要命 但是见龙承这么开心的样子 应该是事情办好了 什么东西 箱子 芽儿爬上椅子 打开了桌上的箱子 打开的那一瞬间 芽儿被震惊到了 你做贼去了 芽儿看着满箱子的珠宝 都是些宝石 和极其稀有珍贵的药材 任何一样东西 都价值千金以上 对 我昨晚到宫里去了 把里承道的内裤翻了个遍 这些是我的收获 龙承捡起一颗 鸽子弹大小的红宝石 笑嘻嘻地说道 芽儿连忙抓起一把珠宝 想藏进衣服里 我这么担心你 我要分一半 芽儿无赖地抓了一大半 抱在怀里 分一半 想得美 就这么多 龙承把箱子收了 刚才那一把 足够芽儿吃一辈子零食了 芽儿想想也不亏 马上用衣服抱起来 然后东看看西看看 想想藏在哪里比较安全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龙承在宫里一天 外面肯定变化很大 芽儿最后把珠宝 藏在了枕头下 确认不会被发现 芽儿说道 下午又打了一仗 杀得很惨烈 这次是天下会主动出击 毁坏了南梁的投石车 火油被引燃 烧了好多房子 哦对了 白天的时候 天下会提出和谈 李承道要求天下会 无条件投降 人财务权规李承道 天下会不同意 所以才开战的 龙承喝了半壶茶才解渴 从昨晚上到现在 龙承水米未尽 两边的战损情况呢 芽儿说道 士兵的伤亡就不说了 天下会损失了 很多王者修为的中层 南梁这边 也死了很多将校 不过 总体来说 南梁有玄机子压阵 天下会吃亏了 听说那个假的 无冕王死了 花一一受伤了 左撕伤得比较重 五月还行 龙承听着芽儿的消息 心中慢慢盘算 再杀几个 此次的目的是 寻找秘籍 目的达成了 天下会总部还没有消息 那就趁乱再杀几个高手 南梁那个宫女呢 就是用绳镖的那个 龙承想问 莲心哪去了 芽儿鄙视道 你是不是又看上她了 龙承白了眼一眼 说道 那天晚上毒虫攻击后 我看她 没有再出现 很可能被毒虫叮咬了 如果真是如此 正好杀了她 芽儿说道 我查了 那人叫莲心 住在宫里 以前的隐藏身份是宫女 龙承心头一动 问道 在哪个宫殿 她不住在哪个宫殿 就在冷宫那边 她以前的身份 是冷宫里的宫女 没有人注意她的存在 这次围攻 扶圆楼以后 大家才发现 莲心居然是高手 芽儿慢慢说着她 打听到的消息 身份公开后 莲心还是住在冷宫 龙承仔细回想 冷宫的情况 冷宫是禁锢犯罪的 妃子皇子的地方 虽然也有人看守 但戒备其实不严 冷宫里的人死了 都不在乎 又何必浪费时间去管 位置在皇宫的西面 隔着御花园 还在那里呢 你想杀了她 芽儿躺在床上 手伸进枕头下 摸着自己的珠宝 很开心 她很可能受了伤 而且伤得不轻 这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莲心的伤不严重 她应该会露面 如今躲在冷宫不参战 就说明她的伤势不轻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不行 就算她受伤了 那也是皇宫 你一个人跑进去偷东西就算了 再跑进去刺杀 危险太大了 你不能去 芽儿爬起来 像一个小老太馆孩子一样 龙晨说道 不会 刚好我有太监的衣服 再去一趟就可以 我会看情况 如果有机会 我速战速决 如果机会不好 我就撤退 龙晨没打算进攻硬拼 刺杀讲究时机合适 如果时机不成熟 龙晨会撤退 芽儿倒在床上 说道 你就是喜欢冒险 龙晨把箱子放起来 说道 不许偷啊 你拿的东西够多了 芽儿偷偷瞄了一眼 说道 放心吧 我不偷你东西 龙晨没有马上入宫 而是找后厨要了些吃的 在内裤不吃不喝一天 龙晨饿得前胸贴后背 厨子送了一大碗 面条和鱼肉上来 龙晨饱饱地吃了一顿 对了 你有没有听说 朝中哪个大臣失踪了 龙晨想知道 图茂才被杀后 他们家人有没有报关 芽儿摇摇头 反问道 你把谁杀了 龙晨摸了摸肚子 说道 没事没事 看样子 图茄没有发现 图茂才失踪 龙晨猜想 后续的剧情是这样的 昨晚上 图茂才睡在小妾的房间里 小妾跑出去 和教头偷情 等偷情完了 悄悄回到了房间 却发现图茂才不见了 小妾被吓得花容失色 以为图茂才 发现了他和教头的奸情 小妾不敢声张 就在房间里 瑟瑟发抖到天亮 一直等到天亮了 图茂才还是不见踪影 于是 小妾找教头商量 教头让小妾不要声张 就说 图茂才到大理寺点忙了 反正大理寺现在忙得很 家里人肯定也觉得 现在兵荒马乱 所以没有去找 小妾在家里等着 教头说不定已经跑路了 既然图茄没有报关 龙晨也就不再理会 专心想 等会如何潜入宫中 将连心杀掉 龙晨不说 芽也不问 她在等龙晨离开 然后偷珠宝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不要有危险 芽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盯着龙晨咕噜噜转 龙晨知道 芽在想什么 钱财身外之物 龙晨不在乎 龙晨穿着太监的衣服 带上兵器 从窗户飞出去 芽见龙晨走了 立即从床上蹦起来 光着脚丫子 跑到柜子前 把箱子搬出来 打开箱子 看着里面的珠宝 芽儿光屁股坐在地上 笑嘻嘻地挑选宝贝 哼哼 欺负我收点钱不过分吧 芽儿慢慢挑选 最值钱的宝贝 然后全部藏起来 龙晨从客栈出来 到了宫门口 大摇大摆地往里走 门口的进军 昨晚上和刘公公吵过一架 今夜再见到龙晨 也不过问 就把龙晨放了进去 龙晨一直往里走 进了内庭后 龙晨转身 往御花园的方向走去 御花园龙晨去过 知道方位 到了御花园 再往西过一堵高墙 就是冷宫了 龙晨轻轻翻身过了高墙 轻轻落在地上 这里四周静悄悄地 偶尔几盏白色的灯笼 挂在转角处 更显得昏暗冷清 莲心肯定单独住在一个院子 不和其他人来往 龙晨慢慢寻找 刚走到一处院门 就看到一个穿着单薄的宫女 走出来倒洗澡水 见到龙晨 宫女吓了一跳 质问道 你哪里的 怎么大半夜跑出来 冷宫晚上管得松 夜间走动也不稀奇 所以宫女只是被龙晨吓了一跳而已 并没有慌张地大喊 好姐姐 我是钟总管房里的 听说是钟贵的手下 宫女态度立即热露起来 原来是总管大人那里的 你怎么大半夜跑这里来了 宫女提着水桶 非常热情地走过来 总管大人吩咐 说 让我送洗澳过来 龙晨慢慢往前走 宫女问道 送药 给谁送药 龙晨手伸进袖子里 嘿嘿笑道 给你呀 小弩鸡从袖子里掏出 三只弩剑飞射而出 直奔宫女 宫女早有防备 左手踢起水桶挡在前面 三只弩剑全部被拦下 这个宫女就是连心 龙晨不认识连心 但能看出身法 刚才连心走路的姿势 和倒水的样子 绝对是个武皇修为的高手 这种冷宫 不可能有第二个武皇 所以这个宫女就是连心 你是何人 连心怒斥道 龙晨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连心便心生警惕 一直在提防 没想到 龙晨果然出手了 你杀我天下会长老 要你偿命 龙晨没说自己的身份 他用天下会做幌子 连心听说是天下会 心中并不惊讶 海夫被埋伏击杀 据说是天下会做的 他早料到天下会可能潜入宫女刺杀 连心不傻 立即大喊道 有刺客 他的右胳膊中毒受伤 无法发挥全部战斗力 龙晨的修为看起来不差 他担心打不过 龙晨还以为 连心性自倔 不会大喊求助 没想到连心一动手就大喊 马的 失算了 龙晨按叫晦气 手中弩机再射两剑 便冲过去贴身厮杀 必须速战速决 不能等援兵到来 弩剑射出 连心在用木桶挡住弩剑 龙晨已经杀到跟前 一拳对着木桶轰过去 啪 木桶被打得粉碎 一只铁镖像毒蛇般冲出来 刺向龙晨的面门 木桶破碎 绳镖突然飞出 龙晨早有防备 龙晨拔出一柄匕手 荡开铁镖 同时一拳轰向连心的心窝 连心不敢和龙晨硬抗 绳镖收回抽身便往后退 短暂的交手 龙晨确定连心中毒受伤 他的右手始终没动 趁他病 要他命 龙晨不给连心喘息的机会 正面猛冲过去 连心从刚才的交手 已经断定 龙晨是一个修为极高的人 他现在不是龙晨的对手 你就是杀海夫的人 连心大声喊道 不错 海夫就是我杀的 我是天下会暗部首领 龙晨随口瞎鞭 追着连心不放 两人几下打进了院子 连心转身钻进房间 想拖延时间 等待援兵到来 龙晨不可能给连心机会 提着匕首紧追不舍 连心的绳镖时不时次来 房间里的桌椅板凳被踢起 砸向龙晨 龙晨闪身躲开 追上连心一阵乱杀 房间可以让连心躲藏 但也限制了绳镖的威力 绳镖适合空旷的地方 这种狭小的空间 根本不适合连心作战 可是他没有办法 伤了一只胳膊 连心根本打不过 龙晨一刀刺过去 连心侧身躲开 两人隔着一堵木墙 龙晨对着木墙 一拳轰过去 啪 木墙被打得稀碎 连心身体拔起 撞在了一道屏风上 连心被打得七荤八素 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打中 刚才连心离木墙 有半米的距离 龙晨的拳头 仅仅打碎了木墙而已 没有挨到身体 但自己却扎扎实实 受了一拳 被打飞了 连心痛苦地摸了摸胸口 那里的骨头被打折了 龙晨一头撞碎木墙 冲到连心面前 看到一张惊慌失措的脸 龙晨没有犹豫 又是一拳轰过去 连心本能地举起双手格挡 却被一拳打得散开 拳头落在了连心的心窝 一声闷响过后 连心的心窝被打得凹陷 鲜血从嘴里和鼻子喷出来 这里 快 门外传来禁军的声音 龙晨立即出了房间 翻身过了高墙 冷宫的西边就是街道 过了高墙 就出了皇宫 听着里面闹哄哄的声音 龙晨悄悄回红归客栈 冷宫房间里 一个禁军校尉 带兵冲进了房间 火把照亮了房间 见到躺在地上吐血的连心 疼着 士兵看着躺在地上的连心 不知道该如何办 他们听说了连心的事情 这是一个武皇高手 而且手段阴狠毒了 他们有点怕连心 校尉说道 救人 立即禀报大统领 还有 立即禀报大总管 蒋辉在城北前线 宫里遇到刺杀 应该同时禀报蒋辉和钟桂 手下士兵立即禀报 校尉就这么看着连心 谁都不想碰他 钟桂正在房间里睡觉 这几天把他累得够呛 士兵到了门外 把事情告诉了小太监 小太监又禀报钟桂 钟桂大吃一惊 来不及换衣服 只穿了鞋子 立即大喊道 警戒 有刺客入宫 保护皇上 宫里立即吵闹起来 宫女所有进军警戒 李承道正在杨贵妃房间里睡觉 听到外面吵闹的声音 问外面怎么回事 钟桂很快到了 进来禀报情况 什么 刺客潜入冷宫 杀了连心 李承道惊出一身冷汗 刺客能潜入冷宫杀连心 那就可以潜入这里威胁自己 杨贵妃穿了衣服出来 听到钟桂所言后 则贝道 大内防卫森严 如何能出这等事情 这便是你等懈怠 钟桂败道 贵妃训斥得势 大内防卫不行 李承道望着外面的火把 问道 连心怎么样 钟桂说道 抬到太医院去了 还在救治 李承道冷冷说道 你去太医院一趟 看看连心怎么说 钟桂知道意思 立即往太医院去 李承道想知道谁干的 刺客的修为和身份 是不是沙海富的那个人 到了太医院 钟桂见到 躺在病床上的连心 两个女太医 剪开了连心的衣服 样子非常恐怖 胸腔被打得凹陷下去 蹊跷全是血污 徐太医 情况怎么样 钟桂问一个 年纪大的女太医 徐太医摇头说道 没用了 心肺都没用了 这人下手太狠了 伤势太重 钟桂走到病床前 微微叹息一声 问道 连心 喊了几声 连心慢慢睁开了眼睛 虚弱地说道 天下会帝尊 说完几个字 连心慢慢闭上了眼睛 钟桂心头一震 问道 你确定 但是连心没有再回答 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徐太医手指 放在脖子上 连心的脉搏 已经停止了 总管大人 人死了 徐太医叹息道 钟桂点点头 说道 把尸体动起来 尚未可能要看 徐太医吃了一惊 问道 这等不祥之物 尚未他 按理说 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承道 绝不会看一句死尸 但连心刚才说的话太吓人 如果是真的 李承道肯定会亲自查验 你别问 照做就是 钟桂说完 立即回到杨贵妃的房间 李承道坐在外面的房间里的 皇上 说 连心死了 死前说了五个字 天下会 帝尊 碰 李承道拍而起 惊呼道 不可能 钟桂垂手站着不说话 他也不相信 这是真的 如果天下会有 帝尊敬的强者 早就出手厮杀了 何必偷偷摸摸地 潜入宫里杀连心 如果潜入了宫里 凭借帝尊修为 完全可以刺杀李承道 走 朕要亲自验尸 李承道说完 杨贵妃反对道 皇上 那等脏东西 李承道挥挥手 说道 此事干系重大 朕必须亲自看宴 杨贵妃无奈 让宫女拿来衣服 亲自给李承道穿上 穿好了衣服 李承道又说道 去把玄机道长找来 钟桂立即派人去找玄机子 自己陪着李承道往太医院去 到了太医院 众人听说李承道来了 立即过来迎接 徐太医 连心呢 李承道坐下来 钟桂立即问道 徐太医回道 刚刚收拾好 没有送到冰窖去 李承道冷冷说道 抬过来 朕要亲自看宴 徐太医立即把尸体抬过来 放在中间 连心的尸体抬过来 李承道亲自揭开白布查看 恐怖的伤势入眼 李承道心中震撼 就算连心受伤了 也不可能被打成这样 对方的修为到底有多高 皇上 钟桂拿了一方丝巾过来 李承道白白手 没有接 仔细查看伤口后 李承道坐回椅子上 等着玄机子过来 过了会儿 玄机子和蒋辉 一起急匆匆进来 皇上 微臣拜见皇上 微臣该死 请皇上处置 蒋辉直接跪在地上请罪 他是进军大统领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有责任 李承道冷冷说道 不关你事 既然来了 你也看看吧 道长 你看看连心的伤势 是不是和海富一样 玄机子从太监口中 知晓了一些情况 掀开白布 玄机子仔细看过 然后轻轻盖上 是同一个人所为 看过伤口后 玄机子断定 杀连心和杀海富的人一样 李承道脸色阴冷 钟桂立即示意 其他人退出房间 只留下玄机子和蒋辉 自己守在门口 连心临死一言 说杀他的人是 天下会的帝尊高手 死 李承道说完 蒋辉和玄机子 同时道西 一口冷气 这世上的天才 不管如何苦练 封顶就是武皇巅峰 不可能往前再进半步 世上的帝尊 只有东周女帝一人而已 可现在 连心居然说 杀他的人是帝尊修为 他们的三观感觉被颠覆了 皇上 会不会有误 玄机子沉思道 蒋辉微微点头 说道 连心在情急之下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再说 连心围城和女帝交过手 他如何能知道帝尊净 李承道看着连心的尸体 久久不说话 对 可能那人的修为太高 连心被吓到了 所以误以为 那就是帝尊修为 李承道最后也同意了 连心误判的说法 按照常理来说 这世上的帝尊 只有帝尻天一人 就算那人不是帝尊 也是个极其厉害的高手 海夫和连心都被杀了 还能潜入皇宫大内 不可不防 明日开始 把扶元楼拆了 从外道内 就那么点地方 八万金锐一起动手 全部毁掉 李承道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恐惧感 他不想再要什么合作了 统统杀掉才最稳妥 蒋辉拜道 微臣领旨 李承道挥挥手 说道 你去吧 道长就在宫里住下 这几日也辛苦了 蒋辉拜退 玄机子回玄机关 李承道起身 回了自己的寝宫歇息 也不去杨贵妃那里了 殿外有三千禁军 将寝殿重重围住 龙臣从冷宫出来 回到红归客栈 脱了太监的衣服 龙臣查看腰间的伤口 刚才和连心近距离厮杀 绳雕雕居然绕着柱子刺过来 龙臣没想到 绳雕能这么灵活 被擦了一下 刮了一块肉下来 伤口发黑了 那绳雕脆毒了 芽儿 帮我解毒 龙臣喊了一声 芽儿装睡 龙臣早就看出来了 芽儿先睁开 一只眼睛瞄了一下 发现龙臣腰间在流血 马上蹦起来 不是说连心受伤了吗 你怎么还被伤到了 有毒 我尝尝 芽儿沾了点血 放进嘴里尝了尝 然后吐在潭雨里 乌骨鱼 芽儿立即判断出毒药 我还有救吗 龙臣倒了一杯茶 笑呵呵问道 芽儿眼神一闪 说道 本来是没救了 乌骨鱼的毒特别凶残 全身的肉都会烂掉的 不过呢 我的药很厉害 能给你治 但是呢 我的药很贵的 你懂我意思吧 龙臣点点头 说道 说吧 要多少钱 芽儿笑嘻嘻说道 你真是个聪明人 就喜欢你这样的 不要多少钱 我不骗你 你刚才出去的时候呢 我挑了一些珠宝 就一点点 那些归我 我就给你解夺 龙臣看了看发黑的伤口 说道 成交 这次被芽儿摆了一道 不管是不是乌骨鱼的毒 这伤口的黑色 已经表明毒药的厉害 龙臣必须尽快解毒 芽儿是唯一的选择 芽儿高兴地拿出自己的瓶瓶罐罐 非常耐心地帮龙臣上药 再把这两粒也吃了 再睡一觉就好了 龙臣张开嘴 芽儿喂了两粒药 好了 芽儿非常开心 这次狠狠载了一笔 第二天醒来 龙臣在看伤口 黑色已经退去了 芽儿的解药有用 芽儿先派芽儿跟着 帮了大忙 龙臣走到窗户旁边 开了北边的窗户 看到街上的进军往北行军 各种工程器械都拉过去了 陈公子 您的早餐好了 客栈掌柜端着一盘早餐进来 掌柜太客气了 怎么敢劳您亲自送来 龙臣马上接了 您是贵客 应该的 掌柜将早餐放在桌上 龙臣把窗户关了 问道 两边要决战了吗 掌柜的消息灵通 说道 听说昨晚天下会有高手 潜入皇宫行凶 杀了一个高手 李承道急了 要将扶元楼彻底毁灭 龙臣慢慢点头 没想到自己入宫杀人 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如果李承道觉得 天下会从史智中都是威胁 就不会再考虑收编 如此一来 两边杀个你死我活 天下会彻底消亡 这是意外之喜啊 哦 这么厉害 竟敢潜入皇宫杀人 龙臣笑呵呵说道 掌柜不傻 笑音音说道 陈公子慢用 如有吩咐 随时叫我 龙臣笑道 多谢掌柜的 扶元楼 花衣脸上带伤 脸色阴沉地走进来 李承道要全力攻城了 花衣说完 武岳和左思疲惫地站起来 武岳和左思都受伤了 几天的厮杀 对面有玄机子和蒋辉坐镇 他们也不轻松 全力攻城 左思看向武岳 等着武岳拿主意 武岳有些无奈 现在真是打不动了 天下会手下一万多人 死了三千多 负伤四千多 能用的没多少了 老五 要不我们直接杀进皇宫 抓了李承道在谈判 左思想不出办法 开始往极端地想 武岳无奈地说道 数万进军防守 我们怎么闯进去 花衣说道 左长老 听说就是因为有人闯入了宫里 杀了连心 李承道才发狠要全面进宫的 武岳愣住了 问道 谁 花衣说道 那人自称天下会的 昨夜闯入皇宫 杀了连心 听说海夫也是他杀的 李承道认定是我们的人干的 武岳看向左思 是不是他 武岳说的是 那个掌控天下会总部的 朱姓女子 左思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啊 花衣说道 不是 那人是个男的 武岳立即说道 我就知道龙承恩在金陵城 除了龙承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闯入皇宫杀人 左思奇怪地问道 龙承恩为什么帮我们 连心和海夫是天下会的敌人 特别是海夫 他杀了潘寿 左思把这笔账 记在海夫身上 龙承杀了海夫 左思觉得 龙承在帮天下会 武岳冷笑道 帮我们 这潭浑水 就是他嚼起来的 李继夜是他杀的 海夫是他杀的 连心是他杀的 武岳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担忧地说道 米河 他不会也被杀了吧 左思和花依依都愣住了 花依依担忧地说道 不会吧 米河那么聪明 武岳慢慢摇头 说道 难说呀 龙承恩此人做事太鬼了 我们都知道 龙承恩就在金陵城 可李承道却盯着我们厮杀 花依依问道 要不我们告诉李承道 人是龙承恩杀的 武岳苦笑道 李承道会相信吗 他现在杀红了眼 只想灭掉我们 花依依沉默无语 武岳叹息一声 独自往外走 到了城楼上 望着正在集结的军队 投石车和工程车摆在前面 各种火油罐子 巨石运过来了 蒋辉正在城下指挥 武岳望见了蒋辉 大声喊道 蒋辉 正在指挥的蒋辉听到声音 抬头望过去 见到武岳站在上头 身边的士兵立即警戒 蒋辉摆摆手 自己一个人走过去 两人相距二十多米站着 武岳 你们死定了 蒋辉冷冷说道 武岳呵呵冷笑道 是啊 大军压境 我们自知不敌了 蒋辉冷冷笑道 早知今日 当初何必 那么嚣张跋扈 武岳叹息道 谁知道龙承恩敢 对我们天下会动手 谁能想到 西下会跟着行动 谁知道龙承恩会混入精灵城 让我们互相厮杀 蒋辉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 武岳 你的意思 二皇子是龙承恩杀的 海富和连心 也是龙承恩杀的 就连禁军和百姓 也是龙承恩杀的 是也不是 武岳大声说道 晚上的毒虫 是我们弄出来的 但李基耶三人 不是我们杀的 我们天下会做事 敢做敢当 没必要遮遮掩掩 蒋辉冷冷质问道 那行宫呢 谁放的火 武岳朗声说道 我们放的 行宫那个老海太监 是我们的人 他放的火 蒋辉冷笑道 武岳 看来你是真怕了 怕也没用 明着告诉你 尚未命我毁了这里 都不要了 原本打算拉拢一下你们 现在没必要了 武岳说道 我们同意合作 但我们有些条件 蒋辉心中有些惊讶 没想到武岳会当众这样说 看来 武岳是真的急了 天下会穷途末路了 没有条件 尚未已经说过 你们必须无条件投降 蒋辉冷冷丢了下一句 转身回去 继续指挥军队 准备攻城 看着蒋辉离去 武岳知道 事情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只有死战了 扶原楼房间里 花依依躺在向南春怀里 后悔地说道 早知道听你的话 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 原来向南春劝花依依离开这里 两人过咸云野鹤的日子 可是花依依舍不得 想再看看 如今再想离开 就没这么容易了 向南春说道 里程道马上要攻城了 到时候一片混乱 我们可以趁机走 花依依担忧道 万一被五岳他们发现怎么办 向南春说道 他们泥菩萨过河 哪里有空管我们 他们都是天下会的老人 设不得会长和天下会 肯定会死战到底 我估计 他们会死在这里 我们没必要陪葬 花依依觉得 向南春说的有道理 说道 好 到时候我们就走 那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花依依想带一些珠宝离开 日后也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向南春抱住花依依 说道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这时候去拿东西 小心被发现 向南春早就准备好了跑路 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花依依点头道 好 一旦开战 我们两个一起走 两人打定主意后 各自照常做事 蒋辉回到阵地 指挥军队准备工程 同时派副统领延洗 将五岳的话送回宫里 请李承道定夺 蒋辉想全部灭掉天下会 但又怕李承倒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采取了稳妥的做法 一边备战 一边将事情上奏 颜洗进了宫里 到了御书房外 正好见到图飞 匆匆忙忙进了御书房 颜洗指得在门外 等着图飞出来 里面传来一阵抽泣声 徒飞哭哭啼啼 从御书房出来 两个宫女扶着徒飞回了内厅 颜洗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敢进去 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李承道心情不好 他进去就是触眉头 这时 于府国走过来 见到了颜洗 颜统领 您这是 颜洗立即行礼 拜道 于公公 蒋统领派 我来禀报一些事情 但我不敢就进去 于府国点头道 我带您禀报一声 您稍候 颜洗拜道 多谢于公公 于府国自己进了御书房 拜道 老奴拜见皇上 李承道见于府国来了 说道 正好有事找你 皇上请吩咐 于府国拜道 刚才图飞说 大理寺城图茂财 失踪两天了 家里小妾说 图茂财是两天前的晚上失踪的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你去查一查 看看到底哪去了 图家终于发现 图茂财失踪了 大理寺亲怀疑见图茂 才没到衙门点茂 就派人去催 图茂财是图飞的兄弟 算是皇亲国妻 平时也有不上班的情况 每次图茂财不来衙门 怀疑就派人去图家催促 这次也一样 怀疑在大理寺忙得头昏 图茂财却不来 怀疑便派人去催 怀疑这一催 图家人才发现不对头 正妻徐氏立即把小妾绑了 必问图茂财哪里去了 小妾起初还抵赖 正妻徐氏发怒 把小妾打得皮开肉绽 小妾忍痛不过 就把那晚上的事情招了 家里人立即找到了图飞 请求图飞找人 图飞便到了御书房 请求李承道出面 正好 御府国来了 李承道便交代御府国来办 老奴领旨 御府国猜想 图茂财可能被天下会杀了 或者出去鬼混了 图茂财喜欢勾搭别人的老婆 此事满城皆知 你有何事 御府国到御书房来 肯定有事情丙奏 御府国拜道 老奴查到了一个蹊跷的事情 特来奏报 李承道点点头 御府国继续说道 有一艘客船 那船往来于东周山头村和金陵 据那客船的船老大说 前些日子 有一个厉害的客人 到了金陵城 李承道疑惑地看着御府国 问道 一个客人 一个客船的客人 有什么好说的 御府国说道 船老大说 那人十分厉害 轻松解决了船上的水匪 特别是 那客人的长相描绘出来后 和龙承恩很像 李承道猛然一惊 说道 拿出来 御府国从袖子里 拿出龙承的画像 说道 还有一个小女孩 她们扮作妇女 来到金陵城 李承道看着画像 眉头皱到一起 说道 你说 这像龙承恩 李承道见过龙承的画像 他专门派人到东周去 把龙承的样子画下来 于府国拿出来的和龙承 除了身材以外 其他都不像 于府国指着画像说道 老奴觉得有点像 特别是那人手段很高明 李承道有些不耐烦 说道 朕让你管黄承司 是让你将事情查清楚 你这自己都没弄明白 就来向朕禀报 你这算什么 于府国吓得慌忙跪下 奴才该死 奴才无能 李承道挥挥手 于府国慢慢爬起来 说道 皇上 副统领言习有事起奏 在外头候着 李承道冷冷说了一声 传 于府国收了画像 昏头昏脑地出来了御书房 黄承司的人 从码头打听到消息后 于府国觉得可疑 便画了一幅画像 虽然样貌有些对不上 但他觉得很像龙臣 不过 被李承道骂了一通后 于府国又觉得不像了 公公 严玺见于府国出来 立即过来问情况 于府国挤出一丝笑容 说道 尚未传言统领进去 严玺拱手谢过 立即进了御书房 微臣拜见皇上 说吧 什么事情 方才五月到了城楼上 喊话说 愿意和谈 还说 严玺欲言又止 李承道冷冷说道 说吧 严玺拜道 五月说 二皇子和海父 连心的死 与天下会无关 都是龙承恩坐下的 李承道冷笑道 现在知道怕了 还栽赃龙承恩 不用理会 把扶元楼平掉 这天下不需要天下会了 严玺拜道 微臣领旨 严玺出了御书房 立即到城北 将李承道的旨意 告知蒋辉 李承道不肯理会天下会 此事在意料之中 蒋辉按部就班 准备攻打 红归客栈 龙承坐在窗户旁 静静看着南梁的大军 不断地往城北集结 准备开战 冯河怎么还没有消息 冯河到金陵城 有些时日了 扶元楼也被包围 打了几次惨烈的仗 按理说 如果天下会有总部 也该出来了 但奇怪的是 天下会总部 一点消息都没有 难道说 天下会根本没有总部 又或者说 天下会的总部 就在扶元楼里 可如果真是这样 那些逃走的高手 哪去了 四方楼的老张 楼主红旗 西风城的老邱 这些人为何不在这里 难道树倒狐孙散 天下会要完蛋了 芽儿从窗户缝隙里 瞄了一眼 微微摇头叹息一声 你觉得可惜吗 龙臣问道 芽儿说道 没什么可惜的 他们垮了 我们的机会更大 龙帮可以趁机做大 鸡仙仙对鸡霸 没什么感情 芽儿更没有 你说 天下会到了这个地步 还会隐藏实力吗 龙臣芽儿 芽儿摇头说道 都要被灭掉了 还隐藏什么实力 龙臣觉得也是 天下会已经到了 生死存亡的关头 再隐藏实力 毫无意义 所以说 天下会根本没有总部 如果说 天下会所有实力都在这里 那就说明 总部不存在了 芽儿却说道 肯定有 娘子说的 她从账本上看到了 娘子说 肯定有一个总部 控制着所有天下会的堂口 从中抽取利润 龙臣问道 那总部在哪里呢 芽儿被问到了 只能摇头说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娘子不会看错 她看账本可厉害了 鸡仙仙是个财迷 她看账本确实厉害 少一个铜板都能发现 那或许这个总部 在福原楼内部 等李承道打进去 我们就知道了 龙臣望着城北的福原楼 慢悠悠喝着茶 看热闹不嫌是大 打得越狠越好 龙臣在盘算 如何趁乱摸鱼 于甫国回到黄承司 立即将基布斯压司 下猴连找过来 尚未交代一个任务 说大理四城 图帽才失踪了 图飞到御书房去了 尚未的意思 让我们查清楚 看看图四城这次 又去哪家私混了 于甫国没怎么在意 觉得图帽才 大概率偷情去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图帽才 没有任何价值 天下会不会特意杀他 龙臣也不会针对他 下猴连却说道 公公 刚想跟你禀报 我们的人在城外 发现了一具男尸 正是图四城 于甫国吃了一惊 问道 确定吗 下猴连非常确定地说道 确定 图四城的尸体 在城西一处房子发现的 看样子 图四城被人 从家里劫持到那里 还被殴打过 致命伤在脖子 一刀毙命 下猴连做了一个 抹脖子的动作 于甫国有些想不明白 嘀咕道 谁会对图帽才 下四手 殴打之后 一刀毙命 图什么啊 图帽才的身份很特殊 是皇亲国妻 而且图非在宫里 还算受宠 绑架图帽才 显然不合适 如果说是为了求财 绑票以后勒索 那绑匪应该到 图家索要赎金才对 可是绑匪没有这么做 而是打一顿杀了 这看起来更像是有仇 而且仇很大 下猴连说道 公公 卑职以为 这可能是情杀加仇杀 于甫国看着下猴连 下猴连连忙说道 图四成平时风流成性 睡了那么多人的婆娘 总有个狠的 把图四成给绑了 然后残杀在城外 于甫国冷笑道 你懂个屁 图帽才虽然睡了 别人家的婆娘 可你知道 那都是些什么人 那些都是没有跟脚 又想往上爬的人 他们是自愿 把婆娘献给图帽才的 都是些没中的乌龟 他们敢仇杀 官场之上 为了求得升迁 各种奇葩的事情 都有 行贿送钱送东西 算最正常不过的 给上级当杆的 到上级家里做家务的 这是基本操作 有为了升迁 当面下跪磕头的 还有就是把自己的女人 送过去的 不过 一般是送小妾 歌女 舞姬之类的 不过图帽才兴趣特殊 就喜欢别人的婆娘正妻 那些为了往上爬的 就把自己老婆 送给图帽才 图帽才不喜欢在外面 喜欢在别人家里 当着丈夫的面办事 这个事情 满朝皆知 成了一个笑谈 这些乌龟官员 巴不得自己老婆被睡 怎么会杀人报仇 夏侯连黑黑笑道 还是公公思虑周全 小得想岔了 于府国手指 在桌上慢慢敲着 自言自语道 从家里绑出来 还要躲过进军出城 此人的修为很高 在一处房子里 那个房子是谁家的 夏侯连想了想 说道是一座废弃的房子 听说据说是龙家的 于府国奇怪地问道 哪个龙家 夏侯连说道 就是龙爷 龙帅府的房子 据说龙臣喜欢打猎 就在那里建了一座房子 龙爷死后 那个房子就废弃了 偶尔有行人路过 会在那里歇脚躲雨 于府国倒吸一口冷气 说道 那就是说 就在这时 一个探子急急忙忙冲进来 喊道 头儿 我们发现 小的拜见公公 探子才看到 于府国在房间里 连忙拜见 于府国刚才被骂了 心情不好 见到探子如此貌势 立即骂道 急着投胎呢 杂杂呼呼的 成何体统 探子立即跪下磕头 拜道 公公饶命 小的没看到 公公您在这儿 黄承司以前不下跪不磕头 于府国到了以后 把规矩改了 太监在宫里憋屈 当了头领就开始做老爷 而且做得更加过分 下跪磕头 只是其中一项而已 看来你眼睛白长了 那就挖了吧 于府国 阴侧侧的冷笑 吓得探子 磕头如捣蒜 地板状的砰砰响 下猴连踢探子求情 公公 他可能真有事 不如先让他说说 于府国没有说话 那就是默认了 下猴连踢了探子一脚 骂道 还不赶紧说 探子立即说道 公公 我们在城南林子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于府国冷笑道 是你爹 还是你娘啊 探子并不在意于府国骂人 反而有些高兴 只要于府国愿意说话 那就还有活路 公公 那人是天下会的堂主米合 他死了 探子小心地说道 这个消息 关系着探子的小命 如果消息有价值 他可以活命 如果于府国不感兴趣 他的眼睛 还得被挖掉 于府国听闻米合的尸体 身体猛地弯下 盯着跪在地上磕头的探子 沉声问道 确定吗 刚刚跑进宫里 说龙城到了金陵城 结果被里城道 骂了个狗血淋头 于府国不敢再轻信 这群小王八蛋的嘴 必须反复核实 探子回道 公公 尸体抬回来了 就在外头放着 于府国起身道 带路 探子高兴地爬起来 带着于府国和夏侯连往外走 到了停尸房 一股腹臭传来 两个探子带着面罩在旁边 于府国刚走进去 忍不住又退了出来 夏侯连拿出一方熏香的丝巾 于府国接了 捂住鼻子走进去 公公 里面的探子慌忙行礼 于府国走进仔细查看 南梁天气炎热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还有被野兽撕咬过的痕迹 城南的百姓发现了尸体 兄弟们过去看了 发现居然是米盒 这个米盒前几日待人闯关 被严禧将军击退 没想到死了 是不是被严禧将军重伤 然后逃出城后死了 米盒的尸体刚刚抬回来 尚未尸检 探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 于府国仔细辨认后 确定尸体就是米盒 让武座过来 于府国面带喜色 不管谁杀的 米盒死了 这个消息告诉李承道 就是大功一见 夏侯连立即将武座叫来 不多时 武座进来验尸 于府国受不了 到外面透气 武座验完尸体后 到了外头 说道公共死者男性 年纪43岁左右 身长七尺二寸 武座暗部就班的禀报 于府国不耐烦 直接问道死因 你说死因就行 于府国已经确定 死者是米盒 这些体貌特征不需要赘述 武座回道 死者生前经历过激烈打斗 左手的手腕碎裂 左手持骨刺穿肘部 左胸受到重创 心脏破裂 致命伤也在左胸 死者受到重击 心脏和心脉 遭到致死性打击 但是 这个伤似乎是拳头造成的 就是说 凶手没用兵器 徒手杀了米盒 武座说完 于府国和夏侯连都震惊到了 米盒是武皇的高手啊 居然被硬生生打成这样 那么 杀米盒的人 修为该有多高 公公 金陵城除了蒋统领 玄机道长 还有能碾压米盒的高手吗 夏侯连问于府国 按照武座的说法 米盒遇到了极其厉害的高手 这个高手足以碾压米盒 能徒手将米盒打死 于府国感觉后背发凉 汗毛倒树 徒手打死米盒 徒手啊 于府国大热天打个寒战 差点打喷嚏 于府国猛地摇头 说道 没有 据我所知 没有这样的高手 如果有 早就派到福元楼去了 福元楼一场厮杀 海富被打成重伤 半路被天下会高手截杀 连兴也被天下会高手 潜入宫内刺杀 如果还有这样的高手 李承道早就派到前线对阵去了 夏侯连疑惑地说道 我们没有这样的高手 纳米盒谁杀的 总不能被一道天雷劈死的吧 夏侯连感觉想不明白 旁边的探子 突然低声说了一句 会不会严禧将军隐藏了修为 于府国扫了探子一眼 就像看智障一样 夏侯连呵斥道 滚 探子立即退出停尸房 省得又被挖眼珠子 探子的猜测和智障没两样 如果严席有这样的修为 何必当一个区区的副统领 此事蹊跷啊 于府国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但是这次 他不敢贸然进攻说 龙城混进了金陵城 他必须找到证据 封锁消息 不许透露出去 把所有人手撒出去 咱家怀疑龙城恩就在金陵城 米盒 海富 连兴 还有二皇子 都是龙城恩杀的 对了 还有那个图茂财 也是龙城恩做的 于府国说得很坚决 夏侯连点头道 对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这么多事情联系起来 只有这一个解释的解释 天下会刺杀李基燕 海富 连兴 这都没问题 可天下会不可能刺杀米盒 南梁这边 没有这样的高手 所以 杀米盒的人 一定是龙城 可是 龙城为什么要杀图茂财 夏侯连想不明白 在他的印象中 龙家和图家 没有过节 你立即把人杀出去 给老子找 于府国感觉 这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时机 如果抓住了龙城 便是天大的功劳 夏侯连立即将黄城司 所有人杀出去 除了厨子 都出去搜索 红归客栈 天色渐晚 蒋辉的军队 已经做好了工程的准备 天下会和李成道的最后一战 就在今晚 龙城冷眼看着 心里还在想天下会总部的事情 房门突然被推开 冯河走了进来 嗯 你学会走门了 龙城忍不住笑道 冯河每次都钻窗户 今天居然从房门进来 冯河没有和龙城玩笑 直接说道 大人 你马上离开金陵城 你暴露了 龙城收敛了玩笑 问道 哪来的消息 冯河说道 黄城司的消息 确凿无疑 米河和图茂财的尸体被发现了 于府国正在查 黄城司的探子全部出洞了 你必须赶紧走 冯河在黄城司有线人 龙城知道这个事情 终于被发现了 被黄城司发现 龙城并不觉得奇怪 事情做多了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被发现是早晚的事情 天下会总部的事情 查得如何 龙城此行的三个墓地 刺杀两边的高手 查天下会总部 寻找龙家刑法 龙家刑法已经找到 两边的高手杀了三个 这两个目的都是算达成 可是天下会总部 却始终没有影子 冯河摇头说道 左司在努力寻找一个人 那人应该就是 天下会总部的负责人 但是那人没有回应左司 我也查不到 当然 总部的事情固然要紧 但你现在必须立即离开 于府国刚刚进攻 说你承传到了精灵城 还拿着画像进去 幸好画像有出入 被李城道骂了一顿 他现在不敢贸然再入宫 可万一查到这里 大人就危险了 龙城点点头 说道 我有危险 龙帮也会有麻烦 现在 李城道把龙帮看作 人畜无害的伤会 如果发现龙帮隐藏了龙城 那就不一样了 好 你去安排一艘船 随时准备渡江 大江北面是东周 只要过了大江 人就安全了 冯河立即去准备 冯河走了 芽儿说道 被发现了呀 黄城司不是草包 龙城在金陵城 搞了一堆事情 李城道合天下 会被弄得团团转 芽儿觉得黄城司 太废物了 现在黄城司 居然发现了龙城 芽儿又觉得 黄城司还行 大白天不穿衣服 你休不休 龙城说道 赶紧准备好服 你先撤退 到船上等我 记得把箱子带上 那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芽儿问道 你不走 龙城黑黑笑道 发现了又如何 今晚他们大战 我要捞一网鱼再走 今晚一场大战 两边要杀个你死我活 必定有机可乘 龙城打算临走 再杀一波 芽儿嘱咐道 差不多就行了 不要太贪心 那我到船上等你 芽儿立即把枕头下的珠宝藏好 又把柜子里的箱子拿出来 那你自己小心啊 我在船上等你 芽儿又说了一遍 龙城点点头 芽儿提着东西开门下楼 往江边与缝盒碰头 龙城穿好衣服 带好东西 出门到了掌柜房间 咚咚咚 龙城敲了敲门 房门打开 侍女笑盈盈败道 陈公子 掌柜正在房间里休息 见到龙城进来 立即起身败道 陈公子有事 龙城说道 黄城司发现我了 正在全城搜捕 我现在就走 我住过的房间 麻烦掌柜清理一遍 掌柜脸色一变 说道 需要我安排陈公子出城吗 龙城笑道 不需要 我已经安排好了 多谢掌柜这几日的照顾 掌柜说道 这是什么话 应该的 那陈公子小心 龙城拱手一败 谢过掌柜 转身出了红规客栈 大战在即 金陵城内兵荒马乱 龙城从红规客栈出来 很快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 这个地方可以望见扶元楼 又可以看到禁军的调动 龙城便在那里折服下来 等待晚上大战 皇宫 李承道在榻上睡着了 中贵这才出来透透气 喝口水 服侍皇帝不能吃喝拉撒 憋尿和忍肌挨饿是基本功 喝完了水 中贵又撒了泡尿 解决了以后 马上准备到御书房继续伺候 这时 宣若殿的刘公公急匆匆过来 低声叫住中贵 总管大人 中贵停下来 见识刘公公便问道 娘娘身子好了吧 宣若殿晚上 找身太医治病的事情 中贵知道 刘公公回道 好了 身太医的要很好 中贵点点头 说道 那便好 我们这些当奴才的 伺候好主子 才是正理 主子好了 我们便好了 若是主子不好 我们是要掉脑袋的 刘公公点头哈腰 总管大人说的是 中贵问道 你有什么事情 刘公公跑过来 肯定不是为了闲扯 刘公公面露难色 说道 有个事情禀报总管 那晚上出宫找身太医 我带了四个人出去 回来的时候 也是四个人 可是现在少了一个 中贵吃了一惊 问道 什么叫少了一个 刘公公回道 就是宣若殿的小包子 不见两天了 中贵觉得奇怪 问道 会不会跑哪去了 或者回家了 刘公公摇头说道 不可能啊 他家里人遭灾 都饿死了 中贵想起连心的刺杀 宫里也有传闻 说那天晚上 看到了问路的太监 派人去找找 务必要找到 中贵感觉事情不对头 刘公公为难地说道 小的找过了 找不到 刘公公私下里早就找过了 就是不见人 所以才来找中贵的 中贵想了想 说道 你去内市省 就说我的意思 整个宫里一起找 现在事情多 不要闹出太大动静 如今是非常时刻 中贵不想再出幺蛾子 刘公公败谢中贵 立即往内市省去 皇宫西面 一队禁军披甲持兵巡逻 傍晚的暑气 蒸得他们浑身臭汗 等会儿 我去放水 一个士兵忍不住要撒尿 懒驴上磨 使尿多 快点 队长骂了一句 士兵匆匆跑到旁边 对着墙脚脱裤子放水 操 谁他妈在这里拉屎了 士兵闻到了一股恶臭味 撒完尿 士兵催了一口 打算离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 墙脚缝隙处有人 这不是屎臭味 而是湿臭味 这个墙脚在两堵墙中间 中间一道很小的缝隙 刚好把人塞进去 而且 看脚上的靴子 好像是宫里的人 士兵立即跑出去 喊道 头儿 有情况 队长骂道 你特么放水 还能有情况 你放到寡妇家里去了 其他人跟着起哄 到别人家里放水了 士兵焦急地说道 不是 那里有一具尸体 队长不再玩笑 让士兵带路 一起到了墙角 果然看到一具尸体 拉出来 队长下令 士兵按道晦气 抓住脚把尸体拖出来 尸体拖出来后 队长和士兵 捂住鼻子打量 不长胡子 这靴子是个太监 进军见过太监 他们的衣服和靴子不一样 队长盯着尸体看了会儿 终于自己动手 把裤子解开看了 果然是个太监 赶紧报告统领 队长意识到 问题可能大了 太监是宫里的人 死在外面 肯定不正常 最可疑的是 外套被扒了 那就是说 可能有人假扮成太监进宫了 再回想前两天的事情 有人假扮太监入宫行刺 留下两个士兵看守 队长立即禀报副统领颜喜 颜喜听到后 觉得这个事情 没什么好说的 城内打仗的时候 很乱 太监出宫 被贼人盯上 杀了也正常 颜喜这么说 队长也不好多说什么 回到现场 队长说道 算了 就这样吧 颜统领说不管 士兵说道 要不让宫里来处理吧 士兵不想给太监收尸 队长想象也是 就到宫门口找了个太监 说有个太监死在了宫外 让他们收尸 太监连忙过去看 发现就是失踪的小包子 刘公公得到消息 亲自到宫外看了 确定是失踪的小包子 刘公公预感 这次的问题大了 立即到御书房找中柜 此时李承道已经醒来了 坐在御书房里等 前方的战报 玄机子在旁边陪着 城北的厮杀声已经传来了 蒋辉动手了 八万金锐同时进宫 火光冲天而起 照亮了城北的夜空 刘公公在外头 鬼鬼祟祟的探头 中柜快速出来 问道 干什么呢 刘公公说道 总管大人 小包子被人杀了 在宫外被杀的 尸体找到了 中柜微微惊讶 问道 杀了 谁杀的 太监在宫里 是最底层最下建的人 可也是宫里人 没人敢乱杀 刘公公说道 不知道啊 死在了宫外 就在门口那里 衣服被人扒了 中柜点点头 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了 中柜觉得此事蹊跷 杀人扒衣服干嘛 太监的衣服 一般人又不敢穿 刘公公问道 总管大人 我该如何处置 中柜说道 先把尸体放好 过了今夜再说 刘公公朝北边望了望 知道今晚厮杀激烈 没空管一个小太监的死活 好 刘公公走了 中柜转身回御书房 却看到两个宫女 搀扶着图妃走过来 图妃手里拿着一方淡粉色的丝巾 哭得梨花带雨 身体抖动 图妃身材奇长 而且尚未丰满 腰枝纤细 肌肤圣血 非常美貌 这一哭 更显得娇美异常 哟 娘娘这是怎么了 中柜赶紧上前迎接 图妃只顾着哭泣往里走 没有理会中柜 中柜立即先一步喊道 皇上 图妃娘娘求见 图妃走进御书房 哭诉道 皇上 家雄死了 被人杀了 李承道本欲斥责图妃失礼 但听说图妃才被杀了 李承道立即问道 被杀了 被何人所杀 怎么回事 玄机子见图妃进来 自己在这里 坐着不合适 起身欲告退 李承道示意玄机子坐下 不必见外 玄机子这才重新坐下来 听图妃说图妃才的事情 中柜搬来椅子坐下 图妃坐下来 哭得浑身乱颤 说道 黄承司的人发现了 家雄的尸体 就在城溪外的一座房子里 黄承司的人说 家雄被人从家里绑走 被殴打割喉而死 求皇上为家雄申冤做主啊 图妃才是朝廷官员 又是图妃的亲哥哥 居然被绑架杀死 李承道立即想到了天下会 图妃才文不成武不就 凭借裙带关系 做了个不太重要的官 杀图妃才几乎没什么价值 除了恶心李承道 所以 李承道第一反应 是天下会干的 至于那些被图冒 才睡了老婆的官员 李承道不相信 他们有这个胆子 爱妃即爱 蒋辉他们已经开战了 今夜就能剿灭天下会 那帮狗贼 替你兄长报仇 李承道很喜欢图妃 因为图妃不仅样貌身材好 最觉得是 身上的肉很松弛 像棉花一样 李承道在上面的时候 感觉如握棉上 李承道的话 没有什么效果 图妃继续哭诉道 臣妾听说 沙家兄的不是天下会 而是龙家的余孽 臣妾思来想去 家兄当初奉旨 查抄了龙家 他这是来报仇的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不一样 男人想事情 往大的想 往往就事论事 女人不一样 女人往个人情绪恩怨想 图冒财被杀 李承道首先想到的是 男粮和天下会的矛盾 而图妃想的是 图冒财得罪过什么人 想来想去 图冒财唯一得罪过的人 就是龙家 图妃这话说出来 李承道和玄机子 中贵都愣住了 中贵看了看李承道 低声劝道 娘娘 龙家死绝了 冥想多了 图妃哭诉道 东周不是还有个龙承恩吗 他就是龙家余孽 黄承司也说 那个房子 就是龙承打猎用的房子 哪有枝妖巧的事情 偏偏家兄死在那里 图妃有些消息取道 黄承司的消息 到了他耳朵里 图妃一阵脑补 居然阴差阳错说对了 如果龙承在场 一定会竖起中指 大拇指 赞叹图妃的聪明才智 听到这里 李承道眉头一皱 说道 把于府国找来 中贵立即传于府国觐见 房间里的突然安静下来 只有图妃不停地抽气 哭得眼睛红红的 脸颊也有些潮红 样子十分娇媚 玄机子坐在旁边一脸淡然 丝毫不受图妃影响 李承道看得有些心疼 又抚慰了几句 不多时 于府国匆匆忙忙进来了 见到抽气的图妃 于府国立即明白怎么回事了 心中大骂黄承司的保密工作 做得太差 总有些人想巴结公里人 把消息提前透露出去 图四成怎么回事 李承道劈头就问 于府国立即禀报 回皇上 中午发现了图四成的尸体 就在城西外的房子里 奴才还在全力追查凶手 图妃哭泣道 还要查什么 就是龙承恩坐下的 那丝就在金陵城 你还不去抓人 玄机子和钟贵在旁边 听得有些无奈 龙承在金陵城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真是女人没见识 不过 图妃胡说八道 居然说对了 李承道安慰道 爱妃别急 让于府国慢慢说 于府国继续说道 皇上 图四成的案子 确实很蹊跷 根据判断 他是被贼人 从小妾的房间里劫走的 贼人扛着图四成 越过城墙 到了西门外的房子 那房子 那房子是龙承建造的 说到这里 李承道和玄机子都愣住了 刚才图妃说 房子是龙承打猎用的 他们还以为图妃乱说 没想到果真如此 李承道脸色 突然变得很难看 手微微颤抖一下 说道 继续说 于府国继续说道 图四成死前遭到殴打 牙齿被打掉 然后被一刀封猴 听到这里 图妃又大哭起来 宫女连忙安慰 于府国继续说道 老奴奇怪的是 到底何人要如此做 那贼人也不求财 图四成又非军中高手 杀他何意 于府国的意思是 天下会不可能 对图冒财动手 他也猜不到凶手是谁 图妃哽咽道 就是龙承恩 龙承恩就是龙承 家兄抄了龙帅府 他来报复 于府国尴尬的没话说 他觉得图妃这个推理 狗屁不通 毫无道理 龙承恩不是龙承 只是龙家军的一个军官而已 这个事情人尽皆知 不管图妃的哭诉 李承道问道 那你说 是何人行凶 于府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转而禀报另一件事情 皇上 老奴还有一事禀报 李承道怒道 朕问你图四成的案子 钟贵在旁边听着 他预想 于府国要说的事情 肯定与图冒财被杀一案有关 要不然 于府国不会这样说话 皇上息怒 要说杀图四成的凶手 须说另一个案子 于府国弯腰败道 李承道冷冷哼了一声 于府国立即说道 老奴在城南外的林子里 发现了米河的尸体 经过五座检查 米河被人徒手打死 与海复 连心的伤势一致 海复和连心被杀后 于府国去看过尸体 伤口也看过 和米河的一样 于府国这话说完 李承道和玄机子都站起来了 米河被人徒手打死 李承道面色震惊地 看向玄机子 玄机子捋着胡须 皱眉道 米河被打死 伤势与海复 连心一样 那就是说 凶手是同一个人 而且 这个凶手两边的人都杀 那这个人就是 大家都猜到了 这个人就是龙臣 如此重要的事情 你为何不早禀报 李承道大怒 于府国拜道 老奴怕弄错 所以想查清楚了再说 老奴已经把黄承司 所有人手撒出去了 全程搜捕龙承恩 玄机子则则说道 好个龙承恩 他真的敢来 还敢在眼皮子底下杀人 李承道慢慢坐下来 他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龙承做的局 自己的儿子李继业 是龙承杀的 然后栽赃嫁祸天下会 其实李承道怀疑过龙承 也知道 天下会不应该这么做 可最后还是着了道 李承道心中暗道 龙承恩这丝 利用了正想收拾天下会的心理 李承道本就想收拾天下会 一方面是 为了报仇 一方面是为了让天下会 老老实实归顺自己 龙承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不断地挑拨矛盾 事情越闹越大 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龙承恩真是一只讨厌的苍蝇 有点缝就钻 李承道突然笑起来 李承道笑了 土飞不明白 李承道为什么笑得出来 他的亲哥哥死了 就是龙承杀的 李承道居然在笑 有那么一瞬间 土飞觉得李承道好残忍 皇上 老奴也有一事起奏 于甫国说完 钟贵觉得 太监小包子的死有蹊跷 李承道回头看了一眼钟贵 问道 你有何事 也和龙承恩有关 钟贵说道 可能与龙承恩有关 方才薰弱殿的刘公公 说他们那边有个小太监死了 死在了宫外 身上的衣服被人扒了 前两天连心被杀的时候 有宫女说 在内庭见到过一个 不实录的太监 当时他问了路 问内库怎么走 还说是老奴房里的人 可老奴房里的人 那晚上根本没出去 能放在内庭的太监 怎么可能不认识路 绝对有问题 李承道立即说道 去 看看内库少了什么东西 钟贵立即派人去查内库 玄机子说道 皇上 我们可以肯定 龙承恩就在金陵城 不能让他跑了 李承道靠在椅子上 激动地说道 不急 不急 龙承恩这丝自投罗网 必须抓住他 不能急 想个万全之策 龙承跑到金陵城来了 李承道感觉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必须利用好 图茂财应该也是他杀的 他杀图茂财干什么 绝对不是复仇 他另有所图 可是他图什么呢 李承道自言自语 想了一会儿 李承道想不明白 不管了 立即派出道长 你去一趟前线 告诉蒋辉 别打了 我们都中计了 李承道太激动了 才想起两边还在厮杀 龙承的出现 让李承道恢复了理智 他要收服天下会 玄机子败道 平道这就去 玄机子要走 李承道又说道 停战后 立即全程搜捕 不能让龙承恩跑了 告诉天下会 所有事情都是龙承恩做的 把米盒的尸体送过去 让他们看看 玄机子败道 平道知道了 李承道又对于府国说道 你一起去 于府国败道 老奴遵旨 玄机子和于府国 立即出了御书房 往城北去 图飞坐在御书房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爱飞回去等消息 郑今夜必定将凶手拿了 李承道高兴地扶着图飞 图飞不知道李承道 在高兴什么 就因为凶手是龙承恩 他就这么高兴 臣妾告退 图飞不敢说什么 心里却有点憎恶了 人走后 李承道坐在龙椅上 哈哈笑道 龙承恩啊 龙承恩 没想到吧 你暴露了 胆子真大啊 竟敢一个人闯入金陵城 还敢煽风点火 李承道觉得 龙承这次插翅南飞 他要来一个瓮中捉鳖 城北浮原楼 李承道在御书房 追查到底是不是龙承的时候 蒋辉统领的金锐 正在和天下会血战 八万南梁金锐大军列阵 投石车和工程车 云梯全部准备好 火把照亮了街道 蒋辉手持铁枪 身后跟着副统领沿喜和乌红英 海复和连心死了 玄机子要在宫里保护里承道 这里的高手只有蒋辉一个人 所以 镇前窦江仍然不乐观 城楼的五月 手持双截棍 左思一杆混铁棍 花依依手持长剑 三个人望着城下的蒋辉 脸上带着必死的表情 长老 今夜只有拼死一战了 花依依苦笑道 左思仰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 今夜十六 天上的乌云散去 月色格外的好 就算死 也要拉够垫背的 左思哈哈大笑起来 五月大声笑道 不错 必须拉上垫背的 到了阴曹地府 我们也不孤单 五月知道 天下会做的事情不好 死后不可能去好地方 蒋辉在底下看着三人哈哈狂笑 勃然大怒道 死到临头 还笑得出来 杀 火油罐子从投石车抛出 暗红的火焰滑破夜空 砸在城楼之上 罐子落地 火油四箭 房子立即燃起大火 城楼上的火鸡 纷纷躲避 攻城 蒋辉大鹤 沿袭指挥公务手乱射一波 乌红英指挥工程车 猛地往前冲 撞击城楼的大门 五月双截棍甩动 将乱箭打散 左思和花依依也躲开乱箭 进军攻到城下 五月大喊 放 天下会的火鸡冒投出来 一包包毒粉砸下去 这是宋伯配置的毒药 毒粉落下 冲在前面的进军 吸入后立即中毒 进军倒下了一大片 不好 他们又在下毒 进军捏着自己的喉咙 咳嗽出血 有些撕开了自己的一甲 有些眼睛出血惨叫 蒋辉望着倒下的进军 大吼道 投石车 砸 弓弩手 放 火油罐子砸完 城楼上燃起了熊熊烈火 照亮了浮原楼 店铺被点燃 火势一直往北延伸 火油罐子过后 石头狠狠地落下 将着火的阁楼店铺 砸得粉碎 数十万只乱剑落下 冒头的打手 几乎都被射死 数量和器械的碾压 南梁大军再次占据主动 冲 蒋辉一马当先 提着铁枪 第一个冲上了城楼 五月躲过乱剑 见蒋辉冲上来 立即冲出来厮杀 左思和花依依也过来围攻 他们打算先杀了蒋辉 让南梁进军群龙无首 阎喜和乌红英顾大惊 喊道上楼助阵 禁军武皇强者不多 王者修为却有十几个 阎喜和乌红英带着人冲上了城楼 协助蒋辉拼杀 仗着人数优势 梁炳那居然杀得不相上下 攻城云梯架起来 禁军像蚂蚁般往上爬 不远处的阁楼 龙城看着双方终于交战 马上从城楼下来 飞身落地后 龙城杀了一个禁军 然后将衣甲换上 又拿了禁军的妖刀和长枪 龙城慢慢往里走 蒋辉一群人就在城楼上厮杀 龙城没有理会 继续往扶元楼走去 龙城的目标是 扶元楼下的独一宋伯 此人手段太诡异 龙城必须杀了他 上次夜袭 宋伯凭一己之力 居然堵死了两万禁军 和四万多百姓 如果宋伯潜入京师 再来一次独冲袭击 京师要付出十万左右的伤亡 这样的人不能留 杀 两个天下会的伙计冲过来 提刀劈向龙城 龙城左手持枪 右手拔刀 将两人瞬间斩首 扶元楼一片混乱 店铺阁楼被火油点燃 熊熊的大火照的周围 如同白昼 禁军已经攻入里面 天下会的伙计在死死抵抗 禁军有人数优势 天下会仗着里面遍布机关 拼死抵抗 五月告诉伙计 李承道下了绝杀令 任何人都死路一条 别想着逃跑投降 只有拼死一战 所以 伙计们杀得十分惨烈 龙城提着刀继续往里走 暗处射来一只冷剑 龙城提刀隔开 就看到一个禁军 冲向冷剑射来的房间 禁军冲进去 里面发出一声惨叫 不知道谁杀了谁 龙城不理会 反正谁死都好 走到后院时 这里反而静悄悄的 冯河给过扶元楼的地图 说后院是五月他们躲藏的地方 独一和击坝 应该也在里面 冯河的地图 只有大家都知道的部分 密室之类的 他也无法知晓 呼 一阵风声传来 龙城拔刀迎上去 一阵巨大的力道传来 黑暗处跃出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 手持一根狼牙棒 猛地砸向龙城脑袋 砸完一棒 男子又抡起狼牙棒 继续猛砸 这货没有多余的招式 就是力气大 对着龙城一顿猛砸 龙城往后退开 狼牙棒落在地板上 石板被砸得碎尸飞溅 原来是个傻大哥 龙城抖动长枪刺向男子 男子挥舞着狼牙棒 砸向长枪 龙城趁机贴身 用刀劈向男子的咽喉 男子来不及回房 眼看着刀刃抹向咽喉 这时 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子 突然从男子身后钻出来 一把匕首刺向龙城心腹 龙城吃了一惊 没注意到有人隐藏在身后 手中腰刀往下一沉 挡住了匕首 一击过后 龙城后退 女子身体轻盈地落在男子肩膀上 这个女子身材很瘦小 比眼还小 原来是一对 从刚才交手来看 两人的修为都不高 只有王者后期的样子 但一大一小 配合很默契 特别是那个女子 身法很快 一般人遇到她们 恐怕难逃一死 一个大头兵 居然有这么高的修为 奇怪啊 站在肩膀上的女子 尖声细语地说道 她的声音很尖锐 像锥子一样刺入耳膜 龙城没有理会女子的话 她在盘算 如何解决这对奇怪的组合 不等龙城想出对策 男子已经冲过来 一声嘶吼 男子的狼牙棒 带着呼呼的风声落下 龙城抽身变退 冲进了一个房间 追 女子尖锐的声音带着冷笑 男子猛地撞进房间 男子长得太高 房门被一头撞碎 冲进房间时 龙城回头 射出两支弩箭 女子见冷箭射来 手中的匕首迅速挥舞两下 将两支弩箭荡开 碗头席 有点意思 女子笑嘻嘻地蹲在男子肩膀上 一只手抱住男子粗壮的脖子 一只手握住匕首 龙城见冷箭无用 转身从窗户跳出 房间的门窗墙体 都是木板做的 男子横冲直撞 挥舞着狼牙棒 直接把窗户撞碎 紧紧追杀龙城 龙城骂道 追人不过摆布 不要太过分 女子笑嘻嘻说道 你闯了禁地 必须杀了你 龙城再次跳进一个房间 男子又挥舞狼牙棒 撞碎房门 龙城越过窗户 又穿过了一个房间 男子傻憨憨地乱撞 肩膀上的女子 却有些不耐烦了 你这丝 不敢都就滚出去 一直跑算什么 龙城丝毫不理会 继续从一个房间 穿梭到另一个房间 女子大怒道 砸他 用木头砸他 男子听从女子的吩咐 捡起地上的碎裂木头 狠狠地砸向龙城 木头从后头呼呼地飞来 龙城根本不理会 男子继续从身后追来 但是速度明显慢了很多 终于 砰 男子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上 手中狼牙棒掉在地上 阿哥 你怎么了阿哥 男子突然倒地 女子差点摔下来 秀秀 两支箭射来 女子慌忙挥舞匕首 挡开冷箭 龙城提着长枪刺来 女子慌忙抵挡 龙城长枪力道大 女子手腕被龙城震得发麻 你是武皇高手 几次交手过后 女子终于判断出 龙城的修为 现在知道 是不是太晚了 龙城黑黑冷笑 长枪猛地扎出 女子的匕首被震得脱手 龙城再一扎 女子的肚子被捅穿 你 女子不明白 龙城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抽出长枪 龙城抖掉血水 冷冷说道 我在门窗上下毒了 你的傻大哥 每次撞门窗的时候 都把毒药吸入 龙城从檐那里 拿了毒药备用 如果直接投毒 女子肯定会发现 所以龙城每次 只在门窗上下 一点毒药 傻大哥多撞几次门窗 计量就够了 男子趴在地上 看着女子被一枪捅死 他很愤怒 挣扎着想爬起来 但毒药太厉害 他挣扎了几下 最终还是躺下了 杀了女子 龙城走到男子跟前 一枪扎穿了男子的喉咙 杀了这两人 龙城提着刀枪 在后院找了一圈 龙城找到了天下会的库房 里面放着满满的金银珠宝 一箱落着一箱 龙城真的馋了 他想全部搬回去 可是现在只有一个人 搬不走这么多 龙城打开一些箱子 挑了一些贵重的藏了 然后点了一把火 将库房全部烧了 金银烧不掉 但珠宝古董自画 可以烧成灰 龙城继续在后院 寻找密室的入口 走到一个房间时 龙城感觉脚下的地板 有轻微的回响 这里 龙城蹲下身子 慢慢掀开木板 果然看到一条往下的密道 龙城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就看到放在两边的夜明珠 发出清冷的白光 照亮了过道 密道很宽 有风从里面微微吹来 带着药味和怪异的味道 密道还有出口 龙城立即判断出 密道有紧急逃生的通道 龙城提着长枪 小心地往里走 他担心密道会有机关暗器 但是一直走进地下药房 龙城也没有触发任何机关暗器 谁 守在药房门口的侍卫 发现了身穿南梁进军衣甲的龙城 拔刀立声呵斥 龙城没有理会守门的侍卫 目光头像里面的一张床 上面躺着一个裹成木乃衣的东西 旁边站着两个年轻人 还有一个老头正在给木乃衣换药 找到了 见到床上木乃衣的时候 龙城就猜出来了 这就是被自己炸成人棍的鸡霸 而旁边换药的老头 就是那个独一宋伯 宋伯见到龙城进来 惊讶到 进军就打进来了 外头正在惨烈厮杀 这里都能隐隐听到声音 刚才五月交代过了 让宋伯带着鸡霸 撤离浮原楼 宋伯本来不愿意 但交战的情况很不利 宋伯知道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他让弟子帮他一起换一次药 换好了药以后 就从密室逃走 羁霸的情况才刚刚稳定一些 如果不换药 直接从密道离开 伤势很可能感染 到时候神仙难救 没想到 药刚换好 龙城进来了 宋伯没见过龙城 以为进来的 就是普通的禁军 龙城身上的一甲 也很普通 就是一般的禁军 不 禁军还没有打进来 五月和左四他们 还在垂死挣扎 龙城笑呵呵往里走 守在门口的两个侍卫大怒 拔刀杀向龙城 龙城腰刀出鞘 两道寒光闪过 将两人的头颅斩下 见到龙城干净利落的刀法 宋伯立即明白 进来的不是无名小卒 你是谁 宋伯经问道 龙城笑呵呵说道 你就是独一宋伯吧 躺在床上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的会长鸡吧 宋伯不停地猜测 最后身体猛然一震 指着龙城惊呼道 你是龙城恩 龙城微微点头 赞叹道 独一宋伯果然聪明 居然能猜到是我 没错 就是我 这个鸡吧 就是被我炸成了人棍的 他的命真大 居然没死 这样都没死 佩服 宋伯的两个弟子 听说眼前杀进来的人是龙城 吓得纷纷后退 宋伯却不害怕 反而指着龙城大骂 死太监 当初就该杀了你 以绝后患 早知今日 就不该给你一条生路 宋伯说得咬牙切齿 龙城慢慢走过去 冷冷笑道 宋伯 你说得真好笑 如果你们当时能杀我 你们早就杀了 你是杀不掉我 才和我谈判的 我被这东西打成重伤 这东西的菊花也残了吧 龙城因为服用火金石重伤 鸡霸也被龙城抓成重伤 两个人都不好受 如果不是龙城展现出了实力 鸡霸早就杀了龙城 这不是鸡霸放过谁 而是龙城自己争取来的生机 宋伯骂道 放屁 当时老牛和老高都在 三个人联手能杀掉你 可惜少主迷了心窍 觉得你有用 才放了你一马 龙城呵呵笑道 随你怎么说 反正老子现在好好地活着 你们都会长成了人棍 城王败寇的道理 你们比我清楚 赢就是赢 败就是败 胜利者才有资格站着说话 失败者到地狱去控诉吧 宋伯冷笑道 龙城恩 有本独一在此 你休想洞少主一根汗毛 龙城看着床上的东西 哈哈笑道 汗毛 他还有吗 宋伯气得半死 骂道 有种你过来 龙城隔着一段距离 根本不过去 宋伯肯定在药房里下毒了 想都不用想 龙城不可能过去 拿出弩机 龙城对准木乃伊 搜搜就是两件 独一剑弩剑飞来 大喊道 挡住 两个弟子被推过去 当了挡剑牌 弩剑射在弟子身上 两人倒地哀嚎 你们两个真是不值当 宋伯将你们当作挡剑牌而已 龙城装上弩剑 再次对准木乃伊 宋伯慌了 击霸成了人棍 不能随意翻动 床又太重 根本无法躲开弩剑 龙城连射三剑 宋伯没办法 自己冲在前面 接了三剑 弩剑刺近宋伯的心腹 宋伯痛苦地慢慢倒地 如此忠心 难得难得 龙城很佩服宋伯 居然这么忠心护主 这样的东西 值得吗 龙城有点替宋伯感到不值 说实话 龙城看不起击霸 虽然击霸曾经很强 是坐拥天下会的无冕王 可是这么大家业 击霸玩来玩去 也就那样 如果将这样的基业给龙城 龙城早将天下收入囊中 龙城感叹 好东西喂狗了 你懂个屁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知道吗 在少主面前 你算个屁啊 你只是一只蝼蚁 蝼蚁不如的东西 宋伯在流血 但他怒骂不止 龙城冷冷笑道 不就是居兰国的王子吗 他现在这样子 还能当王子吗 还有复国的希望吗 居兰国的医师 善用用毒作为药材 宋伯就是居兰国的医术传承 听到龙城的话 宋伯突然愣住了 他用不敢置信的眼神 看着龙城 你怎么会知道 宋伯不敢相信 这个惊天秘密 龙城居然知道 龙城冷冷笑道 很奇怪吗 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远的秘密 总会有人知道的 宋伯不甘地说道 不对 有人告诉你了 是谁 到底是谁 难道 难道是公主 你是不是和公主认识 公主居然和你勾结 他真是个叛逆 他该死 宋伯说的 自然是姬仙 龙城没有理会 这话不能说 就算这里没有其他人 龙城也不能说 公主 你们还有余孽 龙城故意假装惊讶 宋伯听到这话 心里后悔万分 原来姬仙 没有和龙城勾结 他的话又暴露了 姬仙的存在 什么公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宋伯垂死辩解 龙城冷笑道 我知道了 居兰国的余孽 不止羁霸一人 还有一个公主 说 那个公主在哪里 是谁 龙城努击对准两个弟子 努剑射穿了弟子的喉咙 两人当场死亡 龙城又将努剑对准羁霸 一只两只三只 努剑不断射出 刺进羁霸的身体 羁霸的身体 居然微微颤动了一下 龙城觉得很惊奇 这样的人棍 居然被宋伯救活了 龙城暗暗佩服 宋伯医术了得 住手 你住手 宋伯痛苦地抬头 看着白色绷带 重新染血 龙城的弩剑脆毒了 羁霸被射了三剑 毒性已经渗入 说 公主在哪里 龙城冷冷逼问 宋伯却始终不说 只是一味地叫骂 这时 楼上传来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龙城知道有人来了 再往宋伯喉咙射了一剑 弩剑入喉 宋伯头一歪 死在病床前 龙城的弩剑用完了 又不敢再往前走 宋伯的毒不是开玩笑 声音越来越近 龙城转身冲出密道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龙城混入后院 杀进地下药房的时候 前面正在激烈厮杀 进军凭借人数和工程器械的优势 攻入了扶原楼腹底 天下会的火机 自知没有活路 全都拼死抵抗 蒋辉和两位副统领 带着十几个王者的高手 围攻五月三人 五月的双截棍 又快又猛 蒋辉的铁枪 被砸得砰砰作响 双截棍用铁链连接 砸中铁枪的瞬间 力道回弹 五月不会受到反振 借着回弹的力道 五月还可以加快攻击速度 蒋辉的铁枪不一样 每次被砸中的力道 都结结实实地落在蒋辉身上 震得手臂胳膊发麻 双截棍发出呜呜的风声 在火光中捂出道道残影 一个校尉见蒋辉苦战不下 拖刀从身后杀向五月 五月瞥见校尉 双截棍从腋下穿过 从下往上挑起 砸中了校尉的下巴 双截棍势大力尘 校尉的下巴瞬间裂开 连带将颈椎打折 死在当场 蒋辉见五月如此凶狠 心中暗暗叫苦 这里的武皇只有他一个 杀得十分被动 旁边的阎喜和吴红英 正带着人围攻花依依和左思 左思一根混铁棍大开大合 与五月的双截棍风格截然不同 铁棍横扫过去 来不及躲开的校尉被拦腰打飞 身上的一甲碎裂 肋骨被打得粉碎 阎喜大怒 提着大刀贴身杀过去 左思冷笑 土鸡娃狗 也敢跟老子争凶 铁棍收回 在腰间环绕一圈 捅向阎喜心窝 阎喜大惊 大刀挡在身前 铁棍撞击刀面 震得阎喜倒飞回来 修为的差距摆在这里 阎喜就是打不过左思 身边的将校见阎喜被打飞 立即冲上去 纠缠搏杀 左思铁棍左捅右扫 将校全部挂踩 无疑幸免 功努少 阎喜爬起来 他知道光凭近身搏斗 不是左思的对手 两百多弓弩手列阵 将校立即撤退散开 射 阎喜一声令下 乱剑如飞黄过境 扑向左思 左思不是莽夫 见乱剑射来 立即抽身躲避 乱剑未能射中左思 阎喜大怒 喝道 盾牌兵 弓弩手 一起上 盾牌兵举着厚重的盾牌 往前推 弓弩手在后面拉满弦 准备射击 不远处 花依依正在立战乌红英 乌红英聪明 一开始就让盾牌兵 在前面顶着 自己在身后放冷剑 花依依常剑劈在盾牌上 爆出一阵阵火光 这些盾牌兵 是特意挑选的历史 盾牌表面香铁 非常坚固 花依依想越过盾牌兵 杀了乌红英在破阵 但是刚刚跳起来 就被一阵乱剑逼退 给我上 花依依招呼十几个伙计 自己往前冲 自己冲在最前面 乱剑过后 花依依冲到了盾牌兵跟前 长剑从缝隙扎进去 一个士兵被刺死 盾牌阵松动 花依依大喜 闯进了阵中 提剑杀向乌红英 花依依冲过来了 天下会的火机被全部射死 他成了毒狼 乌红英拔刀 和花依依杀在一起 乌红英明显不是花依依的敌手 手中燕灵刀 险些被阵飞 旁边的将校慌忙围过来助阵 花依依常见舞动 手中明明只有一柄剑 看起来却像有十几把 雾里看花 乌红英大惊高喊 他知道 花依依的成名绝技 雾里看花 一剑可以变成十几剑 每一剑都是真实的 乌红英化为洛英 围过来的将校和士兵 全部血剑当场 一阵阵惨叫发出 花依依继续杀向乌红英 花依依的攻势太凌厉 乌红英没办法 转身就往外跑 弓弩手 乌红英大喊求救 弓弩英冲过来 一阵乱剑射过去 花依依抽身后退 再杀十几个禁军 乌红英稳住后 下令弓弩手一直乱射 再不敢轻易靠近 花依依杀了一阵 转头见到五岳正在栗战讲辉 左思压制了阎玺 虽然豆江占据了绝对优势 但禁军太多了 扶元楼已经破了 就算他们三个武艺再高 也无力回天了 八万禁军 就算站着给他们杀 也可以把他们累死 一阵乱剑射来 花依依假装躲入房间 提着剑 花依依从窗户跳出 往北面寻找向南春 到了一个小房间里 向南春已经准备好了 依依 见花依依进来 向南春紧紧抱住花依依 我们走 向南春打开小房间的柜子 拉着花依依钻进了密道 扶元楼是花依依的大本营 他们建造了很多密道 花依依和向南春钻进密道后 柜子又挪回原来的位子 房间的榻上 垫着厚厚的棉衣麻布 上面点着一支蜡烛 蜡烛很快烧完 棉衣麻布被点燃 旁边的木头家具 很快燃起大火 前方 五月和左思正在拼死立战 禁军冲进了扶元楼 天下会的伙计 被堵在一个院子里 五月 大势已去 还不投降 蒋辉大吼 手中的铁枪狠狠刺过去 五月的双结棍猛地砸下 有本事 你来杀老子 五月根本抱着 必死的意志厮杀 左思一样杀得疯狂 铁棍沾上了很多碎肉 南梁禁军精锐 伤亡惨重 少主已经离开了吧 独风子 你一定要把少主治好啊 左思心中念着击霸 忍不住回头 望了一眼地下药房的方向 禁军冲上来 左思又砸死一波 渐渐地 左思感觉有点体力不支了 正当两边进行最后死战时 一道青色的影子飞过来 五月见到影子 大怒道 玄机子你找死 不用说 能有这样身法的高手 金陵城只有玄机子 蒋辉见玄机子入场 大喜道 道长助我 严玺和乌红英都看到了 两人皆是大喜过望 有玄机子这样的高手入场 五月他们死定了 玄机子飞来 却没有加入厮杀 而是拦住蒋辉 大喝道 停手 都别打了 我们都中计了 龙承恩就在金陵城 所有事情都是他干的 玄机子的声音如霹雳炸雷 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大家都愣住了 五月和左思以为玄机子来助阵厮杀的 没想到是来劝架的 蒋辉一众人也是 两边杀成这样了 玄机子居然说停手 左思骂道 玄机子 你休想使诈 来和老子大战一场 玄机子入场 南梁进军士气大阵 以为来了高手助阵 这场战斗可以结束了 五月和左思 见到玄机子的那一刻 他们知道 事情该结束了 自己该死了 八万进军 经过厮杀过后 还有七万多 不管怎么算 他们都是死路一条 刚开始 仗着三个武皇在场 可以支撑挣扎 现在玄机子来了 战局无可挽回了 可玄机子落地后 并未参与厮杀 反而劝大家停手 这下 把所有人都搞猛了 蒋辉惊恶道 道长 你没事吧 蒋辉其实想说 这个玄机子 是不是真的 会不会是龙臣冒充的 虽然两边都不信玄机子 但两边都杀累了 都停了下来 这是上尉的旨意 都停手 玄机子大喊 进军听说是 李承道的黄命 纷纷放下武器 不再厮杀 天下会的伙计 早就无力再战了 五月盯着玄机子 质问道 玄机子 你搞什么名堂 事到如今 还想用阴谋诡计 左司提着铁棍 走到五月身边 随时准备再厮杀 两位长老 你们的堂主米盒死了 不是我们杀的 你们也说了 海夫和莲心 不是你们杀的 还有二皇子 也不是你们杀的 说着 玄机子招招手 黄承司的人 将米盒的尸体 抬了过来 左司看到米盒的尸体 指着玄机子大骂道 玄机子 你欺人太甚 左司认定米盒 就是李承道杀的 玄机子 故意将尸体 抬过来侮辱他们 因为之前天下会 也否认杀了 李承道的手下 玄机子再用一样的方法 恶心天下会 玄机子怒道 左司 你是蠢猪吗 我有什么必要骗你 凭到现在杀你们 意义反掌 左司还要再骂 却被五月拦住 玄机子的意思很明确了 两边都被龙城耍了 玄机道长 我早说过 这一切都是龙城恩的诡计 可你们就是不相信 五月语气 带着无奈和悲愤 蒋辉问道 道长 怎么回事 颜喜和吴红英靠过来 站在玄机子身后 玄机子说道 事情很复杂 简单地说 人都是龙城恩杀的 这次就在城内 尚未让我们停战 全力搜捕龙城恩 我们和天下会不打了 都是误会 颜喜看着米盒的尸体 说道 那天米盒逃出南城门的时候 毫发无伤 怎么就被杀了 五月确定 玄机子没有使诈 这才走过来 查看米盒的尸体 玄机子说道 伤口和海腹 连心一样 被一拳打碎胸骨 心肺俱损 龙城恩肯定还在金陵城 他在浑水摸鱼 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龙城恩 一定要抓住这死 五月看完伤势 突然惊呼道 不好 老左跟我来 五月想到了 如果龙城要浑水摸鱼 现在是最佳时机 而最大的鱼 无疑是地下药房的击霸 左思没想明白 但看五月往地下药房跑 他立即想到 要保护少主 两人在前面冲 蒋辉看着玄机子问道 道长 那我们 玄机子看着被毁掉的浮原楼 叹息道 将天下会剩下的人收鞭吧 不杀了 龙城恩还在金陵城 我们要全城搜捕 尚未此次志在必得 绝不能让龙城恩跑了 蒋辉有些为难 说道 龙城恩潜伏在金陵城 作案这么久 我们都找不到 如今仓促之间 如何能逮住这丝 龙城已经在金陵城好些天了 到处偷袭杀人挑拨矛盾 两边都有预感 却都被牵着鼻子走 这么滑的尼丘 想一下抓住 谈何容易啊 玄机子无奈地说道 是不容易 但这是最好的机会 不会有第二次 蒋辉点点头 说道 的确如此 龙城潜入金陵城 就算有帮手 也不可能太多 城内有十几万兵马 还有黄城司 和天下会的人 这么多人围捕龙城 这是最好的机会了 那我们 蒋辉正想说怎么办 就听到后院 传来一阵厮杀打斗声 玄机子心头一喜 说道 龙城恩就在后院 走 玄机子带头 蒋辉和言喜 乌红英跟着往后院冲 后院 五月和左思 冲到密道入口处 就看到龙城跳出来 龙城恩 两人没见过龙城 但光凭猜测 就能猜到龙城的身份 龙城刚刚出来 左思的魂铁棍就过来了 龙城看过他们厮杀 知道左思的路数 魂铁棍砸过来的 龙城不退反进 冲到左思跟前 一阵乱拳打过去 左思刚刚经历过大战 肯定筋疲力竭 已是强弩之末 这样粗重的铁棍 适合远距离作战 龙城贴身过去 正好克制左思兵器优势 左思本以为龙城会躲避 没想到龙城胆子这么大 居然一下冲到了跟前 龙城不用刀枪 两手便找 使出阴风掌 左思的衣服被撕裂 皮肉被裂开刀刀刀口子 左思怒吼一声 收回铁棍挡在身前 龙城手掌捏拳 对着铁棍 就是一拳轰过去 左思粗重的铁棍 居然被龙城打出了闷响 左思吓了一大跳 他没想到龙城如此生猛 五月见左思近战吃亏 马上提着双截棍 拦住龙城厮杀 双截棍近距离作战厉害 正好克制龙城阴风掌 左思稳住脚跟 低头看时 发现自己的肚皮被裂开 肠子差点掉出来 老五小心 这丝厉害 左思脱了上衣 将肚皮绑起来 防止肠子流出 仅仅是一个照面而已 居然被杀得这么惨 左思被震撼到了 左思很早就听说龙城厉害 是个不是出的天才 但左思没太在意 天才太多了 左思年轻时也是个天才 五月 花依依 牛羊 高年 能走到这一步的 哪个不是天资卓越的天才 后来听说龙城和鸡霸交手 结果两败俱伤 左思以为龙城的修为 和鸡霸差不多 但从刚才的交手来看 龙城的修为 绝对碾压鸡霸 五月甩动双截棍 两根铁棒环绕周身 发出呜呜的风声 双截棍攻防戒备 既可以突然甩出进攻 又可以环绕周身防守 五月杀来 龙城抽身力退 捡起地上的长枪 捂出一阵枪花 刺向五月 五月的双截棍攻防肩背 力道又大 龙城进展逃不到便宜 但是 五月的双截棍 也有很大的缺点 龙城抽身退后 捡起地上的长枪 抖出一阵枪花 刺向五月的脚掌 龙城不刺五月膝盖以上部位 五月的双截棍甩动的时候 足以护住上身 但膝盖以下是盲区 双截棍无法防守 五月身材矮小 龙城压低重心 凭借长枪的距离优势 枪枪刺向五月的脚掌和小腿 五月厮杀了一辈子 凭借双截棍的灵力快速 几乎没有遇到敌手 这一次 却被龙城的长枪扎得烫脚 五月一直以为 自己的双截棍浑然天成 这时才发现原来有破绽 龙城出枪速度很快 五月被扎得跳脚 你有本事别扎脚 五月气急败坏 手中双截棍狠狠砸向长枪 每次砸下来的时候 龙城就抽回 然后再次 五月被迫下蹲 用双截棍想护住膝盖一下 可如此一来 他的速度变得很慢 特别是移动不方便 一看五月移动不变 龙城又提枪扎向五月的秃头 五月被杀得狼狈不堪 左思看五月被耍猴 心中焦急万分 却又想不出破解之法 龙城长枪如雨点般落下 五月手忙脚乱地挡住 长枪突然挑起一块着火的木板 枪杆子一抖 木板砸向五月 五月挥动双截棍 狠狠将木板砸碎 碎木屑和火星爆开 龙城的长枪紧跟来 刺向五月的面门 五月慌忙抵挡 龙城虚晃一枪 猛地扎中了五月的劲骨 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 五月差点跌倒 龙城又是一阵乱枪扎过去 五月吓得往后直退 龙城安 蒋辉和玄机子到了 两人见到龙城 心中又惊又喜 没想到龙城真的在金陵城 而且就在这里 玄机子冲在最前面 手持扶陈落在五月身前 蒋辉紧随其后 踢着铁枪指着龙城笑道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龙城安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一个人潜入金陵城行凶 还敢一个人跑到这里送死 老子打了几十年的仗 也要对你说一声佩服 蒋辉很激动 龙城就在眼前 这里有七万多禁军 还有玄机子 五月在场 龙城插翅南飞 龙城看到玄机子和蒋辉到了 有些惊讶到 这么快就来了 你们和解了 天下会杀了李基业 杀了海夫和连信 你们不报仇了 还有你们 你们的牧鹰是他们杀的 就是这个蒋辉 他杀的 你们血海深仇 就这么和解了 见龙城挑拨离剑 玄机子哈哈笑道 龙城恩 死到临头 还敢成口舌之力 牧鹰还是我们杀的 我们不否认 但二皇子和海夫 连信 你敢说不是你杀的 还有米盒 他的尸体我们找到了 你还想抵赖 禁军围了上来 将龙城团团围住 公母手随时准备放箭 龙城黑黑笑道 你们还是发现了 不错 李基业是我杀的 海夫 连信 还有米盒也是我杀的 五月走上来 指着龙城骂道 狗贼 你害得我们好苦 龙城笑道 苦吗 我看你们杀得挺开心的 五月气得半死 左思忍痛说道 费什么话 杀了他 玄机子微微点头道 不错 尚未在宫里等着呢 不废话了 龙城恩 束手就擒 留你全尸 龙城黑黑笑道 这话你跟我说 玄机子知道这话废话 不过是说说而已 手中浮沉一抖 玄机子首先杀向龙城 蒋辉紧随其后 五月跟着扑上去 三个高手同时发难 龙城手中长枪刺向玄机子 同时抽身后退 腰刀拔出来 将身后的禁军杀了几个 蒋辉手中铁枪刺来 龙城侧身躲过 玄机子躲过龙城的长枪 又冲过来厮杀 五月也跟在身后追来 龙城大喊道 宋伯死了 鸡霸也快死了 你们还在跟我厮杀 听到龙城的话 五月猛然醒悟 他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和龙城斗个你死我活 而是保住鸡霸 龙城刚刚从地道出来 五月感觉浑身发冷 抽身后退 喊道老左 左思肚子血流不止 靠在断墙喘息 五月没法子 只能自己一个人 钻进了地道 走了一个 只剩下玄机子和蒋辉 龙城的压力减小了一些 但玄机子的修为很高 蒋辉又是进军统领 龙城还是不敢大意 好在蒋辉经过了惨烈厮杀 此时虽然抖擞精神 实力也大打折扣 龙城只需要专心 对付玄机子即可 蒋辉凭借铁枪长度优势 冲在前面一阵厮杀 龙城也用长枪缠斗 你来我往一阵乱戳 龙城一枪扎中蒋辉尖窝 蒋辉吃了一惊 惊讶到龙家枪法 蒋辉以前向龙爷讨教过枪法 认得龙家枪 龙城没有理会 击退蒋辉后 转身来杀玄机子 玄机子不敢大意 小心地避开长枪 近距离和龙城厮杀 玄机子见过海服三人的伤口 都是被徒手打碎了身子 还有连心临死的话 说龙城是帝尊高手 虽然玄机子不相信龙城是帝尊 但这话仍然对他有震慑作用 玄机子全力厮杀 但又处处提防 生怕一个不小心着了龙城的道 长枪刺去 浮沉轻飘飘地甩动 毛顺势将长枪缠住 龙城用力抽回 玄机子借力冲过来 左掌对着龙城胸口拍来 龙城右手便掌 和玄机子对了一掌 哄 两人同时被震退 浮沉松开 长枪抽回 一 龙城和玄机子同时发出惊讶声 龙城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寒意 这东西 玄机子也感觉到了相似的东西 难道说 两人四目相对 龙城突然指着玄机子大骂 你是折花仙 你是老银贼 刚才那一掌的寒意 和小林的寒冰掌极其相似 再联想到 折花仙可能潜入南梁皇宫 龙城瞬间判断出 玄机子是折花仙 当然 这只是一瞬间的判断 并无实证 玄机子愣了一下 随即大笑道 好个牙尖嘴利的龙城恩 真能颠倒是非黑白 凭到出家之人 却被你说成是 桃花七仙老银贼 玄机子大怒 手持浮沉 再次杀向龙城 蒋辉简单收拾一下伤口 立即挥枪助阵 龙城一掌 是出了玄机子功法的诡异 猜测 他就是潜伏在南梁的银贼 蛇花仙 不过 这都是一瞬间的猜测 龙城说出这话时 周围的人只是微微一愣 没人理会龙城说的话 玄机子是道士 又是李承道的座上宾 怎么可能是折花仙 再加上龙城是敌人 敌人的话怎么能当真 还有一个问题 年轻的将士 根本不知道 折花仙是什么 只有蒋辉和颜喜 吴弘英这些老人知道 玄机子当然不承认 手持浮沉杀向龙城 蒋辉紧随其后 龙城抖动长枪 力战二人 龙城能明显感觉到 玄机子进攻的力道增加了 这个老银贼几眼了 这更让龙城怀疑 玄机子就是折花仙 蒋辉的铁枪看似迅猛 但力道明显不足 刚才的厮杀 加上肩膀的伤 他发力不够 龙城只需避开铁枪就可以 大部分精力用来对付玄机子 这个牛鼻子老到发威起来 攻击很厉害 手中的浮沉变化多端 配合凌厉的长法 龙城感觉应对起来很吃力 严喜和吴弘英 在外围看着干着急 这时候不能放乱剑 他们在犹豫 要不要冲上去厮杀 老烟 上不上 吴弘英微微摇头 看着重伤的左思 低声说道 这思太凶残 我们上去帮倒忙 严喜也看向重伤不起的左思 心中对龙城十分忌惮 左思刚才把他们打得喘不过气来 却被龙城一个照面 打得半死不活 他们如果冲上去 恐怕会被龙城一招之内斩杀 对 我们在外掠阵就行了 别过去添乱 严喜非常赞同地说道 两人只让禁军包围 公母守准备 并不往前半步 龙城长枪刺过去 玄机子的扶尘 再次缠住了枪杆 龙城一发力 木杆子受力不住 居然断裂 玄机子大喜 扶尘一甩 将断枪丢在一边 蒋辉见玄机子得手 高兴地持枪逼近龙城 蒋辉冲得更快 龙城冷笑一声 左手提刀劈向铁枪 蒋辉举起长枪挡在身前 妖刀和铁枪撞在一起 爆出一阵闷响 龙城左手单手持刀 蒋辉双手持枪 蒋辉双手脱枪的时候 胸腹部空虚 龙城右拳对着蒋辉轰过去 玄机子看见 惊呼道 小心 想起米和三人的死状 玄机子知道 龙城练了恐怖的武艺 拳头比兵器厉害 蒋辉见拳头袭来 也想起了海富和莲星的死状 吓得灵魂出窍 铁枪猛地落下 拼命挡住龙城的拳头 哄 铁枪落到一半 龙城的拳头看起来也才到一半 看起来蒋辉可以挡住这一拳 可是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龙城的拳头 明明距离蒋辉 还有半尺的距离 蒋辉的铁枪就要挡住 可是蒋辉身体已经受到了重创 两只脚立地不稳 身体被拔了起来 往后飞出 扑 巨大的力道感觉贯穿了身体 蒋辉感觉五脏六腑碎裂 一大口血喷出来 手中铁枪落地 玄机子吃了一惊 手中浮尘炸开 跟根毛像针一样刺向龙城 玄机子杀来 龙城抽身后退 浮尘却紧追不舍 龙城甩出一个小罐子 浮尘扎过来 小罐子炸裂 里面的火油粘在浮尘上 龙城持刀挑起 一根带火的木板砸过去 浮尘立即着火 但上面的毛却并未烧毁 咦 不是毛发 龙城微微惊讶 他以为玄机子的浮尘 是用毛发制作的 可以用火油烧毁 没想到不是 上次玄机子在城楼大战的时候 龙城剑攀兽 一刀斩断了浮尘 龙城以为玄机子的浮尘 就是普通的毛发制作的 所以想出了用火油焚烧的法子 没想到不起作用 这是冰蚕丝 玄机子冷笑 再次向龙城杀过去 龙城腰刀斩下 玄机子举起浮尘抵挡 龙城右手捏拳 轰向玄机子 见拳头袭来 玄机子吓了一跳 抽身就退 米和三人死在前面 蒋辉刚刚又被中创 玄机子忌惮龙城的拳头 本想躲过一拳再厮杀 龙城却不再纠缠 逼退玄机子以后 反手杀了几个进军 然后飞升上了扶元楼 北面城墙 不好 这次要逃 玄机子没想到 龙城这么干脆 转身就走 严玺和吴红英 正在扶起蒋辉查看伤势 听到玄机子的声音 立即大喊道 放箭 一阵乱箭 胡乱射向龙城 龙城早已经从城楼一跃而下 一头扎进大江 玄机子飞上城楼 望着黑漆漆的江面 哀叹道 可恨可恨 居然让这丝走脱了 本来 北面大江有南梁的水尸 但上次宋伯召唤毒物的时候 羽亮被水蛇咬伤 士兵也很多被咬死 李承道觉得 北边是大江 天下会的船只的 已经被毁掉 天下会的人 跳进江里死路一条 没必要再安排水尸 就是如此 让龙城从大江溜走了 玄机子望着漆黑的江面 哀叹良久才下来 蒋辉躺在地上 不停地吐血 腹部被打得凹进去了 道长 大统领没事吧 燕喜和吴红英 看起来都很着急 玄机子连忙拿出一粒丹药 送入蒋辉口中 说道 马上抬回去 送太医院 进军立即把蒋辉 送太医院救治 你们负责打扫战场 把火灭了 玄机子吩咐燕喜和吴红英 燕喜看了一眼左思 问道 道长 他 玄机子看了一眼重伤的左思 说道 他们有毒医 不用管他 燕喜和吴红英 立即照办 天下会的火鸡和进军 一起收拾战场 几个火鸡 帮左思止血 左思指了指地下药房 说道 毒疯子药 这意思让毒医 宋伯救他的命 火鸡 指得立即跳进密道 玄机子想了想 还是跳进了密道 进了地下药房 走进去后 见到五月 趴在果成木乃伊的 鸡巴身上 焦急万分 门口两个侍卫死了 毒医和两个弟子也死了 玄机子能猜到 躺在上面的东西是谁 玄机子微微叹息道 龙承恩这次 五月 跑到毒医身边 晃了晃毒医 毒疯子 你别死啊 你救救少主啊 毒医的喉咙和心腹部 还在流血 五月急得要哭了 毒医突然微微睁开眼睛 抓住五月的手 救少主 五月问道 毒疯子 怎么救 你说啊 怎么救 鸡巴能活下来 完全靠宋伯医术高明 如今鸡巴还在昏睡 又被龙尘射了几箭 宋伯却喉咙中箭 这下没人能救鸡巴了 想到复国大业就此覆灭 五月不甘心 毒疯子你别死 你告诉我 怎么救少主 宋伯抓住五月的手 慢慢从怀里拿出一本医书 声音微弱地说道 这里有办法 你拿着 这本医书 是宋伯这几天写好的 他担心 万一自己被杀 以后没人能给羁巴治疗 没想到真的用上了 五月拿着医书 说道 毒疯子 你挺住 你是独医 天下第一的独医 你快给自己疗伤啊 宋伯惨笑 弩剑还在喉咙上 伤口还在不停地渗血 没救了替我报仇 杀杀 宋伯的气息越来越微弱 五月连忙说道 我一定杀了龙承恩 玄机子走过来 叹息道 没想到无冕王成了这样 玄机子走过来的时候 宋伯突然挣扎一下 虚弱地说道 你中毒了 解药 交换少主 玄机子一愣 他才想起不对劲 龙承在门口杀了两个侍卫 却用弩剑射杀毒医和弟子 很明显 龙承害怕中毒 所以没有往前走 而自己一时大意 觉得自己和天下会和解了 走进来没问题 你给频道下毒 玄机子大怒 宋伯眼睛闭上又睁开 眼眼一息地说道 你救人 我解毒 宋伯抓住五月的手 说道 解药 这里 宋伯居然在医书里 留了解药的配方 用来挟持玄机子 玄机子怒道 你若是如此 频道便杀了你们 宋伯嘴角流出血 惨笑道 一起死 宋伯说完 身体慢慢松弛 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宋伯死了 龙承闯进地下药房的时候 宋伯就知道自己再劫难逃 他偷偷服了毒药 让自己撑住 一直拖到五月下来 玄机子指着五月骂道 不给频道解毒 你们都得死 五月冷笑道 玄机子 老子烂命一条 要杀便杀 李承道想合作 必须救我们少主 这是条件 天下会在大梁 还有很多暗点产业 只要你们救少主 我保证天下会听你们的 玄机子扶尘顶住五月的脑袋 怒斥道 你还敢跟频道讲条件 五月冷冷笑道 要杀就杀 如果少主死了 老子也不活了 玄机子想了许久 最终还是妥协了 李承道需要天下会 这是黄命 玄机子中毒了 他不想死 宋伯的手段 玄机子见识过了 他不敢说 自己能解毒 好 玄机子立即让进军 将击霸送入太医院 左思也一起抬到太医院救治 五月拿着医书 跟随击霸到太医院 击霸必须按照 宋伯的医书救治 五月必须寸步不离 严玺和吴红英 留下打扫战场 玄机子先一步回到宫里 李承道正在御书房等消息 玄机子到了御书房外 看着里面的烛火 心中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走了进去 龙承恩呢 找到了吗 见玄机子走进来 李承道立即起身迎接 非常期待地问道 玄机子脸色尴尬 李承道脸上的期待逐渐消失 失望地说道 跑了 李承道叹息一声 说道 平道的错 让这丝跑了 李承道慢慢坐下来 看着微微跳跃的烛火 失声笑道 也是啊 龙承恩这丝哪有这么好抓 哪有这么容易啊 自从他出现 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谁都拿他没办法 玄机子尴尬地 不知道如何回答 李承道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说道 道长请坐 说说经过吧 玄机子坐下来 将事情的经过 仔细告诉李承道 听完后 李承道感叹道 龙承恩这丝胆子真大 一个人闯入金陵城 搅得金陵城天翻地覆 朕损失了三万多精锐 天下会被全灭 他却从容而退 龙家军一个小小的军官 居然有这样的能耐 玄机子说道 皇上 平道发现一个诡异的事情 李承道靠在龙椅上 闭上了眼睛 疲惫地哼了一声 玄机子说道 龙承恩与蒋辉交手时 龙承恩明明没有打中蒋辉 但是蒋辉却被击飞了 而且重伤 李承道猛地睁开眼睛 盯着玄机子说道 你也觉得龙承恩突破了帝尊镜 玄机子迟疑道 平道不敢这么说 可是帝尊镜就是可以隔空杀人 龙承恩当时就是如此 女帝对龙承恩恩欲有加 如果女帝传授了突破帝尊镜的功法呢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玄机子以为龙承的修为突破 得益于女帝的功法 正常人都会这么认为 李承道没有说话 他心里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想起了龙野上奏的册子 他觉得 或许龙承恩用的是龙野的方法 如果龙承恩真的突破了帝尊 那东周就有两位帝尊强者 李承道语气带着无奈和恐惧 一个女帝就能镇压天下 再加上一个龙承 东周无敌了 以前有天下会从中调和 维持天下军事 现在天下会轰然倒塌 没有人能再压制东周了 李承道突然觉得天下会挺好的 至少能压住龙承 可惜天下会被毁灭了 如果真是如此 玄机子也感觉束手无策 修为的差距摆在这 谁都没办法 刚才玄机子和蒋辉两人围攻 龙承居然游刃有余 能把蒋辉打残 如果玄机子单挑龙承 结果可想而知 来人 一个太监立即从外面进来 拜道 皇上 李承道说道 把于子明叫过来 太监立即传兵部上书于子明 不说龙承恩了 说说天下会吧 道长以为天下会有用吗 李承道想到龙承就感觉胸口堵得慌 他不想再提龙承的名字了 玄机子说道 平道以为天下会可用 如今击霸半死不活 放在太医院救治刚好 可以用来操控五岳和左思 再让五岳和左思 联络残存的天下会 为大量效力 李承道微微点头道 经此一战 天下会只能完全依附于朕 好在有天下会 否则朕这一次血本无归 收拢了天下会 也算捞了便宜 海富和联心死了 但五岳和左思成了帮手 花一一哪去了 李承道突然想起 扶元楼楼主花一一不见踪影 南梁和天下会的合作 一直都是花一一和李继业在接触 天下会已知的几个高手 只剩下三个 花一一是其中之一 经营生意的能力最强 李承道收编天下会 自然要把花一一收入麾下 大战时花一一还在 后来突然不见了 可能躲起来了 也可能大战时负伤了 暂时不见人吧 玄机子以为花一一负伤 躲起来了 根本没想到 花一一会和向南春远走高飞 离开天下会 好 一定要找到花一一 此人擅长经营商会 找到他以后 正让他负责大量的商业 龙帮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李承道当初支持龙帮的发展 只是为了压制天下会 如今天下会已经收入囊中 龙帮就是竞争对手 李承道自然要打压龙帮 玄机子点头道 平道一定寻找 李承道说道 今晚辛苦道长了 道长歇息去吧 玄机子退出御书房 回玄机罐歇息 回到玄机罐 进了门 两个宫女和一个太监走过来 服侍玄机子 脱鞋换衣服 你们是新来的 这三个人 玄机子都没有见过 三人拜道 回道长 我们是总管大人派来的 今日刚到 玄机罐里的仆役 都是宫女和太监 玄机子的弟子 都在苍玄山修炼 玄机子偶尔回山 李承道这样做 就是为了监视玄机子 玄机子当然知道 李承道的想法 也配合李承道的监视 玄机罐的宫女和太监 还不是同一批人 经常会更换 防止这些人 被玄机子收买 李承道就是这样的人 疑心很重 就算玄机子 他也不完全信任 哦 你们叫什么名字 玄机子坐下来 说话让人如沐春风 玄机子在宫里的地位 和皇子 公主一样 超越了嫔妃 这样的身份 对待宫女和太监 却非常和气 三人感觉受宠若惊 奴婢香巧 奴婢脆脆烟 奴才牛三 三人报了姓名 玄机子笑容慈祥 问道 原来哪个宫里的 三人回道 回道长 我们都是土匪娘娘那里的 玄机子眼神微动 又重复一遍 香巧和脆烟名字都不错 你的牛三有点俗了 频道帮你改一改 就叫牛进吧 希望你以后 也能步步高升 做个总管 玄机子帮牛三改名 牛三感激地败道 奴才多谢道长赐名 玄机子笑呵呵说道 好了 频道出家人 没什么主子奴才的 在这玄机罐 大家都一样 随意些 帮我弄些吃的过来 多准备一些 大家一起吃吧 玄机子要和自己一起吃饭 这让他们很吃惊 道长不可 我们是奴才 玄机子微微称怒道 刚说什么了 这里是玄机罐 频道不是主子 你们也不是奴才 去吧 准备四人份 一起吃 三人欣然从命 不多时 饭菜准备好了 玄机子真就和他们一桌吃饭 三人第一次遇到如此待遇 都称赞玄机子道横高 没有主子的架子 玄机子走后不久 兵部尚书于子明 到了御书房 于子明刚才也参战了 但他是文官 并不上阵厮杀 微臣于子明 拜见皇上 于子明恭敬一拜 李承到看于子明 还穿着铠甲 脸上满是灰尘 前胸的铠甲 还有被剑射穿的伤口 于尚书辛苦了 李承到指了指椅子 于子明拜道 分内之事 不敢说辛苦 于子明坐下来 李承到说道 龙承恩这次轨迹得逞 正担心 他会大举进攻南梁示威 你立即联络 球阔海 胡飞扬等人 加强前线戒备 另外 天下会的威胁消除 将南大营的军队 和禁军整顿一下 留下两万守城 其他人开往前线备战 这次大战 消除了天下会的威胁 李承到可以全力 对付东周了 于子明拜道 威臣领旨 李承到又说道 你在与红炉寺商议 明日派出使者往西下去 东周是共同的敌人 告诉石乐 正要和他结盟 如果龙承真的修炼到了 帝尊境 那东周的国力就暴涨了 南梁不是东周的对手 必须和西夏联手 以前有天下会从中斡旋 现在只能两国自己结盟 于子明知道 李承到的意思 起身拜道 威臣领旨 李承到点点头 说道 好了 去吧 于子明退出御书房 即刻回兵部安排 城北的火扑面 金陵城又恢复了平静 宫里的事情 却才刚刚开始 中贵从外面进来 拜道 皇上 内裤果然被盗了 李承到淡淡地问道 偷了什么东西 李承到听说内裤被盗 并没有多少惊讶 龙承到了内裤 拿走一些东西 很正常 问题在于 龙承到底拿走了什么东西 内裤有什么东西 值得龙承深夜 混入宫里盗取 中贵列出一张单子 呈给李承到过目 这些是丢失的东西 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内裤的东西都是 有记录的 中贵拿出记录一个个比对 花了很长时间 最后列出一张失窃的单子 李承到一个个看 看完后 李承到问道 就这 中贵点点头 回到 奴才仔细比对了 就这些 李承到将单子丢在岸上 冷笑道 龙承恩眼光不错吗 只挑最值钱的东西 中贵附和道 这丝 拿走的任何一件东西 价值都在千金之上 中贵以为自己说对了 李承到却突然怒骂道 废物 你以为龙承恩 潜入内裤 只为求财吗 他是东周第一个武王 他会缺钱吗 龙承恩是好色之徒 他不是贪财之辈 他若是潜入后宫 玷污女妃子 朕就信了 可你说 龙承恩进入内裤 只为盗取宝卧 你当真是白痴吗 李承到今天十分窝火 中贵办事又很不利 李承到终于爆发了 中贵吓得砰的一声 跪下 脑袋不停地撞击地板 发出砰砰的闷响 李承到靠在龙椅上 闭着眼睛说道 再去查 到底丢了什么 中贵不敢起身 慌忙爬出御书房 爬出御书房后 中贵又爬了一百多米 才慢慢爬起来 两个太监上前扶起中贵 发现中贵的额头裂开流血 膝盖和手掌都磨破了 总管 去太医院吧 中贵低声怒骂道 你们想要我死吗 还去太医院 赶紧去内裤 再查清楚 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中贵带着太监宫女 和内务司进了内裤 再次清查 到底丢了什么 御书楼南边两里外的岸边 一艘船停在那里 船上漆黑一片 看起来没有人在里面 一个影子从水里冒出来 慢慢爬进船舱 大色狼 还以为你淹死吗 一道清冷的夜光发出 牙手捧着一颗夜明珠 勉强照亮了船舱 龙臣扶着船弦 呕出几口浆水 马的 太久不下水 差点被淹死 龙臣从御书楼 一头扎进大浆后 顺着浆流往下游 冯和说了 有船在岸边等着 大浆太大了 龙臣是人不是神 不可能夜晚横渡大浆 这样做太危险了 冯和拿了衣服过来 说道 大人 把衣服换了 龙臣把湿透的衣服换掉 禁军的衣甲和兵器 早就丢掉了 穿着铠甲 带着兵器入江 那是要死人的 开船 冯和下令 船上两个船夫立即开船 离开了岸边 这两个船夫 是西场的探子 船离开岸边不久 与府国带着一帮 黄城寺的探子 策马冲了过去 船到江心后 总算是安全了 龙臣拿毛巾擦干了头发 冯和拿来一瓶酒 龙臣喝了一口 你这次太冒险了 居然跑到了福元楼去了 你不怕被围攻啊 福元楼的厮杀太激烈 眼儿悄悄看热闹了去了 他躲在暗处发现了龙臣 吓得他差点追过去 冯和也说道 大人这次太冒险了 龙臣躺在船上 笑道 我这不好好的 我杀了独一宋伯 重伤了左思和蒋辉 那个玄机子真厉害 我居然拿不下他 早听说玄机子 是南梁第一高手 和李承道 可能不分上下 龙臣今晚和玄机子交手过后 确定此人的修为 确实很高 眼儿说道 他是苍玄山的掌门 修为不高的话 李承道能给他这么大面子吗 他的地位和空气 差不多 国师的待遇 冯和说道 不一样 石榴完全相信空气 李承道不完全相信玄机子 冯和反驳了眼儿的话 眼儿很不高兴 争辩道 就是一样 冯和笑了笑 不和眼儿争 龙臣问道 我的东西带了没 眼儿把箱子拿出来 拍了拍 说道 当然带了 龙臣伸手拿箱子 眼儿抱在怀里不给 我来保管 不许抢 龙臣笑道 箱子放我这里 你可以随时 找我拿东西 放在你那里 你家娘子一定会没收 你到时候血本无归 鸡仙仙是个守财奴 见到钱就眼冒金光 这一箱子 全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鸡仙仙 见了一定没收 雅儿觉得 龙臣说得有道理 可是他又舍不得 那你答应我 我的那份你不许动 我要的时候 你随时给我 雅儿很担心 龙臣会吞了 他那一份 龙臣笑道 好 你要的时候 我随时给你 金陵城皇宫内裤 里面点着蜡烛 一群人正在核查 到底还有什么东西丢了 烛火都小心点 这里如果走水 我们都得死 中贵的额头捂着毛巾 一个太监 正在帮中贵清洗手掌 和膝盖的伤口 一盆清水 被染成了红色 所有东西重新清点以后 内务司的太监过来禀报 总管大人 没有少啊 中贵摇头说道 尚未说少了 那就一定少了 再查一遍 众人无奈 值得再次清点 里成道很聪明 他们不敢糊弄 不敢随便说 少了一个东西 这样做会掉脑袋的 一个太监实在太累了 蹲在角落里休息了一下 正好坐在了龙臣 坐过的位子上 他看到了一个匣子 这个匣子的封条 被撕开了 太监高兴地拿出匣子 看着被撕开的封条说道 找到了 找到了 中贵顾不得疼痛 跑过去问道 少了什么 太监捧着匣子回道 不知道丢了什么 但就是里面的东西 内务司太监骂道 你特么说了什么屁话 不知道丢了什么你也说 中贵却说道 拿当初的入库单来 内务司立即拿来入库单 中贵对着单子查 当初入库的时候 只写了 陈香木匣子一个 内有功法册子一本 中贵打开匣子 发现里面的功法册子没有了 他来寻找龙爷的功法 中贵抱着匣子 立即往御书房走去 头顶的毛巾已经丢掉了 额头又开始渗血 膝盖也很疼 中贵进了御书房 李承道正坐在龙椅上发呆 皇上 找到了 中贵跪在地上 膝盖的血又渗出 双手捧着匣子举起 李承道睁开眼睛 扫了一眼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匣子 冷冷问道 就这 中贵回道 龙承恩拿走了里面的功法 李承道立即坐直了身子 将匣子夺走 打开匣子里面空空如也 功法 什么功法 李承道心中暗暗震惊 龙承的修为 已经到了一次帝尊镜 这么高的修为 还专门潜入宫里偷到功法 那就说明里面的功法十分厉害 连帝尊镜的强者都需要 中贵磕头拜道 这个老奴不知 入库单上只写了那有功法册子一本 是什么功法没记载 李承道拍着桌子叹息道 朕当初怎么就没在意呢 看到这个匣子李承道有印象了 当初他看过查抄的入库单 他根本没在意什么功法 没想到这么重要的东西 躺在内裤几年最后被龙臣偷走了 可恨可恨 龙野逆贼 你有如此绝世功法 居然敢私藏 龙家都该死 李承道确定那本功法 可以让人修为突破底尊 当初龙野和龙臣能单挑女帝 肯定是因为修炼了这本功法 李承道突然觉得自己没有杀错 杀 看守内裤的杀 执手疏忽的杀 轩弱垫的太监宫女杀 一群没用的东西 统统杀了 李承道狂暴怒吼 中贵磕头败道 老奴领旨 中贵退出御书房 立即传旨抓人 当夜杀了二百多人 江北 龙臣的船缓缓靠岸 一对人马过来接应 这是冯和安排好的西场探子 大人 到岸了 冯和摇醒龙臣 龙臣慢慢起来 带着崖上了岸 到了岸上 望着对面的精灵城 冯和说道 大人 您这一趟 可是把精灵搅得天翻地覆啊 龙臣打个哈欠 说道 不关我事 天下会和李承道杀来杀去 他们自己的事情 走吧 早点睡觉 困死了 在楼上蹲了半天 又和几个高手厮杀 在江里游水那么久 龙臣精疲力尽 就想睡觉 岸上准备好了战马 龙臣带着岸 骑一匹马 冯和三人护卫 走了半个时辰 到了一个镇子 进了安排好的院子 龙臣和岸进了房间 冯和三人在旁边住下 岸爬到床上 打开箱子 看着里面满满的珠宝 越看越可爱 等我回到京师 我要买好多吃的 小秦肯定会眼红 哼哼 岸很得意 这次的任务 本来让小秦来的 小秦觉得太远了 不愿意过来 姬仙仙就让岸 跟随龙臣走一趟 此行确实艰险 但收获也很大 早上的阳光 洒在精灵城时 百姓商旅都出来了 大战结束了 城北一片废墟 许多人过来看热闹 天下会百年基业 毁于一大 当年全世无二 连帝王将相 都要对其俯首贴二 没想到就这么没了 说起来 始作俑者 是东周的那个太监龙臣恩 是啊 百年的时间 多少英雄豪杰 臣服于天下会 甚至被天下会杀掉 最后灭掉天下会的 居然是一个太监 天下男儿不如一个太监 真是讽刺啊 你们少说两句吧 天下会没有死绝 被尚未收拢了 别说了 大家看着热闹 感慨天下会昔日 气焰熏天 如今却被灭了 一个身穿官服的男子 骑马匆匆走过 众人纷纷让路退避 此人正是大理寺亲怀毅 怀毅望了一眼 烧成废墟的浮原楼 忍不住也感慨一声 通天大厦 请客间倒塌 旁边的大理寺主不说道 惹上龙城恩的 都没有好下场 这话说得怀毅眉头一皱 策马往皇宫奔去 惹上龙城的 没有好下场 南梁已经惹上了龙城了 南梁的下场会如何 到了宫门口 怀毅下马 步履匆匆进了御书房 在门口 遇到了门口指手的太监 怀毅问道 上尉还没起来吗 太监回道 怀大人 上尉昨夜很晚才睡 您得等等 怀毅点头道 好 那我等等 怀毅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慢慢等李承道过来 李承道 此人生性多疑 朝会只讨论小事 大事都在御书房和大臣单独谈 这成了惯例 朝中的大臣 遇到重要事物 也都来御书房禀报 不再朝堂共义 等到日上三干十分 李承道才到了御书房 怀毅立即起身拜道 微臣怀毅 拜见皇上 李承道看起来睡得不太好 心情也不太好 微微应了一声 便进了御书房 李承道身后跟着两个小太监 中柜没有跟随 昨晚上中柜的额头 膝盖手掌都出血了 样子不好看 回去疗伤了 在御书房坐下来 李承道问道 何事 怀疑拜道 揽月阁的那帮贼人 关在大理寺监狱 原本准备今日斩首 但昨夜玉立 看守不力 监狱失火了 全部都烧死了 虽然李继夜是龙尘杀的 此事确凿无疑 但李继夜死在揽月阁 船上的人难辞其咎 要连珠斩首 李承道没有在意 淡淡说了一句 死了便死了 何须跟朕说 怀疑低头不说话 这个事情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怀疑如果不上奏 会有后患 所以 怀疑情愿被李承道骂一顿 也要上奏 还有何事 李承道有些不耐烦 怀疑连忙禀道 似承 涂冒财遇难 他的长子徒有冠 颇有财学 涂冒财是外妻 虽然被杀 但涂飞还在宫里 怀疑此人正直 但不迂腐 知道该拉的关系还要拉 怀疑主动推荐涂冒财的儿子 涂飞应该有个好印象 李承道冷冷说道 涂冒财本无财学 正看在涂飞面上 给了四成之位 他的长子徒有冠 也是无形之辈 正会另择人选 怀疑立即败道 皇上英明 李承道挥挥手 怀疑退出御书房 背上冷汗直帽 这次抖机灵抖错了 李承道刚才的态度 怀疑觉得李承道 有点怀疑他结党了 如果李承道真这么认为 怀疑死路一条 以后这种事情不能再说 怀疑急匆匆往外走 迎面见于府国往里走 于公公 怀大人 您这是面圣去 对 还是龙承恩的事情 哦 我也是为了龙承恩的事情 刚刚出来 圣上心情不太好 公公小心 多谢怀大人提醒 怀疑往外走 于府国继续往里走 进了御书房 于府国拜到 老奴拜见皇上 李承道冷冷问道 连个影都见不到吧 于府国在江边 城内搜了一晚上 想找到龙承 他觉得 晚上求度大江不限时 龙承肯定还在精灵 老奴无能 没有发现龙承恩踪迹 李承道冷冷笑了笑 说道 你要是能抓住 他就不是龙承恩 于府国低头不敢回答 李承道问道 有没有查清楚 谁藏匿了龙承恩 龙承在精灵城那么多天 肯定有人提供躲避的场所 李承道要铲除这个内影 老奴查到红归客栈 好像是他们藏匿了龙承恩 黄承司不是废物 能从蛛丝马迹 找到龙承的藏身之所 李承道问道 红归客栈谁家的 于府国支支吾吾不敢说 李承道怒道 说 于府国说道 是国账的产业 红归客栈是龙帮的产业 但明面上是国账霍新闻的产业 霍新闻是当朝皇后的老爹 李承道立即意识到不对 说道 在查 背后到底是谁 国账霍新闻不可能和龙承勾结 肯定有人故意如此安排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姬仙先故意安排 龙承住在红归客栈的 就是为了撇清龙帮的干系 姬仙先十分精明 早料到李承道会彻查 于府国拜道 老奴领旨 于府国走后 太医院的院手李承平进来 拜道 微臣拜见皇上 李承道问道 他们的伤势如何 太医院现在住着一帮人 都是重伤 李承平回道 天下会的会长一直在昏睡 身上还有龙承恩留下的剑伤 按照独一的方子 勉强维持不死 李承道问道 鸡巴能醒过来吗 李承平回道 微臣没有把握 他的伤太严重了 现在就是个活死人 古代说活死人 就是植物人 李承道微微一笑 说道 好 就让他做一个活死人吧 不死不活的鸡巴 对李承道来说最好 可以用来控制天下会的人 又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威胁 完全当作工具用 李承平立即拜道 微臣明白 李承道又问其他人 李承平一一回道 蒋大统领的伤十分严重 虽无性命之忧 但基本上废掉了 李承道 眉头成了一个穿字 南梁的高手不多了 蒋辉是晋军大统领 是南梁的大将 现在却被龙臣打成了废人 何旭将军的伤虽然不轻 但能治好 何旭是南大营的将军 昨夜交战时被乱剑射中 所以没有和龙臣对上 左思的腹部被抓烂 缝合后休息即可 其他猪将都还好 能治愈 李承平一一禀报 李承道听完 说道 好了 你去吧 李承平退出御书房 李承道起身走到窗前 望着窗外的花木发呆 这是李承道第一次和龙臣正面对决 李承道惨败 龙臣孤身潜入金陵城 溜进皇宫内裤 偷走绝世秘籍 击杀连心 李承道居然毫无察觉 还挑动了李承道和天下会的矛盾 让两边相互攻伐 死了四个高手 打残一个禁军统领 禁军损失数万 扶元楼被烧成废墟 天下会威势不在 龙承恩 龙承恩 李承道喃喃自语 龙眼 你给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李承道呆呆战了很久 转身让太监找玄机子和六部大臣过来 不多时 玄机子到了御书房 平道见过皇上 道长 正想闭关一段时间 朝政之势 劳烦道长和六部大臣代为处置 两人刚开始说 六部大臣进来了 六部就在前朝 所以来得很快 兵部尚书于子明 户部尚书段俊才 礼部尚书王规 吏部尚书朱云熙 行部尚书云成龙 公部尚书殷山 六位尚书站在前面 李承道又让太监传大理四亲怀翼 和御史大夫御迟后过来 很快 怀翼和御迟后也到了 人到齐了 李承道开口道 这次的事情 诸位都知晓了 龙承恩潜入金陵城 兴风作浪 搅得金陵城鸡犬不宁 诸位大臣静静听着 都不敢大声出气 这次的事情太惨 李承道亲儿子被杀 龙承却从容而退 李承道丢尽了颜面 索性黄承司发现了龙承恩 合围之下 龙承恩仓皇逃走 李承道这样说 大家就这样听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龙承根本不是逃跑 而是从容撤退 正想闭关一段时间 朝中事务 由诸位与玄机道长 共同商议处置 段尚书 天下会已经归附 你会同天下会的 长老伍岳和左思 整顿天下会的产业 将其收归朝廷所有 户部尚书段骏 才走出来 拜道 微臣领职 李承道又对兵部尚书 于子明说道 于尚书 蒋会重伤 进军暂时有你统领 同时告诉前线将士 小心提防东周偷袭 于子明走出来拜道 微臣领职 其实于子明心里有疑问 龙承刚在精灵大闹一场 杀了南梁很多精锐 这个时候 李承道闭关修炼很不合理 万一龙承带兵进攻 那怎么办 不过 于子明不敢说 也不敢问 李承道对玄机子说道 道长 朝政之事劳烦你了 玄机子立即说道 皇上放心 若遇到大事 平道一定禀报 李承道点点头 说道 诸位爱卿要陆力同心 勿让朕担忧 众人齐声败道 臣等遵旨 人散去后 李承道进了密室 外面的防守 由副统领延禧负责 坐在密室里 李承道拿出龙野上刀的册子 再次翻开参详 李承道选择此时闭关 是因为发现 龙承突破了武皇巅峰 踏入了帝尊境 以前都以为 只有女帝能突破 现在发现不是这样 既然龙承可以 那李承道也可以 还有一点 虽然龙承忌旦进军围攻 没有选择刺杀李承道 但龙承从容入宫行窃杀人 深深震撼了李承道 万一龙承拼死一搏入宫行刺呢 李承道能不能击退龙承 所以 虽然局势危险 李承道还是决定闭关修炼 这个事件 武道称王 就算是帝王 如果修为不够 也可能被杀 李承道必须突破武皇巅峰 至少和龙承一样 李承道慢慢闭上眼睛 开始按照龙野说的方法修炼 金陵城西面五十里处 一辆马车缓缓往西行驶 马夫是个中年女子 车帘挑起 里面坐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女子 请问女侠 你要带我去哪里 这个女子正是揽月阁的夙月 马夫回头看了一眼夙月 说道 姑娘 大人命我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 疗伤的药你服下 还有治疗外伤的药 夙月很好奇地问道 请问您家大人是谁 揽月阁的人被抓到大理寺后 经过了残酷的严刑拷打 有些人被活生生打死 素月因为是主要嫌犯 玉立没有下死守 所以逃过一劫 不过 说起来 揽月阁上也没几个是无辜的 李继夜的死与他们无关 但恶事做得也不少 逼良为娼的勾当 没少做 素月本是南梁景南郡的名门 揽月阁看中素月美貌 便下套购陷 把素月一家抄家 素月迈入揽月阁为娼 在大理寺牢狱 素月以为自己死定了 没想到昨夜突然起火 自己迷迷糊糊中 被人带出了监狱 醒来时候 就在马车里 那天晚上与娘子共饮的 就是我家大人 马夫淡淡说道 马夫的回答 出乎素月的意料 他本以为是哪位服侍过的客人 舍不得他 才派人救他的 他 素月想问 是不是龙晨杀了李继夜 但又不敢问 马夫却很直接 说道 娘子猜得不错 是我家大人杀了李继夜 素月被吓到了 惊问道 那你要带我去哪里 他以为要被灭口 马夫笑了笑 说道 我家大人是东周武王 他说这次事情连累了娘子 实在对不住 至于去哪里 看娘子自己决定 我的任务 就是送您到安全的地方 给您把伤之好 这是我家大人送给您的礼物 马夫从怀里 拿出一个小盒子 递给素月 龙晨做事恩怨分明 素月的底细他查过 这次事情他算无辜 所以救了他 素月打开盒子 里面放着的是内裤 偷出来的宝物 我如何受得起 素月没想到 那天晚上的客人是龙晨 还给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娘子收下吧 大人的东西 我可不敢还回去 娘子好好歇着 不用担心 马夫扬起鞭子 继续往西走 素月放下车帘 捧着盒子沉思 江北镇子 芽儿迷迷呼呼睁开眼睛 看到龙晨做打做修炼 太阳打西边出来 居然在修炼 龙晨慢慢睁开眼睛 感觉体内的真气 更好控制了 龙家心法果然有用 为什么龙也以前 没发现呢 冯和准备好了早饭 吃完早饭 龙晨带着芽儿回京师 帝洛西和帝令仪 在临江城 但龙晨没有过去 东周 京师 女帝坐在御花园 身上披着一件外套 微微的秋风吹落黄叶 天气开始变冷 有肃杀之意 尹凤拿着一封秘奏 到了御花园 呈给女帝 圣上龙晨秘奏 女帝迅速拆开秘奏 看完信中内容 欣喜道 这个龙晨 朕就说她总能火中取栗 一个宫女走过来 禀道 圣上老祝国来了 女帝收了秘奏 说道 快请 尹凤觉得奇怪 公孙云怎么来了 不多时 公孙云穿着一件黑色外套进来 拜一件圣上 老祝国请坐 两人坐下来 公孙云说道 听说金陵城大乱 礼城道与天下会互相攻伐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我想找武王说说这个事情 可是我找不到他 金陵城乱成一锅粥 这时候 如果由龙晨带兵进攻南梁 肯定有戏 公孙云去武王府找过龙晨 何君陶说龙晨不在府上 公孙云问去哪里了 何君陶说不知道 这让公孙云很疑惑 有什么话不能告诉他 女帝笑道 老祝国请看 女帝将龙晨的秘奏 给了公孙云 龙晨的行动已经结束了 告诉公孙云也无妨 大洲和西夏境内的天下会堂口 虽已经平定 但复原楼还在 而且 吴勉王生死未知 天下会到底还有多少力量也未知 龙晨恩这次去金陵城 是为了摸清楚天下会的底牌 顺手杀一些人 女帝在旁边说着 语气很平淡 但欣喜之情异于言表 龙晨这次行动 干得太漂亮了 惊艳到了女帝 公孙云看完秘奏 感觉不可思议 还得是龙晨恩啊 这臭小子胆大包天 竟敢一个人潜入金陵城 杀了这么多高手 还能从容而退 奇灾 这次公孙云彻底佩服了 龙晨带兵打仗厉害 但公孙云也是行武出身 觉得自己年轻时 也能拼一把 这次不一样 就算公孙云年轻个50岁 他也干不来 只身潜入金陵城 刺杀高手 挑拨两边厮杀 最后安全撤退 这太难了 尹凤在旁边忍不住说道 福元楼被打成废墟 天下会的威胁彻底消除 我们不用担心 天下会报复了 龙晨灭了东周的天下会 朝野上下其实都很担心 害怕天下会报复 这下好了 南梁的天下会 也被平掉了 公孙云感叹道 是啊 天下会的威胁始终存在 龙晨灯此次彻底灭掉了天下会 他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是进攻南梁的好机会啊 女帝说道 过两天应该能到 至于进攻南梁 我们在商议 金陵城内乱 李承道必定加强防守 仓促进攻未必就好 公孙云点头 说道 也是南梁大国 要好好筹划一下 此事值得大庆三日啊 女帝笑道 等龙晨恩回来再说 公孙云笑道 对 等他回来 老夫要跟他一醉方休啊 女帝笑道 老祝国悠着点 别喝醉了 公孙云的酒量不好 而且酒后话多 公孙云尴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有个事情 老陈不知该不该说 女帝说道 老祝国请讲 公孙云犹豫一下 说到朝野上下都在说 三公主和四公主 为龙晨恩炼制枯木丹的事情 此事老陈本不该说 可这个事情又是关大洲朝政 老陈还是提一嘴 如果龙晨恩恢复男儿身 这个自然也好 如此一来 五王府可以一直延续 成为我大洲住石 可不好的地方也有 那就是 可能再次出现 景天恋那样的事情 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 两位公主似乎都有意 说起这个事情 公孙云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 这是两位公主 和龙晨之间的男女之事 他一个老人家出来 说不合适 女帝笑了笑 说道 老祝国为大洲着想 这些担忧都有道理 龙晨恩变回男人后 娶妻生子 五王府延续 成为第二个景天恋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但也有一种可能 龙晨恩一心畏国 就像老祝国您一样 公孙云微微点头 这话说的也对 想当年 公孙云和景天恋的父亲 同朝为将 公孙云一直为 朝廷办事 忠心耿耿 景家就走上了 拥兵自重的路子 这个问题上 公孙云一直想不明不白 大洲有女帝坐镇 拥兵自重 有什么好处 女帝以前灌着景家 只是因为找不到 合适的人 取代景家 龙晨一出现 女帝立即对景天恋动手 公孙云又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 龙晨恩体内的火毒 按照以往的经验 龙晨服用杨金时候 寿命不长 时间快到了 如果龙晨毒发身亡 留下后代 也没啥用 女帝对龙晨的情况 心知肚明 说道 我看龙晨恩修炼 阴风掌颇有效果 火毒好像被寒气压制了 或许能好 公孙云吃了一惊 说道 从未听说阴风掌 有这么好的效果 藏武阁的典籍 公孙云当年也看过 没听说阴风掌的寒气 能强到压制杨金时的火毒 女帝笑道 龙晨恩的事情 不可用常理推断 别人不行 他可以 公孙云想想也对 龙晨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便好 杨金时的事情 我一直很愧疚 那丹药是我炼制的 公孙云一直耿耿于怀 觉得是他害的龙晨短命 女帝现在说龙晨没事 公孙云常常松了一口气 心中的石头消解了 女帝笑道 怎么能怪在老祝国头上 这是朕的主意 公孙云呵呵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有责任肯定是大臣的 怎么能扣在女帝头上 没有其他事了 老臣告退 公孙云起身 女帝送到门口 四方楼 孟兰进了后院的阁楼 沈万金正在看账本 旁边站着胖乎乎的格东东 楼主 金陵城那边的最新情报 李婆婆送了金陵城的情报过来 孟兰立即送给沈万金 拆了信 沈万金仔细看了 脸色很复杂 怎么了楼主 孟兰以为龙晨出事了 沈万金说道 龙晨恩灭掉了扶元楼 天下会完了 孟兰惊喜道 恭喜楼主 从此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格东东跟着恭贺 恭喜楼主 沈万金却担忧地说道 龙晨恩这丝 一个人潜入金陵城 通过栽赃嫁祸 挑拨两边争斗 就灭掉了扶元楼 你们不觉得 这丝太恐怖了吗 这才叫杀人不用道 人死不见血 孟兰和格东东的喜悦之色 都消失了 转而变得担忧起来 那我们 孟兰拿不准沈万金什么意思 到底是继续和龙晨合作 还是再次潜入黑暗 继续当杀手 沈万金说道 天下会的产业继续做 万金楼的生意不能停 万一这次对我们下手 我们必须有路可走 孟兰和格东东 身以为然 一辆马车 缓缓到了金师城南十里 冯和拉住马 回头说道 大人 到十里停了 龙晨从马车里钻出来 伸个懒腰 这一路坐马车真心受累 古代的马车 没有减震效果 道路又坑坑洼洼 坐着实在难受 当然 比骑马要好得多 骑马风吹日晒 马鞍更难受 终于到了 龙晨望着这片熟悉的风景 其实对于现在的龙晨来说 东周才是故土 金陵城是以前龙晨的家 雅儿慢慢爬出来 抱怨道 就该买个铜绒毡子垫着 冯和问道 大人继续走 还是 龙晨说道 你去吧 我们自己回去了 冯和点点头 自己赶着马车离开了 龙晨问雅儿 你怎么回去 我送你 雅儿摆摆手 说道 不用 到这里 就是我的地盘 我走了 雅儿转身消失不见 这丫头的轻功很好 外套和衣裙放在旁边 青梦闭上眼睛 轻咬红唇 龙晨将自己的衣服放在一边 然后开始 院子厨房里 几个女子正在准备饭菜 天色不早了 龙晨应该会在宅子里留宿 快些准备 不要让大人饿了 我说慢一点好 省得菜凉了 也是啊 大人每次都很久 哎 你说青梦命真好 被卖到青楼 还能遇到大人 各有各的命啊 大人身居高位 身体又好 每次一个时辰 想想都羡慕 你都一把年纪了 还羡慕这个 不正经 几个女的在厨房里 嘀嘀咕咕说笑 宅子里添了两个人 总共有五个女子 领头是两个中年女子 名叫贵嫂子和六婶 这几个探子 直接听命于龙晨 逢何不得过问 几个人说笑着 饭菜细细准备 一个时辰后 青梦无力地依偎在龙晨壁弯里 双目微闭 呼吸沉沉 诚哥 你答应我温柔的 青梦语气带着幸福的感觉 又有些埋怨 我已经很温柔了 若非你身体娇弱 给你一场狂风暴雨 龙晨刚才尽量控制自己 不要把青梦弄伤 要不然 此时的青梦 肯定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青梦抱着龙晨 问道 陈哥 可以多陪我几天吗 龙晨摸了摸青梦的头 说道 我这些时候都可以来 但我不能一直在这里 我还有事 青梦说道 只要你来就行 我最近特别想你 龙晨抱着青梦 放在身上 笑问道 想我什么 青梦头埋进龙晨胸膛 叫声说道 讨厌 知道还问 龙晨笑道 看来你不累啊 再来一次 青梦连忙护住身子 说什么都不来了 不了 陈哥 真的 青梦苦苦哀求 龙晨笑道 真的 青梦哀求道 真的陈哥 求你了 龙晨抱着青梦起来 说道 好了 吃饭吧 青梦坐在床上 背对着龙晨 玉雕般的后背 很好看 青梦拿起肚兜 慢慢系上袋子 先是脖子上的系好 然后是后背 穿好了肚兜 再起身 穿上粉色的裤子 然后再穿粉色的盒子裙 最后是外套 脱掉青梦衣服 和看青梦穿上衣服 是一种享受 两人出了卧室 到了旁边的房间坐下 仆人端上晚饭 龙晨和青梦 甜甜地吃完晚饭 晚饭过后 青梦到了琴房坐下 说道 陈哥 我给你弹琴 龙晨拿起旁边的竹箱 说道 我更喜欢你吹奏这根箱 青梦娇称道 讨厌 人家只会弹琴 不会吹什么箱 龙晨放下竹箱 笑道 那边弹琴吧 等睡觉的时候 再听你吹竹箱 青梦樱桃小嘴 撅了一下 甜甜地弹起了鼓琴 望琴哥 芽儿上了五楼 姬仙仙正等着她回来 小琴站在旁边 娘子 我妹妹回来了 芽儿一进门 就听到小琴说 她是妹妹 立即反驳道 你再说 我是你姐姐 姬仙仙脸色一沉 说道 还征姐姐妹妹 要不要再让龙晨恩 给你们检查身体 谁打谁当姐姐 这话说的两人 都不说话了 上次为了征姐姐妹妹 被龙晨吃了豆腐花 这是惨痛的教训 芽儿冷哼一声 狠狠瞪了小琴一眼 说说金灵城的情况 姬仙仙问道 芽儿坐下来 把事情的经过仔细说了 金灵城的事情 火凤堂一直都在 飞鹰传书禀报 但信里能说的有限 而且 芽儿贴身跟着龙晨 知道的更全面 说完后 姬仙仙说道 这个死太监真厉害 不费一兵一卒 就把福元楼给平掉了 还杀了李承道数万人 跟他合作没错 当初姬仙仙救治龙晨 并且定下与龙晨合作的计策 就是看中龙晨的实力 这次龙晨一个人闯入金灵城 把天下会和李承道 都收拾了一顿 展现了超人的实力 姬仙仙感觉自己 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不过这人心软 就跟娘子说的一样 宋伯召唤毒虫杀人 他去救人 真是费解 救治精灵百姓的事情 也还是觉得龙晨多管闲事 姬仙仙说道 你不懂 成大事者要心狠 也要心软 对敌人要心狠 对百姓要心软 你如果残杀百姓 那天下人都会反对你 最后会千夫所指 只有对百姓好 才能收拢人心 你想想玉佛关附近的百姓 是不是对龙晨感恩戴德 玉佛关和西丰城 实际上已经是龙晨的地盘了 这个龙晨 有当帝王的前置 小秦在旁边说道 可是龙晨这人太花心 他不能只对娘子一个人好 这话说得鸡先鲜心里有点酸 身为女人 他也想独占龙晨 可这样不现实 鸡先鲜冷冷说道 我只是利用他而已 他花心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秦知道鸡先鲜在嘴硬 他看破不说破 他有没有在精灵沾花惹草 鸡先鲜刚说完不在乎 又问牙龙晨有没有乱搞 牙脸刷得一下红了 结结巴巴说道 没没没有 他很老老实 鸡先鲜立即明白了 龙晨没有找别的女人 龙晨一直在玩牙 龙晨干掉了扶元楼 这对我们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 李承道会对付火凤堂了 鸡先鲜要想怎么应对李承道的打压 小秦说道 龙晨那么聪明 让他想办法 他灭掉了扶元楼 就该他负责 鸡先鲜点点头 对 我帮了他 他也要帮我 就算看在牙跟着他吃了 那么多苦的份上 也该替我想办法 你说是不是啊 牙 牙红着脸说道 对 鸡先鲜对牙说道 那你去传信吧 让他来望秦阁一趟 雅儿点点头 立即出了房间 第二天 城南私宅 京师进入秋季 天气已经冷了 龙晨盖着被子 睡得很舒服 微凉干燥的天气 盖着被子睡觉最舒服 朦朦胧胧中 龙晨梦到自己进了一个浴桶 里面倒满了温热的水 慢慢蹲下去 暖意流遍全身 龙晨睁开眼睛 转身想抱住清梦 但清梦不在枕边 嗯 人呢 这时 龙晨感觉被子里有人 而且一股温暖的感觉传来 难怪梦见泡热水走 原来 雅儿走后 龙晨下了车 给清梦熟身后 还没有去看过 大门警锁 里面传出一阵情声 龙晨翻身落在院子里 两个女子冲出来 喝道 谁 这两个女子 是西场的探子 安排在这里照顾清梦 属下拜见大人 两人见识龙晨 慌忙收了匕首 恭敬地拜见 清梦听到动静 开了窗户查看 见到龙晨在院子里 清梦喜出望外 陈哥 你终于来看我了 清梦从房间跑出来 激动地说道 龙晨说道 出去办了一些事情 一道经师就来了 住在这里还习惯吧 清梦使劲点头 说道 习惯的 两人进了客厅坐下 龙晨还没吃饭 仆人立即做了饭菜过来 吃过饭 说了些事情 龙晨便准备离开 龙晨出了宅子 清梦站在门口 清梦叹息道 陈哥事务繁忙 我也不能耽误他正事 清梦穿着白色的衣裙 站在门口许久 驾 十几匹马突然从门口冲过去 吓得清梦往后退了几步 差点跌倒在地 哪来的泼皮浪子 骑马不长眼 六审连忙扶住清梦 怒声呵斥 听到呵斥声 马队停下来 这群人 为首是一个身穿紧衣的公子 人长得还不错 只是眼神带着银鞋之气 不像正人君子 身后有两个身材健壮的手下 腰间带着刀 再往后 就是一般的随从仆役 带刀手下骑马过来 指着六审骂倒 你敢骂我家公子是泼皮 你找死 六审是西场的探子 跟着龙城混得 哪里会怕这种小喽啰 但清梦的存在是秘密 龙城是男的 这更是绝密 六审不想张扬 冷哼一声 便扶着清梦往里走 站住 另一个带刀手下 想上前拿人 锦衣公子却拦住 说道 住手 不要惊了小娘子 锦衣公子见到了清梦 被她的美貌迷住了 碰 宅院大门关闭 视线被隔断 锦衣公子意犹未尽 怅然道 这是谁家的娘子 生得如此美貌 手下说道 公子 这应该是谁家的外宅 锦衣公子嘖嘖赞叹 居然有如此美貌的外宅 我若是能得到 虽死无恨啊 手下怂恿锦衣公子 公子 我看这私宅只有女眷 要不我们闯进去 把人拖走便是 强抢名女这种事情 他们经常做 算是轻车熟路 锦衣公子手持马鞭 微微摇头说道 不可鲁莽 能养这么美貌的外宅 恐怕有些来头 等把事情查清楚 我们再动手 锦衣公子望着宅子看了许久 这才带人离去 宅子里 贵嫂子贴着门缝 看锦衣公子离去 这才回到房中 怎么样 六婶过来问情况 贵嫂子说道 我看这帮人不怀好意 似乎对娘子动了心思 六婶低声怒道 五王的女人也敢惦记 她活腻了 贵嫂子微微摇头说道 五王的身份特殊 此事不可张扬 龙臣公开身份是太监 如果闹出养外宅的事情 定会成为天下丑闻 龙臣的太监身份 也会被质疑 所以 此事的处置必须慎重 六婶比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说道 那我们把它做了 贵嫂子犹豫了一下 说道 这个事情需禀报五王 请五王定夺 不过 我们先要摸清楚那个人的底细 然后再禀报 六婶点点头 说道 好 我来 龙臣从私宅出来 起码到了金师南门 进了城门 看着熙熙攘攘的金师 龙臣感受着人间的烟火气 店铺热闹地开着 商旅不绝于途 龙臣慢慢走着 突然看到一个光溜溜的小光头 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老爷 龙臣把花儿抱上来 放在小虎前面 我让你监督他练功 你倒好 跟着玄慧跑出来闲逛 小孩子心性不定贪玩 有时候必须训斥 否则浪荡无学 长大了不成才 特别是小虎 龙臣看他资质好 不能浪费了 玄慧也很聪明 但龙臣不好管得太多 毕竟玄慧是摩羯的弟子 小虎和花儿都不敢吱声 乖乖地坐着往回走 回到五王府 何君陶慌忙过来拜见 大王回来了 何君陶见小虎和花儿 被押回来 猜到龙臣可能不开心 君陶 以后你来监督小虎练功 别让这小子学坏了 今时好玩的东西多 特别容易野了性子 何君陶拜道 明白 我以后一定约束好小虎 龙臣放小虎和花儿下来 自己进了后院 刚刚走进后院 听到消息的湘宁 小鹅一帮人围上来 把龙臣围在中间 大王你终于回来了 龙臣每次听到一群女的 围着自己喊大王 总有看风神演绎的感觉 自己就是那个咒王 苏友荣走过来 大声呵斥道 好了 大王刚回来 一个个像什么样子 苏友荣出来了 大家这才散去 大王终于回来了 一路上辛苦了 苏友荣笑盈盈上前行礼 替我准备朝服 我要入宫面圣 苏友荣立即准备 龙臣换了一身朝服 龙臣喝了一口茶 便起身往皇宫去 到了凤鸣宫 门口的宫女立即拜见 拜见武王 圣上在吗 龙臣问道 尹凤和底腕都不在 说不定女帝也不在这里 宫女回到 圣上在御书房 龙臣静止走进去 到了御书房外 闻到女帝成熟的女人香 微臣求见圣上 龙臣没有直接闯进去 而是在门口先禀报一声 进来 女帝应了一声 龙臣这才慢慢走进去 拜道 微臣龙臣恩 拜见圣上 女帝放下手中奏折和朱笔 笑盈盈看着龙臣 说道 武王就是武王 一个人潜入金陵城 闹了个天翻地覆 从此以后 天下会不再是威胁 南梁也死了两个高手 费了一个禁军大统领 你这次的功劳很大 想要朕怎么赏你 龙臣说道 侥幸之功 不敢说赏赐 微臣虽然杀了海富和联心 重伤奖辉 但五月和左思投靠李承道 还有一个花依依 其实也没有削弱南梁的国力 五月和左思的修为 和海富 联心相比 其实差不多 花依依可以抵消蒋辉的损失 所以这样一算 其实差不多 当然 蒋辉有统兵之才 花依依只懂做生意 对于打仗来说 李承道亏大了 李承道和天下会必定合流 你杀了他们 就是好事 女帝非常赞赏龙臣此次行动 原本朕还担心你会被围攻 是朕多虑了 龙臣笑了笑 说道 虽然毁了复原楼 也杀了几个 但有些事情 还是没能查清楚 女帝静静听着 龙臣将事情的原委仔细说了 当然 潜入皇宫 偷回龙家心法的事情没说 女帝听完 皱眉道 你的意思是 天下会的幕后黑手 有大阴谋 龙臣说道 幕后黑手连天下会都可以放弃 他们在筹划的事情 肯定是个大阴谋 在回来的路上 龙臣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龙臣在最后时刻 不惜以身入局 冲进扶原楼 杀宋伯和击霸 就是想以幕后黑手 和天下会总部出来 可直到宋伯被杀 击霸被射中三箭 幕后黑手和天下会总部也没出现 那只有两种解释 幕后黑手和总部完了 或者实力不够 这种可能性极低 龙臣不予考虑 第二种可能 就是幕后黑手和总部 还有更大的图谋 他们情愿 放弃天下会这颗重要棋子 也不愿意露面 龙臣觉得第二种可能极大 女帝脸色凝重 问道 你能猜出有什么图谋吗 龙臣摇摇头 说道 微臣惭愧 猜不出他们有何图谋 这个问题 或许问问姬仙仙有用 不管怎么说 姬仙仙是居兰国的公主 和姬霸是兄妹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好 此事你继续暗中彻查 龙臣拜道 微臣领旨 说完了精灵城之行 女帝说起另一个事情 你可知 洛西和令仪 都在给你炼制枯木丹 龙臣心里咯噔一下 没想到女帝又说这个事情 微臣知道 这个事情 没办法装傻充愣 女帝笑音音地问道 做好变回男人的准备吗 龙臣有些尴尬 说道 微臣 微臣没什么 就是朝中大臣和百姓 有没有做好准备 龙臣本来就是男的 没什么准备不准备 以后不用再假装太监 就这么简单而已 问题是朝中的大臣和大洲百姓 能不能接受 还有一个 女帝有没有做好准备 一旦龙臣变回男人 帝洛西和帝令仪的矛盾 怎么处理 风言风语 肯定会再次冒出来 女帝笑道 你要变回男人的消息 从去年就开始流传了 大臣和百姓 应该都能接受 龙臣笑了笑 说道 圣上以为 微臣是做一个太监好 还是变回男人好 这个事情 如果女帝不答应 龙臣很难办 如果女帝忌惮龙臣 怕龙臣娶妻生子 五王府成为世家大族 那就不能变回男人 如果女帝接受 那一切好说 女帝没想到 龙臣会这样问 正以为你知道 原来你不知道 好了 退下吧 女帝淡淡回了一句 龙臣听得莫名其妙 女帝到底什么意思 龙臣起身败道 威臣告退 女帝让龙臣退下 龙臣也不好赖着不走 出了凤鸣宫 龙臣骑马 回到五王府 到了前院 何君陶正在监督小虎练功 何君陶手里拿着竹鞭 样子很凶 小虎不敢调皮 龙臣心中暗笑 臭小子 就该这样收拾 进了后院 回到卧室 龙臣把朝服换了 我的珠宝呢 雅儿从窗户溜进来 在卧室里翻箱倒柜 找那个箱子 龙臣朝服刚脱下 就看到老鼠翻箱子一样的眼 在床底下 龙臣指了指 珠宝的箱子 缝合昨天晚上悄悄送回来了 雅儿钻进床底下 猫着腰把箱子拖出来 抱起来放在桌子上 自己爬上椅子 笑嘻嘻地打开箱子 我的小宝贝 雅儿激动地搓着手 那样子就跟苍蝇一样 龙臣看得忍俊不惊 问道 你这贪财的性格 是不是跟鸡仙仙学的 雅儿一心在珠宝上 根本听不到龙臣说什么 雅儿拿起一颗琥珀色的宝石 对着窗户的光亮照了照 又撩起袖子擦了擦 越看越开心 我觉得精灵之行 你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把李承道的内裤偷了 你为什么只偷一个箱子 为什么不多偷一点 雅儿放下琥珀色宝石 又拿起一粒鸡蛋大小的珍珠 对着珍珠哈了一口气 雅儿开心地擦了擦 恨不得咬一口 我入宫是为了潜伏杀人 偷东西只是顺带 再说了 我又不是彩米 龙臣脱了巢服 换上了平时的便服 感觉舒服多了 雅儿放下珍珠 奇怪地问道 你潜入了李承道的后宫 那么多妃子 你为什么不采花 龙臣愣了好一下 说道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不是采花贼 强扭得瓜不甜 你想什么呢 雅儿翻出一块晶莹剔透的预章 鄙视道 我呸 无耻 龙臣问道 你来干嘛 来拿属于你的珠宝 雅儿挑来挑去 最后选中了一只 做得特别精致的金钗 把金钗小心藏在怀里 娘子找你有事 今晚去一趟望秦阁 雅儿拿着金钗 非常开心地出了武王府 时间不早了 快要天黑了 龙臣出了房间 刚好遇到苏友荣 大王晚上还出去 我去真佛寺找摩羯说些事情 晚上可能不回来了 龙臣随口说了一句 苏友荣也不多问 龙臣徒不出了武王府 慢慢往胭脂巷走去 天色渐晚 寒风微微吹过街道 一股秋凉之意扑面而来 金狮和金灵两种气候 从金灵城回来 有种从夏天进入秋天的感觉 这个时候 草原应该下雪了吧 龙臣想起蛮族草原 不知道小蛮子和柳青青怎么样了 前方 十几匹马哒哒哒跑过来 为首是一个锦衣公子 身后跟着一帮人 马背上挂着兔子 狐狸 野鸡等各色猎物 看样子 是打猎刚回来 公子 我们今天收获不错 可惜了 那头鹿太激紧 居然跑了 锦衣公子笑道 今天的运气很好 不光打了猎物 还看到了游物 身后的人起哄道 公子太谨慎了 要我说 直接把人抢了就是 一群人嘻嘻哈哈 策马过街 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龙臣听着嚣张的笑声 心中暗道 金狮的顽固子弟 也该整顿一下了 听刚才的意思 那人看到了美女 就敢抢抢 还有王法吗 夜幕落下 龙臣慢慢走进胭脂巷 摊贩在路边支起了摊子 食物的香味弥漫 青楼橱管的灯笼挂起来 司竹之声鸟鸟 骏马 划车在楼前停下 老宝子 归宫出门迎客 一片热闹繁华景象 走到望秦阁 月娘远远就看到龙臣 慌忙出门迎接 拜见五王 月娘低声拜道 不用多脸 娘子在五楼吧 在呢 等着五王 龙臣低调递上了五楼 推门进去 姬仙仙正等着龙臣 小秦在旁边伺候着 雅儿不在这里 估计拿钱出去买吃的了 多日不见娘子 甚是想念 龙臣在姬仙对面坐下来 龙臣说道 我这次到金陵城 没找到天下会的总部 以你对天下会的了解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姬仙仙说道 天下会总部肯定有的 父王在的时候 天下会总部就有了 总部的负责是个女的 姓朱 他手下有八大使者 负责天下会各处的 情报收集转达 姬仙仙所言 和龙臣知道的情况一致 龙臣说道 在金陵时 冯和一直盯着左思 他说 左思试图联络总部 但总部没有回应 我觉得奇怪 天下会到了 生死存亡的关头 为何总部没有先生 姬仙仙想了很久 说道 可能他们也出事了 龙臣摇头说道 不太可能吧 我在东周突袭天下会时 并未对总部出手 我甚至找不到 总部在哪里 他们能出什么事 姬仙仙有意到 或许 有其他人对天下会动手了 导致总部出事 龙臣想了想 觉得更加不可能 除了我 还有谁会对天下会动手 或者说 还有谁敢对天下会动手 要知道 在龙臣动手 突袭天下会以前 所有人对天下会 都是恐惧的 为之如虎 而且 对付天下会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没有高手 没有兵马 根本不可能 除了龙臣 只有西夏和南梁 有这个实力 可是西夏和南梁 并未传出 和天下会总部大战的消息 姬仙仙摇头说道 不知道 这个事情确实很奇怪 你给我的那些账本 我仔细看了 确实有人 在幕后操控 说操控可能不准确 应该说 有人躲在背后吸血 偷偷拿走了天下会的收入 这些人拿了天下会的收入 肯定有所图谋 而且 我觉得 总部应该也参与了 看完龙臣给的天下会账本 姬仙仙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话听得龙臣更加疑惑 总部也参与了 难道说 总部叛变了 你觉得可能吗 龙臣不敢想象 总部居然叛变 姬仙摇头说道 几乎不可能 总部是最可靠的人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龙臣看着姬仙 久久无言 姬仙仙见龙臣这样看自己 不喜道 我没骗你 龙臣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我所图之事甚大 如果你有所保留 导致以后大事不成 你我都将万劫不复 龙臣想灭李承道 霸占南梁称币 姬仙想借助龙臣之首富国 重立居兰国 这两个都是天大的事情 容不得半点差错 如果姬仙隐瞒保留 很可能功亏一篑 我自然知晓 我真的不知道 姬仙仙很不高兴 刚刚还觉得龙臣与他心有灵犀 现在龙臣又怀疑他 姬仙仙感觉很委屈 觉得遇到了渣男 姬仙仙否认 龙臣也不好再说什么 此事终于是个隐患 我让冯和再查查 龙臣无奈地说道 姬仙仙冷冷说道 你的事情说完了 该我了 我问你 你把扶元楼灭了 李承道和扶元楼合流了 现在的问题到我头上 李承道要重新扶持扶元楼 把天下会变成他的附属 我龙帮在南梁的生意受到打压 你说怎么办 这个问题姬仙仙想了很久 没想到解决的办法 这次找龙臣来 就是为了让他出个主意 龙臣想了想 无奈地摇头 没办法 五月和左思他们 投靠了李承道 自然要创造价值 对于李承道来说 天下会的产业 可是香薄薄 它能依靠天下会赚钱 你们龙帮就用不上了 姬仙仙皱眉道 连你也没办法 我还以为你足智多谋 能想出办法来 龙臣笑道 没想到 在娘子心中 我是个无所不能的男人 受宠若惊啊 姬仙仙白了龙臣一眼 不屑道 是我想错了 你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 龙臣笑嘻嘻倒了一杯酒 送到姬仙仙面前 自己也倒了一杯 笑道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 好解决 李承道想收服天下 会为他所用 创建一个由他控制的商会 同时让五月 左思 花依依这些高手帮他 但是 从五月他们的角度来说 他们是被迫的 不得不从 所以 李承道想趁机打压龙帮 你也可以趁机出手 拉拢天下会的残余势力 建立一个表面 有李承道控制 实际上 有你控制的天下会 从身份来说 你是居兰国的公主 公主称帝 也没什么不可以 东周可以女帝掌国 你为何不行 从实际来说 姬霸已经残废了 半死不活的王子 不如一个足智多谋 手握龙帮的公主 姬仙仙仔细想龙臣说的话 确实说的很有道理 五岳他们并不是真心投靠李承道的 而是没有办法 为了救治半死不活的姬霸 为了延续复国的希望 他们选择寄居李承道屋檐下 这个时候 如果姬仙仙出来拉拢五岳 他们肯定愿意 李承道不是傻子 他会发现的 姬仙仙担忧地说道 李承道本就生性多疑 如果姬仙仙用这样的方法 大概率会被发现 龙臣说道 李承道不懂经商 他手下懂得经商的 只有李继业一个 现在他死了 你只要做得隐秘 李承道发现不了 还有 我很快会对西夏动手 先灭西夏 再攻南梁 他的注意力在军事上 没空管这些 对于李承道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军事上对付龙臣 而非和龙帮抢生意 只要龙臣在边境上 持续对李承道施压 李承道的注意力 就集中在边境军事上 所以 姬仙仙暗中 拉拢天下会的事情可行 姬仙仙拿起酒 一口闷了 说道 你还是有办法的 龙臣笑道 本来没办法的 怕娘子生气不理我 不得不想出办法来 看我对娘子多好 娘子还忍心怪我吗 姬仙仙白了龙臣一眼 脸色明显缓和了许多 姬仙仙问道 你杀李继业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考虑到了这个事情 龙臣笑了笑 没有回答 转说起另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要事先准备 等我攻灭西夏 就对南梁动手 然后我在金陵称帝 帮你复国 我在金陵称帝的时候 必然和女帝决练 那时候我手下的东周兵马 很多会离去 我需要自己的军队 按照龙臣的打算 这次先休整一下 然后就开始进攻西夏 等灭了西夏 就集中兵力攻打南梁 在金陵城称帝登基 攻打南梁时 用的是龙家军和地洛西 地令仪的军队 龙臣称帝 就是和女帝彻底决练 到那时候 不管地洛西 地令仪两姐妹 和龙臣关系多好 他们一定会选择 站在女帝 一边对付龙臣 龙家军都是东周人的底子 也有很多人会选择离去 这时候 龙臣就需要自己的军队 不仅军队要有自己的 修为也必须提升 龙臣现在的修为 可以说只在女帝之下 其他人都不是对手 南梁第一高手玄机子 已经试过了 单挑不是问题 但龙臣的对手是女帝 他要做好和女帝 拼死一搏的准备 所以 他才冒险潜入精灵皇宫 盗取龙家刑法 必须提升到帝尊敬 保证自己 有和女帝摊牌一战的实力 说到这里 姬仙仙微微一笑 问道 到时候 帝洛西和帝令仪 与你反目成仇 你不觉得心痛吗 龙臣喝了一杯酒 又倒了一杯 再次一口闷了 有什么办法呢 与羽雄长不可得奸 江山和美人总要选一样 实话实说 我欠女帝和两位公主太多 她们对我实在太好了 所以 我会把西夏送给她们 算是我的谢礼 当初龙臣落魄无一 是女帝和帝洛西 给了她一个安身之所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位置 龙臣不是白眼狼 他为女帝 平定北方草原 再将西夏平定 并入东周版图 以灭国之功 偿还昔日恩情 龙臣也算人至义尽 称帝是必须的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岂能郁郁九居人下 龙臣不可能永远 做一个臣子 你要我怎么做 姬仙仙看龙臣无奈的表情 心里安稳了许多 如果龙臣对女帝 公主没有丝毫愧疚感 姬仙仙就要考虑 龙臣会不会 也对自己翻脸不认人 现在龙臣这样说 姬仙仙就放心了 我要你在南梁 秘密训练军队 我会让吴剑帮助你 我至少需要十万人 龙臣说出这个数字 姬仙仙被吓了一跳 说道十万人 秘密训练的军队 怎么可能有十万人 这么大的数量 肯定会被发现的 根本藏不住 龙臣说道 可以的 你在南梁南部和西部边境 招募南蛮和土匪 数量可以达到 当年我们龙家军 在南部平定叛乱时 蛮族的叛军和土匪数量 差不多有十万 我们花钱有意招募培养 十万军队不是问题 等我攻入精灵时 你们集合军队 到精灵城与我会合 龙臣这话不是乱说的 他当年带兵平定过叛乱 知道南部的情况 李承道现在的注意力 都在北边 南部相对空虚 正是究极叛军土匪的好时候 姬仙仙想了想 等他重立居兰国的时候 也需要南部蛮族作为军队 现在帮龙臣练兵 也算是为自己练兵 好 我来安排 可是吴剑在御佛馆捅兵 他怎么脱身 姬仙仙手里有钱 但捅兵练兵的事情 他不懂 他手下的人也不懂 吴剑是很好的将领 但是吴剑身在御佛馆 如何脱身是个问题 这个我会安排 你先想办法 和五岳他们取得联系 让天下会成为你的人 龙臣已经想好了 让吴剑脱身的办法 但是吴剑走了 谁来统领龙家军呢 这才是大问题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只能自己统领了 龙家军是自己一手创立的 必须牢牢握在手里 姬仙仙点点头 说道 好 争夺天下 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你要准备好 你称帝的时候最危险 龙臣知道姬仙仙的意思 在精灵称帝的时候 就是公然与女帝决裂 自己要面临女帝的进攻 还有手下东周将士的背叛 女帝很可能清零前线 手下的东周将士会选择离去 龙臣只能依靠少数的龙家军 和姬仙仙训练的军队 最难的是和曾经的情人对敌 想想蒂洛西站在对面 拿枪指着自己质问 为何要背叛她 是不是一直在利用她 龙臣心里就难受 但是没办法 欲成大事 而女情长只能斩断 好了 不说这个了 龙臣给姬仙和自己都买上 说道 为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请 龙臣先喝了一杯 姬仙仙也喝了一杯 借酒交仇 喝醉了就能忘记蒂洛西吗 姬仙仙有点不高兴 感觉龙臣在用自己 替代另一个女人 龙臣笑了笑 说道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难道我来这里 是为了忘记另一个人 姬仙仙问道 要不然呢 龙臣笑道 当然是因为 这里的人也值得我眷恋 姬仙仙冷哼道 也值得眷恋 你眷恋了多少人 龙臣笑道 这不重要 娘子只需要记住 你是我心中重要的一个便是 姬仙仙不悦道 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龙臣无言以对 第二天 龙臣慢慢晃出胭脂像 在街上吃过早饭 才回到五王府 何君陶正在监督小虎练功 画在旁边看着 进了后院 龙臣回到书房 仔细整理自己制作火药和碎发枪 火炮的图纸 公孙玲珑 在玲珑阁 制作火枪和火炮 这将成为击败西夏和南梁的戾气 也将成为女帝的戾气 当龙臣和女帝翻脸的时候 女帝肯定也会用火药对付自己 这真是个矛盾的事情 龙臣让姬仙在南梁训练私兵 火药和火炮也必须制造 否则到时候 用冷兵器对付火药会很麻烦 从上午一直整理到深夜 苏友荣端着晚饭进来 吃过晚饭 龙臣看今夜月色不错 悄悄出门 往城西一处宅院去 进了院子 里面树盏油灯亮着 秀娘在灯下百无聊赖地摆弄着画笔 眼前一副秀了一半的刺秀 龙臣走进房间 秀娘警觉地起身 呵斥道 谁 见是龙臣 秀娘高兴地喊道 你来了 见龙臣进来 秀娘喜从天降 龙臣笑道 去了一趟金陵城 让你久等了 秀娘摇头笑道 来了便好 来了便好 在茶室座下 秀娘问道 说说你在金陵城的事情吧 龙臣把金陵城的事情说了一遍 秀娘觉得有些可惜 夫君当时把五岳 左司都杀了多好 省得他们投靠李承道 还有那个吴勉王 夫君当时为何不受要害 龙臣说道 当时他们四个人围攻 急切之间杀不掉五岳和左司 废掉一个奖灰 已经很不错了 玄机子的修为确实高 我单挑能胜过他 但有人帮忙杀不掉他 至于鸡霸 我留他一命 是想看看幕后的人会不会出来 鸡霸当时躺在病床上 浑身包裹着纱布 看起来像个木乃伊 即便如此 龙臣也能分辨咽喉和心窝 只要射中这两个地方 鸡霸必死无疑 但龙臣没有这么做 而是射了非要害部位 龙臣故意留鸡霸一命 是因为当时幕后的黑手没有现身 连总部都没出来 龙臣想用鸡霸的命钓鱼 结果总部根本不出现 帐房老张 楼主红旗 西风城老邱 这些人不可能逃走 肯定究竟在一起隐藏了 他们到底有什么图谋 秀娘问道 天下会没有了 那万金楼还留着吗 原本留着万金楼 是为了牵制天下会 或者说是为了让万金楼 成为天下会的靶子 让天下会找万金楼的麻烦 现在天下会被搞掉了 万金楼的存在就成了多余 龙臣说道 我没想到精灵之行能如此成功 居然把天下会搞垮了 万金楼现在确实没有什么用了 但我不打算动他们 秀娘问道 为什么 你怕省万金 龙臣笑道 我会怕省万金 我现在单挑 能徒手打死他 我留着万金楼 是想顺藤摸瓜 看看万金楼的跟在何处 秀娘说道 我也感觉有幕后控制 听说省万金只是一个使者 但这更说明万金楼危险 你要小心 龙臣点头道 我知道 我会很小心 第二天 太阳升起的时候 龙臣回到了京师 走在京师的街上 龙臣闻到一股烤羊肉的香味 新鲜羊肉 新鲜的羊肉啊 路边有一个烤羊肉的摊子 龙臣走过去 指着两个羊腰子说道 老板 给我整两个 老板笑呵呵说道 尊客 十文钱 龙臣丢了一个大钱过去 老板收了钱 麻烈地切好 然后放在炭火上烤 年轻人 吃这两个羊腰子 你媳妇今晚会很高兴的 老板是个嘴碎的商人 一边烤着羊腰子 一边打去龙臣 龙臣笑道 老板这话不对 我不吃羊腰子 我媳妇晚上也很高兴 老板笑道 年轻就是好啊 羊腰子烤好了 龙臣边走边吃 等吃完了 又在路边买了一大碗茶喝了 走到四方楼前 龙臣停下了脚步 有些时候 没见沈万金了 龙臣信部走进去 格东东见到龙臣 连忙过来迎接 武王大驾光临 是来找楼主的吧 龙臣笑道 我来找格掌柜 喝杯茶不行吗 格东东陪笑道 我的茶不配请武王喝 您跟我来 格东东带路 到了后院阁楼 沈万金听说龙臣来了 连忙下楼迎接 武王大驾光临 怎么不通知一声 我也好出门迎接啊 沈万金非常客气 龙臣笑道 刚好路过 进来找沈楼主讨杯茶喝 沈万金笑道 这话说的 快上茶 很快 茶上来了 龙臣大大方方地喝了 丝毫不怀疑茶里有毒 沈万金笑呵呵说道 武王在金陵城的壮举 已经传遍京师了 金陵城的消息 已经到了京师 消息灵通的大臣都知道了 龙臣凭借一己之力 搞垮了扶元楼 杀了里城到数万人 大家都在说 龙臣手段诡异高明 多谢沈楼主 仗义相助 万金楼确实帮忙了 虽然很小 沈万金有些尴尬地说道 绵薄之力而已 武王客气了 沈万金一开始觉得 龙臣搞不成 所以不想出力 现在有点后悔了 早知道多出典礼 至少让李婆婆 侧应一下 龙臣笑了笑 问道 楼主这边生意还好吧 做得还顺利 沈万金放下茶盏 说道 都不如正轨了 不过以前没做过 很多都要学 说起来 有个事情想麻烦武王 龙臣笑道 楼主客气了 请说 沈万金说道 最近乾隆堂那边 出了一批很好的盐 那盐很奇特 很精细 而且吃了以后 那些大脖子的人好了 我想问问武王是否知道 那盐如何采集的 沈万金说的 就是晒盐法制作的海盐 龙帮已经在卖了 海盐寒点 对于治疗大脖子病 确实有作用 哦 还有这种事情 我刚回来没注意 带我看看乾隆堂情况再说 龙臣洋装惊讶 表示自己也不懂 沈万金说道 盐是所有人必须吃的东西 如果能知道制作方法 我们可以大赚一笔 武王这边 我们肯定不会亏待 沈万金想收买龙臣 龙臣点头道 多谢楼主好意 我也爱钱 沈万金呵呵笑道 还有一个事情 他们除了盐 还出了一种白如霜的糖 称为霜糖 卖得极好 不知 龙臣又假装惊讶 说道 除了盐 居然还有糖 我怎么没吃到啊 沈万金挥挥手 格东东立即拿了一个糖罐子过来 放在龙臣面前 沈万金拨弄一下白色颗粒的糖 说道 很纯 很甜 这东西 现在价比白银 富贵人家屈之若物 求之不得呀 沈万金的说法 吓到龙臣了 白糖居然价比白银 这就夸张了 那姬仙仙 岂不是赚麻了 龙臣有点后悔 那晚上没有多弄一下姬仙仙 给了那么多钱 不多玩几个花样 多亏呀 下次到望清阁 一定要多搞几下 武王 沈万金见龙臣呆呆出神 不知道龙臣什么意思 龙臣回过神来 惊讶到 奇怪啊 龙帮何时出了这样的高人 居然能制作出这种东西 难道说 沈万金盯着龙臣 等龙臣发话 龙臣迟疑了一下 说道 难道说 他们也找到了像我一样的人 沈万金摇头说道 怎么可能 天底下的武王 只有您一个 不可能有第二个 这东西 劳烦武王想想法子 若有严堂两样 我万金楼的生意起来不是问题 龙臣满口答应 楼主放心 我回去好好琢磨一下 这东西到底怎么来的 沈万金拜道 有劳了 龙臣起身出了阁楼 慢慢往武王府走 望着龙臣远去 又宣出现在沈万金身后 说道 楼主 您觉得是不是龙臣恩在背后捣鬼 沈万金微微摇头 说道 说不清楚 这次难道和龙帮勾搭上了 不管龙臣怎么装 沈万金觉得 天底下能发明出海盐 双堂的 只有龙臣一个 绝不可能出现第二个人 海盐和双堂 出现在乾隆堂 那就说明 龙臣很可能在与龙帮合作 那沈万金的生意 就有很大问题了 又宣说道 龙帮做生意很低调 但龙帮的帮主 比天下会的无冕王更加神秘 根本刺探 不出任何消息 沈万金微微叹息道 龙帮也炼制出水晶了 以前天下会的东西 龙帮都在卖 而且价钱更低 这对我们的冲击很大 可惜福原楼不争气 要不然龙臣恩得求着我们 东西一样 价钱更低 而且龙帮的销售渠道很完整 沈万金接手天下会的渠道不完整 他们又业务不熟 局面很被动 沈万金急切需要龙臣的帮忙 但福原楼负面 龙臣已经不需要沈万金了 又宣问道 楼主 其他东西的制作方法 会不会是龙臣恩故意泄露的 沈万金微微摇头 说道 不好说当时很乱 龙帮又招揽了很多天下会的人 不一定是龙臣恩干的 沈万金心里 希望不是龙臣做的 而是意外 望着龙臣离开 两人回了阁楼 回到五王府 龙臣进了卧室补教 秀娘昨晚上太疯狂了 西夏 新庆城 王宫偏殿里 石乐坐在龙椅上 旁边坐着国师空济和尚 世子石浩然在对面坐着 户部尚书温启宁 和杜之思乐于 书密使卢其昌坐在底下 中间放着炭火 盖着铜罩子 石乐开口道 南梁那边的确切消息到了 龙承恩这丝两边挑拨 李承道和福原楼自相攻伐 福原楼没了 天下会彻底成为李承道的鹰犬 还有无冕王击霸 原本生死存疑 现在彻底弄明白了 这丝被龙承恩弄得半死不活 就躺在南梁的太医院 对于此事 众位说说 你们怎么看 户部尚书温启宁说道 微臣觉得这是好事 我们吞并了福原楼 天下会肯定要报复 现在天下会被龙承恩彻底剿灭了 我们的威胁也就消除了 福原楼的钱 就是我们大厦的钱 杜之思乐于复合道 微臣也这么认为 这是好事 从此以后 福原楼的堂口和买卖 都归我们了 石乐也觉得自己走了一步好旗 吞了福原楼的产业和钱 彻底改变了西夏的财政收支状况 盘河行工在重修 军队在重建 镇国寺修建的钱也有了 国师 你觉得呢 石乐笑呵呵 问空记 空记却面带愁容 说道 王上 福祸相依 龙承恩至思灭了福原楼 天下会彻底沦为 李承道的附庸 这对我们既是好事 也是坏事 众人看向空记和尚 等着他继续说 空记说道 龙承恩至思诡计多端 光凭一人潜入金陵城 就把福原楼给搞垮了 李承道还损失了数万精兵 我们和龙承恩有夙愿 他解决天下会以后 必然对我们出兵 以前有天下会从中斡旋 自今往后 再无人能压制他了 书密使卢七昌说道 王上 微臣也担心这个 御佛官一直在练兵 龙家军虎视眈眈 随时可能吸出袭击郑国寺 郑国寺的佛兵 经过上次的大战 对龙家军已经有畏惧心理 若再开战 只怕不利 上一次的仗 把郑国寺的佛兵 打出了心理阴影 现在听到龙家军三个字就怕 听到龙承恩三个字 更是像见鬼一样 时乐脸色凝重 皱眉道 上次他趁虚而入 占了便宜而已 如果正面对决 本王的铁药子 足以横扫他的步兵 空继和卢七昌 漠然不语 马方从外面匆匆走进来 并道 王上 南梁派了使团过来 已经到了宫外 时乐惊讶道 南梁使团 为何事先不通报一声 按照外交礼节 使团初始 都会事先通报一声 让对方有个准备 所以 南梁使团突然到来 让时乐颇感惊讶 老奴也不知 他们到了新庆城 我们才知道的 马方也是一脸猛逼 不知道李承道搞什么鬼 时乐说道 到正殿见吧 时乐带着众人到正殿坐下 南梁洪炉寺少卿料卿 和兵部侍郎麦正 带着使团进来 大梁洪炉寺少卿料卿 大梁兵部侍郎麦正 拜见西夏王 使团齐齐行礼拜过 时乐微微点头 说道 使者一路辛苦 次座 廖青和麦正坐下 其他人往旁边站好 时乐开口道 使者突然到本王这里 不知有何事 麦正看了一眼廖青 事宜由他来说 廖青是红炉寺的 负责南梁外交事宜 能说回到 此时应该由他出面解释 廖青起身拜道 大王明鉴 这次突然造访 确实突兀 但也事出有因 金陵城的事情 想必大王已经知晓 龙承恩这丝 潜入金陵城作乱 搅得鸡犬不宁 如今天下会已经归附我大梁 不能再有效压制龙承恩 尚未担忧东周一家做大 特派我等来递结盟约 结成攻守同盟 廖青说完 时乐并不感觉惊讶 空济和卢七昌一帮人 也预料到了 使者为此而来 时乐扫视堂下几个重臣 心中没有什么犹豫 便说道 好 本王答应 对于西夏和南梁来说 龙承的威胁是最直接的 西夏和南梁都没有把握 能对付得了龙承 都有结盟的需要 廖青大喜道 大王英明 尚未有国书在此 已经签字盖章 请大王盖上国喜 我大梁 与西夏便是盟友 廖青拿出里程到 准备好的国书城上 马方接了 转交给时乐 时乐粗略看了看一下 确定没有问题 立即签了字 又拿来预洗盖章 两份盟约书 时乐留一份 另一份还给廖青 西夏和南梁 正式结为盟友 共同对付龙承 廖青高兴地收了文书 拜道 都说大王是明君圣主 此言不虚 从今日起 我大梁与西夏共进退 共同抵御东周 时乐让马方收了文书 说道 好 今日签署了同盟文书 希望南梁能信守承诺 廖青拜道 我大梁乃里一支帮 既有盟书在此 定会信守承诺 时乐高兴地说道 如此便好 请使者在驿馆歇息 本王当款待众位 廖青看了一眼 兵部侍郎麦正 说道 多谢大王好意 然我等亡命再深 恐不便久留 空济和尚说道 使者从金陵城 跋山涉水而来 旅途劳顿 歇息是必须的 就算着急回去赴命 也不在这一夜功夫 纵然众位使者不累 马力总是乏了 麦正觉得也是 人可以忍耐 马已经走累了 多谢大王 廖青和麦正 一起起身拜谢时乐 时乐说道 世子 好好招待诸位使者 时浩然起身拜道 而臣领旨 时浩然请南梁使团 到驿馆歇息 初使他国的使团 是重要的拉拢对象 时乐让时浩然接待这些人 既有提高规格的意思 也有让时浩然 寻找策反目标的意思 历史上 驻他国的使者 被策反的例子 比比皆是 人走后 时乐说道 我看南梁使者 行色匆匆 南梁的情况 恐怕也不妙啊 空气和尚点头道 是啊 这一次 李承道损失了三位高手 王上 平僧建议加强 郑国寺的防守 如果龙承恩出兵 一定先以大下为目标 郑国寺首当其冲 时乐微微汉手 对疏密使 卢奇昌说道 你和德善大师联系 在郑国寺 囤集重兵 死死盯住 玉佛关的龙家军 卢奇昌起身拜道 微臣领旨 东周 惊师 龙承靠在窗户边上 清梦坐在对面泡茶 院子里 一阵秋风猛地吹过 树枝颤抖一阵 扑速速落下一地黄叶 落在地上 斑驳点点 贵嫂子走到门口 对龙承拜道 大人 晓得有事禀报 龙承起身到了门外 贵嫂子说道 前两日禀报大人的事情 属下已经查清楚了 上次有一对打猎的 泼皮公子 路过门口 偶然见到清梦 起了歹心 意图非礼 这个事情 贵嫂子向龙承禀报了 贵嫂子和六婶查清楚了 那人的底细 今日来禀报 谁家的狗杂种 龙承语气冰冷 话语中充满杀意 贵嫂子说道 此人名叫李贤 父亲是金师父护李毅 就是李大善人 龙承微微点头 他知道这个李大善人 李毅在金师城南 有千寝良田 在金师城内 也有很多店铺 是金师有名的土豪 同时 因为此人乐善好施 在民间有个好名声 所以大家称他为李大善人 李大善人的儿子 他儿子这样 我估计那老东西 也不是什么好货 这两天我在这里 安全不用担心 你继续挖离的老底 我想看看这老东西 做了多少见不得光的勾当 李贤感激于清梦 龙承肯定要灭了他 龙承做事 不是简单地杀一个人泄愤 他要连根拔起 灭掉李家 属下遵命 贵嫂子马上去查 京师难辨 一座宽大的宅子 站地上万平米 四周围着黑白的墙 墙朵上铺着灰色的瓦 大门做得很低调 就是普通的门楼 两上厚厚的木门 扁额上写着李宅 这里便是李大善人的宅邸 从外面看来 这座宅子除了大以外 看不出其他特别之处 但如果往里走 就能知道 这座宅子的奢华 从大门往里走 前院是黑白砖石建造的房间 看起来也很普通 中间一座圆形拱门 两边两间耳房 耳房住着看家护院的武师 从圆形拱门进去 就是李贤自己真正居住的地方 这里齐花一时 真情景里无所不备 房子也是用沉香木 金丝南木这等上层的木材建造 窗户上用的是天下会制造的玻璃 灯笼和烛火照亮了后院 死竹之声不绝于耳 后院的西侧 还有一座特意建造的院子 用料更加奢华 歌姬清脆的歌声 从里面传出来 一个锦衣公子正靠在背脊上 手里端着一杯酒 旁边是两个中年男子 锦衣公子就是李贤 李大善人的独子 这两个男子 就是前几天跟着李贤的打手 原本 这两个男子是李易请来的师父 教李贤练武修行的 一个叫做中英 一个叫魏伦 无奈李贤此人 就爱游手好闲打练 两位师父入乡随俗 也只教李贤打练 听歌 逛窑子的够当 三个人也算是臭味相投 李贤手里拿着美酒 中间一个舞姬正偏然起舞 旁边一个歌姬伴奏唱歌 舞姬一群飘动 偶然间露出雪白的腿 看得中英和魏伦两个舞师 口干舌燥 这个舞姬是胭脂像 有名的舞娘秀书 起舞时 两条水秀摆动 十分魅惑动人 公子 这秀书娘子跳舞 看得人魂都没了 中英嘖嘖称赞 魏伦赞叹道 跳一晚上的舞 五十两银子啊 他们一年的薪水 才区区五两银子 这不是他们能消费得起的 李贤却看得不过瘾 手里的酒也喝得乏味 不如城南的小娘子 李贤还在惦记清梦的美貌 中英问道 公子 您不是说查一查 那个小娘子 到底是谁的外宅吗 查到了吗 当时中英和魏伦 怂恿李贤明强 但李贤不是傻子 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暗地里查清梦的底细 可是查了好几天 只知道清梦不久前搬进了宅子 平时不出门 所有东西都是贵嫂子 那帮仆人采买 至于清梦的男人是谁 李贤一点线索也没有 不晓得 那人太神秘了 李贤微微摇头 魏伦说道 公子 要我说 别管她是谁的外宅 我们去抢了过来 谁能知道 中英黑黑吟笑道 公子 这京师还有您不敢抢的女人 除非 她是武王的女人 说道龙晨 中英大笑起来 老魏 你又胡说八道 武王是个太监 他养外宅干嘛 魏伦笑道 我就说说而已 反正不可能是武王的女人 我们抢了就抢了 再说了 夜黑风高 我们冲进去把人抢了 再把其他人杀了 谁能知道是我们干的 李贤听得心动了 说道 两位师父说得不无道理 正在跳舞的舞级秀书 听得有点怕 舞步有点不稳 一不注意摔在地上 把脚踝扭伤了 公子恕罪 奴家失礼了 秀书连忙告罪 旁边唱歌的歌姬 连忙上前扶起秀书 他们两个是同一座楼的姑娘 平时出来应酬都一起 李贤这才发现 自己的密谋被听见了 他们平时说 这些话的时候 周围都是李家的人 听到了也无所谓 可这次不一样 秀书是外人 李贤盯着秀书 眼神带着凶狠 秀书吓到了 惊慌地说道 公子 我们就是来跳舞的 我们什么都没听到 李贤看向中英和魏伦 笑道 两位师傅说秀书好 那就送给两位师傅了 中英和魏伦 受信大发 狂喜道 多谢公子赏赐 秀书和歌姬 吓得花容失色 惊呼道 我们楼里定会来寻人 你们不能这样 中英手快 抢走了秀书 魏伦只抢了歌姬 中英抱住秀书 用力撕扯裤子 吓得秀书大哭大嚎 你们不怕王法吗 中英哈哈笑道 你们这些低贱的青楼女子 公子给你楼里 千把银子就够了 谁会追究 魏伦抱着歌姬 按在地上 就地行事 不管歌姬如何挣扎反抗 哈哈狂笑道 你们都是贱命 乖乖从了便好 若是不从 一刀杀了 秀书和歌姬吓得够呛 为了求生 只得忍气吞声 任凭两人就地 撕扯衣服行事 后院人虽多 大家也都听到了哭嚎声 但没有人在意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普通人在权贵面前 就是贱如蝼蚁 何况是青楼女子 中英和魏伦 做事粗暴 秀书和歌姬 被弄得鲜血淋漓 完事后 李贤让下人 拖到后面房间关起来 中英和魏伦 还想继续用 否则就是一刀杀了 两位师傅够了 徒儿还在苦思量 李贤悠悠叹了口气 中英穿好衣服 嘿嘿笑道 公子 还是那句话 夜黑风高杀人夜 我们闯进宅子 小娘子扛走 其他人杀了 有谁知道 魏伦跟着窜多道 老钟说的在里 我们把人抢走了 只要没人发现就没事 就算有人发现了 那又怎么样 谁敢说 李贤喝了酒 酒壮色胆 越想越兴奋 走 今夜老子就要办了 那个小娘子 李贤将酒杯砸在地上 起身穿了鞋子 又从房间里拿了刀 中英和魏伦 轻车熟路 换上了夜行衣 拿着刀一起走 从宅子里出来 三人悄悄到了城南大门 此时城门关闭 任何人不得进出 三人悄悄找了一个少典 那里有熟人 守城的军士 放李贤三人下去 出了城 李贤三人继续往南 到了一处庄子 这处庄子 是李家的农庄 李贤要了三匹马 立即往私宅奔去 很快 三人到了私宅外头 宅子里传出悠悠的销声 在这寒夜里听起来 尤为乌夜 李贤听见销声 迎新大起 低声笑道 待我抓了那小娘子 也要吹上一曲竹销 中英和魏伦 暗笑道 公子享用后 可否让我们也尝尝 李贤黑黑笑道 没问题 走 三人蒙上黑色面筋 踢着刀跃上墙头 撕窄脸 卧室一点烛火照亮床榻 窗外秋风吹过 黄叶落地 发出沙沙的声音 秋冲鸣叫 夜里的寒气 透过窗户 传到了屋里 龙晨正在和清梦对弈 突然 龙晨脸色一冷 看向窗外 怎么了诚哥 清梦见龙晨脸色突变 连忙问情况 龙晨说道 没事 你在房间里待着 来了三个小贼 清梦惊讶道 我们喊人吧 这里只有龙晨一个男的 清梦担心不是对手 龙晨笑道 三个小贼而已 你放心待着 龙晨穿了鞋子 打开房门 就看到贵嫂子和六婶待人冲出来 将三个蒙面黑衣人包围 大人 贵嫂子手里一把踢骨尖刀 见龙晨出来 连忙行礼 龙晨走到蒙面黑衣人跟前 冷冷笑道 老子的女人 你们也敢想 这三个蒙面黑衣人 正是李贤三人 夜里昏暗 李贤看不清龙晨的面目 他们刚刚翻墙进来 就被贵嫂子几个围住了 李贤感觉大事不妙 碰到硬钉子了 小子 爷爷 是有名的彩花大盗 实相地乖乖把人交出来 要不然把你们一起杀了 再放一把火 把你们都烧了 中英语气凶狠 手里的刀挥舞几下 龙晨忍不住笑道 一个王者初期的贼人 说话敢如此放肆 李贤 李易里大善人的独子 对外人母狗样装好人 被地里尽干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本想找些确凿的证据 依法办案 现在看来多余了 原本 龙晨想通过合法合规的办法 处置李易 不想用暴力手段解决 这样看起来太低级 毕竟龙晨现在是武王 有身份有地位 可现在看来 暴力是最好的方法 身份被龙晨点破 李贤吓了一跳 钟英和魏伦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龙晨知道他们的身份 被点破身份 李贤经过短暂的惊慌后 慢慢地摘下了蒙面 手里的刀提起来 指着龙晨说道 很好 你知道老子的名字 我是李贤 李大善人的独子 你都知道 我看上了你的女人 现在我要把她带走 听到没有 贵嫂子和六婶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李贤会这么狂妄 居然这样跟龙晨说话 钟贵和魏伦 也从惊慌中回过神来 呃胆壮起来 一起摘下蒙面 干脆不装了 小子 看清楚了 这是李大公子 你最好识相 要不然灭了你全家 两人凶神恶煞 肆无忌惮 龙晨看着眼前的三人 诗笑道 李贤 李大善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李贤冷冷笑道 天太黑 看不见 钟英冷笑道 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我家公子都认识的 龙晨哈哈笑道 贵嫂子 拿火把过来 让他们看清楚 贵嫂子从厨房点了火把过来 照亮了周围 李贤看到了龙晨的脸 你 你是 不可能 李贤见过龙晨 认识这张脸 钟英和魏伦也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真的是龙晨 龙晨冷冷笑道 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 我其实是个男的 你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一个今天大秘密 李贤感觉浑身发冷 钟英和魏伦 感觉腿在哆嗦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 当今武王 杀了十几个武皇强者 灭了几十万大军的武王 李贤膝盖软绵绵地跪在地上 死命地磕头求饶 武王饶命 武王饶命 钟英和魏伦 一起跟着磕头求饶 眼泪鼻涕俱下 哀求道 武王饶命 饶命 贵嫂子问道 大人 如何处置 龙晨冷冷说道 你说呢 龙晨转身回了卧室 贵嫂子一个眼神 几个人一起动手 贵嫂子和六婶身手不弱 但李贤虽然顽固 也是认真学过杀人计的 钟英和魏伦 也是狠人 三人提刀和仆人杀在一起 钟英和魏伦 主动往前冲 一交手 就掩护李贤逃跑 他们两个不傻 只有李贤走脱了 他们才有活下来的可能 这死要跑 贵嫂子见李贤转身就走 立即提着踢骨尖刀追上去 却被钟英拦下 李贤大喜 就要翻墙逃跑 身体刚刚跳起来 就看到一道影子掠过 一只手死死捏住了李贤的喉咙 像提鸭子一样被提回来 本王面前 你觉得能跑掉 龙臣觉得好笑 李贤这种三脚猫的功法 真的不入眼 咔嚓一声 龙臣捏断了李贤的喉咙 钟英和魏伦 被龙臣吓到了 心中胆怯 手中的刀就慢了 贵嫂子几人一拥而上 将两人就地隔杀 然后迅速清理现场 不留下任何痕迹 回到卧室 清梦抱着枕头发抖 他一个女人家 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龙臣抱住清梦 安慰道 别怕 已经解决了 清梦发抖地说道 诚哥 你知道吗 你不在的时候 我都好害怕 龙臣安慰道 别怕 贵嫂子和六婶 可不是一般的仆人 他们都是高手 一般的贼人进来就是死 不用害怕 龙臣安慰清梦睡下 然后走出卧室 贵嫂子和六婶在外头后面 处理好了 都处理好了大人 龙臣说道 明天换个地方 李贤三人虽然处理完了 但这个地方暴露了 如果有人顺着这个事情追查 很容易发现清梦的存在 贵嫂子拜道 属下遵命 龙臣看了看漆黑的夜空 说道 今夜就这样 明天再处理李家 贵嫂子和六婶拜道 属下遵命 胭脂相 望秦阁 姬仙正在和乾隆堂堂主 时间商议堂口的生意 龙臣和姬仙先说好了 由姬仙先到南梁 拉拢天下会残余势力 并且暗中练兵 准备侧应龙臣称帝 这一去 恐怕要好几年的时间 姬仙先必须将 东周这边的生意交代明白 东部的盐厂要管好 不可泄露晒岩精选的工艺 特别是双唐的制作方法 要绝对保密 万金楼已经动了心思 要做好防备 姬仙先仔细嘱咐 时间听得很认真 最重要的一点 你记住了 姬仙先非常郑重 时间立即坐直了身子 遇到紧急情况 你可以去找龙臣恩 你可以完全信任他 时间败道 属下记住了 时间身为乾隆堂的堂主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早就感觉到 龙臣和姬仙先关系匪浅 但两人到底什么关系 时间拿不准 也不多问 世上有些事情 知道越多 自己越危险 特别是不该知道的事情 最好永远不知道 其他的按部就班 如果有问题 联系林梦涵就行 我会知道的 乾隆堂的生意交代完毕 时间退出房间 月娘走进来 跪坐在对面 姬仙先说道 我在烟纸巷经营多年 这里不光有我们的产业 也是我们的情报中心 以后就交给你了 姬仙先选择藏身于烟纸巷 除了热闹以外 最看重的就是情报功能 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贩夫走卒 都会逛青楼找婊子 区别旨在于档次 所以 这里能收集到各种情报 属下记住了 娘子请放心 月娘是老人了 做事情也稳重 烟纸巷交给月娘 姬仙先也放心 好 你去吧 月娘退出房间 芽儿从外面走进来 说道 娘子 大色狼来了 刚说完 龙晨就进来了 武王今日真闲啊 大白天逛窑子 见到龙晨 姬仙就有种想斗嘴吵架的冲动 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 忘情哥的姑娘太美了 我在家里吃不下 睡不着 只有娘子这里才踏实 龙晨笑嘻嘻走进房间 姬仙先嫌弃地说道 所以你来干嘛 龙晨笑道 我来睡觉呀 家里睡不着 姬仙先怒目圆睁 牙齿都露出来了 看样子真想咬人 我有正事 龙晨笑嘻嘻 从怀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册子 放在岸上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 我用什么办法 秒杀牛羊和高年吗 就是这个东西 瞬间杀了两位高手 鸡把炸成人棍 鸡仙先问过龙晨 他是怎么做到 瞬间秒杀两位长老的 龙晨一直避而不打 鸡仙先立即拿起册子翻开 上面详细写了火药的制作工艺 爆炸的威力 还有碎发枪 火炮的制作 鸡仙先皱着眉头 眼睛看直了 这本册子 除了火药和火枪 火炮的制作方法 还有灌钢法和铁矿的开采炼制 都是改良过的 你到了南梁 除了招募士兵 还需要制作兵器 特别是火器 玲珑阁已经在制造了 数量足够装备 一支五千人的军队 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火器军队 要不然打不过女帝 龙晨在旁边解说 鸡仙先看的目不转睛 就像看到了金山银山一般 鸡仙先的样子太投入了 眼儿很好奇 到底什么东西 能让鸡仙先这样 眼儿凑过去 看到一堆图画和符号 鸡仙先收了册子 盯着龙晨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谁告诉你的 鸡仙先从未见过 灌钢法和火药的应用 他感觉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没人告诉我 我自己想出来的 龙晨趁着鸡仙先注意力 在册子上 闲珠手又伸进了裙子下 慢慢往上掏 你自己想出来了 鸡仙先简直不敢相信 龙晨能想出这样的东西 龙晨非常严肃地说道 火药的制作过程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玩意儿不是闹的 我当时只用了四个酒坛子 瞬间解决了一船的人 鸡仙先知道 当时在船上 护卫击巴的人都是高手 这么多高手瞬间全灭 足见火药威力之恐怖 这么厉害的东西 你为什么让玲珑阁制造 你这不是导吃干戈 受人以柄 玲珑阁是女帝的军械厂 女帝拥有火器 后患无穷 龙晨无奈地说道 我可以凭借龙家军灭西夏 但南梁呢 我必须有一支完全不同的新军 才能将南梁击破 鸡仙先知道 南梁是大国 就算被龙晨大破数次 还有几十万的常备军队 光凭普通的骑兵 步兵 弓弩手 灭南梁的可能很小 龙晨要想杀礼成道 灭南梁就必须在东周 训练一支新的火器军队 可这支军队 日后也将成为龙晨的死敌 好 我知道了 鸡仙先小心收了册子 龙晨问道 你何时启程 鸡仙先说道 明日便走 龙晨一把抱住鸡仙先 将他按在地板上 放开我 鸡仙先挣扎不肯 龙晨微微叹息一声 这一去 不知何时能再见 鸡仙先看龙晨忧愁的样子 心里也是不舍 再见面时 你该称帝了 鸡仙先心中有些伤感 等我称帝 你做我的皇后 龙晨非常认真地说道 帝洛西是龙晨的挚爱 可到时候 一定会反目成仇 帝令仪也是 女帝也是 张倩他们是部将 分为妃子就行了 皇后的位子 留给鸡仙先最合适 她是公主 王族血脉 也够聪明 鸡仙先微微摇头 说道 我说过了 我要复国做女王 做不了你的皇后 从望秦阁出来 龙晨骑马路过城南李懿的宅邸 见到金兆府的捕快 正在进进出出 府里传出呜呜的哭声 龙晨驻马冷冷看着李宅 他很清楚 里面发生了什么 昨夜杀了李贤三人后 贵嫂子和六婶 潜入李宅 将李懿做掉了 龙晨有确凿的证据 李懿 李贤父子二人 都做过杀人越货的勾当 而且不少 所谓的大善人 不过是伪善而已 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男子 走过来 恭敬地拜道 下官拜见武王 此人是金兆府少尹元松 元少尹 这是怎么了 龙晨池边指着李宅问道 元松回道 回武王的话 这是李大善人李懿的宅邸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夜之间 李懿死在床上 独子李贤不知所踪 龙晨微微点头 差异道 莫不是遇上了仇家 或者是绑票的 元松摇头说道 下官还在彻查 只是从宅邸后院 找到了先武阁的两个姑娘 两人昨夜 据说被李家的两个武师施暴 李贤据说夜出抢夺名女去了 此事甚是蹊跷 龙晨笑了笑 说道 莫非是一个伪善人 元松尴尬地笑道 属下还在查 此事蹊跷得很 那李贤还没有找到 龙晨笑了笑 说道 好 你继续 龙晨骑马回武王府 到了前院 何君陶跑过来 拜道 老爷 夜门关来了一个猎户 说有消息送给您 龙晨心中一动 问道 人呢 何君陶回道 在客厅 龙晨下马到了客厅 见到一个穿着瘦皮的猎户 年纪五十多岁 龙晨走进去 猎户慌忙起身行礼 拜见大人 龙晨扶起猎户 笑问道 老人家 是不是小蛮子 托您送信来了 猎户不停地点头 说道 对对对 小蛮子和青青的孩子生了 托我给大人捎个信 龙晨很开心 笑道 好 生了就好 当初评定草原后 徒之做了草原的新铲鱼 小蛮子选择回到山里 和柳青青过猎户的生活 离开燕门关时 龙晨说 如果有了孩子 记得捎个信过来 小蛮子和柳青青的孩子生了 果然托人送信过来 猎户说道 是个男娃娃 健康得很 龙晨高兴道 老人家在这里住一晚上 我给小侄子准备一些礼物 明儿个劳烦您带回去 猎户说道 那就麻烦大人了 龙晨说道 麻烦您了 君陶 好好安顿老人家 何君陶带着猎户 去客房休息 好酒好肉招待 龙晨开心地到了后院 找到苏友荣 大王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还记得那个小蛮子吗 小蛮子 哦 那个在烟纸巷 被打的蛮族小子 对 他生了个儿子 托人送信来了 你准备一份厚礼 明天我让那人带回去 苏友荣马上去库房 准备礼物 当晚 猎户在武王府住下 苏友荣从库房 挑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又到外面买了很多 小孩子和女人用的东西 有些东西 真的只有女人才知道 龙晨根本想不到 到第二天上午时 苏友荣准备了一马车的东西 猎户看着满满一马车的东西 惊乐道 大人 您这礼物 是不是太贵重了 龙晨笑道 我和小蛮子是朋友 这东西是一点心意 猎户有点犹豫 何君陶低声说道 老爷 东西太贵重 容易被劫到 他怕 龙晨恍然大悟 他望了猎户孤身一人 这么贵重的东西太扎眼 老人家 您放心 我会派几个 人和您一起回去 龙晨如此说 猎户才答应了 龙晨挑了几个人 打着五王府的旗号 和猎户一起出发 龙晨一路送出北门十里 才回来 回到五王府 一个女子突然冲过来 龙晨吓了一跳 小龙龙 帝洛西猛地扑上来 撞进了龙晨怀里 龙晨差点被撞翻 你终于回来了 好久没有见到帝洛西 龙晨很想念 龙晨问道 你回来了 临江城那边没问题了 帝洛西说道 你去金陵城后 母后担心李承道 与天下会合流之后会进攻 就派我和三姐 去临江城镇守 我们在那里等了很久 后来听说你回京师了 李承道闭关修炼了 既然没有战事 我们就回来了 龙晨说道 我估计李承道 不会主动进攻了 攻守之势变了 我们处于主动进攻状态 帝洛西问道 母后当初 说你要平定天下 你真要一统天下 龙晨心中犹豫一下 说道 对 我打算先灭西夏 兵出御佛关 蛮族从北面进入 两边同时进攻 等灭了西夏 再修整好军队 往南灭掉南梁 结束天下纷争 龙晨这样说的时候 心里在苦苦挣扎 他在骗自己最爱的女人 灭西夏是真的 灭南梁也是真的 但天下的纷争不会结束 三分天下将变成二分天下 我的小龙龙就是厉害 天下三分数百年 只有你敢说 要一统天下 帝洛西明媚一样看着龙晨 他感觉自己 真的捡到宝了 你应该每天三炷香 感谢上天 赐予你这么厉害的太监 龙晨笑嘻嘻说道 帝洛西皱眉道 我夸你可以 自己夸自己 不觉得很无耻吗 龙晨笑道 我只是承认自己的优秀而已 正说着 卧室房门被推开 清悦走进来 见到帝洛西和龙晨打闹 公主 不好了 三公主在太医院 听说她的枯木丹块炼制好了 帝洛西和帝令仪 都在炼制丹药 都想抢在前面 帝洛西马上下来 说道 三姐好阴险啊 回来一声不吭 就去炼药 叫上悬医 跟我去太医院 帝洛西匆匆出了五王府 往太医院去 龙晨望着帝洛西远去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这个傻公主 还什么都不知道 微微叹息一声 龙晨到了别院 关了大门 龙晨独自坐在台子上 慢慢翻开龙家心法 仔细研读后 慢慢闭上眼睛 开始修炼 体内的真气 沿着任督二脉运转 大小周天圆满后 又绕着奇经八脉运行 龙晨渐渐进入一个 迷迷糊糊的世界 这里充斥着雾气一样的东西 前后左右上下 全是这种雾气 龙晨伸手去抓 却无法抓住 龙晨心中明白 这是体内的真气 经脉继续运行 雾气慢慢聚拢凝结 最后凝聚成各种形状 龙晨有意识地控制 让真气变成武器的形状 像刀 枪 剑一样 真气慢慢凝聚 慢慢成形 如果变成一只剑呢 龙晨集中精力 真气慢慢凝聚成一只白色的剑 咻 龙晨猛地睁开眼睛 真气凝聚而成的剑 飞射而出 击中了远处的石墙 石墙被刺穿 花岗岩的墙壁 凿出一个洞 好厉害 龙晨暗暗心惊 没想到真气凝聚后 可以变得这么厉害 如果战场上 能快速凝聚出 这样的无形利剑 杀敌斩将如探囊取物啊 但仔细想一想 和女帝的真气外放比起来 总觉得少了什么 如果和女帝单挑 龙晨觉得还是不够 难道说 女帝有更好的功法 当初女帝给的 白鸟嘲讽诀 不是最好的心法吗 龙晨漫漫和上龙家心法 他在考虑要不要 将龙家心法 和白鸟嘲讽诀 修音大法 融合魔改一下 让张倩他们集体修炼 前段时间 蒂洛西和蒂令仪 带着张倩他们修炼 想突破武皇境界 但无意成功 如果有更好的功法 或许有机会成功 如果在金陵城称帝 龙晨手下没有武皇高手 只能依靠姬仙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姬仙仙也有自己的利益 打定了主意 龙晨在别院坐下 仔细思索 如何将几门功法融合 龙晨在武王府研究功法 蒂洛西和蒂令仪 在太医院炼药 姬仙则带着眼和小晴 往南梁金陵城去 火凤堂 林梦涵恭敬地对着姬仙拜道 属下林梦涵 携火凤堂各堂主拜见帮主 林梦涵身后 还有三个女子 分别是兰芝堂阴柔 听涛堂水仙 清鸟堂夏清 南梁地域广阔 生意多 堂口也多 林梦涵的火凤堂是总堂 其他三人是分堂 姬仙仙微微汗手 抚慰道 这些年火凤堂的生意做得不错 各位有劳了 四人拜道 职责所在 不敢说辛苦 姬仙仙说道 等会儿本宫将与你们单独谈 你们先退下 梦涵留下 三位分堂堂主恭敬退下 林梦涵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天下会那帮老人怎么样了 姬仙仙问道 此行的目的之一 就是拉拢天下会的残余势力 姬仙仙要了解情况 然后才好想对策 林梦涵回道 那天大战之后 天下会残存的势力 便投靠了李承道 天下会的产业都归了李承道 两个长老伍岳和左思归顺了 但花依依和向南春不知所踪 可能被五王杀了 尸体没找到 姬仙微微诧异 没想到花依依跑了 林梦涵惊讶到 花依依跑了 姬仙仙说道 龙城恩只杀了宋伯和米河 没有杀花依依 她不知所踪 那就是跑了 在望秦阁时 龙城说了金陵城的经过 龙城没有杀花依依 林梦涵有些不敢相信 花依依身为南梁的总堂主 关键时刻居然脚底抹油跑了 姬仙仙说道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临头个自飞 当时的情况危急 她跑了也正常 林梦涵没有继续说这个事情 因为她也是总堂主 再说下去不合适 姬霸呢 现在如何了 林梦涵回道 躺在太医院 没有死 也没有活 就是个活死人 两边都将姬霸当作筹码 李承道以此 牵制威胁天下会的人做事 五月也以此为条件 要求李承道继续治疗 姬仙仙点点头 轻飘飘地说道 天下会如日中天的时候 她不想着趁此复国 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 活该有今天 姬仙仙和姬霸 没有什么兄妹之情 更说不上什么感伤 林梦涵说道 五月他们熟知天下会的事情 李承道也有意扶持天下会 打压我们龙帮的生意 林梦涵正想将此事上报姬仙仙 没想到姬仙仙就到了金陵城 来得太及时了 姬仙仙说道 本宫就是来处置此事的 你无需多问 照常做生意便是 林梦涵拜道 属下遵命 姬仙仙想了想 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我跟他们聊聊 林梦涵退出房间 其他三位分堂的堂主 陆续进去 姬仙仙逐个问话 南梁太医院 五月愁容满面地 从病房里走出来 心里非常沉重 姬霸的伤势 丝毫不见好转 只能维持续命 每天所需的药材价值千金 也只有太医院能维持 当然 太医院为姬霸花费这么多 肯定有条件的 户部上书断俊才 每天都来催促 要五月和左思 早日重建天下会的商业体系 可恨 五月狠狠骂了一句 抬脚往住处走去 她的住处并不在宫里 而是在承袭一处受监视的宅邸 走出太医院 外面人来人往 依旧热闹 金陵城大战的余波已经消退 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 那场惨烈的厮杀 转过街角 五月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子 五长老 一个声音响起 五月停下了脚步 转身一看 身后站着一个人 玄机子 此人正是玄机子 长老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玄机子慢慢走过来 面色不善 五月冷冷笑了一声 从袖子里拿出一粒丹药弹射过去 玄机子接了 收进袖子里 问道 你还没有想出彻底解毒的方子吗 五月冷冷说道 毒疯子下的毒 我能如此轻易解开 我说我想出了方子 你敢要吗 玄机子冷哼一声 甩着道袍离开了 玄机子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找五月要解药 五月也会给他一粒丹药 但这个丹药并不解毒 因为五月也不知道 宋伯到底下的什么毒 或许 宋伯根本就没有下毒 记得当初和宋伯开玩笑 五月问宋伯 这世上最毒的毒药是什么 宋伯说 世上最毒的毒药就是疑心病 只要让一个人怀疑自己中毒了 他就会想方设法 给自己整各种解药 最后吃解药吃到死 五月当时只当作一个笑话 现在想来 或许宋伯真的这样干了 这样想着 五月走进了里程道准备的宅邸 两个进军守在门口 里面所有的仆役 都是黄成丝的人 五月和左丝 还有天下会的骨干 都住在这里 全部被监视 长老回来了 一个年级四十多岁的男子 过来招呼 此人是宅邸的管家 大家都叫他老李 五月没有理会管家 静止进了房间 反手将房门关了 这个房间 以前也有各种机关暗格 黄成丝的探子 可以偷听偷看五月的举动 后来五月发火了 杀了几个探子 机关暗格就取消了 所以 至少在房间里 五月是自由的 他奶奶的 老子活了几十年 何时受过这样的鸟气 五月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发出噼啪的炸裂声 管家老李在墙外偷听 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慌忙离开五月的房间 其他人还好 五月和左丝肆无忌惮 真的敢杀黄成丝的人 房间里 五月拿起水壶想喝水 却发现水壶是空的 五月开了门 呵斥道 老李 水都不给喝 你想喝死老子 打水来 管家立即招呼仆人 烧水送进去 关了门 五月泡了一壶茶 倒在碗里等 冷一些再喝 五长老 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 五月吓了一跳 身子猛地站起来 一个身穿金色衣服的女子 缓缓走过来 五月看着这个女子 神情愣住了 公主 此人正是姬仙贤 好久不见了 五长老 姬仙贤缓缓走过来 坐在主位的椅子上 五月对着姬仙恭敬的拜道 属下五月拜见公主殿下 姬仙贤缓微汗手 玉手一抬 说道 免礼 五月平身站好 问道 公主今日为何到这里 姬仙贤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说道 左长老呢 五月马上回到 应该在房间里 姬仙贤淡淡说道 一起叫过来 五月立即开了门 走到左思的房门前 用力敲了敲 谁啊 敲你娘 左思的脾气更冲 不问是谁 先骂为敬 五月说道 是我 到我房间来 陪我喝两杯 说完 五月先回了房间 左思摸摸蹭蹭开了门 穿着木鸡 进了五月的房间 他们两个经常这样 黄承司的探子见怪不怪 也懒得过问 左思进了房间 五月立即将房门关了 干什么呢 神神秘秘的 左思刚嘟弄完 就看到姬仙仙坐在主位上 左思慌忙行礼拜道 属下左思拜见公主殿下 姬仙仙微微汗手 指着旁边的椅子 说道 两位请坐 两人奉命坐下来 公主为何突然到此 左思心直口快 坐下来就问 姬仙仙冷冷说道 都这样了 我再不来 看着富国大业富之东流 五月和左思低头漠然不语 姬仙仙继续说道 你们两个都是会里的老人 父王在的时候 你们就跟着 父王选你们四个做长老 就是看你们做事老成持重 可你们看看 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五月和左思被说的 昏头昏脑 不敢反驳 作为四大长老 事情发展到今日这不田地 他们确实难辞其咎 姬仙仙深吸一口气 努力放慢语速 说道 父王去世后 我和大哥有争执 意见不同 我坚持复国 大哥却只知道享乐 你们也不劝他 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左思看向五月 是以由五月来说 五月慢慢抬起头 支支吾吾地说道 少主他 姬仙先见五月说不出口 悠悠叹息道 看来传闻是真的 他成了活死人 左思低声怒骂道 都是龙承恩那个狗贼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妖术 弄死了老高 老牛 少主送到精灵时 就成了这副模样 姬仙冷冷说道 你就算把龙承恩宗族十八代 都骂一遍 又有何用 左思低头不语 姬仙先说道 我来这里是找你们的 大哥自作自受 怨不得别人 富国大爷不能停止 我要做巨兰国的女王 你们是否愿意追随我 姬仙先问得很直接 五月和左思 同时抬头看向姬仙先 当年 姬仙先和姬霸决裂时 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辅佐姬霸 理由很简单 姬霸是男的 姬仙先是女的 而且 姬霸是天下会正统 也就是巨兰国正统 可是现在不一样 姬霸成了活死人 姬仙先一个人组建了龙帮 能力无庸置疑 女人做帝王不是不行 东周就是女帝当国 我愿意追随公主 心腹居兰国 五月首先表示愿意顺从 五月愿意 左思自然跟随 拜道 属下左思 誓死追随公主 姬仙先微微汗手 说道 好 大哥现在的状况不乐观 就留在太医院继续治疗 你们表面上 按照李承道的要求 整合天下会以前的产业 暗地里 我会协助你们组建一套新的体系 李承道是我们的仇人 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居兰国是南梁灭掉的 这是灭国之仇 五月和左思同时说道 属下不敢忘 他们选择与李承道合作 仅仅是为了救治激霸 仇恨一点没有消除 姬仙先微微点头 说道 好 后续会有人和你们联络 一切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姬仙先起身要走 五月立即拜道 公主 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姬仙先停下来 说道 说吧 五月拜道 请公主杀了龙承恩 为少主和惠中兄弟复仇 姬仙脸色冷淡 回了一句 知道了 说完 姬仙先消失在房间里 恭送公主 两人同时拜道 人走后 五月高兴地说道 好了 复国大业继续 左思也觉得 重新找到了奋斗的动力 姬霸那个样子 实在让人绝望 姬仙先的出现 让他们重燃了斗志 走 集合会中的弟兄 商量一下怎么干 好 两人出了房间 立即召集以前的人手商议 事情传到玄姬子和户部上书 段骏财尔中 两人都很诧异 不明白 为何五月和左思 突然想通了 东周经师 大明宫 龙承慢慢走进大殿 朝中大臣纷纷行礼拜见 龙承在东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地位比四位公主还要高 金兆福引房景成走过来 拜道 武王 龙承回礼 房大人 听说京师的李大善人 没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房景成回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那个礼仪行善 都是表面功夫 被地里吞没兼并田产 父子两个强强名女 杀人灭口 做了许多恶事 死有余辜啊 下官已经将此事秉明圣上 李宅被超没 田产分给周围的百姓了 说到这个 房景成义愤填膺 龙承微微点头道 真没想到啊 房景成说道 是啊 大家都被离骗了 进了大殿站好 龙承在武将之手 身后是帝洛西和帝令仪 两人面色看起来有些疲惫 对面是帝宇威和帝心碗 两人对龙承微微点头示意 大臣站好后 女帝从内庭出来 坐在凤椅上 尹凤站在旁边 喊道 上朝 女帝扫视堂下诸位大臣 威严地说道 诸位爱卿有何事要揍啊 兵部尚书王威走出来 拜道 起揍圣上 据探子得报 南梁已经和西夏结为同盟 约定一起对付我大周 威臣担心两国进犯 请圣上下令备战 王威的话 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 金陵城的消息传到了京师 大家都知道 龙承在金陵城 搅得天翻地覆 天下会彻底完蛋 里程道损失惨重 大家都觉得 东周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没想到南梁和西夏居然结盟了 还要一起对付东周 南梁和西夏结盟 南边和西边都不安稳了 哼 以前还有蛮族的威胁呢 那又怎样 不可小觑啊 南梁大国 雄兵百万啊 我们有五王正国 怕什么 诸位大臣意见不一 有的人觉得威胁很大 有的人觉得 不过是直老虎 女帝坐在凤椅上 对龙承说道 五王 看来你在金陵城道的不够啊 里程道还有力气结盟 众人看向龙承 龙承走出来败道 是威臣的错 女帝笑道 好了 装模作样的干什么 谁不知道你厉害 单枪匹马灭了福元楼 杀了四个武皇高手 打残一个 龙承尴尬地笑了笑 不知道如何回答 当众装笔的感觉确实不错 但有点尴尬 朝中大臣早有耳闻 女帝亲口说出来 更是证实了传闻 王威武 公部尚书徐明 第一个称赞 户部尚书段双双也赞叹道 不费一兵一卒 便能赴军杀将 武王威武 其他大臣跟着称赞 拍了一波彩虹屁 帝洛西和帝令仪 在身后听得很开心 好像夸他们自己一样 女帝笑了笑 说道 好了 马屁拍够了 说说吧 南梁和西夏结盟 你怎么看 女帝问龙承怎么看 朝中的大臣 跟着一起看向龙承 龙承想了想 说道 南梁和西夏结盟是必然的 他们现在都害怕大洲 不过 此事无需多虑 每次我大洲与西夏开战 南梁必定出兵 反之亦然 所以 他们的盟约 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朝中大臣觉得 龙承所言不错 南梁和西夏 一直很有默契 只要龙承出兵 他们立即捣乱 西夏和南梁 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 只不过 这次以盟约的形式 确定下来 老陈李一正说道 圣上 武王所言不错 反正南梁和西夏 都是我大洲的敌人 结盟不结盟都是如此 此事无需担忧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西夏和南梁 始终对大洲虎视眈眈 朕虽然不惧 但也是个麻烦 诸位爱卿有何良策 能解决这个麻烦 女帝的问题 朝中大臣无人敢答 想解决这个麻烦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灭掉西夏和南梁 但天下三分数百年 谁敢说灭掉西夏和南梁 大家的目光 又汇聚到龙臣身上 如果说有人能办到 那一定是龙臣 女帝封龙臣为武王时 就说过 希望他平定乱世 结束纷争 武王 大家都看着龙臣 女帝也看向龙臣 龙臣拜了一拜 高声说道 微臣以为解决麻烦 最好的办法就是灭西夏 平南梁 龙臣此话说出来 朝中文武大臣 都为之一敬 他们早就知道 龙臣有这个心思 女帝也有这个心思 但从龙臣嘴里说出来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且 是在朝堂上公然说出 这绝对不是玩笑 众位大臣看着龙臣 眼里带着佩服和震惊 女帝非常高兴 她终于从龙臣口中 听到了这句话 好 武王不愧是朕的战神 天下三分九矣 也该是一统的时候了 女帝说得很高兴 却把堂下的诸位大臣吓了一跳 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君臣二人 真是疯了吗 内阁老臣李义正第一个反对 说道 圣上 武王所言虽然雄武 可灭国之势 岂可轻弹 天下三分数百年 就算当年的武圣 也无法结束乱世 武王不可穷兵独武 这些年 我大洲连年征战 已经疲蔽不堪 切不可再动刀兵 李义正反对 朝中很多大臣 也跟着反对 我大洲虽然不惧西夏和南梁 可要说灭掉西夏和南梁 此时谈何容易啊 灭国之势 非有累势之功 不可为之 太难了 说起容易 做起来太难了 不可轻言啊 不可轻言 天下三分的时间太久了 大家没想过 灭国一统天下的事情 龙臣突然说出来 大家都被吓到了 蒂洛西走出来 说道 有什么不敢的 当初 如果天下会捣乱 我们已经灭了西夏了 现在天下会完蛋了 没人拦着 正好重新起兵灭西夏 帝令仪也赞同龙臣的提议 说道 母后 我大洲兵威已成 可以趁机灭西夏 图南梁 西夏最弱 两位公主都觉得 灭西夏没问题 至于南梁 他们就没有必胜的把握了 女帝 看向其他大臣 问道 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这个问题 兵部尚书王威绕不过去 她必须回答 王威走出来 拜道 威臣以为此事虚甚重 灭一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话等于没说 帝与威走出来 拜道 母后 而臣以为此事不可行 上次对西夏之战 虽然取得了小胜 占据了镇国寺 但西夏根本未损 若想灭国 则需与西夏二十万铁药子决战 我大洲并无如此多的精锐可用 就算是御佛官的龙家军 也不过二十万之重 如何能灭西夏 南梁更是大国 有百万精兵 如何能灭掉南梁 帝与威的反对 得到了大臣的支持 灭国没有这么容易 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帝与威出来说道 还有 就算我们击败了石乐 西夏的百姓会不会归附 朝中吵吵闹闹闹 主战派和反对派阵营分明 但总体来说 反对的人更多 女帝摆摆手 说道 好了 朕也是让诸位爱卿商议 并未说一定就如何 都回去想想吧 退朝 女帝起身回了内庭 留下朝中大臣继续争论 龙臣见朝中反对的声音颇多 也不久留 自己出了朝堂回武王府 朝堂上没有说出个子丑银帽 散朝后 龙臣提议要灭西夏 凭南梁的消息 却风一般传遍了京师 大家都开始煞有其事地谈论 龙臣会如何平定西夏和南梁 那些喜欢纸上谈兵的人 甚至开始制定进攻路线图 回到武王府 何君陶禀报 老爷 四方楼的孟兰来了 龙臣笑了笑 说道 好 知道了 龙臣走进客房 笑呵呵说道 掌柜今日如何得空来看我 孟兰说道 楼主让我来的 他让我问问沿河双堂的事情 上次 沈万金向龙臣求助 也想制作海盐和白糖 龙臣当时推辞 说会考虑想办法 龙臣说道 我看了龙帮售卖的盐和双堂 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制作的 孟兰问道 真不知道 龙臣嘻嘻笑道 你知道了还问 孟兰笑道 既然如此 我告辞了 孟兰出了王府 龙臣回到后院 凤鸣宫 帝宇威和帝兴婉 两人并肩进了御书房 女帝刚刚坐下来 而臣拜见母后 坐吧 两人坐下来 女帝笑了笑 问道 是为了龙承恩的事情 帝宇威说道 母后 您真想让龙承恩平定天下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朕确实这么想的 龙承恩也有这个能力 帝兴婉说道 可是母后 灭国哪有这么容易 西夏虽然最弱 也有几十万铁药子 上次镇国四一战 我们的损失也不少 而且 西夏和西域的乌斯国有渊源 我们如果出兵西夏 乌斯国很可能增援 帝宇威跟着说道 而臣也以为灭西夏的提议不切实际 平定南梁更是异想天开 这是龙承恩自己的私仇 女帝让两个女儿慢慢说 一句话都不反驳 等两人说完了 女帝才开口道 龙承恩与李承道有仇 此事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不是私仇 这对我们大洲都有好处 也就没必要计较 西夏骑兵强横 大家也都知道 但龙承恩做事不拘一格 他动了这个念头 就有办法做成 这一点 你们都看到了 自从他来到大洲 从未吃过败仗 每次都能绝处风生 金陵城的事情 你们也听说了 他一人从中运筹 灭了扶元楼 杀了几个武皇高手 和数万进军 除了龙承恩 谁能做到 女帝这么支持龙承 两人都很诧异 原本 他们以为灭西夏 南梁只是龙承的想法 没想到 女帝也这么想 而且很坚定 可是母后 龙承恩已经是武王了 如果她灭了西夏 再平定南梁 母后如何赏赐她 帝与威说出了 最关键的问题 永略镇主者身微 而攻盖天下者不赏 如果龙承真有本事灭西夏 凭南梁 天下会谁认识 龙承的对手 女帝又该如何封赏 处置这位绝世天才 留着 还是杀了 帝心碗说道 三妹四妹还在胡闹 给龙承恩炼制枯木丹 想让她变回男人 一个有灭国之功的男人 天下哪里能容下她 到时候 朝中文武谁敢说话 就算母后也压不住啊 帝心碗非常担忧以后的事情 面对两个女儿提出的问题 女帝嫣然一笑 半开玩笑地说道 那就更进一步 把你们都嫁给她 让她做皇帝 朕就可以退隐当太后了 女帝的话 把帝宇威和帝心碗冻住了 他们没想到 女帝会如此说 母后 我们是认真的 帝宇威无语了 她觉得 女帝在打去开玩笑 女帝哥哥笑道 好了 世上本无事 庸人之扰之 不过是朝堂上说一下而已 等龙承恩灭了西夏再说吧 龙承恩再强 也是大洲的臣子 朕是帝尊强者 他能跳出朕的手心吗 女帝这样说 帝宇威和帝心碗 也没办法了 只得作罢 孟兰从武王府出来 乘着马车回四方楼 到了楼前 看到一辆马车缓缓过去 车夫是个男子 孟兰认得这个男子 正是老驻国公孙云的车夫赵衡 孟兰看了一眼公孙云的马车 进了四方楼 孟兰到了阁楼 楼主 沈万金正在看账本 又宣在旁边伺候着 见孟兰进来 又宣嘴角掠过一丝不屑 龙承恩怎么说 沈万金放下账本问道 孟兰微微摇头说道 她说 不知道戏言和双唐的事情 沈万金冷冷说道 不知道啊 看来天下会的威胁消除 我们万金楼 不入武王的眼了 沈万金不是傻子 他知道 龙承将天下会产业 送给自己的原因 龙承想让万金楼当盾牌 挡住天下会的报复 现在天下会搞没了 威胁不复存在 万金楼就多余了 孟兰担忧地说道 楼主属下担心 龙承恩过河拆桥 孟兰的身份 是万金楼的百金石 说话必须站在万金楼一边 沈万金冷笑道 过河拆桥 没这么容易 老子得到了天下会的产业 那就是老子的 他别想要回去 龙承恩不帮忙就算了 生意照常做 大不了少赚一点 孟兰趁机说道 那以后 属下不和龙承恩打交道了 这思一直想从属下嘴里套消息 又宣冷冷讥讽讽道 哪个嘴啊 孟兰脸色一冷 怒道 又宣 说话注意点 沈万金示意又宣闭嘴 说道 继续和他来往 老子想看看 这次到底想干嘛 孟兰表情有些为难 但还是败道 属下领命 孟兰退出阁楼 又宣说道 楼主 小心他被龙承恩拐跑了 沈万金不屑地说道 一个太监 怎么管 你想多了 又宣的话 让沈万金很不爽 他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他的属下 不可能被龙承勾搭走 又宣见沈万金不高兴 也就不再多说 让你手下的那些姑娘 和公部那边多联络 只要公部的供货稳定 我们赚钱不是问题 龙承不帮沈万金 就只能指望公部的货物赚钱 沈万金不可能放弃 天下会的生意 又宣说道 公部尚书徐明 是个驴木脑袋 送了两个姑娘过去 一点效果都没有 他只听女帝和龙承恩的话 沈万金冷冷说道 所以要你想办法 又宣无奈地败道 属下明白 公孙云的马车 缓缓进了五王府 和军陶慌忙禀报龙承 苏友荣找了书房和卧室 都没看到龙承的影子 咦 刚才不是回来了吗 苏友荣急死了 到处找人 吴湘云聪明 环顾四周发现张倩不在 便笑道 姑姑 你去倩解房间里找找 会有惊喜哦 苏友荣立即跑到张倩卧室 龙承正在和张倩商议 进攻西夏的事情 大人 老祝国来了 龙承立即起身 走到前院客厅 公孙云正在客厅里 和小虎玩耍 老祝国 龙承快步走近 小虎吓得躲在公孙云身后 公孙云护着小虎 问道 你是不是经常揍他 龙承无奈地笑道 他是安牧城刺史邹才良的 小儿子邹凯 小名胡子 皮得很 不对他凶一点 不好好练功 公孙云看小虎 就像看孙子一样 说道 胡说 我看他挺乖巧的 小虎不怕 到爷爷这里来 小虎很机灵 他虽然不认识公孙云 但看得出 龙承对公孙云很尊敬 感觉找到靠山了 小虎钻进公孙云怀里 喊了一声 爷爷 这一声爷爷喊得 公孙云心都化了 高兴地摸着小虎的头 说道 好 以后他敢揍你 你就告诉爷爷爷 爷爷揍他 龙承无奈说道 老祝国 那我以后管不了他了 公孙云冷冷说道 好好管吗 怎么会管不了 何君陶重新上了茶 龙承亲自给公孙云倒茶 老祝国今日有事吧 公孙云无事不上门 来了肯定有正事 你从金陵城回来好几天了 我早就想来 你小子真厉害 一个人把金陵城搅得天翻地覆 龙承呵呵说道 都是些阴谋诡计 小伎俩罢了 公孙云抱起小虎 放在腿上 说道 别说什么小伎俩 能杀敌斩将 就是好计谋 老夫活了几十年 没见过你这么厉害的 这一番夸奖 说得龙承不好意思 老祝国不是专门来夸奖晚辈的吧 公孙云笑道 当然不是 我来问你一个事情 你老实说 老祝国问话 晚辈敢不如实 龙承大概猜到 公孙云想问什么 我刚才听他们说 你在朝堂上 向圣上建议 灭西下平南梁 公孙云脸色严肃 语气低沉 棕黄的毛子 紧紧盯着龙承 果然是这个问题 龙承早猜到 公孙云会说 龙承当朝说出这样的话 民间只是当作谈资 对于朝中大臣则不然 他们会认真考虑 这话的真实性 公孙云地位特殊 他考虑的更多 对 先灭西下 再集中兵力 破精灵 灭南梁 龙承也收敛了笑容 非常严肃地说道 公孙云盯着龙承看了很久 客厅里的气氛很严肃 小虎在公孙云腿上 不敢乱动 公孙云微微汗手 说道 好 看来你不是随口说说 那你打算怎么做 天下三分数百年 灭一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龙承说道 战场上击破敌人容易 要想灭一国 必须灭掉这国的明星 杀人容易诸心难 如果西下人认为 石勒这个君王可以 就算龙承击败了石勒 西下的百姓也会反抗 所以 要想彻底灭掉西下 龙承必须想办法 瓦解西下的明星 这是最难做到的 公孙云微微汗手 说道 你知道就好 你有打算了 龙承笑了笑 说道 我已经在实施了 公孙云点点头 说道 事关机密 老夫不问 还有一事 你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 这个问题 龙承不好回答 公孙云见龙承沉默不语 便继续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 公主在太医院炼药 你便回南生后 就是真正开府剑牙的武王了 到时候 你有灭国之功 你该如何自处 圣上该如何自处 你想好了吗 身在朝廷 站在权力巅峰 君臣全谋是绕不过去的 龙承必须考虑 龙承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 老祝国觉得 我该如何 继续当一个太监 让天下人放心 让圣上放心 公孙云看着小虎 说道 你进宫当太监是个意外 老夫自然不会这么想 但服药之后 还有很多事情 要考虑 锦天烈的前车之剑不远 当初龙承阴差阳错 被送进进身房 稀里糊涂成了太监 这就是一场意外 而且 龙承这么优秀的人 公孙云也希望龙承有后 龙承说道 等天下一统 我就结甲归田 当个闲散驸马 公孙云微微点头 洛西这丫头挺好的 龙承笑道 另一也很好 公孙云愣了一下 哈哈笑骂道 好你个龙承恩 老夫从未听说 娶两个公主的驸马 龙承笑道 我做第一个 公孙云摇头笑了笑 说道 老夫是来提醒你的 你有打算变好 小虎这孩子不错 到我府上 去住几天吧 我公孙家的武艺也不错 小虎 愿意跟爷爷回家吗 小虎肯定愿意 马上说道 我愿意跟爷爷回家 龙承敲了敲小虎的脑袋 说道 到了老祝国家里 也要努力练功 公孙云护着小虎 说道 不许吓唬他 公孙云的孙子孙女 都尚未婚嫁 还没有重孙 看到小虎 就跟看到宝一样 抱着小虎 公孙云乘坐马车回府 人走后 龙承回到后院 西夏 镇国寺 德善和尚 带着两个弟子 巡视重新建好的寺庙 寒冬就要来了 北面和西面的墙要加厚 这样才能预寒 德善敲了敲土墙 感觉有点太薄了 弟子说道 方丈 信徒太少了 做得又仓促 只能先过了冬再说 重建这些寺庙房屋 除了镇国寺的僧人 还有很多附近的信徒 这些信徒 都是镇国寺的免费苦力 以前大家都信奉归一佛 现在很多人改投真佛寺 信奉观音菩萨去了 不再来这里服药义 另一个弟子骂道 摩羯那个叛徒 该下十八层地狱 信奉真佛寺的人 也该下地狱 方丈 弟子有个建议 将不信归一佛的异教徒 统统抓过来 修建佛寺 德善咒媚道 别打这个主意 我们镇国寺 锦灵御佛官 这样做容易逼反百姓 改投东周 我们在这里 不仅要对抗无间的龙家军 还要和他们抢夺民心 弟子被训斥 连忙低头何时认错 德善和尚比这些僧人聪明 知道镇国寺在这里 不仅要守住领土 还要守住民心 因为真佛寺宣扬众生平等 众生成佛和不杀生的戒律 镇国寺也开始向百姓 宣扬更温和的主张 信徒的供奉也主动减少了很多 可如此一来 镇国寺的经费就很紧张了 德善继续往前走 见到一座院子非常结实 问道 为何这个院子这么结实 弟子回道 方丈 这院子是那狗贼建造的 弟子口中的狗贼 自然是龙城了 德善冷冷说道 当初龙城恩占据镇国寺时 应该也是想赖着不走 弟子说道 那狗贼建造的房屋都很坚实 当初肯定想着当作堡垒来用 另一个弟子骂道 当初应该让他全部建好 再走 这佛寺本就是他烧的 弟子说道 当初若非天下会介入 这寺肯定赖着不走 镇说着 一个富泰的和尚跑过来 此人是镇国寺新任监院 绝空和尚 方丈 今时有秘信传来 绝空和尚手中一封秘信 两个弟子立即退下 德善接了拆开 仔细看后 皱眉道 没有天下会压着 龙承恩这丝肆无忌惮了 绝空问道 龙承恩怎么了 德善冷笑道 这丝在朝堂上公然扬言 要灭了西夏 平定南梁 让东周一统天下 绝空恶然许久 随后破口大骂道 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龙承恩凭什么一统天下 我大下几十万铁药子 我镇国寺十几万僧兵 他说灭掉就灭掉 德善和尚将秘信收起来 说道 这次大话说了不少 但每次都做到了 不可轻敌啊 只会吹牛逼的人是傻逼 吹了牛逼后能实现的 那是真牛逼 龙承是后者 德善说道 速将此事告知空济师兄 郑国寺的防御工事 加紧建造 给我死死叮住玉佛关 有任何异动都要禀报我 绝空败道 遵旨 东周经师 五王府书房 张倩五人围着龙承坐下 龙承拿出一本心法秘籍 说道 这是我自己写的心法秘籍 融合了龙家军和藏武阁的武艺 对突破修为有大作用 比我以前给你们的那个要好 你们都看一下 看完就在这里打坐修炼 我在旁边看着 龙承以前也写过一本 但那时候 只有修阴大法 和白鸟嘲讽诀之类的 这次融合了龙家心法 内容完全不一样了 密集给了张倩 独孤嘉丽和白婷婷 吴楚楚 吴湘云四人凑过去一起看 五个人扎堆的样子 加上地上铺着的铺绒毯子 龙承感觉可以来一下 夫君 你这心法有点不一样啊 张倩的修为最好 最先看出问题 龙承说道 对 我在白狼山之战时受过伤 很多事情记不清 前几天我做梦时 偶然回忆起龙野的心法 我融合进去了 这本密集 有龙家心法 也有圣上 给我的白鸟嘲讽诀 你们练了 肯定大有必义 龙承还是透露了龙家心法 因为女帝肯定会发现 与其到时候被发现被戳破 不如先给一个解释 白婷婷看得很认真 她最想追随龙承杀入敌阵 但她的修为总是不能提升 得知龙承去精灵 白婷婷心里一直很烦闷 她觉得龙承没有带上她 肯定是因为自己修为太低 去了拖后腿 看完密集 几人默默记下 就在龙承旁边 坐下盘腿修炼 龙承也慢慢静下心来 专心打坐 太医院 清月和玄一在丹房里 小心捧着药材 蒂洛西脸上沾着灰 头发被炉火烧了一卷 外面虽然已经秋寒 丹房里却燥热难当 枯木丹的配方和炼制过程是绝密 蒂洛西没让太医院的人参与 枯木丹可以让太监重生 天下的太监那么多 想变回男人的太监 大有人在 配方必须保密 清月 把冰原路的脚放进去 蒂洛西严格按照 医书记载的顺序和时间 投入药材 丹炉被烧得通红 清月和玄一只穿了一件 很单薄的衣服 汗水太多了 衣服紧贴着身子 等它涨回来 我要连本代理让它还 清月拿起一根铁棍 撬开丹炉 玄一将鹿角丢进去 对 我也是 狠狠地讨债 他们为龙尘炼丹 是真的辛苦 蒂洛西看着丹炉盖子 重新盖上 继续在丹房里等待 慢慢地 一股草木味的清香 从丹炉里传出来 枯木丹所有药材都是动物 但炼制出来后 确实草木的味道 这就是奇特之处 公主 快好了 清月和玄一 激动地喊道 蒂洛西此时内心也很激动 却对两人喊道 冷静 别激动 不多时 丹炉震动一下 蒂洛西立即用吊钩 将丹炉吊起来 然后沉入冰水中 一阵白色雾气 蒸腾而起 丹炉恢复了铜青色 快拉起来 清月和玄一一起动手 将丹炉重新拉起来放稳 蒂洛西迫不及待地揭开盖子 里面躺着一粒木纹的青色丹药 只有鸽子弹那么大 我的小可爱 蒂洛西小心地将枯木丹放入药瓶 然后小心封好 成了 蒂洛西开心地抹扎着药瓶 清月和玄一 感觉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喘着粗气说道 终于练成了 好难啊 蒂洛西笑道 好在有上次的经验 这次快多了 这次不能再给小龙龙了 本公主必须贴身保存 省得又被糟蹋了 上次本来枯木丹快成了 却被龙尘拿去救治摩羯 浪费了蒂洛西的心血 把丹房里所有东西毁掉 不能让其他人知晓 枯木丹怎么炼制的 蒂洛西下令 清月和玄一一起动手 把丹房彻底毁掉 一切搞定 三人踩出了丹房 到了外面 不远处还有一座丹房 那里是地令仪的地方 公主 三公主那里 好像也差不多了 清月看着丹房冒出热气 猜想地令仪的进度 一直在追赶这边 如今蒂洛西的丹药炼制好了 那么地令仪那边 是不是也快了 嗡 一阵嗡鸣声从丹房传出 房门打开 地令仪和温书珍 带着两个宫女 灰头土脸地跑出来 很显然 他们失败了 蒂洛西幸灾乐祸 哈哈大笑道 三姐 我的枯木丹成了 你的失败了 小龙龙是我的了 别跟我争 蒂洛西故意从怀里 拿出药瓶晃了晃 给地令仪炫耀了一番 地令仪看着药瓶 无奈地叹息一声 围山九韧 功亏一篑 这次的事情你赢了 不过 你未必赢了 地令仪看着药瓶 意味深长的一笑 地令仪冷笑一声 进了房间洗澡换衣服 这座院子 是两位公主专用的炼丹之处 没有外人在 地令仪和玄衣 清月洗完澡 换了衣服 拿着药瓶高兴地回西宫 地令仪望着地洛西远去 心里盘算着怎么办 温淑珍脸色暗淡 拜道 都是属下办事不力 请公主责罚 地令仪对炼丹之事不了解 全程都是温淑珍在操控 除了这样的纰漏 温淑珍当然难辞其咎 不管你是 枯木丹本就十分难炼制 其实 枯木丹有一力就够了 我只是想和四妹争一口气 我们没炼成就算了 反正四妹有 地令仪脸上浮现一丝脚狭的坏笑 温淑珍败了一败 不知道该如何说 如果能自己炼制出来 当然是最好的 既然失败了 也只能再想办法 地洛西高高兴兴地出了太医院 院守宗后听说 地洛西真的炼制出来了枯木丹 被震惊到了 枯木丹是传说中的丹药 没想到真的炼制出来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太医院 然后传遍了整个京师 武王府 龙晨正在书房陪着张倩 五人修炼心法 苏友荣突然撞开房门冲进来 龙晨猛地睁开眼睛 呵斥道 你干什么 苏友荣停下脚步 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这是龙晨第一次发火呵斥 张倩五人听到撞门的声音 纷纷猛掐子舞诀 左手拇指猛地按在右手无名指上 才将体内的真气平息下去 确定大家都没事 龙晨于怒未消 说道 我说了在修炼 你怎么突然闯进来 苏友荣低头拜道 属下该死 属下鲁莽 苏友荣意识到 虽然龙晨和他亲亲我我 也曾在床上如胶似漆 但终究是上级和下属的关系 龙晨见苏友荣 脸色都变了 又有些不忍心 上前扶起苏友荣 说道 姑姑 我们练功的时候 万一走火入魔 后果不堪设想 苏友荣拜道 属下鲁莽了 属下下次不敢了 张倩看苏友荣 也不忍心 说道 姑姑 夫君没有别的意思 您别介意 苏友荣乃然笑道 是我自己没记住 龙晨问道 出什么事了 这么激动 苏友荣拜道 刚刚听到传闻 说公主炼制出了枯木丹 消息已经在金石传开了 听到这个消息 龙晨微微愣了一下 虽然早知道蒂洛西在炼丹 可没想到真的炼成了 张倩只是有些惊讶 并没有非常兴奋 因为她和龙晨早就那个了 她知道龙晨就是个男的 其实有没有枯木丹 其实无所谓 公主真的炼成了 天啊 真的呀 白婷婷和吴湘云两个人最激动 独孤嘉丽和吴楚楚 虽然也激动 但是两个人还比较矜持 抱在一起咯咯直笑 那我是不是该去找四公主 龙晨觉得 现在该做些什么 才能显得自己很激动 独孤嘉丽四人 激动地飞起 张倩假装激动 龙晨却在旁边犯男 心中盘算着如何才能显得自己正常一点 我 去找公主吧 龙晨想来想去 觉得此时应该到西宫去 这样才显得正常 出了书房 就遇到湘宁快步跑过来 一头撞进龙晨怀里 大王 公主塌塌塌 湘宁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只用手疯狂比划 我知道 公主的枯木丹炼制出来了 我去找她 龙晨尴尬地笑了笑 连忙出了后院 到了前院 何军陶已经备好马了 老爷 马准备好了 何军陶激动地说道 龙晨笑了笑 上马出门 往西宫去 走在街上 龙晨侧耳倾听 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 蒂洛西炼制出枯木丹的事情 龙晨感觉有些震撼 没想到大家对此事的关注度如此之高 真是出乎意料 那不是五王吗 他这是要入宫啊 肯定啊 公主炼制出来了再生丹 他肯定要去啊 这下可以当驸马爷了 以前龙晨走在路上没人理会 这次居然成了焦点 龙晨连忙加快速度 到了西宫 龙晨快步进了西宫 到了宫门口 刚好见到清月 清月 听到声音 清月停下来 看到龙晨进来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说道 小龙龙 我就知道你要来 清月带着龙晨走进房间 蒂洛西正在床上呼呼大睡 样子十分疲惫 公主在休息呢 恋丹把她累坏了 龙晨坐在床檐上 扶着蒂洛西疲惫的脸颊 心中五味杂陈 这么好的一个公主 为了自己清净心血 但是可能很快 傻丫头 龙晨微微叹息一声 清月低声说道 小龙龙 你一定要对公主好啊 她对你真的很用心 龙晨微微点头 说道 让她好好休息吧 我明天再来 清月有些诧异 问道 你不急啊 龙晨笑道 我都当了这么久太监 不急这两天 好好陪着公主 龙晨低头 清了一口蒂洛西的脸颊 然后起身出了西宫 走在外面 龙晨感觉心头憋得慌 街上的百姓 还在指指点点看热闹 龙晨加快了速度 策马出了金师 奔上了真佛寺 秋天的真佛寺很美 满山的风树如火烧一般 红遍了上山的道路 地上的落叶 如金箔一样 镶嵌在石板路上 马蹄踩在枯叶上 发出沙沙的声音 真佛寺的影响越来越大 相克很多 龙晨骑马到了山门前 就看到玄慧 再和几个小沙迷玩耍 见到龙晨过来 玄慧这小子转头就跑 嘿 你跑啥 龙晨喊了一声 玄慧跑得更快了 臭小子 龙晨下马 监院红瑞听说龙晨来了 立即过来迎接 武王驾到 贫僧有失远迎 红瑞更加富态了 身上有骨子纹粥粥的酸乳气质 看来这货美少和金师的文人私混 都是老熟人了 别这么客气 摩羯在吗 红瑞笑道 方丈在哪 武王这边请 红瑞笑呵呵引路 龙晨进了方丈室 摩羯正在写经书 方丈 武王来了 红瑞轻声说道 摩羯抬头 看到龙晨走进来 放下毛笔笑道 好啊 我不找你 你倒送上门来 你欠我的经书多久了 我一个字没看到 你说该如何 摩羯许久未见龙晨 很是高兴 龙晨坐下来 笑道 我来寻你说话 你倒寻我讨债 哪里像的出家人 红瑞见龙晨和摩羯聊上了 自己退出了方丈室 走到外头 正见玄慧鬼头鬼脑的 巷里张望 玄慧 你干嘛呢 红瑞走过去 玄慧嘿嘿笑道 没什么 许久不见武王 我来看看 红瑞说道 你与武王熟络 为何不进去 玄慧连忙说道 武王正与方丈说正经事 我不去了 红瑞也没多想 自己回去处理寺内僧物 方丈势力 摩羯煮了一壶茶 和龙晨慢慢聊着 武王今日如何得空来看平僧 龙晨喝了一口茶 说道 怕你这秃驴在山上闷死 特意来看看 摩羯笑道 怕不是你在府上要被榨干 跑我这里透透气吧 龙晨笑骂道 好一个银僧秃驴 竟说些乌言晦语 摩羯说道 我听山下在传 说你要灭西夏 平南梁 龙晨放下茶杯 说道 没想到佛门清净之地也听到了 摩羯笑道 世上哪有什么清净之地 只有清净之人 人清净了 地方也就清净了 龙晨点头道 来说是非是便是是非人 心中无是非才能是非 摩羯问道 你当真如此想 龙晨点头道 对 我当真如此想 摩羯悠悠叹息一声 说道 我已经出家 本不该过问俗事 但我毕竟是西夏人 有些于心不忍 龙晨知道摩羯的意思 说道 你放心 我不滥杀 想者免死 也不会针对西夏僧众 摩羯点点头 说道 这个我知道 摩羯知道龙晨的人品 他不担心龙晨滥杀无辜 只是战争一起 玉石俱焚 很多事情 不是龙晨能管住的 你今日来 只是为了喝茶 摩羯不再说战争的事情 龙晨叹息一声 说道 心中憋闷 摩羯笑问道 身居高位 还有憋闷 龙晨笑了笑 没有回答 却望着窗外说道 寺里的秋日好艳丽啊 黄叶速速而下 微微的秋风 落日西斜 鸟鸟的烟气 非常祥和 龙晨以后 要和帝洛西 帝令仪 女帝反目 心中非常憋闷 当初摩羯从昭提寺叛离 在真佛寺重立一派 和师父空击对抗 龙晨当时 以阴谋的心态宽慰摩羯 现在到了自己身上 才知道 此事有多难受 艳丽便多来看看 风景都有时节的 错过就错过了 龙晨不说 摩羯自然不会追问 来吧 陪我下一局 龙晨想下棋解闷 摩羯且拿出纸铺在岸上 递了一只毛笔给龙晨 笑道 师主 贫僧看你心中不敬 不如你给贫僧写几卷经书 定能降服心中杂念 龙晨愕然笑道 好你的秃驴 真会借机占便宜 好 我便给你写几卷经书 静静心 龙晨接了毛笔 就在方丈室 给摩羯默写经文 太医院 蒂洛西炼制出了枯木丹 得意地离开院子后 蒂令仪也毁掉单房离开了 两位公主离开 宗后立即派太医院的人 将院子的东西收拾干净 十几个太医院的学徒进了院子 将里面的蜂窝煤 各种剩下的要扎子 倒进垃圾桶 四公主说 炼制出了枯木丹 你觉得 此事真假如何 我看公主那么高兴 恐怕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以后的太监 岂不是都有希望了 只怕会引得天下大乱啊 嘘声 不要说这些事情 赶紧收拾 学徒麻烈地将东西收拾干净 特别是要扎子 必须焚毁 因为懂行的人 可以从要扎子 推断出炼丹的方子 清理工作 一直持续到晚上 垃圾桶送到了焚烧的地方 一个粗壮肮脏的汉子 接了要扎桶 学徒吩咐道 这个必须彻底烧毁 半点不能留 汉子憨憨笑问道 又是哪位大人的秘方吗 学徒不耐烦和汉子说话 训斥道 你照做便是 问这么多做事 汉子憨憨抱着要扎桶 走进焚烧的房间 不多时 又抱着桶洗干净 将桶还给了学徒 大人 洗干净了 学徒不理会汉子 拖着要扎桶走了 学徒走后 两个人迅速进了房间 将要扎带走了 还给汉子一定银子 此时说出去 你我都是死 明白吗 汉子憨憨一笑 我懂 两人立即扛着要扎子消失 凤鸣宫 尹凤匆匆进了御书房 女帝正在看书 圣上 四公主的枯木丹炼制成功了 事情已经传遍了惊师 尹凤脸上 有眼不住的惊喜 女帝看面带春色的尹凤 笑道 洛西这丫头真执着 终究是炼成了 那龙晨呢 没有立即去找洛西吗 尹凤点头道 听清月说 龙晨刚才去了西宫 但四公主睡着了 龙晨就走了 好像去真佛寺了 女帝放下书 笑道 枯木丹炼制好了 她却跑去庙里 难道想当和尚了 尹凤也不明白 龙晨怎么想的 圣上 那现在 大家都知道 帝洛西在炼制枯木丹 大家都知道 龙晨可能恢复男身 但是 当枯木丹炼成的时候 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直接把药给龙晨 还是隆重一点 当众宣布以后给龙晨 女帝淡淡地说道 此事正不干预 让洛西和龙晨自己处置吧 尹凤点点头 这个事情 女帝不好插手 如果龙晨变回男的 那么 尹凤心里有点小激动 两条腿忍不住用力动了动 好期待 西宫 帝洛西宝宝宝地睡了两天才醒来 从床上爬起来 帝洛西唤了一声 睡 房间里伺候的宫女 立即倒了一碗温水过来 帝洛西一口喝了 又说道 还要 宫女又倒了一碗过来 帝洛西连喝三碗水 才解渴缓过来 我睡了多久 帝洛西拢了拢头发 看着外面秋日正好 记不清楚时间 清月和悬一从外面进来 立即服侍帝洛西起床 公主睡两天了 清月替帝洛西梳头 悬一拿来衣服帮忙换上 哦 两天了 实在太困了 帝洛西打个哈欠 然后问道 小龙龙呢 她没来 想想自己为了炼制枯木丹 费尽千辛万苦 如果龙臣没来 那就是妥妥的渣男 清月笑道 来了 两天前就来了 当时公主睡着了 她还坐在这里 亲了公主一口呢 那样子可深情了 帝洛西听得心里一甜 问道 亲的哪一边 清月摸了摸帝洛西的左脸颊 说道 就这里 她亲的这里 帝洛西摸了摸亲过的地方 笑道 算她有良心 那她后来没来 我睡了两天 她也不陪我 悬一哥哥笑道 她呀 跑到真佛寺和摩羯抄金书去了 帝洛西奇怪地问道 老娘给她炼制好了枯木丹 她跑去真佛寺干嘛 清月说道 可能 避避风头吧 现在整个金师都在说这个事情 闹得可凶了 帝洛西脸色微变 问道 母后怎么说 悬一回道 圣上没说什么 帝洛西又问道 大姐二姐呢 清月说道 大公主和二公主也没动静 他们那边这两天可安静了 女帝和两位公主没有说什么 帝洛西心里安稳了一些 朝中大臣呢 有没有 谁嚼舌头的 悬一想了想 说道 肯定都在说 但是没人敢反对什么的 帝洛西点头道 也是 本公主炼制枯木丹 谁敢说 小龙龙要恢复男身 他们更不敢说了 帝洛西性格霸道 龙臣更是鬼神退避 朝中大臣肯定不敢说 梳妆换衣服完毕 帝洛西把枕头下的药瓶 带在身上 这枯木丹 现在是帝洛西的命根子 愁愁半天 帝洛西还是说道 走 去武王府 清月说道 小龙龙还在征佛寺吧 帝洛西冷冷说道 玄一 去把他带回来 玄一领命 立即策马往真佛寺找人 帝洛西则带着清月 王五王府去 真佛寺 龙臣给摩羯写了两天的佛经 摩羯非常开心 正抱着佛经反复念诵 你是不是佛陀罗汉下凡 为何你知道这么多佛经 能写得如此之好 摩羯不停地赞叹龙臣写的佛经 龙臣如是说道 其实 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那个世界的佛经很多 非常多 我只是偶然看过一些 恰好我记性不错 都记得 所以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记得而已 说来奇怪 龙臣的记性虽好 却不是过目不忘 可穿越过来后 记性就是贼好 这可能 就是主角光环吧 摩羯意味深长地看着龙臣 问道 那个世界什么样的 龙臣眼中满是回忆 说道 那个世界啊 一天可以到几千里外的地方 飞过去 可以和千里之外的人见面 只要一个小东西 就可以和天下 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说话 摩羯听得入神 不禁说道 这不就是佛国吗 千里眼 顺风耳 龙臣笑了笑 说道 像吧 门外 玄慧急匆匆跑进来 大呼小叫道 公主派人抓你了 摩羯脸色一沉 冷冷说道 玄慧 要装重 玄慧笑嘻嘻说道 公主派人来了 找五王呢 帝洛西炼制枯木丹的消息 传到了山上 玄慧知道了 摩羯也知道了 摩羯笑道 恭喜五王重获南深 府上上百家利 终于可以随五王学习如何插花了 龙臣愣了一下 指着摩羯笑骂道 你这个贼徒 疑似方丈 居然如此误会 玄慧没听懂 问道 方丈 何为插花 摩羯愣了一下 尴尬地发现 玄慧在旁边 便是 花开彼岸 自然是彼岸花 摩羯胡乱搪塞 玄慧似懂非懂 龙臣却说道 花开两半 有彼无暗 玄慧挠着光溜溜的脑袋 疑惑道 有彼无暗 那岂不是叫做彼花 摩羯慌忙摆手认输 平僧不知深浅 既然与你说这些 你才是那风月场中的老手 早些去吧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公主准备好了枯木丹 你是逃不掉的 当然 如果身体虚了 可以来平僧这里 疗养一二 龙臣摇头叹笑 起身到了前院 正见到玄一在那里等着 小龙龙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快点跟我回去 公主给你准备好了呢 玄一脸色微红 眼中泛着异样的光芒 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心理折射 玄一这丫头 已经动心了 马迁过来 龙臣和玄一骑马下山 进了京师 大街小巷 还在谈论枯木丹的事情 百姓肆意编排龙臣 和蒂洛西的故事 其中曲折离奇 都可以唱戏了 回到五王府 和军陶连忙牵马 小兮兮说道 老爷 公主来了 就在后院呢 这一天终究是到了 龙臣深吸一口气 大踏步往里走 走进后院 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卧室却传来一阵阵尖叫声 龙臣推门进去 就看到蒂洛西手里 挥舞着一个小药瓶 公主 小龙龙回来了 没等龙臣溜掉 悬疑就拉住龙臣大喊 蒂洛西看到了龙臣 指着龙臣喊道 你们的五王回来了 众女淒淒回头 就像一群猎人 看到一只久违的猎物 那样子 恨不得立即瓜分龙臣 冷静 龙臣被这些人的目光吓到了 她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的后悔 这些美女完全不理会龙臣的呵斥 立即将龙臣包围 房门被锁上 大王你终于回来了 公主得要到了 大王吃药了 大王快吃药啊 公主 快给大王吃药啊 这些女的跟疯了一样 一个人的时候 会比较理性 不会做出奇怪的事情 卧室里群情汹涌 公女像疯了一样举着龙臣 蒂洛西是始作俑者 龙臣无奈地再次大喊 公主 你看清楚 这么多人 我现在吃药 你能得到我吗 肯定被抢啊 龙臣的两次喊话 让蒂洛西清醒了一下 连忙收了药评 说道 你们都安静 蒂洛西的话 没有什么作用 公女还在封笑 蒂洛西这下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了 公女的情绪被煽动起来 想压下去 就没这么容易了 悬一 清月 蒂洛西想让他们两个帮忙 但悬一和清月 已经混入人群中 跟着起哄 蒂洛西急了 她没办法 所有人的眼睛 都看着蒂洛西身上的药瓶 这时 龙臣翻身飞起来 落在床上 举起双手喊道 都安静 谁吵闹就轰出去 龙臣的话比蒂洛西有用 大家慢慢安静下来 蒂洛西松了口气 你们先出去 我和公主有军物要商议 终于 慢慢把人赶出去 坐在床上 龙臣说道 公主 你吓死我了 你看他们都疯了 蒂洛西也心有余悸 笑道 没想到他们这么疯狂啊 蒂洛西拍了拍身上的药瓶子 庆幸地说道 还好还好 要还在 龙臣笑嘻嘻说道 公主殿下 把药给我吧 蒂洛西洋装怒道 不给 不能这么轻易地把药给你 龙臣笑道 公主 何必呢 这个药本来就是为我炼制的 蒂洛西执意不肯 不行就是不行 我是公主 要按照公主下架大礼来 龙臣笑道 公主咬得人家好疼啊 蒂洛西说道 我们回去 被龙臣这么一闹 蒂洛西反而清醒了 以前她是公主 龙臣是西宫的太监 两个人是主仆关系 闹腾就闹腾 现在库木丹炼制成功 龙臣马上要变回男人 两人的关系就变了 龙臣的身份不再是太监 而是大洲武王 一个纯爷们 这时候 两人还是要注意 男女授受不清的问题 身为公主 嫁给龙臣不能稀里糊涂 必须明媚正取 按照皇家里结伴 公主 就走啊 但要好了不给我 龙臣招手 蒂洛西哼哼一笑 说道 当了这么多年太监 不在乎多两天 带着清月和玄一 蒂洛西出了武王府回宫 龙臣躺在床上 望着屋顶的灰色瓦片 心里在想事情 龙臣在房间里发呆 蒂洛西则带着清月和玄一 到了凤鸣宫 到了门口 清月和玄一停下等着 蒂洛西往里走 到了殿内 遇到蒂洛走出来 恭喜公主 蒂洛见到蒂洛西 立即笑盈盈恭贺 蒂洛西炼制出枯木丹 蒂洛和尹凤这些人 都很高兴 所谓墙里开花墙外乡 龙臣长出来 大家都有得玩 母后在吗 蒂洛西有些不好意思 蒂洛笑道 在呢 公主请随我来 两人到了御书房 女帝正在和尹凤说话 儿臣拜见母后 蒂洛西笑嘻嘻走进去 女帝见到蒂洛西 笑问道 怎么 终于有空到母后这里来了 蒂洛西在女帝身边坐下 笑嘻嘻抱住女帝 撒娇道 母后 臣太累了 在西宫睡了两天 刚醒就来看母后了 女帝俯着蒂洛西 笑道 胡说 你方才 明明去了五王府 你以为朕不知道 蒂洛西被揭穿 羞得钻进女帝怀里 撒娇道 母后你说什么呢 而臣听不明白 尹凤和蒂洛十个眼色 两人退出御书房 让女帝母女二人说话 到了外头 蒂洛低声说道 公主还没有把枯木丹给王吗 尹凤微微摇头 说道 此事干系重大 哪有这么容易 蒂洛也知道 没这么简单 龙臣变回南的 大洲朝野和天下局势 都会改变 御书房里 女帝抱着蒂洛西 问道 说吧 来找母后什么事情 蒂洛西笑嘻嘻说道 母后 儿臣的枯木丹炼制好了 但是儿臣觉得 不能这么轻易给龙承恩 女帝问道 那你说该如何 蒂洛西在路上想好了 说道 儿臣将这个枯木丹给母后 母后赐给她 然后要求她明媒正娶 按照我们皇家礼节 女帝想了想 说道 可龙承恩孤身一人 她怎么明媒正娶 朕的大洲公主 从来不嫁人的 以前可没有这个先例 东周一直女帝当国 女帝不嫁人 但是能生育 而且世代单传 唯独到了女帝这一代 居然生了四个女儿 此事在当时 引起了轩然大波 女帝打破了大洲的传统 蒂洛西撒娇道 母后 大姐继承地位就行了吗 我是最小的 我不要地位 我只要龙承恩 女帝笑道 好啊 龙承恩那斯 把真的女儿拐走了 连地位都看不上 蒂洛西哥哥笑道 当皇帝太麻烦了 还是让大姐去吧 我和小龙龙 帮大姐打仗手江山就行 女帝看着蒂洛西 天真的样子 突然陷入了沉思 母后 你生气了 蒂洛西见女帝 突然不说话 以为女帝生气了 女帝笑了笑 说道 世道变了 恐怕不得安宁 大洲的未来 需要龙承恩守护 蒂洛西非常笃定地说道 她一定会守住东洲的 女帝抱着蒂洛西说道 好 正答应你 把药给母后吧 蒂洛西从怀里拿出药瓶 小心地递给女帝 女帝收了药瓶 随手放在一边 蒂洛西从女帝怀里起来 说道 母后 那儿臣回去了 一切听从母后的安排 女帝笑道 好 去吧 蒂洛西开心地退出御书房 带着清月和悬衣回宫 尹凤和迪瓦 进了御书房 女帝正在把玩药瓶 你们以为如何 女帝淡淡地问道 尹凤和迪瓦对视一眼 两人都不敢乱说 女帝抬头看了一眼两人 尹凤这才说道 微臣不敢妄议 但武王恢复男身 四公主下架 武王便是驸马 于果有力 迪瓦说道 武王孤身一人在大洲 他若成了驸马 便是圣上的亲人 微臣也以为于果有力 尹凤和迪瓦 都希望龙臣变回南的 女帝微微汗手 说道 说得有道理 成了镇的女婿 自然是镇的人 把消息散出去 就说枯木丹在镇的手里 镇会将枯木丹赐予龙臣恩 尹凤和迪瓦 立即去办 女帝拿着药瓶 笑道 这下成丈母娘了 武王府 张倩五个人 在别院打坐修炼 龙臣在旁边看着 上次在书房修炼 苏友荣突然闯进来 差点让大家走火入魔 吸取了这个教训 龙臣把自己修炼的地方拿出来 看大家入定了 龙臣慢慢离开别院 到了旁边的房间 冯和已经到了 大人 龙臣坐下来 问道 西夏那边茶得如何 龙臣让冯和仔细查 昭提寺的丑闻 看看昭提寺 是不是背地里 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特别是空气和尚 冯和笑嘻嘻说道 大人 果然不出你所料 那昭提寺求子的勾当不干净 龙臣问道 仔细说说 冯和一副村头大妈 讲是非的样子 眉飞色舞地说道 大人不愧是情场老手 这种事情猜得好准 龙臣眉头一皱 说道 你到底在夸老子 还是在损老子 冯和黑黑笑道 当然是夸大人了 这种事情都能猜到 龙臣一脸无语 冯和继续津津有味地说道 昭提寺的囚子 许愿在一座单独的院子 那里有单独的房间 房间底下有暗阁 囚子的女子就睡在房间里 晚上僧人出来和他们勾搭 就有了身孕 那些人的丈夫 还不知道 自家媳妇怀了野种 生下野种后 还要给昭提寺供奉谢礼 还有些女的 去了一次不够 还以还愿的理由 隔三差五去昭提寺过夜的 哎呦喂 真是搔娘妈 龙臣看冯和的样子 忍不住说道 我觉得 你可以坐到村头去 和七大姑八大姨聊天 冯和没听懂龙臣的意思 说道 大人 昭提寺这囚子的生意 做了几十年了 我粗略估计 昭提寺播出去的野种 不下三十万 死 这个数字 把龙臣吓到了 你这预估的数量 有点吓人啊 冯和却说道 大人 我给您算算 昭提寺僧众中八千 年轻的占一半 去昭提寺求子的女性图 每日有两三百左右 那一年 便是十万左右啊 昭提寺这求子的生意 做了几十年 我估计三十万 这个数字 已经很保守了 按照冯和这个算法 昭提寺洒出去的种子 是一个很恐怖的量级 龙臣想想不对劲 说道 西夏不孕不遇这么多吗 令人费解啊 按理说 每个地方都有怀不上的 但不可能这么多 西夏这个数量太扯淡了 简直不可理解 冯和也觉得奇怪 说道 昭提寺在西夏的地位特殊 时乐一直鼓励信众 去昭提寺求子 说昭提寺求来的子嗣 会很健康 龙臣冷笑道 废话 一帮年轻力壮的僧人 这样的孩子 生下来肯定好 突然 龙臣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你刚才说 时乐鼓励信众去昭提寺求子 不管是不是怀不上 都鼓励去 灭西夏的事情 一直在准备 冯和一直在打探西夏的事情 昭提寺的秃驴们乱来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但冯和说的话 把龙臣震撼到了 昭提寺和尚播撒出去的种子 居然有几十万 这个数量太恐怖了 对 时乐在位几十年 他一直鼓励西夏的女子 去昭提寺求子 他说 昭提寺求来的子嗣 受归依佛庇佑 会更健康 事实也确实如此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冯和只觉得 这个事情很劲爆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龙臣说道 西夏国小利弱 为了保证生出来的国民体质好 时乐就想用昭提寺那几千僧人 改造国民 时乐和空继两人 合谋做下此事 这是一个阴谋 冯和愣住了 有点怀疑龙臣的判断 时乐身为一国之君 不会干出这等荒唐事情吧 为了让西夏的孩子身体好 就让昭提寺和尚这样做 那西夏的男人 岂非都成了冤大头 替昭提寺养孩子 冯和想想 那些男的真可怜 被当成了养孩子的工具 自己婆娘怀了秃驴的孩子 还要去昭提寺还愿供奉 龙臣黑黑笑道 不是没有可能 你继续派人去查 我才八九不离十 另外 他们干了这么多年 你找几个位高权重倍率的大臣 到时候有用 冯和有点明白龙臣想干嘛了 大人这计策庙啊 这趟差事好 我去办 冯和这货有点恶趣味 喜欢这种事情 南梁那边 龙帮在暗地里发展 你要着手在南梁培植势力 东周这边的人手 可以往南梁去了 军队要发展 西场的势力 也要往南梁渗透 灭掉了天下会 王图霸业可以加速了 冯和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了 问道 大人 属下想问一个问题 您到底怎么打算呢 龙臣沉默片刻 对冯和说道 我要取代李承道 冯和脸色微变 但很快恢复正常 冯和显然早有预料 属下期待攀龙附凤的一天 冯和恭敬行了一礼 悄然退出房间 女帝让尹凤和迪瓦散布消息 很快 女帝要将枯木丹 赐给龙臣的消息 就传遍了京师 官吏百姓都在热议此事 一个中年男子 手里提着礼物 到了一个府邸前 伸手敲了敲门 厚重的木门打开 一个仆人探出头问道 你找谁 男子躬身说道 我是督察院主部谢云 求见李大人 仆人听说是督察院的 马上开了门 主部谢云提着东西进了院子 李军军听说谢云来了 便从书房出来相见 李大人 谢云笑呵呵拜见 李军军笑了笑 腰杆笔直地问道 谢主部如何有空到我这里来 不用说 谢云也是过来巴结送礼的 京师许多官员知道 蒂洛西炼制出枯木丹以后 纷纷过来巴结李军军 白婷婷和龙臣的关系好 等龙臣恢复男生 白婷婷肯定会嫁给龙臣 那就是王妃 早就想来了 李大人太忙 小得不敢打扰 谢云样子十分谦卑 李军军笑了笑 说道 进来坐吧 仗着女儿和龙臣的关系 李军军已经走出了白秋恋的阴影 人也应期了 谢云跟着李军军进了客厅坐下 管家收了谢云的礼物 谢云说了些请李军军日后多多提拔的话 李军军自然说一定照顾 客套完后 谢云便回去了 李军军刚坐下来 管家又说有人上门拜见 李军军都有些不耐烦了 当初被人嘲笑看不起 现在成了香波波 你看着点 比我品级高的见一见 那些杂鱼小瞎别放进来 管家得了指令 便不再让品级帝的官员上门 大明宫 龙臣身穿描绘着金龙的巢符 走进大殿 一路上不停地有大臣说恭喜 龙臣感觉有些尴尬 却又不得不笑和和回礼 走到门口 正好遇到帝洛西和帝令仪走过来 公主 龙臣还像往常一样打招呼 帝洛西却有意避开龙臣 帝令仪则意味深长地回眸一笑 两个人都没有和龙臣说话 公部尚书徐明在旁边低声笑道 五王 两位公主娇羞可爱啊 龙臣看了一眼徐明 打趣道 徐尚书居然知道娇羞可爱 难得呀 大家都知道 徐明是个钢铁直男 今日居然能看出公主的心思 户部尚书段双双在旁边娇笑道 公主不和五王打招呼 也是为了避嫌 龙臣摇头笑道 我本就是西宫的 他们还跟我避嫌 段双双笑道 五王说徐尚书不解风情 我看五王也是个不懂女人心的 龙臣问道 为何这样说 段双双说道 以往公主和五王是那个关系 以后公主和五王是这个关系 自然不一样 龙臣问道 到底是什么关系 段双双眼口笑 下官不知 段双双笑哥哥往里走 徐明拉着龙臣笑道 当局者迷 我都看明白了 五王居然没有明白过来 进了正殿 龙臣在守卫站好 帝洛西和帝令仪 两人在身后 往常两人挨得很近 今日却有一疏远距离 对面的帝宇威和帝星婉看过来 龙臣笑盈盈示意 两人立即躲避龙臣的目光 龙臣有种不好的预感 今日朝会 自己是绝对的男主角啊 女帝从内庭出来 坐在凤椅上 今日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凤袍 头戴凤冠 看起来非常喜庆 尹凤朗声喊道 上朝 众位大臣一起拜过女帝 女帝威严地说道 众位爱卿平身 众臣平身站好 女帝瞄了一眼龙臣 对着众位大臣说道 诸位爱卿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户部尚书断双双走出来 秉道 起奏圣上 户部这个月盈利很多 比往常多出了四成的收入 女帝高兴地问道 哦 天下会被剿灭 公布的生意 没有受到影响吗 户部的进账法多了 以前公布的货物 几乎全部通过天下会的堂口 分销天下各地 四方楼赚得盆满钵满 灭掉天下会以后 女帝本以为公布的产品会滞销 没想到户部的进账法多了 公布尚书徐明走出来 拜道 起奏圣上 天下会虽然没有了 但是龙帮的接手了生意 前龙堂的时间 给出了更好的价钱 再加上沈金大人那边的生意 也有起色 所以影响不大 总体来说 因为产品出货价钱提高了 出货量有所减少 但收入反而增加了 段双双拜道 正如徐尚书所言 朝中大臣听说又赚了 都很高兴 他们的俸禄和奖金 都指望公布和户布 女帝很高兴 说道 做得很好 应当嘉奖 段双双和徐明退回班列 女帝问道 还有何事 朝中大臣都不说话 目光都落在龙臣身上 他们今天上朝 就是来吃瓜看热闹的 女帝也看向龙臣 就这么看着 蒂洛西此时内心非常激动 她等着女帝开口 把枯木丹赐给龙臣 然后要求龙臣提亲 龙臣被所有人看得不自在 指得说道 微臣无视起揍 女帝微微点头 那就退朝吧 众位大臣有些失望 他们本以为 今日上朝有瓜吃 蒂洛西也有点失望 为什么女帝 没有将要赐给龙臣 诸位大臣刚想行李退朝 女帝却又突然说道 等等 正忘了一件事情 大家又停下来 重新看向女帝 想必诸位爱卿都知道 前几日 洛西炼制出了枯木丹 女帝开始说正事 诸位大臣眼看瓜切开了 大家可以吃了 都很开心 女帝继续说道 这个枯木丹是做什么的 诸位爱卿想必也知道 女帝看向龙臣 说道 我 你也知道吧 龙臣尴尬地笑了笑 回到 微臣略知一二 蒂洛西的脸红得像熟透的樱桃 低头看着裙角 不敢看女帝和龙臣 蒂宇威和蒂新婉看了看龙臣 又看了看蒂洛西 两人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徐明很高兴 段双双也很高兴 和龙臣关系好的大臣 都在低声笑 女帝说道 看来你不是很了解 那朕就告诉你吧 这枯木丹 据说可以让枯木逢春 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再装傻就不像样了 龙臣直地说道 微臣知道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洛西呢 让朕把这个枯木丹给你 但是有个条件 蒂洛西额头一粒豆大的汗珠落下来 她感觉浑身冒汗 一阵阵羞涨的感觉 让浑身燥热 诸位大臣平住了呼吸 都等着女帝说出条件 龙臣也听着女帝说话 女帝说道 洛西的条件是 你向朕提亲 迎娶洛西 成为大洲的驸马 嗡 朝堂终于炸开了 大臣们笑出声来 果然如此 我猜对了 你欠我一顿酒 天造地设呀 四公主和五王太般配了 这门婚事我赞成 你不赞成又如何 你还能反对 终于成了 五王和四公主早该成了 其实 嘿嘿嘿 你嘿嘿啥呀 嘿嘿 朝堂乱成一锅粥 大家都在笑 唯独龙臣和帝洛西 帝令一三人感觉很尴尬 帝令一还好 算是这次局外人 龙臣和帝洛西 简直不敢抬头 帝宇威看了一眼女帝 又看了一眼龙臣和帝洛西 转头低声和帝心丸说道 终究还是 帝心丸眼神复杂地 看了一眼龙臣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女帝回头 隐奉非常郑重地 捧出一个锦盒 龙臣恩 正现在便将枯木单次于你 朝堂安静下来 龙臣走上前 双手接过锦盒 拜道 微臣谢圣上再造之恩 女帝笑了笑 说道 你该谢谢洛西 龙臣捧着盒子 又对帝洛西拜道 多谢公主 帝洛西抬起头 脸已经红得像醉酒一样 不用 帝洛西侧过头 不看龙臣 女帝看着两人的样子 说道 正把要给你了 你的态度呢 龙臣心里微微叹息一阵 拜道 微臣请求圣上 将四公主下嫁给微臣 龙臣知道自己 一定会辜负帝洛西 一定会成为复兴汉 既然如此 那就做得彻底一点 宁我赴天下人 勿叫天下人赴我 慈不长兵 心不狠 如何于乱世称帝 女帝很高兴 当众宣布 好 正答应将洛西许配给你 但是一切要按照礼节来 正的女儿是千金之躯 不能像平常人家那样 随随便便就过门 龙臣拜道 微臣领旨 帝洛西听到这话 心里乐开了花 忍不住笑出声来 朝中大臣齐声恭贺 恭喜圣上 恭喜公主殿下 恭喜武王 女帝心情很好 说道 好了 退朝吧 女帝高兴地起身回内庭 朝中诸位大臣 将龙臣和帝洛西围在中间 七嘴八舌的恭贺 恭喜武王 公主有情人 忠诚眷属 武王 老朽愿意替您作媒 大周第一个皇孙就等武王了 武王公主 必定多子多福 大臣说的帝洛西羞丧难当 捂着脸钻出人群 匆匆回西宫去了 帝宇威和帝心碗 微微摇头 回了东宫和南宫 帝令仪自然不会久留 也回了北宫 最后剩下龙臣和诸位大臣敷衍了一阵子 然后捧着盒子 回了武王府 帝洛西回到西宫 清月和玄一过来问道 公主 今日朝会如何 朝服脱掉 帝洛西底衣汗透了 给我换衣服 帝洛西不停地笑 玄一和清月 直到事情成了 两人拿来衣服 帮帝洛西换上 换好了衣服 帝洛西躺在榻上 幸福地看着屋顶 脸上泛着红韵 眼神迷离地说道 母后把药给她了 然后她请求母后将我下架 然后她当朝求亲了 帝洛西说得很幸福 清月和玄一大喜道 太好了公主 小龙龙什么时候提亲 帝洛西幸福地笑道 她会找人的 她你们说她会找谁提亲呢 刚才礼部尚书 说她想当没人 但是她的地位不够 帝洛西在考虑 找谁当没人比较合适 她担心龙臣找的人不好 清月想了想 说道 如果说德高望重 朝中最合适的人 老驻国最合适 玄一附和道 对 老驻国最合适 她和小龙龙关系好 又德高望重 帝洛西想了想 说道 嗯 对 老驻国最合适 我要去提醒她 不行 我现在不能再去见她了 你们去 你们去提醒她 让老驻国当没人 清月问道 公主 圣上已经把枯木丹 赐给了小龙龙吗 帝洛西笑道 对呀 当朝给的 清月焦急地说道 不好了公主 有大麻烦了 听说女帝当朝 把枯木丹给了龙城 清月大呼不妙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帝洛西觉得清月大惊小怪 枯木丹本来就是给龙城炼制的 女帝赐给龙城 不是正好吗 清月立即说道 不对 公主你想啊 小龙龙拿着枯木丹回去 她服下丹药 然后不完蛋了吗 武王府一百多宫女 帝洛西蹭地一下爬起来 说道 走 帝洛西穿了鞋子 立即带着清月和玄衣 担往武王府 武王府 龙城骑马回到府上 和军逃过来牵马 老爷回来了 龙城下马 手里捧着景和 慢慢走进后院 苏友荣见龙城过来 恭敬地拜道 老爷回来了 上次训斥苏友荣以后 苏友荣和龙城生疏了很多 回来了 龙城笑了笑 继续走进卧室坐下 景和放在桌上 龙城心中思绪万千 枯木丹有用没用都无所谓 反正自己不是真的太监 但是有了枯木丹 龙虎城呢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恢复男人的身份 然后将府上的美女 全部收拾一遍 完成百人斩 以前万分期待这一刻 现在枯木丹到手了 龙城心里却沉甸甸的 当朝答应了帝洛西 以后 罢了 不想了 男人称雄乱世 当杀法古断 龙城打开景和 看到一个玉瓶躺在里面 拿起玉瓶打开 龙城倒出一粒青色木纹的丹药 这就是帝洛西 费尽千辛万苦炼制的枯木丹 龙城小心地放进里面 然后将瓶子藏好 龙城虽不用枯木丹 但有人需要 大王 听说圣上将丹药赐给你了 独孤嘉丽笑哥哥走进来 身后跟着白婷婷和吴楚楚 吴湘云四人 吴湘云反手将书房的门关了 他担心湘宁他们得到消息 会闯进来 龙城笑道 对啊 圣上将枯木丹赐给我了 我已经服下了 独孤嘉丽眼貌金光 盯着龙城问道 感觉如何 龙城故意靠在椅子上 说道 感觉有种破茧重生的感觉 他们都很期待 龙城重新变回男人 现在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龙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自己成了猎物 正当龙城危难之际 房门被一脚踢开 门栓被踢碎 四人转身 就看到蒂洛西 带着清月和悬疑闯进来 见到四人正在争夺龙城的第一次 清月大呼道 好玄啊 差点被抢走了 就在龙城觉得自己万分危急的时刻 蒂洛西到了 看到蒂洛西道场 龙城感觉自己得救了 公主大驾光临 蓬壁生辉啊 龙城恩恭迎公主 你们还不快点迎接公主 还敢在这里胡闹 清月 玄一 快点把有容姑姑叫过来 这些人该好好管管了 龙城非常认真地想 这些美女出去 蒂洛西大踏步闯进来 站在中间 两手插腰 威风凛凛地看着龙城 那样子 就像母狮看着自己的猎物一样 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见蒂洛西出场 四人只得乖乖退下 从身份来说 蒂洛西是公主 他们只是部将 微臣拜见公主 拜见公主 蒂洛西冷冷扫了一眼众女 一眼不发地看着龙城 龙城感觉气氛有些尴尬 看着蒂洛西干笑道 公主来了 你来得正好 我刚服下药 药效非常好 蒂洛西望着龙城 假装委屈的样子 气呼呼地指着龙城骂道 无耻之徒 见蒂洛西发飙 清月和玄一扯了扯四人 他们一起退出房间 清月又重新把门关了 人都走了 只剩下龙城和蒂洛西 公主 苍天可见啊 我真的没有 是他们闯进来的 为了表示我真的没有 我愿意为公主献出一切 我现在不是太监了 公主可以惩罚我 龙城脸上除了嚣张还是嚣张 气得蒂洛西牙齿痒痒 你真的吃了药了 蒂洛西小心翼翼地确认一遍 龙城拍了拍自己的丹田 笑道 吃了呀 看不出来吗 这么明显的变化 蒂洛西默默往后退了一步 说道 那个药真的有效果 你真的没事 其实 枯木丹只是蒂洛西仿照古书的方子炼制的 到底有没有用效果 谁都不知道 蒂洛西很担心 炼制出来的丹药没用 龙城永远是个太监 那就完蛋了 而且 女帝已经当朝赐婚了 如果赐婚后 龙城服下枯木丹 却没有用 那就是天大的笑话 这也是蒂洛西感到疑惑的地方 朝中大臣也有觉得奇怪的 按理说 应该等龙城先服药 确定药效有用 恢复了男人的身体 然后再赐婚 如此一来 最为稳妥 可是女帝好像非常确定 枯木丹一定有用 龙城一定能恢复男人的身体 所以 枯木丹当朝赐予 也当朝要求龙城提亲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龙城起身 活动一下身子骨 像熊啾啾气昂昂的熊鸡一样走过去 蒂洛西见状 又后退半步 刚才龙城怕蒂洛西 现在蒂洛西的样子 好像怂了 龙城又怕蒂洛西跑了 马上绕到身后 挡住了逃跑的去路 我没事 公主的枯木丹药效真好 我完全恢复了 蒂洛西想逃 但是没有逃掉 她第一次感觉到了 如此真实的压迫感 这是一种 从身体到心理上的压迫感 以前龙城是太监 不管怎么玩 怎么胡闹 心理上总觉得龙城是太监 没有关系 胡闹就胡闹 现在不一样 蒂洛西知道 龙城是男人了 这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不再是公主和太监的事情 别想胡来 我说了 你要明媒正取的 龙城变回了男人 蒂洛西很高兴 发自内心骨子里的高兴 可是 既然成了男人 那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胡闹 必须注意皇家礼节 一个公主 一个武王 怎么可以再乱来 龙城笑道 我会明媒正取 但是今天你再劫难逃 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你还想跑掉 房门打开 龙城已经穿好衣服了 蒂洛西还坐在床上慢慢穿衣服 苏友荣行了一礼 走进去 站在床边替蒂洛西穿衣服 苏友荣本是西宫的公正 伺候蒂洛西轻车熟路 公主等会儿坐马车回去 蒂洛西点点头 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不能骑马了 苏友荣又替蒂洛西书头 重新戴好发饰 等梳妆完毕 已经有时了 何君陶准备了马车 苏友荣找到清月 悬衣 让他们跟着一起回西宫 北宫 三公主帝令仪坐在书房里 手里摆弄着一只毛笔 他平时喜欢的是武枪弄棒 今日心里有事 不想动弹 又不想被人看出心里有事 所以拿着毛笔转来转去 龙城服用了丹药 身体恢复了 那以后就可以娶妻生子当驸马 蒂令仪心中喜欢龙城 这个时候 当然想要为自己的将来考虑 最好的情况是 龙城当驸马 他下嫁给龙城 两人长相厮守一辈子 但是 龙城是西宫的人 一开始就跟着蒂洛西 而且 龙城和蒂洛西的关系非常好 他如果出手争夺龙城 蒂洛西一定会翻脸 两个人争起来 最后肯定会闹到女帝那里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两个女儿争一个男人 女帝没法偏袒谁 最后结果应该还是先来后到 龙城归地洛西 算来算去 蒂令仪毫无胜算 可是 如果想要让蒂令仪心甘情愿地退出 这又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历过满足草原的征战之后 蒂令仪已经喜欢上了龙城 让她忘记龙城做不到 她不可能再喜欢其他的男人 龙城她非嫁不可 唉 蒂令仪常常叹了一声 心中无比烦闷 正当蒂令仪烦闷之际 一个宫女急匆匆进了蒂令仪的房间 蒂声说道 公主 听说四公主刚从五王府回来了 蒂令仪正在想自己要不要先一步去找龙城那个啥 就是那个啥 就是说明自己的想法 枯木丹已经给了龙城 马上龙城就能变回男人了 女帝当朝给蒂洛西赐婚了 虽然尚未正式下嫁 但蒂洛西和龙城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妇关系 蒂洛西随时可能找龙城 那自己怎么办 蒂令仪心中想过一个险恶的念头 就是抢在蒂洛西之前拿下龙城 只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然后再到女帝那里摊牌 说自己已经是龙城的人了 四妹必须让着我 这样做虽然很丢人 会被天下人耻笑 却是可行的险招 就在这时 宫女跑过来说蒂洛西已经从五王府回来了 蒂令仪感觉事态不妙 这个时候去了五王府 几乎可以肯定蒂洛西没做什么好事 自己唯一可行的险招就这么没了 或许只是过去看看而已 蒂令仪心存侥幸 连忙问道 什么时候去的 现在回来了 如果去的时间不长 那就没什么事情发生 如果去的时间长 宫女红着脸说道 去了有些时候了 听西宫的人说 四公主被人扶着 从马车回去的 据说 据说 蒂令仪心中一沉 问道 据说什么 宫女羞红了脸 说道 据说 就是那个呀公主 就是据说 不用说了 蒂令仪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了 这个宫女 也是喜欢八卦的人 深宫寂寞 这些人本就闲着无聊 龙臣又是焦点人物 宫女都盯着 龙臣那些八卦的事情 今日蒂洛西去了五王府的事情 立即在宫里传开了 听说去了很久 蒂令仪心头一紧 有些失望地说道 四妹这人真是 动作这么快 听到宫女说 蒂洛西去了五王府 还成了好事 蒂令仪心中失望至极 虽然有早有意料 早知道会被杰族先登 可真当蒂洛西抢先的时候 蒂令仪还是很不爽 自己的计划破灭了 蒂洛西本就占据先机 现在又抢先一步 真是麻烦 公主 怎么办 宫女有些焦急地问道 北宫的宫女也都知道 蒂令仪和龙臣有意思 他们也盼望着蒂令仪和龙臣能好上 一方面是为了蒂令仪 如果蒂令仪能嫁给龙臣 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另一方面 这些宫女也有自己的算盘 如果龙臣娶了蒂令仪 她们也有好处 看看西宫 因为蒂洛西的缘故 整个西宫的宫女都可以和龙臣玩闹 龙臣搬入五王府的时候 西宫的宫女跟着去了很多 听说五王府的管束不严 非常自由欢乐 宫里就不一样了 各种宫归束缚 所以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希望龙臣能娶蒂令仪 他们跟着一起快乐 蒂令仪悠悠叹息道 没办法 龙臣恩本就是四妹的 四妹抢先和龙臣恩私定了终身 我们还能怎么样 总不能把龙臣恩压到近身房 再让他变成太监 嗯 蒂令仪突然有一个邪恶的想法 这次被蒂洛西抢了先 那么 可不可以把龙臣再割一次 再变成太监 然后蒂令仪把龙臣拉到北宫当总管 如此一来 龙臣就是蒂令仪的人了 好像 也不是不行 所谓色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蒂令仪太想嫁给龙臣了 心中生出了这种恶毒的念头 如果龙臣知道 肯定会被吓得连夜逃跑 宫女很失望 又很不甘心 说道 公主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五王 嫁给四公主啊 哦不对 是眼睁睁看着四公主 嫁给五王啊 他们西宫的 总是跟我们炫耀 说他们四公主和五王 怎么怎么样 其实 西宫的宫女 不是炫耀龙臣和蒂洛西怎么样 西宫的宫女 炫耀的是 龙臣和他们怎么样 听得北宫的宫女 又气又怒 口水流了一地 西宫的宫女太快乐 北宫的宫女也很想 所以才希望 蒂令仪嫁给龙臣 这个 容我想想 凡是总有机会 我就不信四妹能独占 蒂令仪也很不甘心 宫女在旁边说道 公主 要不这样 请求圣上给公主赐婚 一起嫁给五王 宫女觉得 如果蒂令仪不能抢走龙臣 那就和蒂洛西分享 只要蒂令仪嫁给龙臣 他们这些北宫的宫女 也可以跟着去五王府 那么快乐就来了 蒂令仪皱眉道 哪有两个公主 同时嫁给一个驸马的 胡闹 嘴上如此训斥 蒂令仪心中却暗道 好像也不是不行 从理智上 从未有过一个驸马 娶两个公主的 可是东周从来没有驸马 龙臣是第一个驸马 既然是第一 就不用遵守什么规矩 所以 还是有希望的 我去找母后 蒂令仪心中燃起了希望 觉得必须到女帝那里 争取一下自己的人生幸福 宫女见帝令仪想通了 大喜道 公主一定能嫁给五王 拿来衣服换上 帝令仪立即往凤鸣宫去 凤鸣宫 尹凤走进御书房 见到女帝正在屏住批阅奏折 朝中事务繁忙 女帝每日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批阅奏折 本来 帝与威要协助女帝批阅 分担一些压力的 但是因为龙臣的事情 帝与威心情很不好 这两天没来御书房帮忙 女帝知道帝与威心里不爽 但这个事情没办法 龙臣一直和帝洛西在一起 大家也都认可 总不能强行让龙臣娶帝与威吧 两个都是自己的女儿 偏袒谁都不行 只能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办 尹凤缓缓走到旁边 拿起剪刀 剪掉了蜡烛烧掉的灯芯 古代用的蜡烛不如后事 灯芯不会自己燃烧掉 必须剪掉才行 圣上 尹凤轻轻唤了一声 有何事 女帝放下朱笔 揉了揉太阳穴 抬头缓缓问道 女帝心中其实也有猜测 这时候来禀报的 大概是龙臣的事情 尹凤犹豫了一下 说道 圣上 四公主去了五王府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然后呢 果然是龙臣的事情 自己的几个女儿 恐怕不消停了 尹凤有些不好意思 说道 然后 然后四公主在五王府待了一会儿 然后 苏友荣陪着四公主回西宫的 坐马车回来的 据说不能骑马了 女帝虽然没有澄清 也没有男人 但她懂了其中的意思 哦 女帝淡淡回了一句 脸色有些怪异 却并没有再说其他 女帝不发话 尹凤也不好 再多说什么 只得在旁边静静站着 过了一会儿 女帝继续拿起朱笔 批阅奏折 这样的事情 身为母亲的女帝 不好做任何评价 女帝继续批阅奏折 尹凤也不再说什么 就在旁边伺候着 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帝令仪快步走进来 看样子很焦急 母后 帝令仪走进御书房 看到尹凤在旁边 立即又闭嘴不再说话 尹凤心中猜测到了 帝令仪来这里干嘛 立即说道 微臣告退 尹凤退出御书房 留下帝令仪在里面 女帝放下朱笔 笑了笑 说道 坐吧 站着干嘛 帝令仪笑嘻嘻 在女帝身边坐下 看了看桌上的奏折 说道 母后不要太辛苦 这么晚了 还在批阅奏折 女帝抱着自己的女儿 说道 你不也这么晚没睡 找母后干嘛 帝令仪不好意思直说 笑嘻嘻说道 而尹想母后了 来看看母后 帝令仪不说 女帝也不提 说道 嗯 不错 心里还记得母后 帝令仪笑嘻嘻说道 而尹一直记得母后呀 帝令仪在女帝怀里撒娇 像个孩子一样 过了会儿 帝令仪提起话头 说道 母后 儿臣也年纪不小了 想找个好的归宿 女帝笑道 朝中你看中了谁 还是哪个臭小子 你告诉母后 母后给你赐婚 帝令仪心中鼓足勇气 说道 儿臣喜欢龙承恩那样的 女帝早就猜到了 说道 龙承恩那样的 朝中恐怕没有那样的人吧 你换一个 帝令仪坐起来 说道 儿臣就要龙承恩那样的 如果没有 儿臣就不嫁人了 女帝说道 朕已经赐婚洛西 你让朕怎么办 帝令仪说出了 自己的真实想法 儿臣和洛西 一起嫁给龙承恩 女帝皱眉道 胡闹 哪有两个公主 嫁给一个驸马的 帝令仪政变道 我朝没有出过驸马 本就没有什么先例 可以的 女帝断然拒绝 说道 不行就是不行 东周虽然没有 可是西夏和南两有啊 如果两个公主 嫁给一个驸马 会成为笑柄 帝令仪一脸沮丧 沉默地低头 看着女儿这样 女帝也心疼 心中暗骂龙承混蛋 把自己四个女儿 迷得神魂颠倒 如果龙承恩 能建立不是之宫 再说一起嫁给他的事情 或许能堵住天下人的嘴 女帝又给了帝令仪希望 帝令仪抬头问道 什么是不是之宫 女帝想了想 说道 比如 灭掉西夏 南梁 灭国之宫是大公 能堵住天下人的嘴 别说帝令仪一起嫁给龙承 就算四个公主同时下嫁 都是可以的 古代只要明媒正娶 身份足够高贵 就可以娶几个 不向后世 只能娶一个 帝令仪高兴的镜头 立即没了 说道 灭国哪有这么容易 西夏 南梁是和东周一样的大国 灭掉一个大国 谈何容易 女帝说了 等于没说 女帝笑道 你对龙承恩 这么没信心 这小子 可是能创造奇迹的 或许哪天 他就可以娶你了 帝令仪 微微叹息一声 起身败道 而陈告退 帝令仪 信信地出了御书房 他觉得 龙承灭西夏 南梁不可能 就算能灭掉 也不知猴年马月 到时候 自己人老珠黄 还谈什么下架 西宫 帝洛西 躺在温热的浴池里 苏友荣拿着丝绸 轻轻擦拭 帝洛西的身子 武王也真是 下手有点太狠了 苏友荣有些心疼 帝洛西 替龙承说话 没有 他就是有点激动 苏友荣一时无言以对 果然 恋爱中的女人是盲目的 情人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爱 洗完澡 苏友荣扶着帝洛西 回卧室慢慢躺下 去煮一些红枣汤 过来补血 苏友荣吩咐 清月立即去厨房 公主 这两天都要好好休息 苏友荣替帝洛西 整理好枕头 轻轻盖上被子 秋天的寒冷 透过窗户传进来了 晚上又风大 姑姑 不用这么紧张 我挺好的 帝洛西感觉缓过来了 脑海中又开始想龙城了 果然 太监和男人天差地别 等龙城向女帝提亲 然后下架 以后就可以朝朝暮暮 厮守在一起 苏友荣见帝洛西傻笑 说道 公主 以后和五王成婚 有的是机会亲热 不急在这一时 帝洛西笑道 我就是想着 以后成婚 可以天天在一起 帝洛西带着甜甜的笑 躺在松软的床上休息 苏友荣当夜没有回五王府 就在西宫伺候地洛西 第二天早上 五王府 窗外的鸟叫声 透过窗户传进来 龙城睁开眼皮 慢慢伸个懒腰 感觉又是精神充沛的一天 练武之人身体恢复快 昨夜雨疏风筹 今日仍旧生龙活虎 房门推开 小鹅和小黛玉 笑嘻嘻走进来 大王 我们伺候你穿衣 两人十分殷勤 龙城张开双手 让小鹅和小黛玉 帮忙穿衣服 小鹅在身后系腰带 又将外套拿过来 穿好衣服 龙城出门 骑马过街 早上的大街很热闹 百姓坐在路边的摊子 吃早餐 说着各种趣闻 龙城只需稍微留意 就能听到百姓 在谈论自己的事情 听说五王 昨日服药了 便回了男人 有人看到四公主 进了五王府 进去的时候骑马 出来的时候坐马车 你说为什么这样 废话 肯定是不能骑马啊 你说五王多厉害 那是 打仗厉害 那是自然也厉害 我看未必 有些人人高马大 那是就是不行 你就吹吧 五王府上数百角色女子 她如果身子不行 如何销售啊 听着百姓的议论 龙城微微摇头 大家最喜欢谈论的 永远是名人的绯闻 特别是男女之事 穿过街道 到了公孙云门口 龙城下马敲门 管家很快开了门 迎着龙城进了府里 老祝国 见到公孙云出来 龙城深深一拜 公孙云得高望重 而且有恩于龙城 所以龙城对公孙云很尊敬 恭喜五王 公孙云笑呵呵看着龙城 两只老眼打量半天 好像要把龙城的衣服看穿一样 龙城不好意思地说道 老祝国得高望重 就不要这样看了 晚辈不好意思 公孙云哈哈笑道 你小子 恭喜恭喜 进来说话 公孙云拉着龙城进了客厅 分主客坐下 仆人上了茶 公孙云拿起茶杯 脸上浮现不正经的笑容 问道 听说 你服下了枯木丹 龙城拿起茶杯说道 老祝国耳通八方 肯定都知道了 何必再来问晚辈 公孙云黑黑笑道 你小子刚服下药 四公主就坐马车回宫 还有你昨晚上的事情 早已经传遍了京市 龙城立即打断公孙云的话 说道 老祝国 您老是德高望重的老臣 您就别说了 我们说正经的 公孙云指着龙城哈哈笑道 臭小子 还不好意思 说吧 找老夫有什么正经事清 一直以为公孙云 是一个很正经很严肃的人 没想到见面说话如此不正经 把龙城给噎住了 好不容易回到正题 龙城立即把正事说了 想必老祝国已经知道了 圣上将四公主赐婚于我 我也当朝答应提亲 但是这个提亲 必须是德高望重之人 毕竟皇家礼仪马虎不得 可是老祝国您知道 我以前是龙家军的一个军官 如今家人都被李承道杀了 孤身一人在这世上 到了要提亲的时候 也没个长辈出来 所以 晚辈想请老祝国替我提亲 龙城说完 公孙云便呵呵笑起来 昨天刚散朝就听说了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 哎呀 这个你是大洲第一个王爵 第一个驸马 礼节上马虎不得 必须隆重 老夫还得好好想想 怎么替你操办这次婚事 不过 先说了提亲的事情 再说其他 这个 此事重大 老夫要好好想想 公孙云把龙城的婚事 看得非常重要 此事不光是龙城 和蒂洛西的婚礼 还代表了大洲 龙城是大洲第一个武王 第一个驸马 这场婚礼办得如何 体现大洲的实力 老祝国 没必要想得这么复杂吧 当初我在南梁 我看公主下架 也就是按照皇家礼节 什么采纳 问鸣 纳吉 纳征 请妻 亲婴 龙城在南梁时 他的大哥就娶了南梁的公主 所以知道公主下架的大败过程 当然 龙城身为最小的弟弟 对这些事情了解不多 都是家中长辈和礼部操持 按理说 龙城这次婚礼 女帝应该下令 有礼部操办 但因为大洲几百年来 从未有公主下架的事情 礼部也不懂 所以 女帝没有指定礼部操办 而龙城只能求助公孙云 不 不能这么说 那南梁的驸马 怎么能跟你比呢 不过我们一步步来 首先是采纳 老夫先帮你提亲 公孙云心里盘算着 嘴上一直絮絮叨叨说着 所谓的采纳 也就是缴纳彩礼 一般来说 由驸马先面向皇宫方向参拜 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感激 然后由掌婚人带领 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和表文 带进皇宫 由内使转成皇帝 嗯 对 先提亲 你要回去准备一份奏表 请求圣上将四公主下嫁给你 虽然圣上当朝宣布了 但这毕竟是口头上的 你续载你一份奏表 公孙云活得久 知道的事情多 能想出公主下嫁的流程 其实公孙云 也是参照南梁的公主下嫁流程 龙城点头道 对 是有这么回事 要向圣上表示自己的忠心 然后请求公主下嫁给自己 当初大哥迎娶公主的时候 也写了这么一份奏报 大哥习武之人 不会写奏表 就请了于世南的学生 帮忙草你一份 还有 你得准备一份彩礼 老夫知道 你不缺钱 别小钱 哎呀 不过一般的彩礼可不行啊 你得想想 有什么拿得出手 能震撼世人的彩礼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彩礼都是要钱的 皇帝也一样 毕竟 皇帝的女儿 是千金之躯 更贵 龙城想了想 说道 彩礼好说 我有一份大礼送给圣上 公孙云问道 什么大礼 老夫就知道 你小子从李承道那里 弄来了好东西 李承道内裤失窃的事情 公孙云听说了 据说 龙城偷了很多 价值连城的宝贝 龙城说道 西夏 听到西夏二字时 公孙云愣住了 他本以为龙城 会拿出什么值钱的宝物 作为彩礼 没想到 居然以一个国家 作为彩礼 好 不愧是我大洲的武王 驸马 有了这份彩礼 老夫就敢给你做这个媒人 公孙云被龙城的豪奇霸道震撼到了 从未有人敢以一国为贺礼 求娶公主 但龙城敢 小子 你听好了 这份彩礼是要公布 圣上要昭告天下的 你如果说出来了 你却做不到 那四公主 可就不能嫁给你了 公孙云再次和龙城核实 看龙城到底是认真的 还是一时冲动乱说 龙城非常坚定地说道 我以西夏为彩礼 迎娶四公主蒂洛西 公孙云盯着龙城看了一会儿 随即哈哈大笑 好 臭小子 赶紧回去写奏表 不用回去了 就在老夫书房写吧 你文才斐然 很快就能写好 写好了奏表 即刻跟老夫进宫去提亲 公孙云很高兴 龙城起身拜道 多谢老祝国 管家走过来 拜道 武王请随我来 龙城跟着管家 进了公孙云的书房 里面笔墨只艳俱备 坐在书桌前 管家给龙城摸摸 摊开纸张 龙城想了想 便开始写奏表 半个时辰的功夫 奏表已经写完 等墨迹干了 龙城小心收了奏表 到了客厅 公孙云已经换好了巢服 戴好了冠冕 走吧 公孙云的马车准备好了 赵横手持马鞭 龙城和公孙云同乘一车 缓缓往皇宫去 车咕噜发出隆隆的声音 公孙云心情极好 说道 你是大洲第一个驸马 以后会生下大洲第一个皇孙 老夫希望是个男孩 长大后能和你一样 龙城恩啊 老夫翻阅过历史 你这文治武功 唯有一人可比 龙城有些好奇 问道 老祝国过狱了 不过晚辈想知道 谁这么厉害 公孙云说道 五圣王玉坤 据说他是数百年前的五圣 原本天下小国伶俐 外族虎士丹丹 是他带领天下英雄 平定外族 奠定天下三分的格局 龙城听说过 五圣王玉坤的名字 曾经看史书的时候 也知道他的事迹 但是有个事情 让龙城不理解 如此厉害的五圣 为何不一统天下 五圣如今的后代在哪里 史书上说 五圣有后代 但是后代的情况 完全没有记载 好像有人故意 隐去了一般 老祝国 晚辈有一事不解 那五圣如此厉害 为何不一统天下 龙城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想听听公孙云的见解 问其五圣王玉坤的事情 龙城云眉头皱成一个穿字 五圣的事情太过久远 虽然三国的史书和民间的传说 都有关于他的事迹 可是他到底从何而来 最后又到哪去了 一直都没有确切地记载 当时小国伶俐 外族强盛 如今的大洲 西夏和南梁 一片混沫 五圣就在当时横空出世 他武力极高 而且精通兵略 哦 还有一点 他和你一样 精通诗文 可以说是一个文韬武略一流的盖世英雄 说起五圣的事情 公孙云眼里流露出崇拜之情 一个能平定乱世的五圣 谁不崇拜呢 听公孙云这样说 连龙城都开始想象五圣的模样了 此人身长九尺 手持青龙掩月刀 坐下赤兔马 卧槽 不对啊 这是关公啊 龙城摇摇头 把关羽的形象打碎 重新想象一个模样 公孙云继续说道 据说五圣出生在鬼国 那是一个鸡贫鸡弱的小国 常年受到外族入侵骚扰 百姓贫苦 他出现以后 以一己之力 以优势兵力 击破强大的邻国山郎国 之后就横扫天下了 可这些都是传说 实际上怎么样 没人知晓 果然 都是些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的传说而已 没有实证 龙城问道 按理说 这样的盖世英雄 各国的史书上 都应该有记载才对啊 为何会如此模糊 公孙云摇头说道 大概那时候太乱了吧 世道太乱 史书记载不全 也是正常的 战乱时期 历史记载确实不全 可如此模糊 就不正常了 龙城想了想 问道 老祝国 有没有可能 有人故意隐藏了这段历史 这个问题 只是龙城的突发奇想 没有任何根据 公孙云说的往事 让龙城觉得很有意思 这样厉害的人物 就像一团云烟 突然就消散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公孙云微微摇头 说道 隐藏 谁会故意隐藏呢 没必要啊 如果老夫是盖世英雄 老夫恨不得全天下的人 都知晓老夫的英雄事迹 龙城笑道 也对 哪个盖世英雄 不想名垂青史 谁会愿意躲在暗处 做个无名英雄 每个男人都有一个英雄梦 都想着拯救世界 被亿万人景仰 换作龙城 也愿意 让自己青史留名 公孙云微微汗手 说道 其实 说起来 我们大洲和武圣颇有渊源 龙城心中暗道 如今的三国鼎立之局 是武圣奠定的 大洲肯定和武圣有渊源 西夏和南梁也是 公孙云说道 当年大洲第一任女帝 就是太祖 她其实是武圣手下大将 龙城这下来的兴趣 大洲开国太祖 居然是武圣的部将 龙城诧异道 大洲的太祖 居然是武圣的部将 公孙云点头道 对 还有南梁 西夏的开国太祖 其实都是武圣的部将 龙城颇为诧异 这些久远的事情 她不知道 公孙云心情好 便打开了话匣子 说道 听说太祖 本是当时大洲国的长公主 是个不是初的天才 18岁修炼到武皇巅峰 非常厉害 龙城惊讶道 大洲一直存在啊 我还以为是后来成立的 公孙云摇头说道 不 那时候的大洲国不一样 怎么说呢 年代太过久远了 老夫也说不清楚 反正不一样 太祖带领大洲将士 开疆拓土 最后和武圣的 鬼国交战了 当时太祖是武皇巅峰修为 武艺极高 但是武圣是帝尊强者 太祖不敌 被当场拿下 龙城补充道 然后太祖对武圣一见倾心 从此愿意追随武圣平定天下 两人结为伴侣 公孙云看着龙城 笑道 不不不 你错了 太祖虽然佩服武圣 跟着武圣征战天下 太祖似乎喜欢别人 龙城立即追问道 别人 谁这么优秀 和我一样帅钱 公孙云无语地看着龙城 说道 你小子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帅 龙城很认真地反问道 难道不是 公孙云白白手 不跟龙城平嘴 继续说道 人生很多戏剧性的东西 但很多事情 其实也都很普通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正如你所言 太祖初次交战 便败于武圣之手 从此跟着武圣 太祖追随武圣南征北战 手下有三大将领 太祖是其一 西夏太祖石鹏是其二 南梁太祖李渊是其三 这个密文 龙城从未听说过 史书上也未曾记载 以前在南梁 都说南梁太祖是个大英雄 凭借武力开疆拓土建立大梁 从不说和武圣的渊源 公孙云点头道 不错 就是如此 唉 身为异国的开国皇帝 谁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区区部将呢 这些都是密文 要活得久 而且有地位 才能知道这些 公孙云说到这里 脸上颇有得意之色 意思是 龙城你小子虽然疯亡了 但是你还是太嫩了 有些密文 只有我们这种老人家才知道 公孙云此时想要一波彩虹屁 龙城立即拍马屁 赞叹道 老祝国说得不错 这些事情 老祝国如果不说 我们哪里能知晓 公孙云黑黑笑道 那是啊 这些都是密文 一般都不说的 如今天下三分的格局 是五圣留下的 所以你小子 想改变五圣的东西 老夫才想起五圣 说你小子算是天下第二吧 五圣还是天下第一 你不能跟他比 公孙云觉得 龙城不如五圣王玉坤 这让龙城心里有些不爽 龙城不是狂妄的人 但也不是甘愿扶手认输的人 老祝国 此事未可知也 五圣不能一统天下 我未必不能 公孙云摇头说道 老夫一直觉得 不是五圣不能一统天下 三国都是他的部将 要统一很容易的 他只需登基称帝即可 只是 就像你说的那样 他为何突然消失了 令人费解啊 其实龙城也觉得 五圣要一统天下一如反掌 毕竟三个人都是他的部将 而且 五圣的武艺 碾压其他三人 不存在伟大不掉的问题 关于最后五圣去了哪里 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吗 龙城觉得 最让人费解的就是 五圣最后去哪里了 如果是突然暴毙 那么这样的人物 必定会有坟墓 并且受到后世膜拜 特别是大洲太祖 他深爱五圣 必当为其力杯修坟 可是 天下没有五圣的坟墓 没有记载 没有任何记载 公孙云嘴上说没有 但语气明显迟疑 龙城听得出来 公孙云说的话 有所保留 龙城和公孙云 虽不是亲属 但关系极好 公孙云话里保留的东西 一定很重要 有没有可能 五圣就是突然暴毙 然后尸体被秘密埋葬了 龙城猜测了一种可能 对于一些大人物 死后的长眠之所是秘密 所以故意隐藏 就像成吉思寒 成吉思寒埋葬的时候 杀了一只小骆驼 留下一只母骆驼 坟墓掩埋埋后 驱赶万马践踏 直到分不清 哪里是坟墓所在 祭祀的时候 就靠母骆驼 因为母骆驼 会寻找小骆驼的死亡之地 等母骆驼老死 就再也无人知晓 成吉思寒的葬身之地 如此一来 成吉思寒就可以安静地长眠 无人盗墓打扰 所以 五圣也有可能这样 公孙云挠了挠头 说道 这个嘛 无从知晓 老夫也不能信口胡周骗你 龙城想了片刻 发现一个关键问题 老祝国 您刚才说 我朝太祖是武皇巅峰 五圣是唯一的帝尊 那为何现在只有当今圣上 能修炼到帝尊 而其他人 石乐和李承道都不行 这么多年 女帝是唯一突破帝尊 进入半仙境界的强者 如果说 三国的开国皇帝 都是武圣的部将 为何只有大洲有突破的法门 最关键的 龙家心法 似乎也能突破帝尊 至少龙臣现在 已经突破了武皇巅峰的限制 能够做到争气外放 这其实就是帝尊的手段 难道说 龙家的先祖和武圣有渊源 公孙云摇头 说道 你小子脑瓜子灵光啊 居然想到这里 老夫这么多年 从未怀疑过这些 龙臣问题 把公孙云搞猛了 龙臣看着公孙云思索的样子 也不知道 他是真的猛了 还是装出来的 老爷 到宫门口了 赵恒在外面喊了一声 马车在凤鸣宫前停下来 一般来说 外臣的车马 必须在皇宫外停下 臣子必须步行进入 但是龙臣和公孙云身份都特殊 侍卫也不阻拦 竟直到了凤鸣宫外停车 好了 到了 先做正事 公孙云觉得 向女帝提亲 才是正经事 武圣的事情 只是闲聊 但对于龙臣来说 公孙云的话 在龙臣心里 种下了很多疑惑 龙臣扶着公孙云下车 公孙云推辞道 我没老 不要扶我 龙臣笑道 老祝国老当义壮 晚辈扶您是本分 公孙云笑呵呵骂道 臭小子 有求于我才这样说 两人从马车下来 迪瓦带着两个宫女 过来迎接 公孙云出发前 先派人过来通报了 先让女帝知晓 尹凤和迪瓦 都是女帝的贴身侍从 但两人的职务有分工 尹凤负责引卫 和恭敬首位 战时也跟随女帝出征 迪瓦则负责 宫内的文职 现在提亲这种事情 自然落到迪瓦身上 老祝国 武王 圣上命我前来迎接 迪瓦双眸 快速在龙晨身上闪过 又立即收回 有劳了 公孙云笑呵呵的 她今日心情极佳 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 请武王到偏殿等候 请老祝国随我来 迪瓦示意随行的宫女 带着龙晨到旁边的偏殿去 提亲这种事情 是长辈对长辈的 公孙云一人去就行了 龙晨不用去 龙晨说了一声谢谢 便跟着宫女往偏殿去 迪瓦则带着公孙云 往奉明公寓书房走去 宫女在前面走着 眼角余光却一直偷偷看向龙晨 武王府里的风流运势 早就传到宫里 龙晨自然发现了宫女的目光 开口问道 你是奉明公的侍女 宫女立即恭敬地回道 奴婢是嫡大人不下 龙晨笑问道 叫什么 宫女愣了一下 尴尬地回道 奴婢没有叫啊 呃 龙晨被宫女的回答惊讶到了 这个宫女思想 是不是太污了 奉明公寓书房 迪婢带着公孙云进了御书房 老臣拜见圣上 女帝坐在玉榻上 穿着非常正式的明皇凤袍 头戴凤冠 见到公孙云进来 女帝心情很好 笑道 老祝国就免礼了 要这些客套的东西做什么 老祝国请坐 尹凤已经放好了太师椅 就在女帝正对面坐下 公孙云恭贺道 恭喜圣上得一家序 女帝笑道 龙晨恩和洛西关系很好 大家都知道 原本龙晨恩氏的太监 身份受限 很多事情无从谈起 好在洛西这丫头有恒心 居然从古书上 找到了枯木丹的方子 起初 朕还以为只是胡闹 没想到真的成了 公孙云笑呵呵说道 此事老臣也听说了 老臣也以为公主是玩笑而已 没想到真的成了 成了便好 龙晨恩此人虽然 虽然有些缺点 但对圣上和公主是真心的 公孙云想说 虽然龙晨好色如命 但对蒂洛西还是很真挚的 女帝自然知道 公孙云想说什么 有些事情看破不说破 大家心里清楚就行 她是我大周第一个驸马 老臣今日能帮她向圣上提亲 也是莫大的荣幸啊 公孙云这话不作假 她确实感觉到很荣幸 因为放眼大周 除了她公孙云 其他人也没资格替龙晨提亲 女帝笑道 老祝国对龙晨恩的评价 不是一般的高啊 公孙云呵呵笑道 是啊 这小子志向远大 必能名垂青史 他能名垂青史 老臣替他提亲 或许能借着他留名 女帝笑道 老祝国的算盘打得不错呀 公孙云笑道 圣上见笑了 尹凤和迪瓦在旁边听着 心中也很高兴 龙晨和蒂洛西赐婚 他们两个肯定没有什么 极度吃醋的说法 蒂洛西是公主 他们只是女帝的臣子而已 这是龙晨恩写的奏表 请圣上过目 公孙云将龙晨写的奏表 呈给女帝 女帝接了 打开看了 笑道 文采不错 收了奏表 女帝说道 老祝国稍后 郑宣了吏部尚书 郝志文过来 大周从未有过公主下架之事 许多事情也不清楚 此次次婚非同小可 郑的意思 还是让李部操持 公孙云点头道 一回生二回熟 李部是该参与进来 郑说着 外面来报 说李部尚书郝志文到了 女帝让郝志文进来 李部尚书郝志文进了御书房 对着女帝拜道 微臣郝志文拜见圣上 老祝国也在啊 见到公孙云 郝志文一点不惊讶 朝堂上 女帝要求龙晨找一个 有资格的人提亲 大家都猜到是公孙云 满朝文武 有资格替龙晨提亲的 只有公孙云 女帝示意尹凤拿椅子过来 尹凤让人搬了一张椅子 放在公孙云身后 郝志文谢了座 今日老祝国为龙晨恩提亲 此事你应该也猜到了 我大周从未有过公主下架的事情 所以李部也未曾操持过 但李部不曾操持 不代表说不用做 刚好这次四公主下架 你李部也学学 此事便由你来主持 女帝算是把任务交给了李部 郝志文起身败道 微臣领旨 这个任务不好干 但郝志文也高兴 因为他可以趁此和龙晨套近乎 龙晨是大周第一个武王 第一个驸马 自从女帝赐婚以来 朝中流传着这样的传闻 女帝百年之后 可能会将皇位传给龙晨 这是有可能 就算不传给龙晨 也可能穿蒂洛西 有了龙晨的帮助 蒂洛西继位的可能性 肯定比地域微高 这样的人物 能够早点巴结上 那是再好不过 这是龙晨恩的奏表 你收了吧 女帝将龙晨写的奏表 也交给李部 郝志文恭敬地接了奏表 女帝想了想 说道 老祝国 龙晨恩托宁帮他提亲 不会就是两手空空来的吧 朕的女儿精致欲艳 他就凭一纸奏表 就想把朕的女儿骗走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公孙云呵呵笑道 老陈没有忘记 这提亲那财 是需要财礼的 老陈说龙晨恩 在李承道宫里走了一趟 拿了那么多价值连城的珠宝 他该用来当彩礼 女帝微微点头 此事女帝也听说了 李承道内裤里 最值钱的珠宝都被龙晨拿走了 气得李承道大骂龙晨眼光歹毒 只拿贵的珠宝 不过 龙晨恩说 要给四公主一份大彩礼 老陈听说以后 觉得相比于龙晨恩说的大礼 那些珠宝便不值一提了 公孙云说得很开心 女帝疑惑地问道 哦 什么大脸 朕很想知道 郝志文和尹凤都竖起了耳朵 想听听龙晨的大彩礼是什么 这时候 没人注意到 迪婉已经悄悄离开了御书房 公孙云有些激动地说道 龙晨恩说 他迎娶四公主的彩礼是西夏 公孙云说出来的时候 郝志文和尹凤都被吓了一跳 龙晨居然敢以灭国作为贺礼 女帝也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龙晨敢如此说 好 这份彩礼 朕收了 女帝非常开心 这个女婿没看错 老陈欲先恭贺圣上灭西夏 公孙云非常郑重地败了一败 女帝笑道 老祝国对龙晨恩这么有信心 他说 以西夏为彩礼 你就信了 公孙云笑道 老陈相信龙晨恩有这个实力 他也会为了四公主这么做 首先 龙晨说得出做得到 这是最根本的 否则 是耍耍嘴皮子 公孙云坚信 龙晨有这个实力 其次 龙晨愿意为了帝洛西这么做 两人的感情够深 女帝很高兴 说道 好 老祝国的恭贺 朕也收了 告诉龙晨恩 朕接受奏表 接受纳采 好好准备吧 好上说 后续的礼节 你与龙晨恩去对接吧 好智文立即拜道 微臣领旨 公孙云起身拜道 老臣告退 女帝起身 送公孙云出了凤鸣宫 好智文和公孙云走在一起 赞叹道 武王好气魄呀 以灭国为彩礼 世上独一份啊 好智文被龙晨的气魄震撼到了 一个男人敢说为了迎娶一个女人而灭一国 这是何等的气魄 将来如果下官的女儿能遇到此等如意郎君 那该多好 好智文想想自己女儿还小 不然也嫁给龙晨算了 看看李军军原本一个窝囊废 靠着白亭厅 平步青云 扶摇直上 好智文虽然到了尚书的位子 但礼部算不得好衙门 当官 除了看品级 就是看职务 好智文的品级到了尚书 但职务在礼部不是实权部门 他也想到 礼部 公部 兵部这些衙门 公孙云笑呵呵说道 好尚书 不是老夫给你泼冷水 所谓门当户队 龙承恩慈等英豪 除了公主 其他人是配不上的 好智文不觉得公孙云这话有问题 也不觉得公孙云在泼他冷水 事实就是如此 是啊 此等人物 除了公主 谁能配得上 好智文连连感叹 老祝国 那后面的事情 公孙云说道 后面的事情嘛 你找龙承恩先商议一下 老夫这次就做龙承恩的长辈 你们如果有拿不准的 可以来问我 公孙云真把龙承的婚事 当做自家事情了 好智文败道 下官从命 走到门口 公孙云没看到龙承 便问旁边的宫女 五王呢 宫女环顾四周 说道 奴婢不知 好智文说道 兴许五王先回去了 公孙云想了想 笑道 可能去四公主那里了 凤明宫离西宫不远 公孙云以为 龙承去了地洛西宫里 有道理 好智文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公孙云笑道 年轻人啊 我们先回去吧 两人出宫回府 西宫 苏友荣慢慢扶起地洛西 清月煮了红枣汤过来 公主喝一碗红枣汤 这个汤补血的 苏友荣拿着汤匙 给地洛西喂汤 姑姑 其实我都好了 没必要躺的了 地洛西发现虽然当时看起来有点吓人 但身子很快就恢复了 不能大意 还是好好养一养 苏友荣坚持要地洛西喝完红枣汤 地洛西没办法 只得喝完了 苏友荣收了碗 又帮地洛西穿衣服下床 公主 清月从外面跑进来 兴冲冲地说道 公主 小龙龙提亲去了 老祝国替小龙龙上了奏表 圣上也准了 命令由礼部负责操办 听闻龙成如 约请公孙云作媒提亲 地洛西很高兴 算他有良心 姑姑 武王府提亲了 肯定有很多事情 你回去吧 你去帮帮夫君 我怕他太累 婚事一旦开始 很多事情都要准备 苏友荣回去主持后院的事情 确实比较妥当 苏友荣却说道 公主还怕武王累到 做事情不会把他累到 我担心后院那群小妖精 地洛西说道 你回去吧 帮忙府上操持一下 那群宫女没有你管束 不知道闹成什么样 这倒是真是 龙成和宫女胡闹 经常玩得忘记了尊卑 苏友荣如果不管 肯定要闹翻天 那我先回去了 公主小心养着身子 知道了 姑姑去吧 地洛西担心武王府 没有人照料 所以打发苏友荣早些回去 苏友荣说不过地洛西 只能答应回去 清月 玄一 你们两个照顾好公主 玄一说道 知道了姑姑 你放心吧 苏友荣收拾一下 就准备回武王府 却在门口遇到了龙成 武王 您怎么来了 公主还没有恢复呢 苏友荣非常本能地 说出了这句话 龙成听得哭笑不得 说道 姑姑 在你心里 我来西宫 就是为了欺负洛西 苏友荣尴尬地笑道 不是 属下就是担心 公主才刚刚好一些 龙成无语道 我到宫里提亲 正好到了这里 就过来看看洛西 苏友荣立即说道 武王请随我来 公主在卧室坐着 苏友荣非常小心规矩 龙成看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上次训斥过后 苏友荣和龙成的关系 生疏了很多 苏友荣坐视 变得非常规矩有礼节 进了卧室 见到帝洛西 正在和玄一 清悦玩笑 话题当然是龙成 公主 武王来了 苏友荣到了门口 立即禀报 听到龙成来了 清悦和玄一蹦起来 冲到门口 一人抓住龙成一只手 笑嘻嘻往卧室拉 小龙龙 你还知道来看公主啊 刚刚说你呢 说你正是向圣上提亲了 没人是老祝国 两人拉着龙成 在帝洛西身边坐下 帝洛西见到龙成 不好意思地侧头过去 不看龙成 提亲以后 反而跟我生疏了 龙成笑道 帝洛西娇声说道 谁跟你生疏了 龙成笑道 既然没有生疏 我们再亲热亲热 龙成这是玩笑话 却把苏友荣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武王不可 公主才好一些 不能再亲热了 龙成见苏友荣 着急上火的样子 笑道 姑姑放心 我就是说笑而已 苏友荣这才放心 好些了吧 龙成亲了一口 帝洛西脸色羞红 说道 大白天的 亲什么亲啊 龙成笑道 亲一口怎么了 往常我们做的事情 不比这个过分 我的公主越来越羞涩了 以前的帝洛西 那叫一个豪放 现在反而害羞起来了 帝洛西娇称道 此一时比一时 你今日去见母后了 帝洛西岔开话题 说些正经的事情 龙成说道 我没有去 老祝国带我去了 我请求圣上将公主下架给我的奏表呈上去了 圣上答应了 听到这里 帝洛西幸福地甜甜一笑 投靠在龙成身上 清月则则羡慕道 哇哦 公主现在真成了小媳妇了 感觉和湘云越来越像了 吴湘云就是对龙成小鸟一人的样子 而帝洛西则是霸道欲姐的形象 现在帝洛西也变了 悬疑哥哥笑道 小龙龙 你上奏表请求赐婚 那你的彩礼呢 帝洛西抬头看着龙成 等着龙成回答 龙成笑道 我没有给彩礼 清月惊讶道 啊 你没有彩礼啊 你想空手套白狼啊 帝洛西有些不高兴 说道 夫君 我不图你钱财 但你总得一丝一丝吧 帝洛西是公主 真的不缺钱 她要的是一个仪式 龙成抱着帝洛西 说道 我没有当面给彩礼 但是我给了一个承诺 帝洛西问道 什么承诺 龙成说道 我会把西夏作迎娶你的彩礼 以国为礼 帝洛西愣住了 苏友荣和清月 玄一也都愣住了 龙成的话太霸气了 帝洛西惊喜地问道 你别骗我 龙成抱着帝洛西 狠狠地亲了一口 说道 绝无虚言 我将灭掉西夏 以西夏为礼 迎娶你过门 皇家礼节繁琐 从提亲那彩 到最后下架 要几年的时间 记得当初看唐朝的历史 李世民 想死前见到心爱的女儿出嫁 但公主下架的礼仪 实在太繁琐 李世民没看到 就挂掉了 龙成也不知道 自己称帝和迎娶帝洛西 哪一个先到来 帝洛西不知道 龙成此刻内心的纠结 他只知道 龙成说出了霸气的话 为了他 龙成要灭了西夏 我的好夫君 帝洛西甜甜地搂着龙成 清月和玄一 看得感觉甜到发腻 公主 你们要不要这样 苏友荣也很羡慕 龙成抱着帝洛西 说了一会儿话 便起身离开了西宫 马车从西宫出来 龙成和苏友荣在马车里 车轮声滚滚 回到五王府 湘宁见龙成回来了 本想上前索要好处 却见苏友荣在旁边 香宁笑了笑 便走开了 回了书房 推门进去 龙成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公孙玲荣和张倩 独孤嘉丽 白婷婷在房间里说话 见龙成进来 公孙玲荣冷冷笑道 恭喜五王重生 恭喜五王赐婚 龙成打开房门 坐在茶桌对面 倒了一杯茶 公孙兄今日大驾光临 不知所为何事 龙成喝着茶 慢慢问道 公孙玲荣提起茶壶 自己倒了一杯 大大咧咧喝着 还翘个二郎腿 这次平时豪爽惯了 没有大家闺秀的礼仪 不过 大家都习惯了 反正做兄弟 豪爽一点容易打交道 我来告诉你 你让我锻造的碎发枪和火药 有了重大进展 为了灭西夏和南梁 龙成精心画了图纸 委托公孙玲荣打造兵器 准备组建一支新的军队 这些时候 龙成去精灵 回来又是枯木丹的事情 几乎没空里 回公孙玲荣那边 没想到 公孙玲荣自己来了 火药和枪炮的锻造是大事情 龙成听说有重大进展 高兴地放下 茶杯 竖起大拇指 赞叹道 公孙兄做事就是靠谱 现在怎么样了 公孙玲荣得意地说道 废话 我做事向来靠谱 要不然玲荣阁这么重要的地方 圣上会交给我 玲荣阁负责东周兵器锻造 地位非常重要 不仅如此 玲荣阁平日用的铁 可是稀缺的 每年的花费很大 说白了 玲荣阁的油水无法估量 想当玲荣阁阁主的人排队 这么重要的部门 女帝点了公孙玲荣 他自然有过人之处 那时那时 公孙兄做事我放心 你快说说 难道说 你就把碎发枪造出来了 龙成高兴地问道 张倩也很好奇 他听龙成说过 这种兵器很不一样 杀伤力很大 能击穿铠甲 龙成说过 灭西夏 必须靠这种兵器 取得战场优势 公孙玲荣得意的神色中 带着一丝尴尬 说道 造出来了 也可以发射 但是打不准 刚才吹得那么厉害 现在说打不准 这算什么 龙成没明白什么意思 皱眉问道 打不准 公孙玲荣倒了一杯茶 拿在手里晃了晃 略显尴尬说道 碎发枪造好以后 我让弓弩手测试 但是准头很差 玲荣格的弓弩手 负责新的弩击测试 射击的水平 肯定没问题 那为什么会打不准 难道设计图出了问题 还是枪管锻造的过程 出了问题 你造了多少碎发枪了 龙成感觉事情 有点严重 如果火气没造好 灭西夏会很麻烦 东周比西夏强 但比南梁弱 东周要吞并西夏 同时必须严格控制伤亡 不能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如果打得两败俱伤 南梁就会趁势进攻 到时候 玉棒相争 愚人得利 差不多一千只了 公孙玲珑先制造了一批试拥 没有大批量制造 而且 试出准头不好以后 公孙玲珑停止了制造 龙成皱眉道 一千只啊 我跟你去一趟玲珑阁 碎发枪的锻造 绝对不能出问题 龙成要亲自看看 到底哪里不对 最怕是设计图出问题 设计图出问题 那就是源头上出问题 锻造出来的碎发枪都是废的 还有姬仙仙那边 龙成也给了图纸 如果真错了 那就一起错 你要跟我去玲珑阁 公孙玲珑有些诧异的问道 出了这么大问题 我当然要去 龙成立即准备走 枪炮太重要了 东周这些年发展以后 国力比西夏强 比南梁弱 居于中游 平定蛮族以前 西夏和蛮族联盟从西边和北面威胁东周 当时的东周最弱 现在蛮族成了东周的帮手 东周的国力已经比西夏强了 可是并未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兵器上不能形成代差 打起来会很费劲 更别提灭掉南梁 南梁的国力比东周强很多 龙成带着公孙玲珑出了后院 骑了两匹马 即刻飞奔往玲珑阁去 公孙玲珑说锻造的碎发枪打不准 龙成心中焦急 立即和公孙玲珑 策马飞奔往天机山去 快马出了西城门 两人很快到了玲珑阁 山下有士兵巡逻 门口有士兵把守 守卫极其严密 火药和火器是龙成的底牌 绝对不能泄露 女帝见识过火药的威力后 也担心这样的武器泄露 又增派了进军防守 还有隐位的人安插在其中 山下守卫认识龙成和公孙玲珑 立即开了大门 放两人进去 到了玲珑阁下马 龙成说道 走 带我去看看 到了后面的锻造房 热气扑面来 外面已经寒气逼人 里面却热浪滚滚 工房里的锤打的声音 和鼓风炉的声音混在一起 还有耗子的吆喝声 叮叮当当 龙成看着女工高高举起铁锤 狠狠砸下的时候 等我结甲归田 我愿意到你这里打铁 龙成发自内心地说道 这是真心话 龙成真的愿意在这里做一个朴实无华的工人 看着周围数百女工 穿着轻薄的衣服 有些太热的 挥舞着锤子 身体随着敲打的节奏跳动 这样的退休生活 就很有意思 公孙玲珑鄙试道 你是想来打铁吗 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 龙成笑道 所谓看破不说破 你这人真没意思 你让工人准备一下 都停下来 等一下 我再进来 公孙玲珑进了锻造房 里面的女工还在忙活 锻造枪炮的任务很重 时间也很紧 大家都在抢攻期 大家停一下 公孙玲珑高声喊道 锤子放下来 大家都停下来 看向公孙玲珑 负责人王娟走过来 拜道 阁主 公孙玲珑说道 我们锻造出来的枪射击不准 我找了五王过来看看 大家认真听 这里太热了 大家都到旁边的房间去 公孙玲珑吩咐完 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 到了旁边的大堂 锻造房酷热难耐 他们也想歇息一番 客厅里 龙晨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 一个侍女端着一个盘子 送了一壶茶过来 五王请喝茶 侍女轻轻将茶盘放下来 又给龙晨倒了一杯茶 侍女倒完茶就下去了 龙晨独自喝着茶 竟带公孙玲珑出来 过了一会儿 公孙玲珑从锻造房出来 走吧 可以了 龙晨放下茶杯 跟着公孙玲珑进了旁边的大堂 王娟 锻造房的负责人 王娟跑过来 拜见五王 拜见阁主 王娟恭敬弯腰行礼 龙晨微微点头道 免脸 带我看看整个锻造流程吧 龙晨非常随和 亲手扶起王娟 这些人天天打铁 都是苦活累活 值得尊敬 王娟很感激 拜道 谢王 龙晨说道 麻烦王管事带我看看 哪里出了问题 王娟立即拜道 不敢 五王请 王娟走在前面 带着龙晨从头到尾 看了一遍 从铁水融化到枪管成型 各个流程都是正确的 为何最后会射击不准 怎么样 查清楚了吗 公孙玲珑问道 在王娟的带领下 龙晨把锻造房的所有工序 全部看了一遍 公孙玲珑问有没有发现问题 龙晨仔细想了想 所有的工序 都是按照自己的设计来的 怎么最后就出了问题呢 难道说 这个世界的工艺水平 就是达不到 你到底有没有发现问题 公孙玲珑非常焦急地问道 枪炮的制造 关心的人不止龙晨 女帝也非常关心 如果搞不好 公孙玲珑的压力很大 龙晨摇头说道 没道理啊 都是对的 怎么会最后射击不准呢 公孙玲珑冷冷说道 你有没有认真在看啊 不会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吧 龙晨鄙视道 正是归正是 我是那种人吗 锻造房闷热 女工身上的麻衣 很快汗透了 每个人都大汗淋漓 汗液顺着手脚滴落在地上 在这种环境工作 真的很辛苦 那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呢 难道你的设计图 本身就有问题 公孙玲珑怀疑 龙晨的设计有问题 龙晨微微摇头 不可能啊 我当时经过精确计算的 怎么可能 我们去靶场看看 既然不是锻造工艺的问题 那就可能是测试过程中出了问题 公孙玲珑带着龙晨出了锻造房 到了靶场 正好有十几个公母手 在测试随发枪 龙晨走了 锻造房里的女工停下来 低声议论 武王越发英俊了 我十几年没见过男人了 去年不是见过武王 怎么说没见过男人 他那世不是男人 是太监 听着工人在议论 王娟训斥道 不许胡闹 干活 这里的工人 很多是戴罪之身 妄议龙晨 很可能罪上加罪 所以 王娟不许其他人议论 公孙玲珑走过去 点了几个公母手 测试随发枪 龙晨在旁边看着 靶场 公奴手两只手 托着碎发枪 对着远处的靶子射击 碰 枪响后 靶子没有动静 你看 就是这样 公孙玲珑 有些无奈地说道 看到公奴手射击的姿势 龙晨立即明白了 癥结所在 火枪和公母不一样 他们的射击姿势不对 这些公奴手射击的姿势 千奇百怪 要么和拉弓一样 要么和用弩机一样 没有一个正确的 这样能射中才怪 公孙玲珑把人招呼过来 你们都过来 武王说 你们射击的姿势不对 这些公奴手都是高手 公奴射击很准 听到公孙玲珑的话 这些人自然不服气 阁主 我们每天射击至少数百次 怎么会不准呢 明明是这个碎发枪有问题 龙晨接过一把碎发枪 将火药和铅弹放好 指着两个地方说道 这是望山 这是准星 那是靶星 碎发枪射击的时候 必须三点一线 这样才能准 还有 碎发枪射击的时候 必须枪托顶住肩膀 因为火药有后座力 会导致枪口晃动 你们看好 龙晨瞄准把心 扣动扳机 碰 枪响后 铅弹并未击中把心 公奴手低头暗笑 大周武王不过如此 公孙玲珑疑惑地看着龙晨 问道 你也射不准 龙晨知道 这是因为射击次数过少的缘故 龙晨此前从未用过枪支 不可能拿起就会 给我装弹 龙晨很平静 公奴手一一装弹 龙晨不停地激发射击 射击二十多次后 千弹精准击中把心 打中了 公孙玲珑高兴地说道 龙晨拿起碎发枪 再次射击 以后的每一枪都精准击中把心 看到没有 武王这样的射击方式 才是对的 公孙玲珑狠狠训斥这些公奴手 龙晨收了枪 说道 你们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是枪 你们必须学好 以后你们是新军的教练 见公奴手无动于衷 公孙玲珑训斥道 一群蠢货 武王在抬举你们 公奴手这才恍然大悟 一起拜道 多谢武王抬举 他们当教练 那就是军官了 而不是玲珑阁的公奴手 不必客气 碎发枪没问题 继续操练测试 龙晨在旁边洗手 公孙玲珑放心了 说道 我还担心锻造的枪支有问题呢 没问题就好 吓死我了 弄清楚了碎发枪射击不准的问题 龙晨松了口气 这是非常重要的兵器 绝对不能出问题 好在只是公奴手不懂怎么用 交汇了就行 天黑时 龙晨骑马从玲珑阁出来 守军拜道 武王 龙晨微微汗手 笑盈盈出了天机山 慢慢骑马回城 过了西城门 穿过街道 龙晨进了武王府 何军逃过来拜道 老爷 礼不上说好大人 在客厅等着 龙晨微微点头 下马走进客厅 见到郝志文坐在那里 好上说 恭喜武王 郝志文见龙晨进来 立即起身恭贺 上书大人请坐 龙晨请郝志文坐下说话 多谢武王 下官今日来是和武王说一声 圣上让下官操持公主下架之事 日后有什么事情 武王尽管吩咐 下官定当劫心尽力 这和龙晨想的一样 事情还是由礼部操持 公孙云也会协助 自己这场婚事 太引人注目了 这本是我一人之事 却要劳烦好上书 我先谢过了 龙晨笑呵呵感谢 郝志文笑道 武王此言差矣 武王乃是我大洲第一个王 公主又是第一次下架 此事关系到我大洲国体 不得不隆重啊 这马屁拍得很好 说得冠冕堂皇 又把龙晨捧上天了 那就多谢好上书 话说到这份上 龙晨的架子也该端一端了 武王客气了 天色不早了 下官到辞 龙晨亲自送好志文到前院 好志文起码回去了 人走后 龙晨回到后院 东宫 何宁星脚步匆匆进了 地狱威的房间 里面烧着火盆 一壶茶在咕噜噜煮着 大洲的秋天夜里冷 需要烤火了 公主 刚刚得到消息 老祝国替武王提亲了 何宁星焦急地说道 地狱威威威点头 继续看着手里的奏折 地狱威身为大公主 负责协理朝政 一些不重要的奏折 女帝会拿给地狱威练手 由地狱威批复 大公主 何宁星见地狱威 漫不经心的样子 有些急了 这是朝堂上定下的事情 有什么好奇怪的 地狱威放下奏折 慢慢说道 何宁星摇头说道 大公主 下架的第一个程序 施那采 就是武王进献奏表和彩礼 您猜武王送了什么彩礼 地狱威笑道 武王南征北战 又把李承道的内裤偷了 手里的珠宝肯定很多 四妹的彩礼多不稀奇 地狱威只以为 龙承给的彩礼丰厚 仅此而已 并未太在意 何宁星低声说道 不 武王今日没有给彩礼 地狱威这下有些好奇了 问道 不会吧 龙承恩这么喜欢四妹 居然没有给彩礼 何宁星说道 今日没有当面给彩礼 但是武王许诺将以西夏为 迎娶四公主的聘礼 地狱威愣住了 我也是刚刚打听到的 从御书房那边打听来的 老祝国亲口说的 武王将以西夏为聘礼 灭掉西夏 迎娶四公主 何宁星继续说道 地狱威又极度又羡慕 感叹道 四妹命真好 何宁星见地狱威样子很失落 便安慰道 大公主 您要继承皇位的 反正也不嫁人 地狱威知道何宁星的意思 但哪个女人不想嫁给盖世英雄 自己的妹妹这么命好 地狱威心里嫉妒 龙承恩以国为理 这地位传给谁就不一定了 地狱威现在很后悔 早知道龙承能变回男人 她就该不惜一切代价 把龙承挖过来 就算用身体 也在所不惜 现在一切都晚了 地狱威担心地狱威 有龙承的帮助后 女帝会偏向于地狱威 圣上一直让大公主 协理朝政 应该不会有问题 而且 四公主对朝政向来不感兴趣 大公主不必多虑 何宁星知道帝洛西的性格 就喜欢打仗和龙承 至于地位 帝洛西不太感兴趣 地狱威摇头叹笑道 四妹不感兴趣又如何 龙承恩那么厉害 等母后 朝中大臣谁敢不从 我能押住龙承恩吗 女帝还在 龙承不敢 一旦女帝驾崩 谁是龙承的对手 这是地狱威必须担心的 就算地狱威即位称帝 龙承也是心腹大患 公主 如果这样 何宁星想说 既然如此 要不要早点出手 铲除龙承 可是 谁敢这样做 景天烈 天下会 李承道 凡是和龙承做对的 都很惨 再看吧 地狱威不敢对龙承 有什么不利的想法 这样想很危险 何宁星叹息一声 也没什么法子 地狱威犯愁的时候 地令仪也在北宫吃醋 温书贞向地令仪 禀报了提亲的事情 也特意说了 龙承以西夏作为聘礼的事 地令仪听完 肚子里全是足 公主 其实吧 毕竟五王是四公主那里的人 圣上赐婚四公主 也情有可原 温书贞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 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 地令仪摇头说道 母后赐婚 这个我没什么嫉妒的 可是龙承恩居然用西夏这份大礼 迎娶四妹 我羡慕死了 气死我了 说着说着 地令仪就抓狂了 温书贞想了想 说道 公主 其实五王对你也很好啊 她当初不是为公主平定了草原 杀了耶律宏 这样算来 其实五王对公主也挺好的 温书贞想不到其他的借口 只能用这样的话 哄地令仪 好像也是哦 灭耶律宏和灭西夏差不多 地令仪自我安慰 温书贞又说道 再说了 五王已经灭了耶律宏 但是西夏还不一定呢 万一西夏没能灭掉呢 那四公主的婚事 地令仪摇头说道 这个你放心 龙承恩敢这样说 她就一定能做到 地令仪对龙承非常了解 她知道龙承有多厉害 绝不是吹牛之辈 温书贞笑了笑 不再说 公孙云向女帝提亲的事情 很快传遍了京师 以西夏作为鹤里的事情 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大家都在议论此事 有些人觉得龙承在吹牛 但更多的人 知道这肯定是真的了 这是公主出嫁的聘礼 不可能有假 消息很快到了西夏和南梁 西夏 新庆城 昭提寺内 空济和尚拿着 郑国寺送来的密报 看得眉头紧促 德善和尚从东周送回密报 说龙承变回了男人 还以西夏作为聘礼 向女帝提亲 终究还是来了 空济和尚叹息一声 将密报小心放在袖子里 空济和尚起身出了方丈事 走到前院时 碰到师兄普玄 师弟 师兄 师弟要去王宫 对 德善那边送来消息 我要去找王上说说 听说德善和尚来信 普玄猜到是关龙承 那个太监又坐腰了 普玄说起龙承 心里非常气愤 想当初 他和洪志两人 带着摩羯出示东周 结果龙承在他们眼皮底下 策反了摩羯 虽然空济和尚和时乐 都没有说他们两个 但是他们两个的名声 已经臭了 寺里的弟子 私底下笑话 普玄和洪志白痴 朝中的大臣 也笑话两人蠢驴 甚至有人说 普玄和洪志 故意让摩羯背叛 空济和尚无奈地笑了笑 说道 以后他就不是太监了 普玄惊讶到 什么意思 他被女帝赶出宫了 不是太监 那就是从皇宫赶出去 普玄是这样想的 空济和尚无奈地摇头 说道 回来再和师兄戏说 空济和尚 抬脚往王宫走去 留下普玄摸不着头脑 不是太监了 什么意思 普玄摸了摸 光溜溜的脑门 感觉有点冷 西夏的秋天更寒冷 普玄感觉该戴个帽子了 师伯 一个身材健硕 长得不错的僧人 走过来行礼 金言啊 求子堂那里还好吧 这个僧人法号金言 负责求子堂的僧物 金言回道 还好 一切正常 普玄感叹道 上乡的信众少了许多 求子的没少 还是你这边好啊 金言意味深长地笑道 信众少了 是因为摩羯那边有真佛寺 但求子的地方 只有昭提寺 昭提寺上乡供奉的信众少了 主要问题出在摩羯那里 真佛寺出来后 东周的百姓已经不来了 南梁那边的信众 也改姓真佛寺 不来昭提寺听法了 甚至西夏这边 也有很多信众改信真佛寺 德善和尚在郑国寺那边 花了很大力气对抗摩羯 不让真佛寺的势力渗透到西夏 好好干 趁着年轻力壮 多为信众求子 朴璇突然露出一个银邪的笑容 金言微微一笑 弟子仅遵师伯法旨 朴璇微微汗手 进了方丈室 等着空济和尚回来 刚才空济说 龙臣不再是太监 这话听的朴璇云礼物里 他想知道到底什么意思 空济和尚拿着密信进了王宫 见到太监总管马方 马公公 国师 王上在吗 在呢 不过 王上准备往盘河行宫去 空济和尚点点头 盘河行宫在西夏东南 秋天草木枯黄之际 那里的猎物很多 石乐去盘河行宫 是想打猎了 而且 盘河行宫被龙臣焚毁后 石乐调集了数万名夫重修 现在修好了 他也要去看看 哦 平僧有钥匙求见 还请公公通传一声 空济要见 马方自然不敢怠慢 立即进了后宫 转过回廊 见到匆匆忙忙的太监宫女 在准备东西 这次出行 石乐带王妃李燕一同去 王后不去 穿过回廊 到了寝殿 石乐正在看携带东西的清单 王上 正好 你看看这个清单上 有没有少东西 马方肯定要随行的 而且是后勤的总负责 所以石乐让马方过目清单 马方立即接了清单 说道 王上 国师求见 石乐应了一声 那就进来吧 你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石乐的心思 还是在打猎上 马方拜道 奴才遵旨 那奴才让国师进来 石乐随口说道 那就 罢了 本王到前面去 你看看清单 仔细核对 这里是后宫 空济和尚进来不合适 马方拜道 奴才领旨 石乐起身往前殿走去 马方则仔细核对清单 有没有少东西 同时指挥太监和宫女 收拾东西 石乐走到前殿 见到站在那里 满脸愁容的空济 国师 你找本王有事 石乐笑呵呵走过去 自从收拾了佛园楼 把天下会的产业收入囊中 石乐手里有钱了 心情也好了 空济见石乐出来 立即拜道 贫僧拜见王上 石乐笑呵呵在笼椅上坐下来 笑道 这么客气做什么 坐吧 空济和尚 却没有立即坐下 而是从袖子里 拿出德善发来的信息 王上 您看看 这是郑国寺德善师弟 送来的情报 空济将信息呈上 石乐接了 展开纸条看过 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石乐眼中满是怒火 碰 石乐一巴掌拍在龙椅上 怒吼道 此贼赶尔 石乐发怒 空济并未劝他息怒什么的 而是说道 王上 龙承恩敢公开说 以西夏作为蒂洛西的聘礼 此贼定然已经开始谋划 我们不得不防 贫僧建议立即进入战时状态 扩军备战 特别是郑国寺的军备加强 龙承恩若想进攻我大厦 必定兵出玉佛关 攻取郑国寺 只要我们守住郑国寺 那龙承恩将无计可施 西夏和东周接壤的地方很多 但最重要的就是郑国寺 西夏在郑国寺附近 囤积了精锐兵马 特别是西夏的僧兵 几乎都在那里集结 东周这边 二十万龙家军 常年驻扎玉佛关 那是龙承的家底 龙承想灭西夏 主力必定是龙家军 所以 空济和尚才会建议 死守郑国寺 扼住龙臣的咽喉要害 食了气地站起来 在殿内走来走去 一直在骂龙臣 不过是一个 靠着做面首起家的太监 也敢说 以本王的国当聘礼 他以为吃了丹药 就是男人了吗 他算什么男人 一日是太监 终生是太监 一个没有把的东西 岂有此理 本王要灭了龙家军 来人 传书密使 本王要发兵玉佛关 灭了龙家军 没有龙家军 他还敢叫孝 石勒正在气头上 空气和尚知道 这个时候劝阻无用 所以就在一旁听着 等石勒发泄完 殿里听令的太监 立即传书密使 卢其昌进攻 不多时 卢其昌匆匆跑进来 拜道 微臣拜见王上 石勒愤怒地说道 那个太监 要迎娶东州的四公主 他要用本王的大厦 给四公主做聘礼 现在 立即集结大厦所有兵马 杀网玉佛关 本王要灭了那个死太监 卢其昌不知道 前因后果 听得云里雾里 不知所以 卢其昌看向空气 空气和尚 给卢其昌一个眼神 卢其昌懂了意思 便一直弯腰不说话 等石勒骂完了 气消了一些 空气才说道 王上 贫僧以为龙承恩 故意放出这样嚣张的话 是想激怒王上 让我们大下骚动 他好从中于力 龙承恩此人诡计多端 贫僧建议王上 从长计议 切莫中了那丝的诡计 石勒重新坐下来 手习惯性地放在扶手上 却发现扶手被自己打碎了 国师说得不错 那丝诡计多端 行军打仗最重保密 这丝却故意如此张扬 必定有所图谋 石勒也冷静下来了 龙承说了 要灭掉西夏 魏国之战就在眼前 生气愤怒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冷静思考 这样 国师立即赶往镇国寺 与德善大师 一同防备御佛关 本王将整顿十万铁药子 半个月后增援镇国寺 空济和尚拜道 平僧领旨 石勒又对疏密使卢其昌说道 你这边赶紧全国备战 骑兵的数量在扩充十万 龙承恩想灭大侠 没他痴心妄想 等本王击破龙家军 攻破御佛关 本王要灭了东周 石勒心中一股怒火憋着 疏密使卢其昌为难地说道 王上 骑兵的关键在于两马 如今草原的蝉鱼是图之 他们一直在威胁云城北境 我们 西夏战斗力最强的是铁耀子 组建一只铁耀子精锐 关键在于获得两马 以前 西夏和耶律宏关系好 草原可以输送骏马到西夏 现在不一样 龙承灭了耶律宏 扶持图之上位 草原现在是敌飞勇 上一次龙承进攻西夏 图之还穿过云城 突袭西夏腹地 威胁到了新庆城 逼迫石勒回兵救援 让龙承趁机攻破了镇国寺 石勒让卢其昌 组建十万铁耀子 卢其昌感觉无法完成 石勒沉默不语 西夏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骑兵 现在却面临战马不够的窘境 龙承恩这次心机生成 早就做好了准备 石勒暗暗叹了一口气 但随之语气决然 说道 那你和乌斯国联系一下 他们的汉鞋宝马 比草原的战马更好 乌斯国不是喜欢南梁的丝绸吗 我们买南梁的丝绸 运到乌斯国去 换取汉鞋宝马 草原的战马无法获得 石勒转向西边的乌斯国 卢其昌微微点头 王上所言有理 乌斯国的汉鞋宝马更加高大 耐力冲击力都更好 嘴上这样说 卢其昌心里却暗暗叫苦 乌斯国和西夏隔着大漠 哪有这么容易 而且 现在是秋天 北方正经的时候 谁敢进入大漠送死 只是看石勒在气头上 卢其昌不敢反驳 先答应再说 再让世子往北镇守云城 那个图之和龙承恩狼狈为奸 龙承恩如果兵出玉佛关 图之必定威胁云城 云城是大夏和草原连接的要塞 石勒不敢不防 卢其昌拜道 微臣领旨 石勒想了想 暂时就这些 又对空继说道 国师 劳烦你立即启程 空继拜道 贫僧领旨 贫僧告退 卢其昌也拜道 微臣告退 两人走后 石勒阴沉着脸 回到了后宫 马芳已经清点好了东西 拜道 王上 东西准备好了 何日启程 石勒愁眉紧咒 说道 不去了 龙承已经把话放出来了 随时可能兵出玉佛关 东周和西夏 随时可能开战 石勒必须坐着新庆城指挥 石勒和龙承交手过一次 结果已惨败告终 他不敢大意 生怕着了倒 马芳低声回道 奴才明白了 他猜测 空继肯定说了紧急的事情 很可能与龙承有关 马芳小心地退下 吩咐众人 把东西都放回去 大家听说东西放回去 都很诧异 收拾了好几天 这都要出发了 怎么又放回去了 马芳让大家别问 东西放回去便是 消息到了王妃李燕那里 王妃很不高兴 他宫里准备了大半个月 结果说不去了 王妃找到了马芳 问道 马公公 怎么突然又不收拾了 马芳恭敬地拜道 回王妃的话 奴才也不知道 方才国师来了 和王上说了一会儿话 王上吩咐奴才 说不去了 王妃见识石勒的旨意 也不敢多说什么 盘河行宫刚刚重修 据说比之前更豪华 王妃很想去看看 思来想去 王妃还是起身去找石勒 到了殿内 石勒正在展开地图 看玉佛官和郑国寺的防备 臣妾拜见王上 王妃李燕款款一败 石勒抬头 看到身着华服的美艳爱妃 心情好了一些 爱妃怎么来了 石勒拉着李燕坐下来 臣妾听说 王上不去盘河行宫了 这是为何 李燕紧挨着石勒坐下 郊躯依偎在石勒身上 石勒抱着李燕娇软的身躯 怅然道 还不是因为龙承恩那丝 刚才国师送来密报 龙承恩这丝要进攻大侠 李燕吃了一惊 连忙坐直了身子 惊呼道 又来 上次那一战 李燕听说狼族入侵 二十万骑兵进攻新庆城 石勒又不在 吓得他差点出逃 石勒抱着李燕安慰道 爱妃莫慌 这丝夸下海口 说要用西夏作为聘礼 迎娶蒂洛西 哼 本王要让他一辈子打光棍 让蒂洛西一辈子架不出去 李燕听得有些糊涂 问道 王上 龙承恩不是太监吗 怎么会迎娶东周四公主 龙承的传说流传很广 李燕当然知晓龙承的身份 石勒说 龙承要迎娶蒂洛西 李燕觉得很奇怪 堂堂一个公主 嫁给一个太监 这也太滑稽了 石勒说道 纳斯服用了一种丹药 居然重新长回来了 女帝就给龙承恩赐婚 龙承恩大言不惭 说要用西夏作为聘礼 听了这一番缘由 李燕心中充满羡慕 用一个国家作为聘礼 这话好霸气啊 那王上 李燕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不懂军政 放心 本王让国师即刻赶往郑国寺 防备玉佛关的龙家军 龙承恩想灭大侠 这是痴人说梦 石勒指着地图说道 李燕看了看地图 发现盘和行宫 离郑国寺和玉佛关都不远 心中一动 李燕说道 王上 龙承恩太过危险 随时有进攻的可能 国师他是龙承恩的手下败将 让他镇手恐怕不妥 臣妾建议王上坐镇盘和行宫 可以进前指挥 也可以侧应郑国寺 石勒听完 仔细看了看地图 慢慢点头道 爱妃说得不错 正是如此 盘和行宫 靠近东周元孝谷 可以威胁西风城 正好与郑国寺 形成脊脚之势 好 明日启程往盘和行宫去 李燕大喜道 臣妾去告诉马公公 石勒微微点头 李燕高兴地回到后宫 找到马芳 说道 王上说了 明日启程往盘和行宫去 你快些收拾 马芳愣了一下 惊讶道 方惨 李燕有些不快 说道 王上刚刚说的 难道本宫敢假传王命 马芳立即拜道 奴才不敢 奴才这就收拾准备 李燕笑盈盈回宫收拾 准备明日启程 空气和尚从王宫出来 回到昭提寺 进了方丈室 朴玄正在房间里等他回来 师弟 师兄 我立即 要赶往郑国寺 这里的事情 劳烦你和洪志师兄主持 空气进来就收拾东西 朴玄觉得奇怪 问道 怎么了 龙承恩又进宫了 这么着急去郑国寺 只有龙承进宫一种可能 空气无奈地叹息道 没有 但也差不多 空气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朴玄听得脸色阴沉 说道 这次总是不得安宁 又来搅弄风云 天下会不在了 这次坐视越发肆无忌惮 空气说道 事情紧急 我即刻启程 劳烦师兄在这里看着 朴玄说道 师弟无需担忧 我和洪志会看着 空气点点头 立即收拾东西 带了几个僧人 冒着寒风赶往郑国寺 经凌晨 一艘花船飘在江心 一艘快船慢慢靠过去 一个人迅速上了船 走进一个房间 咚咚咚 房门敲了三下 房门打开 芽儿站在里面 林堂主 来人正是火凤堂 堂主林梦涵 林梦涵走进房间 对着姬仙拜道 拜见帮主 姬仙正在看龙晨花的图纸 准备得怎么样了 姬仙收了册子 还需要一些时日 属下时来禀报 东周一些情报的 姬仙仙让林梦涵 准备人手和物资 运往南梁西南边境 姬仙仙打算在 西南边境南蛮境内 组建军队 李承道为了对付龙晨 原本镇守南边的军队北调 西南一带空虚 形势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 姬仙仙复国的时候 从那里出发也方便 什么事情 姬仙仙问道 林梦涵回道 听说武王已经服药 恢复了南深 这个消息震动了南梁 但姬仙和衍儿 却无动于衷 他们都知道龙晨是假太监 什么丹药不丹药 都是假的 嗯 知道了 姬仙仙淡淡应了一声 林梦涵见姬仙无动于衷 心中有些不解 继续说道 女帝赐婚了 将蒂洛西赐予武王 姬仙仙还是无动于衷 这个事情在意料之中 武王也正式提亲 并且声称要灭了西夏 将西夏作为迎娶蒂洛西的聘礼 说到这里 姬仙仙终于动容了 哟 这个死太监居然这么大方 用一个西夏作为聘礼 姬仙语气很酸 显然是吃醋了 林梦涵也是女人 凭借女人的直觉 他猜测姬仙和龙晨的关系 肯定不一般 上次龙晨到金陵城 姬仙手书让林梦涵全力配合 足以见得两人关系匪浅 这个大色狼 真大方 芽儿听了 也忍不住吐槽 姬仙冷笑道 放心吧 西夏肯定会被灭掉 但这份聘礼能不能送出去 还另说呢 龙晨想称帝 迟早和女帝 蒂洛西翻脸 到时候 姬仙仙才是唯一的女主 在姬仙仙看来 不管是蒂洛西还是蒂令仪 这些女的都将成为前任 而她姬仙仙才是最后的女主 龙晨到最后是她姬仙仙的男人 就是 芽儿跟着附和 林梦涵不好说什么 便站在旁边不说话 龙晨恩说了这话 我估计本就玉佛关就会开战了 到时候 南梁肯定会出兵侧营 这对我们有利 你赶紧去准备 林梦涵拜道 属下遵命 林梦涵退出楼船 回火凤堂办事去 芽儿说道 娘子 五月那边 已经开始重组复原楼了 要不要把我们的人塞进去 姬仙仙微微摇头 说道 这你不用管 我已经安排好了 玄姬子的老底查得如何了 龙晨和玄姬子交手时 判断出玄姬子是折花仙 当然 这只是龙晨的直觉 未有实证 姬仙仙到了精灵 自然要查这个事情 芽儿说道 还在查 这个玄姬子好像从小在苍玄山出家 底子挺干净的 芽儿已经查过了一些 没发现有什么疑点 姬仙仙奇怪地说道 那就怪了 难道龙晨判断错误 芽儿微微摇头 说道 大色狼虽然好色 但他的判断还是很准的 我再查查 芽儿跟了龙晨一段时间 他觉得龙晨的判断不会错 应该是有些事情没查清楚 姬仙仙点点头 说道 查清楚一点 芽儿领命 一个人下船进了精灵城 精灵皇宫 玄姬冠 于府国匆匆进了玄姬冠 玄姬子正在闭幕打坐 两个宫女就在旁边焚香静坐 于府国的脚步声很急促 玄姬子睁开眼 起身行礼道 于公公 于府国回礼 道长 东周经师来消息了 说着 于府国从袖子里拿出一封密信 玄姬子接了密信看过 惊讶道 真的 于府国神色严肃 微微点头说道 真的 玄姬子说道 此事应当立即作报尚未知晓 于府国说道 我与道长一同去 玄姬子立即和于府国穿过公院 到了里承道闭关之处 进军副统领延喜正在外围守卫 道长 于公公 见两人进来 延喜立即迎上来 我等有要事奏报 于府国对延喜说道 延喜见两人同时过来 肯定有大事 立即说道 稍等 我去通报 延喜到了密室外面 打开一个暗阁 拉了拉一个铁环 然后小心关上暗阁 密室里 里承道正对着龙野的侧子修炼 想努力在体内凝聚真气 然后达到外放的效果 这段时间 里承道确实感觉修为有提升 但是真气外放一直无法达到 就好比一个杯子的水 已经很满了 但就是无法溢出来 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却无法捅破 果然缺少心法秘籍 无法突破吗 里承道原本以为自己修炼不够 但经过上次的事情以后 里承道认定缺少了关键的秘籍 就是龙晨从内裤偷走的那本 龙野狼子野心 突破帝尊的功法 居然私藏起来 宁愿给一个杂兵 也不愿意献给朕 里承道心火上沿 体内气息变得紊乱 只得停止修炼 叮铃铃 密室里的铃铛响了 里承道起身 平复心中怒火 按了机关 石门缓缓打开 严席站在门外 拜道皇上 玄机道长和于公公 有急事起奏 里承道微微点头 让他们过来 里承道在密室坐下 玄机子和于府国 两人走进来 拜道拜见皇上 里承道微微点头 什么事 说吧 于府国将密报 呈给里承道 说道 金师刚刚传来的密报 里承道接了密报 仔细看过后 里承道缓缓说道 龙承恩这次好嚣张啊 竟敢公然说灭掉西夏 玄机道长 你以为是真是假 玄机子回道 平道以为此事当真 女帝当朝说了 龙承恩又以此事 作为公主下嫁的聘礼 如果龙承恩做不到 那公主就无法下嫁 所以 平道以为 此事并非虚张声势 龙承恩此贼 必然对西夏出手 里承道冷冷笑道 先若后强 先灭西夏 再凭大梁 朕的大梁 也在他灭国范围内 于府国立即说道 龙承恩不自量力 必当自取灭亡 里承道冷笑道 这次嚣张得很 但他不傻 他敢这样说 肯定已经有了诡计 此事不可怠慢 道长你和六部官员 仔细商议对策 龙爷给的策子 虽然无法让他突破帝尊 但可以让里承道 对帝尊境有更多了解 他打算再闭关一段时间 平道领旨 里承道想了想 说道 英雄台招揽的将才有多少 英雄台还在开 里承道还在招揽人手 特别是战将 于府国立即回到 已经有三十多人 里承道说道 开放宫内武库 让他们随意翻阅 阁中武学秘籍 于府国惊讶道 皇上 武库的秘籍乃是皇家机密 这样做 武库相当于东周的藏武阁 里面存放着南梁的武学秘籍 以前属于皇家境地 李承道说道 非常时期 只要他们天资够好 朕不心疼 于府国拜道 奴才领旨 李承道又对玄机子说道 拜托道长了 玄机子拜道 平道领旨 两人退出密室 石门缓缓关闭 李承道继续参悟龙野的册子 东周 京师 龙臣坐在书房 手中拿着一支笔 仔细研读了龙家心法 他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女帝给的白鸟嘲讽诀 好像和龙家心法是阴阳两部 龙家心法专练阳刚 白鸟嘲讽偏于阴柔 当初龙臣能将白鸟嘲讽诀 和修阴大法融合 就是因为两部功法都是偏于阴柔 从公孙云口中得知 开国女帝和武圣的关系后 龙臣就怀疑 白鸟嘲讽诀和龙家心法 可能都是武圣留下的 可是奇怪啊 白鸟嘲讽诀是皇族秘法 和西夏 南梁的秘法一样的 龙家难道 也曾经是武圣手下的战将 为何这段历史 大家不说 看来 以前的历史被掩盖很严重啊 不管以前的事情 龙臣将龙家心法 和白鸟嘲讽诀放在一起 逐字逐句阴读 龙臣一直阴读到深夜 张倩推门进来 身后几个宫女 抬着两个火盆进来放下 这里放一个 那里放一个 张倩指挥宫女放好了火盆 说道 你现在多休息 不要这么累了 别把身子搞坏了 龙臣笑道 严读心法 怎么会搞坏身子 龙臣拿起桌上的一本册子 说道 你看看这个 张倩接了册子 开头写着 龙凤心诀 这是 张倩看这个龙凤心诀 有点像白鸟嘲讽诀 却又不完全像 我融合圣上传授的 白鸟嘲讽诀 和以前龙家军的心法 创出这个龙凤心诀 但到底如何 我还不清楚 我要试试才知道 龙臣刚刚写完 效果还未可知 一个新的心法要诀 肯定不可能一蹴而就 龙臣不是武圣 他还要自己修炼一下 慢慢完善 最后才传授给他们 给我吧 我先试试 张倩拿着龙凤心诀说道 龙臣笑道 这是我创立的 当然我来 就算出了问题 我也知道 怎么完善补救 龙臣拿走了龙凤心诀 没让张倩试 龙臣知道张倩想什么 张倩怕龙凤心诀不完善 龙臣练了走火入魔 想拿自己测试 龙臣当然不会允许 那你修炼的时候 我给你护法 旁边有个人护着 万一出事了 也有个照应 张倩担心龙臣出问题 龙臣笑道 好 今天休息一下 明日你和我到密室 去修炼 张倩点点头 说道 时间不早了 该吃晚饭了 你要多吃点 龙臣起身活动一下手脚 外面已经很冷了 算算明年开春 龙臣打算进攻西夏 练武的事情必须抓紧 手下的战将修为都不行 一旦西夏战事开始 南梁里承道 必然趁机进攻 这一点可以非常确定 帝洛西和帝令仪 两位武皇战将 必须往临江城镇守 女帝坐镇京师 那么西县只有龙臣一个人 这就难办了 别想了 吃饭吧 张倩看龙臣又开始发呆 立即让人送了饭菜过来 第二天起来 龙臣吃过早饭 张倩进来 问道 现在去密室 龙臣点头道 对 现在就去 龙臣和张倩两人 进了偏院的密室 原本龙臣在偏院修炼 现在天气冷了 便到里面的密室修炼 密室里 两颗碗口大的夜明珠 放在一个灯台上 发出清冷的荧光 将不大的密室照亮 密室用来修炼的 不用太大 这样当人入定后 会更有安全感 旁边有一个木柜 上面放着一壶水 还有一个铜壶滴漏 用来计时 此外别无他物 张倩把两个扑团扑好 说道 夫君 开始吧 龙臣坐下来 按照自己写的龙凤星诀 开始修炼 体内的真气 或者说武器 开始慢慢凝聚 顺着经脉 开始流转 龙臣慢慢沉浸入定 刚开始 体内的真气流转速度不快 随着龙臣运转龙凤星诀 丹田和命门处 同时激发 体内的真气流转速度 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凝炼 龙臣渐渐感觉自己 可以操控这股真气 龙臣入定修炼 张倩在旁边看着 她很紧张 生怕龙臣出问题 不是张倩不信任龙臣 而是龙凤星诀 到底如何未可知 白鸟嘲凤诀 是女帝专用的修炼法门 龙臣居然把这么重要的星诀 魔改了 改得好 修为可以大幅提升 如果改得不好 后果难料 龙臣神色安详 张倩悬着的心 慢慢落下 不大的密室内 一切都很安静 空气近乎凝致 只有两人的鼻息还在流动 可是张倩慢慢能感觉到 龙臣周身有什么东西 往外扩散 张倩以为是幻觉 可是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好像有东西 从龙臣身体里出来 将它往外推 张倩的心又悬起来 她担心出问题 可是龙臣的样子 仍旧很安详 不像出问题的样子 突然 张倩感觉密室的空气 开始流动 有微微的风吹过 张倩慢慢伸出手 她感觉有东西 从指尖穿过 若有似无的感觉很奇妙 这就是龙凤心诀的效果 修炼到王者巅峰时 体内的真气非常凝炼 肉体的修为到了极致 一旦突破到五皇境界 凝炼的体内真气 可以带动影响周围的东西 比如权力出手的时候 招式会引起一阵风 张倩以为 这是五皇境界的真气影响 但实际上 这是龙臣的帝尊手段 冥冥中 龙臣看到了体内的真气 像一道道水柱 他可以操控 甚至稍微改变真气的形状 凝聚成剑 龙臣心中暗暗冥想 体内的真气愤出一点 慢慢凝化成一支剑 龙臣突然睁开双眼 那只真气凝聚的剑矢是透明的 肉眼无法看见 但龙臣就是能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咻 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响起 剑矢击击中密室的墙壁 厚厚花钢岩的墙壁 居然被击穿了 张倩吓得尖叫 有刺客 他只看到龙臣突然睁眼 见识地存在他看不到 所以张倩以为是刺客用弓母袭击 龙臣淡淡地说道 不是刺客 那是我的真气外放 帝尊境界的真气外放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威力巨大 和武皇境界完全不一样啊 只是才刚刚开始 后续还要继续修炼 帝尊境是最后境界吗 有没有超越帝尊境的修为 龙臣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女帝是唯一的帝尊 都说帝尊是最后的境界 属于半仙修为 天下只有他一个人 应该没有了吧 龙臣心中暗道 张倩愣住了 经问道 真气外放 他从未听说过这种手段 真气是修为 是体内的武器 也是武将力量的来源 可是 他从未听说 这东西可以外放 龙臣没有告诉张倩 这是帝尊的手段 他担心消息走漏 不是龙臣信不过张倩 而是此事必须绝对保密 龙臣不敢告诉张倩 是龙凤心诀的妙用 你们修炼到武皇巅峰 就能用这个手段 好了 这个龙凤心诀没有问题 你把他们四个叫过来 我告诉你们修炼的要领 龙臣只告诉张倩 这是武皇巅峰 没说这是帝尊 不能让女帝知道此事 否则会引起怀疑 张倩说道 大人先出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这都两天了 再过些时候 就是三天了 龙臣看了一眼同湖地漏 才发现 快三天过去了 入定以后 感觉不到时间流逝 先出去休息一下吧 龙臣起身 张倩也起身 走到墙边 龙臣又看了一眼 被射穿的墙体 一尺厚的石墙 居然被轻易击穿 如果打在人身上 肯定是个大窟窿 我让何君陶 把这个洞补上 张倩说道 龙臣点点头 两人出了密室 回到了后院 见龙臣出来 苏友荣立即说道 大人 你们都三天没出来了 快些吃点东西吧 天气这么冷 苏友荣准备好了饭菜和粥面 龙臣和张倩刚坐下来 听说两人出关 独孤嘉利四人就过来了 吃完饭 龙臣说道 这三天 我和倩倩在密室修炼一种新的功法 是我根据白鸟嘲凤爵 和龙家新法改的 我已经练过了 效果也很好 等明天开始 你们就在密室修炼 我对世人夸下海口 要灭了西夏 作为洛西的聘礼 我一个人肯定不够 你们要尽快突破五皇境界 说到正经事情 四人停止了嬉闹 是啊 前段时间跟着公主修炼 总是不见提声 吴楚楚默默点头 西夏的高手不少 龙臣一个人 顶不住那么多人围攻 他们必须提声 你还好 我的修为才真的是 白亭亭微微叹息道 张倩说道 夫君的新功法很厉害的 我们好好修炼 效果应该很好 吃完了饭 龙臣带着五人到了书房 将龙凤心觉的要点说了 当晚 几人回去准备 第二天早上 五个人进了密室修炼 龙臣则单独进宫面圣 龙臣起码到了凤鸣宫 到了宫门口 正好见到尹凤 五王 尹凤大人 许久不见 尹凤双目灼灼地盯着龙臣看了一会儿 簇意十足地说道 五王如今在府上忙得很 还记得我 龙臣笑道 怎么敢忘了尹凤大人 圣上在吗 尹凤点头道 在的 请随我来 尹凤引路 龙臣御书房 站在门口拜道 微臣龙臣恩 求见圣上 女帝见到龙臣笑道 客气什么 都是一家人了 龙臣走进去 拜道 一家人也要讲君臣之礼 女帝笑道 吃了药 更懂礼节了 龙臣笑了笑 感觉有些尴尬 女帝问道 你找朕有何事 龙臣说道 微臣让公孙玲珑 在天机山 锻造火枪和火炮 已经差不多了 微臣想组建一支新军 以火枪火炮为武器 作为我大洲的精锐 组建新军的事情 龙臣对女帝说过 女帝也知道 现在 兵器制造差不多了 要开始训练新兵了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武器 军队的训练需要时间 所以 龙臣想尽快建立新军 组建军队是大事 必须禀明女帝才能进行 否则会被人说成私自征兵 图谋造反 女帝点头道 没问题 朕正想问你火枪的事情 看你这几日劳累 朕又不忍心问你 呃 这话说的龙臣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就是好尴尬 怎么了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女帝见龙臣不说话 笑呵呵打趣道 龙臣笑了笑 说道 微臣是个脸皮薄的人 尹凤在旁边 听得扑哧笑出声来 女帝笑道 看到没 你脸皮薄 龙臣被说得无言以对 一个丈母娘 对未来女婿说这种羞耻的话题 这也太 女帝笑了笑 说道 正准你便宜行事 兵部那边正会说 你无需担忧 户部你可以找段双双 让他拨付良想 女帝见龙臣尴尬的不说话 也就不再打趣 谢圣上 龙臣起身拜谢 女帝盯着龙臣看了一会儿 说道 还有别的事情吗 龙臣回道 没有了 女帝笑了笑 说道 好了 退下吧 终于 女帝没有说其他的 龙臣如获大赦 拜道 微臣告退 龙臣骑马 从皇宫往武王府走 深秋的寒冷 让街头冷清了不少 除了商旅 一般百姓已经很少出门了 大家都喜欢躲在家里烤火 刚从宫门往外走了没几步 就看到一辆马车往宫部走去 龙臣认的这辆马车 这是孟兰的马车 原来孟兰还会到武王府找龙臣 自从龙臣恢复男生后 孟兰就不来了 龙臣调转马头 往另一边走去 孟兰从正门进宫部 如果龙臣从正门进入 容易被发现 所以 龙臣选择从宫部后门进入 到了后门 两个把守的牙翼见到龙臣 立即拜道 拜见武王 龙臣当过宫部尚书 这些牙翼都认得 龙臣下马 说道 拉到马就去 牙翼兴冲冲地 替龙臣牵马 能为龙臣牵马 这是一种荣幸 龙臣进了宫部 见到尚书徐明 往前厅走去 龙臣低声喊了一句 老徐 徐明见到龙臣 高兴地跑过来 拜道 武王来了 怎么不说一声 小得好迎接啊 龙臣徐声说道 小声点 我给你说个事情 我给你连个影响